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情历》 作者 七月星翻 演播 文远大V 第251集 但渐渐的擅长种庄稼的周人农夫却发现 小麦的抗寒能力强于素 而耐害却不如 最适合小麦播种生长的 不是春天 而是秋天 于是 当某位不知名的周人农夫 试着将一捧麦种流到了秋初才播种时 东小麦 也就是素麦 被应运而生了 由于北方的粮食作物 多是春种 秋收 每年夏季常会出现青黄不接 引发粮食危机 而东麦正好在夏季收成 可以继绝续乏 缓解粮食紧张 于是便受到了重视 顺利击身 无辜之一 黑夫拱手 正是如此 如此便能够在明岁下出 收获大量麦子 让那数十万千炉以麦为食 内室疼却有些不以为然 翻问黑夫 你可食过卖饭 南方少卖 只是在小时候闹饥荒时吃过一两次 可口否 黑夫老师回答 卖饭再怎么煮也难嚼难艳 口感比起素米倒饭差远了 然也 那是腾道 韩帝一些险恶多山的地方 百姓所种的粮食 不是疏豆 就是素卖 故而我常能见到 卖奶野人农夫之时也 若是寻常前手也就罢了 能够吃上卖饭 也要感恩戴德 但那些千炉 多是山东富户 其中不少人家 十笔粮肉 一笔文秀 让他们失卖 恐怕会让被强牵后 本就不满的余情 越发激愤 黑夫心中黑然 麦子虽然成了五谷之一 但这不代表世人喜欢吃麦 蒸熟的麦饭难嚼 吃到肚子里 还不好销化 所以麦饭被世人认为 是野人农夫之时 相比素 道来说 种植面积并不大 只算杂粮 在秦国 麦饭一般是拿来 让行徒吃的 官吏时麦饭 被视为清平连利 在平民中易燃 黑夫记得 在阳武县市 当地发生过一桩案子 有一家的儿媳 自己吃素米 让婆婆吃麦饭 于是被邻居们 骂为不孝 拿这些行徒 都嫌弃的麦子 去为关东 牵来的富户 本就心存不满的 他们的确可能炸窝 但黑夫 却另有一个主意 他请身后的侍从 将自己带来的 一点礼物打开 却见 里面装着的 是类似 炸麻花的巨女 这种甜品小吃 正是麦饰工坊里制作的 打了一场官司 让那些倒霉的蜜 糖商饭进橘子后 双方在巫市盐 卧旋下和解 红糖虽然对 男士的蜜 糖产业产生了 一顶冲击 却不至于彻底夺了 麦饰两家的饭碗 而且 只产于南方 一年也运不来多少 所以 三家新赵不宣 达成了三分蜜糖市场的 不成为约定 不过 他山之时 刻意公寓 麦饰 食事 讨好的送来了巨女 蜜尔来 却让黑夫来了兴趣 一答听 他才知道 麦饰祖上本是奇人 而在奇鲁之地 由鲁般发明的石墨 已经是富虎常见的家事 传入秦国 也起码有几十年了 只可惜 秦人只把磨出来的麦粉 拿出来做些小吃 从未试过 把它们作为主粮 所以 什么秦军一统六国 靠锅盔当军粮 纯属讹传 于是 黑夫指着这些小吃的 那时可知 这巨女 是何无所知 内史腾当然知道 他哑然失笑 难道你想要将 今年所收之麦 制成巨女 让千鲁当粮食吃不成 不行不行 代价太大了 黑夫道 并非如此 只是我偶然发现 麦子用石墨磨成粉厚 不只可以做甜品 烧家烹饪 还可以用来当粮食吃 比起麦饭 味道 好了何止十倍 这年头 人对麦子的食用方式 要么直接煮粥 要么用来制麦芽糖 以及昂贵的小吃 这种爆甜天物的行为 连黑夫这个本不太偏好面食的南方人 都看不下去了 既然麦子 石墨两者都齐全 面食也就呼之欲出了 只是磨成粉 竟能有如此 化腐朽为神奇的用处吗 内士腾对黑夫这个想法 是有些不幸的 这时候 正好夜市淑女 带着女婢上来放酒 听到父亲的质疑 便笑着问道 父亲与客 在真意合适啊 黑夫一回头 发现 今天 紫荆穿了一身素白的衣裳 不知是不是吃多了红枣红糖 气色红润 头发有黑盘在身后 越发有大家闺秀的模样 黑夫起身与他建立后 又看了眼叶藤 见他没有让女子回避的意思 便将方才的事 简略地与他说了 闻言 紫荆却不怎么惊讶 父亲常言 君总是有起思妙想 比如 那水队 还有 他促霞一笑 跳过让黑夫脸绿的那个发明 直提起了红糖 随后却内饰疼倒 诗人常言 富而闻之 不如木剑之 木剑之 不如足剑之 既然客 言之凿凿 不如便去取些脉粉来 在家中试一试 黑夫一道 我今日正好带了刨厨过来 可以让他们试制一些 这件事 黑夫前几天就在做了 他直接从卖室那里购买了一袋 磨得精细的麦粉 带回家中 扔给刨厨叨咕咕了好几天 好歹有点成果 当然了 让一个从来没有揉过面 连包饺子都露馅的南方人来发明面食 遇到的挫折自然很多 甚至 连如何做到黑夫描述的发面 都快要难为此刨厨了 先得要想办法 找到称得上是 限购品的酿酒 做酒驱 用来给卖黄色的面团发酵 可蒸出来的东西 却不够蓬松 而且有一股 难以除去的酸味 黑夫算准 今天要来夜腾府上献饱 等不及刨厨钻研 索性啊 让厨娘不必管发酵了 先试着做些死面的面食出来 好歹有两样拿得出手的了 你倒是准备重组吗 内侍腾瞥了一眼黑夫 却也隐了此事 黑夫家的刨厨有两人 是一对夫妻 正是他从芒山里救出来的那个少女渊 他嫁给了一个哑巴的刨厨 三年前 夫妻二人又随冤的父亲居 到了黑夫的兴宅 居为黑夫续养牛马 冤和丈夫则负责厨房 如今黑夫来到咸阳 他母亲放心不下 又觉得儿子肯定吃不惯北方食物 便打发这对小夫妻来照料他的饮食 来到咸阳后 一直待在张台街的小宅附近 虽然一出门就能够看到威俄高大的皇帝宫殿 但待久了却也没什么感觉 直到今日 夫妻二人被黑夫带来内侍府 才进入他们家刨厨 渊和丈夫都惊呆了 内侍家的刨厨位于府邸的东面 称之为东厨 占地极广 都赶上黑夫居住的那个二进小院子了 在刨厨帮忙的人有十来个 庶人在井边讨喜食物 一抬头 又见房梁上挂满了熏好的鱼肉和肘 进了房间 又分为外厨和造房 外厨满是盛装用的 缝 盆 钢等 切制食物用的刀 足 烹调用的符 饼 增等 都是青铜 漆器 造房里面有五六个灶台 每个灶台都在忙碌 一人跪于灶前 手指火棍凑合烧煮食物 灶上制服 烹煮着食物 再看正在做的煮食 有稻 素 黄粮 都已经淘洗干净准备蒸煮 副食则有炖得酥烂的熊掌 厨师正在调和味道 清炖的鳖羹 火烤的羊羔 天鹅肉 也压快 另有被拔了毛的大雁小哥 正要上架烤 参观了大户人家的袍处后 只背着一包麦粉 来到这里的夫妻二人目瞪口呆 感觉自惭心悔 哇 这是招待左树长一个客人 就要如此多的人手 要做这么多东西啊 冤则舌不宜 有些惊到了 直到后面传来一个好听的声音 夫妻二人才缓过神来 燕香只差卖粉做的食物了 为何还不开始啊 莫非是少了什么器具 一回头 却是夜市淑女 亲自来了刨厨 刨厨那众人 纷纷向她行礼 她却十分和蔼 让猪刨厨免礼 开始询问渊 都需要什么器具 让庸人 一一地给她备齐 哦 要木盆 还有水 嗯 还有一个烧烫的铁符 哦 对了 可否先熬一些羊肉羹出来 最好煮烂些 而后 冤和丈夫将黄色的麦粉 在大木盆里 和了清水 就开始和面揉面 而夜市淑女 跪坐在席子上 认真地看着她的动作 突然问道 用麦粉吃食物 是谁想出来的 冤的丈夫 立刻朝着正堂方向 比划起来 冤连忙止住她 老老实实回答道 淑女 这都是左处长所教 哦 她又是从何处得知的 而且 她还经常 竟跑出不成 子晶十分好奇 男子们 一般都借口一决 君子远刨除 不愿意看到杀生 离厨房远远的 嗯 左处长 的确喜欢出入刨除 叶子晶 没有摆出 官宦淑女的架子 冤对她也很有好感 便笑道 啊 她好滋味 喜欢支店五等 做一些新颖的食物 在南郡时 就做过年糕 米粉 粽子 然后啊 便以这些食物 与家人分食 五等 也能分道一些 每当那时啊 家中满堂欢笑 到了北方 左处长 又让五等 用麦粉制面食 虽然还是吃不惯 但比 那个麦饭 可强多了 紫禁巍巍点头 就这样 在内食府的刨除内 通过一个小厨娘的叙述 她开始了解 黑夫不为外人所知的一面 问完了黑夫好滋味 喜欢指点下人做食物外 甚至还扒出了 黑夫做小厅长时的 那些破案的事迹来 而到了即将入夜时分 当内食腾 招待黑夫的艳想开始时 名为烙饼 和羊肉泡馍的东西 也第一次出现在 情人的饭桌上 秦始皇二十六年 立下一过 关中的天气 一日热过一日 而新一批的移民 数千人 也从燕昭之地 跋涉千里距离 来到了他们眼中的 异国他乡 这 总算是快到了 在秦立高呼停下后 啄铁擦了一把汗 味道在坝水边 也不管干净不干净 蓬起水就喝了下去 似乎比邯郸的水厚重 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敌国的滋味吗 还是一箱的滋味 他将他们咽入腹中 挥过头去 五岁的儿子站在身旁 微微张大了嘴 好奇地打量 渭水对岸的咸阳城 妻子则坐在脸上 眼泪汪汪 他是个恋家的人 但入了寒谷关 到了这里 他大概也意识到 他们是永远都回不到 赵国了 啄铁是赵国人 家住邯郸 世代野铁 到了他父亲那一带 终于摆脱了 铁关奴的身份 开始独立在城内 经营一家小铁铺 每日都把炉火烧得急望 为游侠打造建籍 为农夫修补农具 偶尔也为找上门来的商骨 贵族制作铁饭 帮他们偷住钱币 在城中小有名气 这好日子 在七年前戛然而止 赵国的顶梁柱 李牧将军 被昏庸的赵王谦杀死 这种自毁长城的行为 很快招致了恶果 没了李牧阻拦 秦军势如破竹 很快就攻破邯郸 俘虏赵王 赵国亡了 赵人头顶的天 赫然变了颜色 秦国的军队 接管了邯郸四门 开始约束警出 秦国的官吏 入住官署 办不新的律令 秦王甚至亲自去了趟邯郸 亲自下令 坑杀了小时候 磕待过他们的众人 及家眷数百 卓铁当时也在盗棚 观看秦王威风凛凛的车架 脑中闪过的念头却是 这么大的马车 要用上多少金铁 才能够牢固 尽管每个赵人 都对秦人暗含恨意 但日子总得要过下去 虽然不时听到什么 公子家重建赵国 或者明氏陈瑜 号召抗秦义士 去衡山入火之类的事 但着铁一直老老实实地 干着打铁生意 虽然没有从前好混了 但他好歹凑够了聘礼 约妻子成婚后 很快就生了个儿子 几年下来 家财不多 但已超过十万 算中人之家 每隔几天还能够吃上一顿肉 但今年一开春 噩梦降临 先是一道收天下之兵的命令 邯郸城内的大小金铁铺子 全部遭到了苏查 大半当场就遭到了关闭 官府要收走市面上流通的武器 并且宣布各金铁铺子 从今以后将被收归国家所有 不得再私主兵刃 捉铁的店铺的手艺成了国有的 地位犹如铁官奴 每个月只能够吃限定的口粮 这也就罢了 总比沦为行徒强 但三月时 更可怕的事情来了 皇帝又扔来了一张诏书 来了邯郸 要求邯郸城内的百宫 商国太半前往关中 有的人性格刚烈 低死不从 抱着家里的树木 就像是拉着亲人的手 死死不放 那些情力兵族凶神恶杀 用鞭子棍棒驱赶不开 便拔出了鸽箭 砍断人们拽着的树枝驱赶他们启程 无情的刀剑把富户 工匠 商骨和院中的树木分隔开来 渐渐的 故乡里驴的大树 渐渐的就忘不见了 邯郸的城墙也慢慢的模糊 他们抹着眼泪 开始了背景离乡的远形 成了名副其实的迁炉 一位赵氏公族的大夫 悲愤的唱起了歌谣 但还没有引发赵人响应 他的声音就猛的停了 这位大夫的尸体 永远倒在了邯郸城外 至少他可以死在过途 赵国富户 工商们静静的看着那位大夫的尸体 陆续地从他身边经过 对工商而言 他们的生活本就是不稳定的迁徙状态 所以反抗也没有农负那么大 从邯郸到关中 千里迢迢 要走越于时间 富户可以驾驶牛马车 中人之家则是推着人力的碾 隶属于他们的奴隶 仆役得以保留 被集中到一起 反绑着手走路 这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跑 路途中也不乏有人试图逃离 结果都被抓了回来 或被当场杀死 或被直接判刑为历臣 带上了沉重的墓前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情力》 作者七月星翻 演播文远大V 判不判不判有何局别 反正无等都是秦王的 被反复双手的历臣妾 另一个同时来自赵国的年轻铁匠 成正愤愤不平 一路上总在说抱怨的话 桌铁则是低声让城正慎言 自己默默吃着干粮 他何尝没有不满 但他如今有妻子 凡事都要以他们安全为先 只要能够让我一家人在一起 不管前往何处都无所谓 他们跨过山河咸祖 越过了人烟稠密的三川之地 过了昔日 六国费尽气力都无法攻陷的寒谷关 一路来到了关中腹地 把桥停处 过了桥就到了咸阳未南了 清丽说 这是抵达终点上林院前的最后一站 他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一夜 由当地官府送来粮食 尽管被迁徙的人家境都不错 也做好了充足的远行准备 但在入关后 食物还是飞速耗尽了 从前日开始 他们这数千人就必须接受 清国官府的周记 吃得也差 有时候只有素粥 清瓜如水 可在千鲁门的口口相传中 听说 今日送来的食物更加恶劣了 竟是野人农夫都不喜欢吃的卖 行人真是将我等当成行徒了 成正又爆发了 他一拳重重地垂在地面上 与此同时 旁边一位来自邯郸的王室富豪 从马车上站立 大声地问情力道 赏力啊 我可否自行购买米粮食用呢 王富户不缺钱 每次都可以通过给停设一点好处 要来更好的食物 今日便想要顾忌重施 和他一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他们不缺钱 黄金不会贬值 富户签到哪里都是富户 不行啊 但今日 秦力似乎有特别的任务 一定要让千鲁门吃分发的食物 板着脸拒绝了这个要求 他同时一挥手 让造力们扛着一箩筐食物来分发 移民们更加绝望 看那样子 竟然不是勉强能够下咽的卖粥 而是要嚼很久的卖饭 成正已经仗红了脸 忍耐到了极限 若非着铁死死拉住他 保不准要做什么冲动的事 而另一边 那个王室富户也不愤于 自己居然要和行徒狗制吃一样的食物 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侮辱 便指着霸桥说道 我就算是死了 饿死 从这里跳下去 也不吃卖饭 说话间 王府户大富翩翩的肚子 已经咕咕直叫了 停舍虽然可以收钱开小灶 但每次只给做一人份的饭食 若是多做了便是为虑 这时候食物也分发到众人这了 灼铁拉着成正 拿着木碗上前去 才发现不是卖饭 而是一块块卖黄色的饼状物 像是金饼 有的上面还有烤焦的痕迹 入手生硬 轻轻捏了捏 外面的皮便裂开了 露出了里面略软的瘾 刺屋能吃吗 拿着三块烧饼挥到了自家碾边 灼铁的妻子有些怀疑地看着他们 赵人和情人血液深仇 总是不利于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测情人的打算 当年长平之战 可是有四十多万赵人被欺骗杀死呀 或是情地的吃食吧 五等当然没有见过 灼铁倒是心大 哭笑道 都到这儿了 情人还能毒死无等不长 妻子依然摇头 情人粗鄙 能有什么好吃食啊 为了活命 难吃也得要吃啊 灼铁对妻子笑了笑 示范性地重重地咬了一口 本来已做好难吃的准备 谁料一口下去却是出人意料的松脆喷香 他顿时愣住了 但嘴里却没停 一直嚼着麦饼 咽下腹中 顿时有一种浓烈的满足感 比起这些日子吃得西周或羹 这是半个月来吃到过最饱人的东西了 和周围的许多人一样 灼铁也大吃一惊 真要惊喜地告诉妻子 这是好东西 却听到不远处 那个方才还自精高贵 不愿意吃麦食的王府户 在旁人劝由下 忍不住咬了一口麦饼后 情不自禁地大喊了一声 真香啊 秦始皇二十六年四月下旬 捉铁扶着锄头 站在浑浊的渭水河边 打量着自己的新家 他们的新家 坐落在渡亭以东 纸阳以西的风号之间 这里本是周朝的旧都 离山之难后废弃了 早没有了昔日的成雀宫殿 也没有了都市的繁身荣华 只有一片玉帽的鼠苗尽情生长 狐狸所居 豺狼所熬 偶尔还传来一两声 野质的长鸣 这片土地乃是五院之一的 上林院的北园 一直没有被开发 直到十多年前 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 选了这里作为自己的灵情 夏太后并非正式 故不能和秦孝文王 合葬于渡庭一席的兽灵 便在寿陵和儿子庄襄王 纸阳陵墓间选了一片荒地 还留下一言说 东望无子 西望无夫 后百年 旁当有万家亿 秦始皇显然将老太后的遗言 放在心上 不必等待百年 随着移民的到达 这里已经建立起了一片 简陋的居室 供移民们来居住 严格地划分了李驴的十五 选出了李典 吴老 香三老 又派了一位香色夫来管辖 让所有人登记虎籍 姓名 并且自书年岁 居民点外 栅栏墙员也在慢慢地夯雷 以防止院中野兽来袭击人畜 树林草地被一把火烧成了白顶 大概是等他们彻底安顿下来以后 去开辟田母 虽然结束了长途跋涉 但着铁等烟肘移民仍然在担忧 因为此时春耕已过 种宿已经来不及了 又不允许去外地买粮 秦立官府会摆养他们到明岁的秋天吗 光是被安置在渡东的 就有千余户人家 整个魏南上林院周边地区 像这样的移民点 起码有十个 数万人都要吃百多万蛋的粮食 这可不是小数目 更别说分散在内市四十个县的数十万移民了 一年下来起码要五百万蛋粮食 这一天 黑衣黑官的田左利 仓左利 召集美护的人 打消了他们的焦虑 以情略 男子每月发粮食一蛋半 身高不足六尺五的小男子及女子 每月发粮一蛋 孩童则有粮半蛋 按照之前登记的虎口本 各家在五月初一去领这个月的口粮 捉铁加工有粮三蛋 好歹能够吃饱 可当移民们领到粮食时 打开麻袋一看 却都傻眼了 原来 分发下来的竟然不是素 而是麦 上列 只有麦吗 拙铁自己倒是不要紧 可妻子身体不好 儿子年幼 若是顿顿麦饭 肯定会吃出毛病来 他不知道 这是因为人体内 缺少小麦淀粉 焦化煤 食麦饭会出现 消化不良等不适症状 从现在起 直到明岁四月 如等的口粮 只有麦 情力骚拾这些 敢怒不敢言的 山东迁炉 露出了笑 若是不愿意吃麦饭 可去渭水边的水墨房 以三十钱一袋的价钱 可以将麦子磨成麦坟 那时还会派刨厨来各意 交收至麦饼之法 麦笔速烧便宜 一袋也就三十钱不到 却要花相同的价钱去磨面 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是在宰人 寻常农夫肯定舍不得 宁可嚼着难言的卖饭 也不愿意出这笔冤枉钱 但山东移民们 本就是当地富户 被迁一迁 全部家当都换成了金银钱薄 钱他们不缺 缺的是养尊处优惯了的生活 从坝桥到杜县 他们有幸吃了几顿 名为囊饼的食物 据说就是麦粉制成的 虽然众人吃不习惯 但还算可口 而那位叫嚣着 打死不识麦的王富户 已经吃上瘾了 说麦饼的味道 要比苏米 熟米要强 如今 情力只给了他们两个选择 所以大部分人 在略微纠结后 咬了咬牙 还是扛着麻袋 往水墨房走去 一个民谣 也在山东移民里 传播开来 拧食囊饼一口 不吃麦饭一筐 张台阶黑富家中 看着面前摆在盘中 麦黄色 热气腾腾 还裹着点肉馅的囊饼 清末城商闻着香味 咽了下口水 却迟迟没有下手 他看着对面暗机上 慢慢吃饼的黑肤 叹气道 唉 早先是 莫者 必服短鹤之一 食离祸之羹 秦莫 秦莫虽不至于此 但也讲究简朴 若向里格 见到我如此奢侈 恐怕要说秦莫 数点忘足了吧 黑肤听到 黑肤听到 向里格之名 微微一愣 随即想起来 是灭楚之战时 孤身跑到秦莫 劝里游退兵的那个楚墨 后来 如荫成破 他的三名师长 悉数战死 向里格用麻绳 拉着车链 将他们的尸体运走 自那天以后 秦莫成商的理念 就受到了巨大冲击 总是在怀疑 秦莫做的事是否正确 都快得忧郁症了 黑肤来到咸阳再见他时 成商已经瘦了一大圈 面色越发苦楚了 于是 黑肤放下了手里的食物 一边擦手一边倒 如今楚国一灭 天下一统于情 强者通吃 专门帮若国抵御侵略的楚墨 彻底失去了用武之地 但秦莫 政治大用之时 成兄却终日在忧虑 这是为何 成商莫然 秦莫主要继承了 莫子尚同的理念 他们认为 只要天下存在多国 战争便无法消失 想要实现天下大同 首先 都要实现政治上的统一 要让所有的声音出于异口 以此来消灭战争 秦莫选择了辅佐秦国统一天下 经过百年奋战 饱受派系内外诸多质疑 终于实现了初衷 秦莫也积极参与了帝国的建设 在那场封建 郡县之争里 莫者就坚定地站在了郡县一边 秦始皇说 经天下共苦战斗不休 已有侯王赖宗庙 天下出定 又赴立国 是戍兵也 而求其宁夕 岂不难载 此言秦莫十分赞同 但眼下的新王朝 距离秦莫理想中的国度还很远 尤其是近来皇帝的一系列政策 更是让承商忧行忡忡 不由想起了数年前 楚墨向里阁的预言来 秦王强奸六国 宰割天下 天下之人必不相爱 强必直弱 弱必劫寡 富必辱平 贵必作戒 炸壁其余 天下虽然统一了 但六国移民对秦的恨意并未消失 为了稳定同志 秦始皇下令 十二万户迁徙入关 此举在末者看来略显粗暴 六十多万人一时 若是处理不善 后果不堪设想 陛下太急切了 黑夫倒是不这么认为 请连六十万远征军的口粮都能供应上 何况是在富饶的关中旧时呢 难题无非是如何节省成本罢了 便笑道 陈军是不是多虑了 眼下山东移民皆以住进新家 有诚意保护 口粮也由官府提供 虽然只有素卖 但我听闻 山东之民已经喜欢上了面食 男子争先恐后去水墨房磨面 女子则跟着官府的刨厨 学揉面发面烤饼之法 还有名谣曰 宁是囊饼一口 不吃麦饭一筐 水墨房亦是新鲜事物 是黑夫向内史腾提出的主意 关中的麦饰 已有蓄力的石墨 而南郡的连击水队 也已经是十分成熟的技术 两者结合 把冲米的队换成磨面的石墨 便能够做出水墨来 于是从上个月起 那时从南郡请来的工匠 和奇墨合作 在渭水 风水 坝水 各个移民点处 陆续建立了数十个水墨房 关中人第一次见到这种 不用人畜之力 便能够自己运转的器械 惊奇不已 但本地的老情人 看完热闹后 却无人走入水墨房磨面 食物习惯的顽固性是极深的 就拿黑服自己为例 偶尔吃一顿麦饼可以 让他顿顿吃就受不了了 他还是更喜欢 前世今生 陪伴自己数十年的稻米饭 南方人更有 吃上馒头不当饭的说法 所以 关中本地人 也宁可吃自家产的素熟 也不肯碰 闻上去香喷喷的麦饼 唯独山东移民别无选择 只能被迫食饼 小麦和面食在北方的推广 就从数十万的山东移民开始吧 先让他们吃惯麦饼 到了七八月 再让所有人都在地里种麦 如此便能够成形为一个良性的循环 慢慢地扩大素麦 在关中的播种面积 麦比素要高产 取而代之是迟早的 但在历史上 这个过程从汉代开始 直到唐宋才初步完成 一千年时间里 麦子在北方都是杂粮 黑服还宽慰陈商道 以风水为水作年 墨并转五轮 每个墨房日年卖三百壶 能做到这一点 成君和秦墨功劳不小 但墨者的圣母病又犯了 承伤迟疑地说 他以为水墨收的磨面钱 也太贵了 乃是暴夺民衣食之财 夺民之用 反正不必人处之力 何不让百姓免费使用呢 墨家太理想主义了 黑服哭笑不得 喂 建立墨房可花了不少钱薄劳力 看守墨房的官吏也需要俸磨 若是墨房不能盈利 官府便没有动力修筑 恐怕不多时便会废弃掉 承伤不知道 这个主意还是黑服给内使腾出的 磨面 每单收取三十钱 相当于把数百万的麦 卖给了山东富户了 等到明年上级时 内使腾不但稳定了关中宿家 还通过墨房赚回了麦子钱 如此醒目的政绩 定能够得到皇帝赞赏 也算是黑服送内使腾的红利了 这便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 反正山东富户不差钱 他暗想到 不过 话又说回来 秦朝官府连小丽出差口粮 都算得精细无比 不让你多吃一顿 怎么可能摆养数十万人一年 据黑服所知 这数十万移民 在入秋中买钱 还有一个大工程 在等着他们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历 作者 七月星翻 演播 文远大V 第二百五十三集 这也是程商来找黑服的目的 他哭着连道 秦墨曾向陛下建言 说周五王灭咒后 眼闻修武 归马于华山下 经天下虽定 燃天下兵戈无数 当首天下之兵 入关中 铸剑为礼 这是秦墨的初衷 但秦始皇 是个喜欢自己拿主意的人 前日宣赵时 墨者们便发现 自己的建言走偏了 皇帝收天下之兵 汇集咸阳 却并不愿意将其著作农具 而是下令 用这堆积如山的六国兵刃 做一件堪比 语著九鼎的大事 萧丰迪 驻以为惊人十二 拙铁瞪圆了眼睛 他是个老铁匠了 打铁二十余年 却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多的兵器 集中在一起 一旁的同行 成正也张大了嘴 半晌才发声道 这得有多少兵刃啊 卓铁没法回答他 仅就目测来看 比赵国时期的 邯郸武库 所藏的兵刃还要多 他们看见 一辆又一辆沉重的牛马车 沿着渭水向西行驶 到达地点后 押纵的情族将车上的割 毛 剑 挤 书 批 统统搬下来 堆放成许多座数千上万兵刃堆积的小山 惊叹之后 问题来了 情力让迁入关中的山东铜铁工匠 商骨们来此服役 又是作何打算 谜题很快揭晓 一个叫做司马昌的秦国铁官 要求数千名工匠 商骨将兵运上的封笛与木饼分离开来 着铁和城镇面面相觑 但在情力的鞭子下 也不敢多问 各自上前忙活起来 他们都是邯郸铁匠 和兵刃打了半辈子交道 已经到了看眼行指 或者金铁橙色 就能够判断产地的程度 这绝对是韩剑 着铁捏着一柄二尺剑 眼睛里绽放出了光彩 自从韩国灭亡后 快要十年没有摸到韩剑了 韩虽国小民寡 乃是七雄最弱之国 但有一样东西却值得一吹 世间最精良的兵器 都是出自韩国的 所谓天下之强弓敬弩 皆自韩出 天下宝剑韩为重 尤其是韩国的唐锡剑 经过了工匠们的千锤百炼 已经到了路段牛马 水节红雁 当敌则斩尖甲铁木的程度 只可惜 上好的剑 一锤子下去 也被砸得弯折 脱离了剑柄 无力地落在地上 他又拎起一根长毛来 毛尖是铁质的 仔细一看 上面还有鸣纹 鸟虫纹 虽然看不懂刻了些什么 但起码可以确定 是楚国的毛 楚毛也不错 世人常言 弯具铁毛 惨如风柴 拙铁暗道一声可惜 用力卸下了毛尖 将长柄扔到了一旁 这之后 他们还陆续发现了 燕国 齐国 魏国的兵家 魏国亦有精兵 尤其是武族用的哥 最为出名 齐国的兵刃就比较少了 虽然起早在春秋时 就开始搞盐铁专营 珠海成盐 开山成铁 铁器最是流行 但经过长达四十年的和平 连兵刃都很少铸造了 为也针 刀 雷 刺 瑶 金 锯 锥 锁 锁 等实用工具为多 拙铁和城镇 手持的铁锤 铁锯 都是来自齐国 还有燕国 入木的是上百个生锈的兜牟 他们工匠界 有一句俗话叫做 燕无寒 意思并非是 燕国没有制作兜骤的寒人 而是在燕国 几乎人人都会制作兜骤 寒人没有存在的必要 由此可见 燕人打仗最注重防护 这些铁兜牟 大概是燕军覆灭后 被情人夺走的 里面还有干涸的深褐色血迹 学了一上午的风笛后 一座兵器小山一空 拙铁和城镇走到了下一座 发现这里全部都是赵国兵人 这是恒山的铁杖 我曾为人打制的 城镇的时候有些颤抖 铁杖是赵国恒山最著名的兵器 他的内心用铁铸成 顶端安有铜帽 外面包着涂黑气的藤皮 武安军里目麾下 就有一只上百人的恒山武士 他们长衣铁甲 操铁杖以战 而锁机无不碎 锁冲无不限 详详的场面 赵人就热泪盈狂 只可惜啊 一切都已经灰飞烟灭了 六国破 明成灰 王侯祥 豪杰子 连失去了主人的兵人们 也无法幸免 作为战利品被带到了这里 伸手分别支离破碎 秦人守六国之兵于此 萧棋风笛 究竟想做什么 卓铁也满是疑问 三日之后 当他们奉命 推着沉重的风笛 走到渭水衣北时 二人才恍然大悟 他们面前 是一个巨大的工笛 最外围是数千间简陋的窝棚 上万摇夫生活在此 大多是肤色有黑的关中农夫 在王内 则是着铁 城镇都不陌生的野炼厂 地上树立了 三十四个椭圆形的炼炉 围成了一圈 不算炉下凸形字的夯土台 只算炉身 个个都高达丈瑜 和无数车风笛一起运来的 还有木柴和木炭 行徒不断地往炼炉下放置燃料 兴送制的铜铁 不加分别地放入了炉内 日夜不休地掩炼 滚烫的铜铁精液沿着铜渠 奔腾着流向重炼炉包围的底坑 捉铁小心翼翼地靠近 发现其深达数丈 里面是已经制作好的巨大饭魔 瞧那模样 似乎是一个正在铸造的巨人 高鼻神木 身穿敌服 站立拱手 做弓顺撞 拙铁 成正 山东工匠都惊呆了 成正甚至失神地坐倒在地 扬起头时 他发现 周围炼炉的浓烟缓缓升起 汇成了一股直冲天际 站在张台宫顶端 黑腹的视野 比山东工匠们宽阔多了 所以他能看到 整个渭水北岸 一共有十二个野炼长 十二股黑烟聚集 形成了一片乌云 仿佛要遮蔽咸阳的天空 哇 真是壮观 黑腹深吸一口气 心中甚至有些期待 惊人摆在咸阳宫中时 会是何等情景 这十二惊人 并非无缘无故铸造 而是来源于一次祥瑞 秦始皇正式称皇帝的那个月 有长武装的巨人 身穿敌服 凡十二人 建于秦国的西境边关灵桃 但很快消失 只留下了长达六尺的足迹 灵桃都尉将此事兵报皇帝后 引起了皇帝和那些奇焉阴阳家的重视 以为这就是秦一统天下 称皇帝位的吉兆 于是 为了纪念此事 秦始皇便下令 将收缴的六国兵人运入关中 捉高达武装 重千弹的惊人十二个 此外 黑府猜测秦始皇还想要将这个当作一个仪式 一来 效仿周王马放南山 收缴天下兵人 相当于宣布九州之内再也没有战士 同时 六国用来反抗秦的兵人被集中在一起 融住成了臣府与秦 为秦看守宫廷的惊人 象征天下的融合 其三 在皇帝看来 只要没有了兵刃 六国移民就像是被剥夺了爪牙的野兽 再也没有反抗秦的力量 前两个墓地无可厚非 但对于第三点 黑府只能摇摇头了 除幽及精 非先于勾及长沙也 其莫说的不无道理 若不住京人 改住农具 不知将替换多少陈旧的牧师工具 若让夫这次摇曳的十二万农夫 数万工匠商国 改而去啃荒 或将开辟百万亩粮田出来 前些天 秦莫成商来拜访 其言下之意识 想请黑夫这个 能够时常见到皇帝的中郎护令 向秦首皇敬言 驻京人既无利于国 又无利于民 驻之无用 不如霸之 黑夫无法立刻答应 只能告诉他容自己思虑思虑 我能怎么说 在殿中轮值时 黑夫暗暗琢磨 陛下 奇观误国呀 这不是找死吗 黑夫摇里摇头 秦始皇还是一个容许臣子敬见的人 死不至于 但失去信任 甚至被远远赶走 是肯定的 他看出来了 皇帝征服天下的无穷欲望 正转移到收集屁上 收集六国嫔妃 收集六国宫殿 甚至收集六国兵人 驻大型手办 以后还有兵马俑 秦始皇正在心头上 决定的是又积少半途而废 劝是劝不住的 还是别触眉头吧 而且失去了这些奇观 秦朝的色彩 似乎也会失去不少 于是乎 黑夫没有规劝皇帝停住惊人 而是上奏书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 陛下可使工将 以烈火融住六国之剑签柄 使之为铁榻 鉴然后章 如孔雀之瓶 置于宫中 使后世子孙坐之 便可知 得天下难 收天下更难之意 奏书递上去后 黑夫开始脑补 若秦始皇准了此事 秦宫中便要多出一张钢铁铸成 满是猙獰 尖刺利角 和诡异扭曲金属的坐榻了 叫铁王做不妥 铁皇他如何 七个王国 一个皇帝 似乎也没毛病 可惜的是 他这个促侠的建议 最终还是被驳回了 到了六月份时 随着十二金人铸造完毕 开始缓缓地抄咸阳宫运送 皇帝也携带文武百官 从魏南的张台宫 移驾咸阳城 见证这一盛况 就在咸阳宫内 黑夫第一次 见到了皇帝的子嗣们 众老狐狸 我听说 咸阳宫中的惊人 有十个高 不知是不是真的 黑夫侧过头 看向与自己同车的悠瞻 他身高不过无耻鱼 是个先天的侏儒 端脚端手 唇上却又留着夸张的八字壶 更显得滑稽 他没有正面回答侏儒的问题 而是看向 新阳城中道旁的百姓们 他们对于皇帝巡行 已经习以为常 除了下摆座意外 没有太多的惊奇 反倒是对黑夫车上 蹦蹦跳跳的小侏儒 更加好奇 我看百姓们对你的兴趣 也不比宫廷中的惊人少 悠瞻一边站到了车栏上 朝着道旁的百姓挥手 对那些孩子做鬼脸 一边笑道 咸阳的百姓自然会奇怪 因为像我这样的人 能够在秦国活下来 便是不亚于惊人的奇迹 黑夫熟悉绿令 自然知道他的意思 情侣严谨百姓 擅自杀子女 一旦有犯 便要情为承担充 但有规定 如小儿生下时 身上长有义务 以及肢体不全 杀之不予治罪 勋子说过 情人其声名也狭隘 其使命也酷烈 艰难的生存环境 是普通人家 不容许一个吃白饭的人存在 所以走在咸阳大街上 很少见到那些先天残疾者 诸如更是几乎没有 并非秦国人种优越 而是这些人 在出生时几乎便被杀死了 但邱瞻却是个例外 他父母是和善的人 家里条件也还行 没有把他腻到马桶里 而是让他好生活着 长大后 幽瞻身高才无耻 士农工商他都做不了 只能另辟其境 跑到了咸阳 失从齐楚入情讨生活的昌幽 学起了滑稽斗乐之事 昌幽在各国普遍存在 其主要职守是作为家臣 在艳响时 以诙谐滑稽的话语 娱乐君主王侯 生活不易 身为诸如 只能使自己多才多艺 幽瞻口才很好 在咸阳混迹多年后 成了秦始皇最喜欢的长幽 遇到了艳响 常让他出席 说些滑稽的话 超热气氛 聊以于乐 今日惊人时尔 落位于咸阳宫 皇帝要在宫中召开宴席 庆祝此事 便也带上了幽瞻 幽瞻今天 也没有坐皇帝辞他的马车 而是迈着一双短腿 跑到了宫门处等待 等皇帝车架路过时 小个子才跑出来告罪 说自己车夫的母亲病逝了 便打发他回家了 当时 他捋起袖子 指着中车府令赵高的位置 认真地说道 陈进来 请将练习一说 陛下 莫不如让陈驾于六郡 何如 这话让皇帝笑了 一挥手 让前方的中廊护领黑夫 将小个子提溜到车上 带他一程 黑夫并不觉得这是羞辱 因为他对邮瞻印象不错 小个子的本业虽然是搞笑 但不同于庸俗的普通常忧 他也读过些书 知善恶 识中间 说的话往往暗含道理 上个月 皇帝在张台宫置酒宴 正遇上天下鱼 便接下 黑夫和手下一众碧顿狼 都领着鱼 却一动不能动 幽瞻入宫时 见此情形 便问众人 君 欲逼欲货 众人被领得有些惨 纷纷点头 黑夫也不可能入殿请求休息 知道幽瞻主意多 便想看看他能够玩出什么花样 得到肯定答复后 幽瞻上殿 向秦始皇祝酒 高呼万岁 而后 幽瞻靠近栏杆 对着殿外大声喊道 比顿狼 狼尾们应诺 幽瞻便笑道 如等 虽然长得高大 有何用啊 如今还要站在露天淋雨 我虽然长得爱笑 却有幸在殿内避雨 这句话提醒了秦始皇 于是准许卫士们 见伴值班 轮流宿位 从那以后 黑夫便不以寻常 姓陈昌幽 来看待幽瞻了 皇帝豫家 过了未巧不多时 咸阳宫便到了 中狼护令 第一次来咸阳宫吧 幽瞻可知这里的常客了 与他相比 黑夫是个新人 黑夫道 然也 四个月了 自我入宫为狼后 这是陛下 第一次移驾咸阳宫 故 未曾有幸来此 没什么有幸的 幽瞻笑道 咸阳宫是一百年前修的宫殿了 这里既去都老旧不已 姑陛下才更喜欢张太公 嫌弃咸阳宫狭窄 黑夫汉手 嗯 不过 我听说过去几个月间 咸阳宫可是扩修了不少 秦燕方氏卢生等人 向秦始皇建言 说天地对称 天地的天上居所 与关中各宫室成义 也相对应 渭水好比银河 陛下居住的张台宫 则是天级 经过渭桥 横渡天河而抵达的咸阳宫 便与紫薇宫对应 乃帝居也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星番 演播 文远大V 第二百五十四集 秦始皇相信了他们的话 开始重新重视咸阳宫 对其进行翻修 而今日 伴随着十二惊人驻城 至于咸阳宫廷 也宣告咸阳宫修缠第一期工程 顺利完工 但陛下之月 不止于此 幽斩 幽斩摇头 他也是静臣 所以也知道皇帝接下来的打算 秦始皇令人 方化六国宫殿而修筑的六王宫 随着六国陆续灭亡 一在咸阳宫后拔地而起 那些从六国抢夺来的女子 玉帽 礼器 充斥其中 这可以视作第二期工程 如今已进行了一半 这也就罢了 但秦始皇最终的目标 是想要在关中打造一个人间天国 在各地增修宫时 自雍门以东至兴魏 殿巫附到周格罗列 使之与天上星宿一对应 可想而知 这么巨大的工程 需要投入多少劳动力 每年蒸发的人数 恐怕不比统一千少 说话间 镇守咸阳宫的外狼令 打开了厚重的大门 在蒙义的令下 黑夫等狼位竖车当先 先行迟路 速位左右 车入城门 黑夫一眼看到的 便是一个宽阔的广场 即时铺起的地面十分平坦 一条中轴大道 从司马门直通咸阳宫的主殿 而道路两侧 正屹立着十二个顶天立地的巨大惊人 他们每个都高五丈 大概和后市的十一米 四层楼高 且是成跪拜的坐姿 前六个惊人 穿着一族的衣裳 容貌也不似吓人 黑夫点了点后 发现除了那个出现在灵桃 高鼻深目的武装巨人外 其余分别对应 西戎 东夷 南蛮 北敌匈奴 以及阅人 而后六个 则分别是 齐 楚 燕 韩 赵 魏 六王 面容栩栩如生 个个都神情恭顺 衣着神态不一 好似放大了七八倍的兵马俑 不同的是 兵马俑是用来守卫皇帝领寝的 而这十二金人 则象征六国四叶纷纷沉服 单个看还没什么感觉 但十二金人列于道庞时 那阳光照耀下反射的金属光泽 想到这是公元前二二一年 就感觉 他们的确是一个奇迹 罗德岛巨像 金字塔 亚历山大港灯塔 同一时间段的西方 也是奇迹伶俐啊 这也是古典帝国的通病吧 真高 真的 尤瞻在黑幅的车上 夸张地扬起头 看着比他高十倍的十二金人 又感慨道 可惜啊 道而无用 不过是伤国劳民之物 黑幅诧异地瞧了一眼小个子 尤瞻也咧嘴笑道 嘿嘿嘿 中郎护令是不是在乞观 我一解长幽 滑稽得了以为业 为何会说这种话 尤瞻不搞笑了 变得严肃起来 中郎护令 现前尚述陛下的事 已经传开了 看上去 虽只是建议 荣筑签丙利剑 为军塔 但实际上 却是在提醒陛下 得天下不义 受天下更难 均言下之意 我听出来了 是全说陛下 于其大发摇曳 及十万人之力 驻十二金人 不如驻一个难做的军塔 来提醒皇帝 和后世子孙 勿枉再举 真是用心良苦啊 黑斧有些惊讶 这幽瞻 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呀 君也是举朝上下 第一个 敢直言劝谏 此事的朝城 当为雾辈开末 幽瞻朝着黑斧 重重一败 眼中满是敬佩之责 黑斧顿时无语 他只是穿越者的 恶趣味而已 但没有想到 事后 秦莫呈伤 专门找他道谢 说没想到 黑斧真的惊见了 可惜啊 陛下未听 搞得他一头雾水 此刻再听幽瞻一说 黑斧一回想 才发现自己误打误撞 看上去还真像是一次 机智惊见呢 莫非祖龙也这么认为 才驳回了我的戒严 黑斧不知道 自己这是弄巧成拙 还是弄卓成巧 本想解释说 我没有 不是我 但是 幽瞻似乎受到了很大的激励 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 幽瞻虽然是长幽 不敢与齐国的燕英 淳于坤相提并论 却也能够学学 楚庄王石的幽梦 这三人 都是能够用机智言语 敬见的人物 也是他的偶像 严霸 朱如 并又摆出了一副滑稽样 蹦蹦跳跳地 从十二惊人的脚下经过 朝着秦始皇的车架跑去 巨大的惊人下 哀小的朱如 跌跌撞撞地跑着 看上去十分搞笑 等皇帝下车 满意地背着手 看着自己树立的第一座奇迹 便问幽瞻 十二惊人可壮观时 幽瞻笑道 善 这十二惊人又高又大 有他们守卫陛下 若寇从宫外来 光是看到这些惊人 便直接吓跑了 也不必狼卫 素卫于宫门了 陈幽文陛下 于大做公事 东至寒谷官 西至雍 陈仓 如此更妙 这样一来 将士们便不用守在 韩谷 武官 若寇从东方来 可是工人嫔妃 吃宫屎 骑麋鹿 驾洋车 与各宫室组织 黑夫正好走到旁边 一听此言 再看皇帝的脸色 颇为不快 顿时心里一紧 连忙笑着 上前打圆长道 啊 陛下 尤瞻自己吓得腿软 故有此言 秦始皇被扫了心 心中十分不悦 却不想跟一个 口不择言的诸如计较 萧小常忧 岂能知他树立惊人 象征天下一统 六国四夷臣服 九州之内 永无战事的良苦寓意 于是便赤道 望言 天下一定 六王贤府 关内关外 一片太平 前手大仆 寇从何来 正要一挥袖 让黑佛将此人架下去 轰出宫 却不料 那些从咸阳宫主殿 台阶迎过来的众人中 领头的一位 通身穿素白身衣 腰弦培育 在一片黑袍中 鹤里鸡群的玉面公子 也听到了悠瞻的剑言 他摇了摇牙 不顾一旁 某位侍从的祖旨 也挤不上前 吓败道 陛下 长游之言 虽粗鄙 却也有理 儿臣竟来读书 见紫墨子之言 同天下之利者 则得天下 善天下之利者 则失天下 惊天下出定 远方前守未及 陛下 当与天下同利 不可善天下之利 骤星吐没 严霸 他抬起头 露出了一张 如玉的精致面容 十七八岁年纪 眼中却已有 悲天悯人的神采 扶苏 媚思感言 不求陛下撤去惊人 但望陛下 能停修关中宫事 与民休息 亲儿子与敬臣轮番境界 都未能动摇皇帝的心意 幸好我没有卷入太深 从咸阳 前往甘泉山林光宫的路上 回想起前日 发生在咸阳宫的事 黑幅不由暗暗摇头 秦始皇在关中光剑公月 打造一个地上天国的决定 是坚固的 不仅悠瞻遭到了冷落 连公子扶苏也受到了波及 扶苏觐见的唯一结果 便是六月中旬 秦始皇去林光宫避暑时 带了朱子同行 却偏偏没有带自己的长子 秦始皇是位高产的父亲 林林总总竟有二十余子 年纪从最大的公子扶苏 十八岁 到最小的公子胡亥九岁 按照二十二官的标准来算 秦始皇朱子均未成年 加上皇帝是一个对清秦 较为淡薄的人 纵然相隔不远 却很少接见朱子 所以黑夫也没有近距离 观察他们的机会 只是通过种种渠道 有些皮毛的了解 这其中 他最关心的莫过于 扶苏 胡亥二人 一个千古遗憾的贤公子 一个是将秦朝 带入深渊的秦二世 任谁都会感到好奇 那日 扶苏的直言境界 让黑夫想起了 听张苍念过的一首诗 如实一般 佛苏给黑夫的印象 也是一位不见生草 不履生虫的人手麒麟 他悠闲地行走在绿叶翠麟 却又恍然流动 化作了一位优雅公子 公子如灵 高贵而仁厚 公子如玉 似一尘不染 这便是扶苏 在咸阳民间的风平 但与之相反 朝堂上之重臣 对扶苏却不太看好 原因之一 便是扶苏之魔 乃楚国公子 舅父是反秦的昌平君 自那以后 皇帝召见扶苏的次数迅速减少 而扶苏颇有幽国幽民之心 每次觐见都会说些秦始皇不爱听的话 国越来越不受宠 前日 咸阳公扶苏 剑霸公事后 秦始皇甚至当场训斥扶苏 少读些如墨 多学学律令 秦始皇此言意味深长 如此一来 扶苏是越来越不讨喜了 黑肤暗响 按照宗法 秦始嫡长子继承治 但秦始皇先前没有立王后 称帝后也没有王后 嫡子不存在 必要在二十多个数字里选定太子 依然是长子扶苏有优先权 可如今 皇帝自认为春秋鼎盛 一点历史的意思都没有 朝野之中也没有胆量 敬言早立太子 众人都在猜测 陛下或是想要等诸子成年后 则贤者立之 也可能是觉得有机会长生不老 觉得没立太子的必要呢 黑肤进来发现 来自秦燕的术士方式 经常能够得到皇帝的招见 所谈只是多半是不问苍生 问鬼神 国无太子 这是秦朝一大隐患 却不是黑肤一件狼令能够干预的 他在戎车上回过头 能够远远看见秦始皇六马驾员的大陆车架 前后又有副车竖成 几乎一模一样 若想分辨皇帝在哪辆车的方法 一是看中车府令赵高的位置 其二便是仔细辨认车中传来的孩童欢笑了 这次去甘泉山避暑 便是六月持续到八九月 待九月秋收完毕后 会有秋至兵仪险的活动 不仅可以阅兵险威 亦能让朱公子通过狩猎学习荣史 除了忤逆秦始皇的公子扶苏 被刻意留在咸阳学律外 其余二十余的公子悉数同行 但这里面唯一被秦始皇带到车架上同车的 只有公子胡亥 在途经郑国渠时 天色将黑 按照计划将在渠边的行宫休息一晚 黑夫去郁家秦始时 赵高笑着与他建立 又掀开了帷幕 却见到了惊奇的一幕 无时无刻都放不下工作的秦始皇 此刻却如同一位普通的父亲般 与儿子玩六搏游戏 胡亥才九岁 他生的是粉雕玉琢 头上竖着总发 本来在认真地看着棋盘 发现车马停止 一瞧外面还跪了中廊护领黑夫 便促下一笑 突然大声道 诶 中车辅量 天怎么黑了呀 赵高硬道 公子 外面太阳还未落 何出此言呢 若不是天黑了 为何我看不清棋盘呢 他做出了在黑暗中摸索的样子 一转头 庄左才看到黑夫 拍着手笑道 父皇父皇 原来是黑夫来了 难怪我眼前一黑呢 词言一出 赵高笑着摇头 连一向严肃的秦始皇 也被逗得笑了起来 而胡亥 见自己成功逗乐了父皇 更加洋洋得意 车内充满了欢快的气氛 唯独黑夫心中暗骂道 自作聪明的四兄孩子 他对胡亥的弟印象不太好 虽然在秦始皇面前 一副天真可爱的样子 可在黑夫眼中 不过是个只知道 玩乐闹腾的熊孩子 正是狗兜贤的年纪 张着被皇帝宠爱 更喜欢作弄静臣 笑话过幽沾腿短 暗风过魁壮年迈 前日见了黑夫后 竟敢拿他面黑来开玩笑 同爱哨子乃是父母通病 据说 秦始皇最喜欢的女人 乃是胡亥之母 随着其母早逝 这份感情也转移到了胡亥身上 行则同车 实则同爱 对扶苏有多冷落 对胡亥就有多疼爱 真是天壤之别呀 虽然被胡亥取笑 但黑夫却面不改色 竟笑道 陛下 公子 别看夏臣的脸是黑的 但心 却是红的 胡亥更乐了 彭夫大笑起来 钟车府令赵高 则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钟郎护令的嘴呀 真是同红糖一样甜 胡亥瞥了一眼赵高 哦 比你还甜吗 赵高拱手 哦 老臣服儒 服儒 黑夫猛倒 夏丽 气敢于钟车府令相提并论 胡亥这时候也不玩六伯了 而是拽着秦始皇的手道 父皇 我听说 钟郎护令是最早玩兵球的人 何时让他带着狼卫们 踢场给我看看 冰球便是黑夫在灭除之战 守在壁垒后的那几个月里 将橄榄球魔改一番后 发明的游戏 两年过去了 已经传入到了关中 情人不喜 奇处杂耍式的个人醋局 但对这种壮汉速度与激情的碰撞很痴迷 兵球随成关中情族常玩那游戏 胡亥也痴迷于此 他最喜欢看那些穿着沉重甲咒的兵族 为了争夺那小小的皮球 撞到一起 摔得满脸泥浆的狼狈模样 若是比赛中 能有人断脚断腿 那就更妙了 黑夫拱手 陛下和公子若想看 黑夫比轻腹甲咒上场 对付这种领导家的熊孩子 打不得也骂不得 他不是喜欢玩吗 黑夫倒是有很多小游戏 可以投其所好 青世皇却排着儿子的头盗 胡闹 朕的狼官 入则素围 出目百里 岂是用来游戏的 行功一致 下去用想吧 胡亥撅起了嘴 直到赵高说 今日有新鲜的豹胎吃 他才重新露出了笑 青世皇让赵高 将公子胡亥带出去 又道 朕许久未来此去 明日当沿着沟渠巡视 看看精髓 那时用了堆肥 欧肥之法后 效果如何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新翻 演播 文远大逼 第二百五书五集 青世皇出了马车 看着行功旁 这条从精水分出后 缓缓东流 最终注入落水的清澈沟渠 他的出现 可以灌溉 精水落水之间 三百里的泽鲁之地 盖片四万余情 关中随为卧野 渠成十年以来 再也没有遇到过凶年 秦游此而富强 秦始皇能够一统诸侯 源源不断提供大军粮食 郑国渠鞠躬不小 但随即 皇帝的目光转向北方 似乎因为眼前的郑国渠 想起了另一件事 他问黑夫 明日 该谁随驾素尉 黑夫道 轮到中车麒令亡历 如此一来 你便清闲了 那你便去云阳县走一趟吧 云阳县 是郑国渠以北 一天行程外的地方 距离甘泉山林光宫不远 黑夫立刻竖起耳朵 不知皇帝 有何要他去做的事 秦始皇摸着胡须 缓缓缓道 去云阳狱 替朕看看 成苗还活着吗 成苗还活着吗 当四日中午 黑夫带着下属董毅 和庶民狼卫 轻车抵达云阳县市 便得到了御苑曹旧 肯定的答复 不仅活着 还活得挺好 曹旧 乃是咸阳男士 玉里司马兴的七兄 与董毅认识 一听说 黑夫是奉皇帝之命来视察的 立刻毕恭毕敬地 将他请入县狱中 历臣陈苗 在外劳矣 容夏丽派人 去将他带回来 黑夫打量着 这个小小的县狱 格局和安禄得有几分相似 给他一种熟悉感 回过头道 要多久 啊 来回半个时辰 还望上里捎蛋 让人奉汤给黑夫解渴 由县城陪着黑夫尬聊 曹旧则退到了堂外 低声问熟人董毅 陛下 要见成廟吗 董毅摇里摇头 曹旧面色一变 陛下 要杀成廟吗 东毅还是摇摇头 中郎护令说 陛下令他来看看成廟 瞧瞧此人在做什么 至于是见是杀 中郎护令没说 我也不敢 枉然揣测地形 曹旧刚松了口气 黑夫却又唤他上堂 问起了 关于成廟的事迹来 成廟是哪年入狱的 犯了何罪 曹旧蒙斗 并上令 成廟已入狱十年了 罪名是 犯于妻之判 成廟受其举荐为狱里 又入宫为狼 犯于妻叛逃时 成廟非但没有自臣其罪 反而未犯于其辩解 陛下震怒 将其判为历臣 排遣到云阳来服刑 原来如此 黑夫恍然 秦允许官员 举荐他人为例 可一旦举荐成功 举主和被举荐者 就绑在了一起 被举荐犯罪 举主因为举荐不当 要连坐 反之亦然 十多年前 吕不韦 落崖倒台 他们再朝围观的门客 几乎被一扫而空 秦始皇最讨厌的 就是背叛 反于妻曾担任过中郎奖 又多次出征功成掠地 为秦立下了汉马功劳 却在被李牧打败后 选择了叛逃 皇帝当然是极其震怒的 用金千金 亿万家的重赏 捉拿反于妻 承苗非但没有及时划清界限 反而为其辩解 没被处死就算不错了 不过 能够让秦始皇 过十年都念念不忘的人 绝不会这么简单 黑夫又问 他这十年来 在云阳坐何劳影 情不养闲人 对判处徒刑的罪犯们 凡有劳动能力的都要强迫他们赶活 哪怕是判处死刑的犯人 一日未死 就要靠劳作换取吃食 所以 在秦国 行徒和历臣 可以视为同一次 曹旧看了县城一眼 老师打斗 承苗 虽是历臣 但因司空律有焉 历臣有巧 可以围攻者 误以为人婆 养 承担 承苗熟悉律令 又能够写一手好字 顾官府没有派他去做苦力 而是在令氏手下做事 协助既不罪人 除了没有俸禄 每晚归来后要住进监牢外 其余的与普通投小力无别 扣除衣食 每次攻势还能够得到色浅 黑夫笑道 哦 这么说 你所言 陈淼在外劳作 其实 是跟着令氏办案去了 县城面色不太好看 瞪了曹旧一眼 曹旧也擦了擦汗 硬道 呃 唯 正是如此 让陈淼扶清醒 是他给县城出的主意 虽然在法律上说得通 但若是陛下迁怒下来 他们也是被殃及啊 有特长就是好啊 黑夫则暗斗 这陈淼运气不错 现在享受的待遇 大概跟水浒传里 被发配江州的宋江差不多 只要他不写反尸作死的话 就这么浑浑噩噩过下去 不成问题 但此人究竟是凭什么 被秦始皇记住的呢 黑夫来之前 问过一些秦始皇身边的旧敬臣 他们说 陈淼做一郎使 曾奉皇帝命修订秦文字 可惜后来犯罪 此事便不了了之 这次皇帝派黑夫来探监 或与此事有关 就在这时 曹九也说道 陈淼每次出公差 所得的少许钱薄 都用来买笔墨和剪毒上了 没风闲暇 总是在牢狱中 笔根不戳 黑夫来了兴趣 不想干等着陈淼回来了 让曹九带自己去 狱中陈淼的住所看看 进了云阳牢狱 黑夫才发现 这里的监牢 也分了三五九等 最下等的是承担住的 没有被褥 没有窗户 只是地面上 有些发霉的稻草 十个人挤在狭小的距离 里面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中等的是鬼性 白残 丝扣 充等行徒的房间 虽然伙食粗烈 被褥犯潮 好歹可以容身 无人意见 有个挺有趣的事实 充迷过去 是与承担并列的重刑 近年来 踏队 水队 大行于是 充迷也没那么累了 于是 就变成了中等刑罚 最上等的地方 位于监牢的第二层 除了门 从外反锁 窗户 安了栏杆外 与普通民居 区别不大 曹旧引领着黑夫 开门而入 此刻正直下午 阳光从窗币洒入 照得满屋都是 商列 这便是承描的局所 黑夫微微张开了嘴 这哪是牢房呢 分明是一个说法展览室 却见 三面斑驳的墙壁上 挂满了写满了 秘密麻麻黑字的简读 有数百块之多 这些事 曹旧笑道 啊 正是承描过去 十年里书写的 他是用每次 公务办案的赐钱 购买笔墨书简 所书并无不妥 故无等未作干涉 小心绕过地上 横七竖八的简读后 黑夫走进墙壁 定睛一瞧 上面写的不是什么反式 而是每个情理 都要背诵的 唯利之道 凡唯利之道 必经节正直 谨慎坚固 深系无私 微密鲜茶 安静误苟 审当赏罚 只看了一眼 他立刻就发现 这些简读上的 文字形纸 与日常所见 颇为不同 不是最常见的情传 情传 虽然已是从周代 复杂的大传里 改进而来的 但还是保留了 经文的一些习惯 笔划远转 横平属直 粗喜基本一致 必须慢慢写 更不是黑夫曾见过的 卫 除等行指各异的六国文字 有些像南郡立员在记录案情时的速记体 后世挖出来的情节上 基本上都是这种速记字体 管理们为了速度 经常下意识地简化转题 减少笔划 字形也转为方便 好不 眼前的字体比那种小传的速记体 改变得更加彻底 几乎每个字都画凡为简 画圆为方 画弧为直 没错的 黑夫有些小激动 因为他竟在这里 看到了一种流传至后世的字体 而非不管怎么学 都觉得陌生的古传字 这是 历书 多谢上吏赐名 就在黑夫将这两个字脱口而出时 一位穿着行徒者衣 头发斑白的中年人也出现在门口 他看着满屋的十年兴血 皆探道 历书 历书 历人所书也 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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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左转书所不逮也 好名字呀 严绑 他对着黑夫重重一败 承淼十年所书 君再于此 陛下纵要赐我死 承淼 也能寒笑而终了 承军严重了 黑幅走过去将陈苗扶住 同时看着其他两面墙壁上 是一些转子与隶书的对照表 四千转子几乎都有意义对应的立体 若有所思 心中明白 为何秦始皇对陈苗此人念念不忘了 这或许跟皇帝竟来打算实施的一项国策有关 车同鬼 书同文 这次皇帝一驾林光公 可是将李斯 赵高 胡无敬三大书法家都带着的 又派他来瞧瞧成秒 目的十分明显 我何不称此东风将那件事做了呢 一个藏在黑幅心里许久的想法 在满屋立书的引诱下 此刻再也按捺不住 甘泉山位于云阳县以北三十里 因山由清泉而得名 此地即便是盛夏六月也依然十分凉爽 故秦在此建立了一座离宫 称之为林光公 林光公不仅能够避暑狩猎 因为距离北地上郡都不远 又可以练兵威慑荣敌艳想翻遗 每年秦始皇五六月至林光公 八九月乃还于咸阳张台 按照皇帝走到哪里都不落下政务的习惯 每年间有不少决策在此议定 今年也不例外 秦始皇的车架才刚刚驶入林光公 让胡亥等朱公子自行于乐 他便马不停蹄地召集了随行的庭位李斯 中车府令赵高 太使令胡敬三人 打赢了封建郡县之意后 李斯已超越了左右二相 成为了帝国真正的宰府 皇帝一顶国策 很多时候都是直接找他来问对 君臣达到共识后 通知一下丞相和御使大夫而已 而今日皇帝让他通知林光公 并在抵达后立刻召见 所谓和时李斯心中也有几分谱 看看左右的赵高 胡敬 秦国三大书法家便凑齐了 二人恭恭敬敬地请他在前 李斯也不客气 微微一笑后率先入殿 秦始皇穿着一身有黑的军旋 副手立于殿中 他的脚下是白色的脖 脖上写满了许多蚊子 皇帝此刻正盯着这些蚊子 漠然不语 臣等拜见陛下 三人齐齐下拜 秦始皇回过身 也不废话 直言道 自从周平王东迁后 诸侯力政不统于往 鄂里悦之害己 而揭去其典籍 于是一官一职 言语一声 文字一行 如今天下各国 五里不同俗 十里不同英 宗周雅言不在 亦击中难返 这也就罢了 然文字上也一样 大转一改 齐 楚 烟 三境各成体系 他看向李斯 廷尉 你乃是天下文明的书法大家 曾在楚国为例 知晓楚字 又败入寻情门下 跟他学过三境文字 还去过记下数年 对旗子也不陌生 没记错的话 朕与燕国伐交时 亦是廷尉 为朕将燕国书信 亦为情传 今日便来看看 说说 这些文字吧 李斯应诺 而后便挪不到 大殿偏北的位置 踩着脚下的燕子等 陛下 燕人乃昭公之后 激性大国 最好复国 雪国 摇顺缠绕 连文字上 也常常仿骨 可效仿的 却不是大传 而是 亘古的甲克之文 哼 十股不化 秦始皇对燕人 最为轻蔑 言罢 李斯又挪不止殿中 看着赵 魏 韩 三股文字道 三境之地 民俗极早 养鸡立而食 连文字 也偷着一股 急不可耐 他们将大传 简化泰国 马不似马 虎不似虎 他国之人 根本看不懂 接着是储子 李斯对 故国文字 一点都不留情 冷酷地说道 储子与中元素 来不同 似鸟似虫 故称之为鸟虫转 近百年来 其邪法越发飘逸潦草 难以琢磨 最后 他指着那些棋子道 齐国浩如 受邹鲁之风寻陶 其鲁文字都比较方方正正 倒是与秦传 在行之上 有几分相似 但具体到比划嘛 哼 李斯笑着摇摇头 又朝着秦始皇一作一 总之 六国文字 行之极其紊乱 少得如马字 用二十多种邪法 多者 竟有百余种邪法 均难以辨别 诚如庭尉所言 如今六王军已服罪 六国化为郡县 以政令律法 然 近来各地首 成禀报 说六国文字各意 咸阳的政令发到地方 还必须议成本地文字 那些就地选拔的官员 才能看懂 真是岂有此理 这是六国统于秦 还是秦统于六国呀 秦始皇对此颇为不悦 一挥秀道 不管是末者 儒家 抑或者法家 皆言天下定于一 但说起来 何谓真正的一统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秦力 作者 七月星翻 演播 文远大V 第二百五十六集 只是如周氏一般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然后便其俗而制之吗 他的野心不止于此 摇摇头道 朕不仅要灭六国社稷 一江土 朕当以天下法度横 让焦东的杖 尺寸 与咸阳一致 让会计的钟 弹 斗 与巴蜀相同 朕将一天下之车轨 宽节六尺 使各地官吏商骨往来无阻 而今 朕 还要一文字 是三十六郡书信往来接用情字 不必再转意重抄 让一个渔阳郡斗实力 也能看懂朕的诏书 如此 方为真正的一统 赵高率先阿语道 统一度两横 车同轨 书同文 则那天地出分以来未有的壮举 陛下高瞻原主 臣佩服 秦始皇也宣布了召见三人的目的 朕欲罢其 不与秦文何者 从明岁正月时 官吏再由使用六国文字者 出犯罚俸 再犯罢官 又道 三字书法经斩 天下文明 今日下去 便效仿周时使咒片 将秦传三千余子 去凡就简 以朗朗上口之章句 属于简读之上 再作为范本 发三十六句 使官吏 学士 朝路休息 必使秦子 在诸郡推行 绝灭六国义子 李斯 赵高 胡静 三人应诺 诗周篇 他们不陌生 乃是周宣王室 太史所传的十字课本 秦始皇的意思是 让他们各自用秦传 编写一本老少皆宜的十字教材 推行天下 陛下 陛下 陈黑夫 前来奉命 就在三人奉命告退后 殿外又响起了一个大嗓门 却是前日奉命去云阳县的中廊护令黑夫回来了 得到准许后 黑夫匆匆入殿 秦始皇看着他道 历臣承苗还没死吗 赖陛下人得 承苗 幸而未死 一边说着 黑夫还将怀中一份博书 一份剪毒 双手奉上 陛下 此乃承苗的自臣 现在才自臣 秦始皇冷笑 十年前 凡于其反叛时 他又在做什么 秦始皇不欲见 但黑夫却一直举着 他也看到了满电铺满的六国蚊子 按道自己来的正是时候 便捶手道 陛下 臣承苗自知有罪 故他花了十年时间 做出了一件 有利于国的大事 接着 黑夫便将臣承苗在云阳狱中 谈此十年 所一大小传 方圆笔法 结合情历记录案件 爱书的速记题 成立书三千字的是 一点不漏的 禀明皇帝 秦始皇态度放缓 此事是陈苗入狱前就在做的 正因如此 他才留了陈苗一条命 想要看看 他能够做出怎样的成果来 但是 始皇帝并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 这次派黑夫去巡视 若有成效还好 若无成效 成苗恐怕要过上真正的牢狱生活了 他接过黑夫带来的博书 竹简 却见 上面分别用传书和历书写了奏言 黑夫一代为传书道 成苗认为 陛下一天下后 不论是中央还是郡县 正是越发繁多 远传的传书 书写太慢 已经不适应繁忙政务 而成苗所造历书 以秦传为基准 砸彩各地情历的速记写法 以方折笔代替了远转传书 云阳玉立世智 发现 以传书超了五百字的证令 要一刻半才能写完 但以立书却只用了一刻 他在基层的政府供职过 所以知道 因为秦国独特的律令制度 就算是一个小小限制 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诉讼 接到许多证令 发出好些爱书 所以 不论中央还是郡县 都有大量的刀笔力存在 在没有印刷的年头里 唯一的办法就是抄录 而抄录速度 就直接决定了工作效率 秦始皇也是个极度重视效率的人 住个惊人 修个宫典都要求急速完工 有时候 他发出的诏书 御师傅未能够及时抄完 皇帝便会雷霆打怒 让高笔力们下岗 重新换一批 如今听说 李书能够让工作效率提高三分之一 岂能不惜 在看完陈苗的刺陈后 秦始皇发问道 陈苗 一共做出了多少例子 黑幅道 共三千三百余 每个转字 均有对应的历书 秦始皇陈英道 朕 欲使得天下书同文 十三十六军 废弃六国文字 使用秦传 取六国旧子 又立星子 是否会有不妥呢 这些历书若发到地方 官吏能认出来吗 黑夫极力想要促成此事 陈苗有言 隶书者转之结也 他并非是重新造字 只是略有修改 字形笔画变度不大 再者 陈廷说过一句话 叫林一简为上 秦次从商军变发以来 一直在精简里 去除繁琐 文字 何尝不能精简呢 陈在南军时 便发现 郡县的刀笔利们 早就用类似的 手法 简化字形 使之方便书写 提高速率 但因为各自习惯不同 常出现文字异形 长此以往 反倒不是好事 读不如书 不如以小传为正体字 诏书 文书用之 历书为左 寻常记录用之 如此一来 不管是九卿 还是俊县 出力政务时 以去约翼 能够事半功倍 何乐而不为呢 这番话 大消了秦始皇 最后一次犹豫 他焊手道 便如秦所言 令陈廟出狱 来陵光宫夜见 并将历书 传手与刀笔利 带廷尉 中车府令 太使令三人 将各自的 传书篇章作出后 让众人 以历书朝鲁 一同发行天下 言吧 秦始皇感慨道 西苍结造字 一教后子 天下方有文字 而今又有历臣 作历书 以驱约翼 臣妙当年的罪过 也可以抵消了 陛下圣明 黑夫不识时机地 再拜倒 臣受承描启发 已有一个主意 或许能够成为陛下 书童文字的助理 秦始皇文言失笑 哦 莫非 你也要来学着造字 先有利人作利书 如今 你也想做出一种 黑字不成 黑 黑体字 黑夫差点没有吐血 这种字体 后世还真有 不过 他打的 却不是字体的主意 而是 往书写的载体动心子 为了引起 秦始皇的重视 黑夫 索性开始吹牛了 他一手指着 堆满店内的剪毒 一手拿起了一张 地上书写六国文字的白卷 说道 剪毒笨重 陛下一天月奏书 一百二十经 业者来回搬运都累得乏力 薄不昂贵 非公卿不敢用之 二者各有优劣之处 而今 臣想要结合二者优劣 为陛下制作一种 既能够如薄布一般轻便 又比剪毒便宜的材料 上书传字立书 使陛下书筒文字的理念 传遍天下 臣以为 这当是 不亚于苍结造字的大事 望陛下 允臣月之现言 长二十四寸的竹简 正气地摆放在暗机上 清晨的阳光 从窗废射进来 杀青烘烤后 光滑的竹片 反射着微光 中车府令赵高 跪坐于暗前 轻轻吸了口气 将手中的笔 沾满目 温住心神 开始在竹简上 一笔一画地 写起了小篆 秦国三位书法大家 其笔迹各有不同 李斯乃是楚人 又长期游学诸侯 他的书法博彩众长 并且柔和了 楚字的特点 书法苍尽 奇异豪放 胡靖是典型的 秦国学士弟子出身 其书法平和自然 积极稳健 赵高又有不同 他少时不识字 十余岁才刻苦自学 故有些剑走偏锋 书法细腻 却又有力 风格轻瘦秀丽 这就是赵高书法的特点 很快 随着他手腕移动 第一根竹简上 已多出了 三个漂亮的转字 爱丽篇 这便是赵高奉皇帝命 书写的十字教材 他写得很慢 一来是因为石关重大 每个字都力求做到完美 二来是 逐简加毛笔 本就难以做到速写 左手按简 右手写字 一根简一行字 写完之后 再一根一根的 向右边推去排好 若想速写 便不用逐策 而用木读 秦国一直以来 都对公文书写的载体有规定 郡县 督官 用柳木 或者其他质地柔和的 可以书写的木材为简读 公文削成了二尺四寸 民间书信则长一尺 故有称之为尺读 这些木读 均用尖草 蒲草 兰草 鸡麻 风渣 竹策较比尺度高一个档次了 因为制作更为复杂 通过裁 切 杀青 才能成简 在上面书写 写完一张后 排列钻孔 用围 也就是切成条状的熟牛皮 来编坠 相应的 价格也比木读 贵了数倍 所以读书啊 真是一件昂贵的事 非家才十万的富户粒子 无法背其笔墨书简 在学识里 也通常是一卷书大火传着看 翻到自己模糊 牢固的牛皮尾带破裂为止 这年头 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数卷藏书 便是文士的标志 轻易不舍地借人观看 非得要先拜入门下 口称弟子才行 若搬家时 能够将藏书拉上几辆车 那便要被人称赞为学府武车 与博学的卫相会师相提并论了 竹策得之不易 消耗却很快 赵高只写了五六百字 第一章便写完 他让蒲义过来 将竹签上的字轻轻地吹干 再拿下去编坠成策 没有一刻中是做不完的 他也正好接过弟弟赵成递来的汤水 应用休息 赵成一身戎装 他是一个五百主 隶属于外郎将 奉命宿位于林光宫 此刻过来给赵高奉堂 一边低声道 兄长可听说 昨日中郎护令黑夫 给陛下的戒言了 赵高自然是知道的 黑夫替陈苗献立书 以为可与小传一同通行天下 皇帝允知 其诱言 简读笨重 眷博昂贵 自告奋勇 想为皇帝制作一种 结合二者优点的书写材料 赵成很了解自己的兄长 虽然赵高平日里对黑夫礼书有加 但暗地里将其视之为竞争者 便凑劲道 兄长曾告诫国王 情侣有言 明珠之旭臣 臣不得越官而有功 不得臣言而不当 越官则死 不当则罪 如今黑夫身为中郎护令 职责是素为警钟 却言将作考工之事 这算是越官了吧 师父要我 知识熟识的御士们 上书批驳他 五弟 你真是白白在官场中 私混了这么多年 赵高放下了杯盏 细长的眼睛 偏着自己的弟弟 愿笑道 按你的说法 我身为中车府令 管的是职掌成瑜 却时常书写诏书 编定文字 是否也越官了 这 赵成抬起头 这不一样啊 兄长是得了陛下允许的 总算是说对了 赵高起身 副手道 如韩昭侯的点茂官一般 没有知悔君主 自顾自地做了 那叫越权 但做之前 禀报陛下 或者得了陛下指派 那就不是越权 而是为上命侍从 赵高不仅贤熟文字 还精通律令 越是琢磨得透彻 他越是发现 在帝国的基层 律令是严酷 而不尽人情的 在线上 一个人不好好务奴 想要做商骨工匠 那他就是不务正业 要遭到情力训斥 在郡上 一个小吏不做好本职公务 却终日做些无关的东西 亦是越官违法 要遭到监狱时举救 然而 当一个人的官职 坐到了朝堂之上 身处军策 职权就会变得模糊起来 太尉空缺已久 又丞相是个摆设 廷尉李斯 时常在做丞相的活 中车府令赵高 兼着业者的工作 这些事情 严格来说不合律令 之所以谈而皇之 只因为皇帝一句话 赵高问 你知道 程淼在云阳玉住的那间牢房 之前住过谁吗 赵成摇头不知 韩非 韩非当年也被下雨允养 可他的下场 却不如程淼 赵高淡淡地说道 韩非之罪不至于死 但陛下发现 此人已经存寒 无法为己所用 依然决定赐死他 程淼之罪 按律当斩 但陛下念着他 修订文字 或有一天派得上用场 便留了他一条命 还有他自己的例子 赵高当年犯罪当死 依旧是皇帝一句话 就驳回了盟义的判决 赵高官复原职 合法吗 显然不合法 但却是君主权势的体现 没人敢说半句不识 在大秦 皇帝想杀谁就杀谁 在大秦 皇帝想用谁就用谁 地在法上 所以官员是否跃权 陛下说了算 律令也得要站一边去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历 作者 七月星番 演播 文远大V 第257集 你不懂陛下心意 竟想以月官之罪 去拘救黑夫 除了打草惊蛇 有何用处 再者 这等小事 只要陛下将黑夫 平调至少府 或司空任职 不就解决了 赵高教训完不成器的弟弟后 让他将新的竹简 在暗机上铺号 还要继续写下一章 落笔之前 他点着赵承道 你记好了 侍奉法尊令者 无或缺赏 犯法为令者 无所逃法 叫做法 辨别中间 赏法莫测 叫做数 权重未尊 手握杀生之饼 胜重之姿 这叫做事 陛下乃是以 伤扬之法为基 又杂用深寒之术 并指柄 以处世的明主 明主决定之事 万万不可质疑 小心旁观即可 他心中却又暗息道 那黑夫立功兴起 却不知道 使了中郎护令之职 他便远离了陛下 纵然侥幸成功 升官得决 又能如何 真是得不偿失啊 韩非说得好啊 飞龙成云 藤蛇有物 云霸物济 而龙蛇与虫乙同乙 则失其所成也 贤人而去不孝者 则权倾未卑也 不孝而能服于贤者 则权重未尊也 而朝臣们的权力 又是从何而来呢 只是军权的残羹冷制吧 皇帝高高在上 都不用大呼接来时 天下人便如饥似渴地 匍匐在脚下 赵高已经看透了 大秦权力的结构 管他律令多么缜密 管他爵尾多么森严 管他什么宰相 必取于周部 蒙将必发于祖武 最终决定一个人 权力高低的 唯有皇帝的信众 这才是他们这些 飞龙腾蛇 所凭借的云雾侍卫 白起 汪茧 看似显得人途灭国公业 实则是空中楼阁 如同浮影游墙 一旦飞鸟尽 狡兔死 便将失去一切 而一旦攀附了黄泉 即便是矮小如幽瞻 权力在手 也能投射出 十二惊人般巨大的影子 走吧走吧 李姓 蒙田 李游 黑夫 这些热衷于功名的郎官 都如同流水般流走 唯我赵高 牢牢站着静臣的位置 作为静臣 身无大功 偶有小功 肩负劳苦 十年二十年无声迁 紧紧跟在陛下的身旁 才是最稳当的 他露出了笑 延续着上一章 挥笔在竹简上写下了 推卫让国 有余逃堂 但昭高心中想的却是 姚卫匹肤不能治三人 皆为天子能乱天下 无以此之事为之族史 而贤之功勋之不足墓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六月末 赵高在灵光宫中 一边写着书法 一边琢磨臣子权史来源史 黑夫则轻车回到了咸阳 他俯一下车 便去了内室官署 找到了上个月被调回咸阳 在内室任左司空的张涵 扶搜劝谏失败后 关中已开始大兴图目 张涵身为内室左司空 负责督检宫室 才刚刚从宫地回到关书 大热天累得够呛 正在室内休息 黑夫来得及 推门而入室 却见张涵有两个力气 伺候着炮脚 他的手已经伸入了其中一人的衣镜里 黑夫轻咳一声 说了一句打扰了 然后便让丽姐离开 对张涵说了来自的缘由 听完后 张绍容差点没跳起来 他一边擦脚一边骂道 什么 三个月 三个月就要做出你所说的那个误事来 不然便要受责 还拉上了我 黑夫 中郎护令 我好容易累功到了咸阳为例 光是督见公事 便忙得焦头烂额 你为何要害我 黑夫摇头 好个张绍容啊 我送你功劳 你却反怪我害你啊 炎拔 他严肃起来 副手道 我已被陛下平调为少府城 致笔千诞 今后三个月里 你将作为本城的副手 统领历臣工匠 助我完成造职 此乃陛下之兆 不得推脱 摆完黑脸后 黑夫又笑着忽悠张涵道 少容 你我将要做的事 可不亚于 苍结造字的千秋功业啊 你连少府之下的属员 都不审清楚 便稀里糊涂地 做了少府城 我如今真是担忧啊 我等 究竟能否做成此事啊 二人已坐于 少府关属一间小院内 张涵听黑夫 问他关于少府的事情 好笑之余 又有些担心 黑夫十分无奈 少府在九卿中 属员最多 竟有数十个下下关属 其只能诱广 从山海掩铁 到口服试水 再到考工饮扇 喝其多也 我如今 只认识少府和少府间 至于其他人 怎么可能一一地记清楚啊 张涵仔细一想 黑夫说的倒也没错 除非是像他这种 从入世起 就在少府做小利的人 否则 想要理清 繁杂庞大的少府之手 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其实说白了 少府 就是专管皇帝财政的机构 秦朝的财政收入 基本一分为二 大头的田租 归制宿内室 这部分是国家财政收入 每年官吏俸禄 修禄修成等公家的预算 从此处拨款 而口服 也就是人头税 连同山海吃泽之税 士租等统称为金钱 属于皇帝个人收入 花归内府 秦始皇住十二经人 大修公事的钱 都从这里支出的 所以皇帝觉得 他在关中大修公事 其实是在花自己的钱 别人管不着 黑府有些明白 悠瞻和扶苏的境界 为何会撞铁板上 不过 少府的收入 实在是太多了些 竟然占了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 每年以三分之一的财政 供奉一人 皇帝权势之高 可想而知 当然了 据说在灭楚之战那几年 制宿那时 入不敷出 皇帝也没少让少府 拨款救急 少府的职权 还不只是 皇帝内裤那么简单 另外 凡皇帝衣食起居 医药供奉 园林游行 器物制作 皆由少府所领 和黑府打过交道的 太医令下无拘 就归少府馆 因为少府 只私范围较广 还得要专门设置六城 来分馆 张寒掰着指头 给黑夫 刻破了少府的诸城 具体都是干什么的 而少府的同城 掌管口腹 及筑签之事 黑夫默默记下 心里给其贴的标签是 中国人民银行 少府内城 张宫中衣服 保护真善之数 下游太官筑膳食 道官筑泽米 月官筑月舞 还有黄门令 管着宫中患者 这算不算是大内总管呢 黑夫按道 少府院城 掌管皇室所有的山陵池肘 下游都水 军官 上陵 池间诸官 国家林业局啊 黑夫汉首 少府将座城 掌管宫廷将座 如上方主座 恭敬器物 玉符主 天子衣服 东元将 主座皇陵内器物 此外 还有考宫室 管着宫内外的宫坊 黑夫了然 这么说来 兵马俑 也是东元将烧制的 而后 张寒还提及了少府玉城 主管赵玉 原来 这少府还管着 永相玉 知识玉 司空玉等十多个赵玉 关押着成千上万的行徒 眼下这些人 正是关中大进宫室的主要劳动力 活是干不完的 再过些年 临山情史皇陵 还在等着他们 历史上 张寒莫非就是带着这批行徒 和承圣吴广对抗的 黑夫看了张寒也 他已经说完了五成 却独剩下了一成为言 第六成啊 则不承舍 一般是假成 张寒对黑夫说 第六成 通常旨在一些巨大的攻坚项目 比如郑国曲 渡东陵 纸阳陵 六王宫 十二金人 要在预定时间内完工 才临时任命一人负责 有点像后世的项目组 上一个项目组 正是十二金人的铸造 二金轮到黑夫来管造纸了 谁让他的点子 是秦始皇产生了浓厚兴趣呢 毕竟 秦始皇每天要批阅一百二十金奏 实在是一个沉重的体力活 若是真的能够像黑夫说的 能够做出轻薄如薄 并且便宜胜过简读的纸来 不但皇帝自己的工作轻松了不少 对推行书童文字也大有弊异 但是皇帝并非一个有耐心的人 他要求黑夫在今年之内 也就是十月前必须拿出成效来 黑夫自己也急 更让人抓毛的是 皇帝任命他做的 竟是个假少府城 手下无人 俨然是一个光感司令 好在皇帝又给了他 从各官署挑人的权利 并且令少府朱成 尽力协助黑夫 黑夫第一个就点了张寒的名 有了这位熟悉少府 主持过多个工程的老兄帮忙 事情就好办多了 黑夫与张寒闲谈之时 他找来另两位手下也终于到了 以前以后进来的 分别是一位穿着黑衣 满脸忧愁的瘦子 以及一位丝薄在身 几乎被汗水浸透的大胖子 正是秦莫成商和住下时张苍二人 随着十二金人铸造 关中大做宫室 咸阳附近竟是被迫去扶姚邑的移民 行徒 秦莫成商是越来越忧虑了 在崇尚节俭的莫者看来 盛行礼乐 修建宫室 建筑山流 都是荒废了百姓农事 又浪费钱财的行为 皆不可取 都是应该去除的无用之物 但即便是公子扶苏敬见也无济于事 何况是日渐受冷落的莫者呢 鸟进宫藏 如今莫者在朝堂的地位 甚至还不如那些儒生博士 起码他们人多 在山东还有沿血的土壤 可秦莫呢 几乎是无根之木 无缘之水 楚莫一绝 秦莫是微 秦莫顿有兔死湖碑之感 更糟的还在后面 随着战争结束 天下一统 秦莫本来一心期盼一个全新的开始 但是皇帝欲望太强 丝毫没有于民休息的意思 虽收天下之兵 但世人的劳役 并不比战国时减轻半分 秦莫有些失望 他们唯一能做的 便是拒绝为修筑宫室出力 转而将精力投入到了连击水队 水墨的建设上 恰逢内侍堂 在移民中推广面时 墨者便频繁出入于 渡东 上陵等多个山东移民巨医 建立墨房 助他们建立城邑 修补房子 墨者和父户们 当然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却与来自关东的工匠相谈甚欢 通过在移民城邑的行走 一度迷茫的秦莫 似乎又找到了一点 自己存在的必要性 承商很感激黑夫 若非当年黑夫那一句劝 他可能还沉浸在惨烈的战争 和对帝国施政的失望中 所以当黑夫相邀时 承商便毫不犹豫地过来了 人人之所以为侍者 必兴天下之力 他朝黑夫作医道 既然是有利于天下人读书 石子 开制的好东西 莫者当竭力相助 黑夫十分高兴 他也只是在纪录片里 看过造纸的过程 记得点大概的原理 若想让纸张横空出世 恐怕会遇上不少难点 这时候就需要求助于莫者了 他大笑道 有了莫者和少府降座 程手下的工匠协力 在记忆上 我便没什么值得发愁的事了 看到黑夫如此高兴 另一边 那个气喘吁吁的胖子 便一面用蒲扇闪风 一面道 若非黑夫用蒜盘诱我 我才不会来呢 黑夫目测 这次重量已经超过两百斤 胖子最讨厌的就是圣夏 往年这个季节 就躲在英良的首藏室内 看看书 任谁说什么 一步都不愿意踏出去 彻底成了肥宅 直到黑夫拿出了 跟张苍提到过的蒜盘 他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出门 这可是黑夫请成商帮忙制作的 心目框中 嵌有光滑的细杆 杆上串有扁原的木珠 可言细杆上下波动 张苍本就迷恋数数 正在编定九张算数 他拿到这东西 又由黑夫传授了最基本的 珠蒜加法口诀 顿时爱不释手 当然了 也不忘问一句 黑夫是如何做出此物来的 幸亏 早在西州 就有算盘的雏形逃完了 黑夫便编造道 哦 五弟在学士做弟子 不仅要学律令 还要学算术 有一天啊 我见他用木棍串着桃丸 代替算筹来计数 便灵机一动 何不将木棍桃丸 合到一起呢 并有了做算盘的主意 至于造纸的灵感 黑夫推给了在南郡 巡视知识时 看到的东门欧马场景 张仓也没有深究 因为才一天时间 他算盘已经比黑夫玩得六了 而且在不断开发 黑夫已经还给数学老师的惩罚 除罚 朱酸口诀 这不由让黑夫感慨啊 天才就是天才 将这东西交给张仓 真算是找对人了 此刻 张仓缓过气候 又从怀中掏出了算盘 噼里啪啦的玩了起来 一面漫不经兴的说道 我有何能够派上用场的地方啊 哎呀 此事少了紫乎还真不行啊 造纸非一朝一夕可乘 从玄纸到伐木 再到制作 要花费不少人力物力 故须请子护兄 量入为初 算出商工 时日和所费钱博来 黑夫要向皇帝证明 他做出的东西 不仅比朱检轻便好用 且比斯伯便宜许多 所以需要有精细的账单 请张仓来做这件事 再恰当不过了 他们这个项目组 张仓就是策划 兼会计 足不出户 处理激励送来的各种数据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情力 作者 七月星番 演播 文远大B 张涵就是具体的实施者 同龄星图立臣干活 顺便与少福其他部门沟通 成商就是技术人员 负责将黑夫的想法变为现实 解决遇到的难题 人力充足 预算管购 还有三人相助 黑夫对三个月内实验出能够书写的纸张 又多了几分信心 这样一来 我也不必千里迢迢 将我紫杖招到咸阳来了 黑夫不打算让家人再生了 南郡就是未来十年内最安全的地方 若非要大哥 紫杖紧跟自己的脚步 反倒是害了他们 反正冰球 公册等是已经给秦始皇留下了 长出惊人之策的印象 也不怕一惊再惊 诶 对了 五等分管诸事 那你做什么呀 这时 张仓停下了拨弄算盘的手 看向黑夫 我 黑夫用食指点了点自己的脑袋 笑道 我当然 是做劳心者了 贾少傅成黑夫 竟来在做何事啊 甘泉山 灵光宫中 李斯抬起头 看着刚从咸阳过来的中子李同 既不问他过去半个月家中可好 也不问长子理由从长沙郡寄来的书信说了什么 却对过去极少提及的黑夫莫名关心 李同虽觉奇怪 但还是拱手道 禀父亲 那黑夫当上少府城后 先于张绝容游走于咸阳周边静水的区域 在浩池附近设了工坊 而后 又向少府院城索要了五院之墓 李斯汉手 如此说来 他在陛下面前扬言欲造之物 与剪毒一样 是树木制成的 李同道 我还听人说 那些树木统统被泡在浩池里 但而后 黑夫竟将上千名工匠 李晨都打发回家 说是种完卖后再来 手边只剩下百余人 他忍不住道 陛下只给了黑夫三月时间 私自竟是一点不及 我看他是过去数月在宫中太顺 有些飘然了 不然为何三番五次去内室藤府邸 却一次都未来我家拜访 这前手怕是早就忘了 他能有今日 靠的是谁提鞋的 糊涂 李斯训斥中子 在他看来 虽然李同是来到咸阳后 自己手把手教导的 但其政治智慧 却比长子理由差了许多 黑夫刻意不到李斯家拜访 明显是得到了理由的嘱咐 不仅是黑夫 张涵 张苍等 被李斯庇护踢鞋的人 私底下也不怎么往李家跑 交中语多 外内捧党 虽有大过 其必多矣 李斯需要保持自己不党的形象 而不是兵棚满座 广布党羽的浴臣 与糊涂的中子不同 他看到 黑夫虽然没有给他送一份礼物 但却在有意地拉着张苍 张涵等 深深打着李斯印记的人做事 这正合李斯之意 张苍淡薄 名利也就罢了 对于张涵 李斯虽然欣赏 却没有越权提拔他的理由 若张涵能够蹭上黑夫的功劳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黑夫如此悠哉悠哉 当真能做成事吗 李同有些不幸 如伯兄曾说过 此人虽然出身卑贱 却极有见识 做事十分可靠 从不无敌放始 李斯盈盈感觉到 黑夫和他是一类人 不甘于卑贱之位 不愿意整日活得 像是厕所里担惊受怕的老鼠 急切地想要脱离原本的阶层 向着权力的高山攀爬 如今 厕所已置身仓中 能不能出彩 全看他能否抓住机会了 若真如他所言 顺利指出了轻薄四薄 便宜如目睹的指来 对秦来说 当真是大功一件了 作为廷尉 李斯很清楚 秦旨与六国的一大不同 那便是坚持文书行政 李斯亲自增补的内史杂律中指出 有事情也必已输 无口情无疾 不论是多小的事 下集都需以书面公文的形式 向上级汇报工作 不得口头禀报了事 此外 进步律中有规定 官向书者 以书告其初级之年 受者已入级之 官府输送物品 应当以文书通知其出账的年份 接受者接收到的时间记账 如此不仅能够精确上级 还能够追查责任 这种文书行政在各郡县广泛推行 所以每年都需要海量的竹木检毒 然而检毒笨重 修说搬运的人了 就连李斯每天审阅郡县送来的法律爱书 起军都累得乏力 储存运输起来也不变 一卷卷的出书册太占空间了 所谓的学府五车不过是数十万言而已 随着天下一统 中央和郡县处理的政务逾日俱增 检毒的不变之处更加明显 秦朝上岛皇帝下岛斗势力 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书写载体 来提高行政效率 这也是陛下如此重视此事的缘由 黑夫算是赌对了 李斯很欣赏聪明人 并不担心黑夫立功后得宠 会脱离自己的掌控 不同于为情所用 则必为宰府的韩非 黑夫出身太低 年纪太轻 未来十年顶多做到军手 不足以对李斯造成威胁 反而能够成为他子嗣的盟友 你回咸阳之后 要注意黑夫的一举一动 时常向我禀报 李斯如此嘱咐李同 随即才拆开了 李游从数千里外送来的信件 他的眉立刻皱起来 因为这封信是在行军图中写的 还透露了部分 洞庭郡公文里没有描述的细节 洞庭郡悦人 授夕悦及处移民鼓动 以诚意反清 读完后 李斯冷笑道 董廷长沙二郡背景的大事 董廷郡守竟只说是小的部落骚乱 看来南方并不安生啊 浩池 位于周朝旧都 浩京旧旨的附近 如今已经看不到赫赫宗州的城邦 只能见到游荡在残垣断壁的湖里 以及一片金黄的鼠塑 黑夫将造纸的大本营也设在这里 因为此处不但有流水之力 可以建立几座水队房 还有迟早可以将运来的树木浸泡 时至七月 附近的妇女则收了地里中的葛麻 在池中欧麻 欧柱 为植东一做准备 他们一边劳作 一边指着池中的木头一轮不已 诶 建坊造船 都要将木料晒干 这些官吏倒是稀奇 竟然将其泡到水里 将树木泡起后 黑夫便不管他们了 甚至还放千余从附近征召来的工匠 迁路回家 让他们种完麦子再来 只留下了百余历尘待命 对此 张涵急得都快上火了 但黑夫却不慌不忙 而是让张涵派人 去少府下辖的东西知识走一趟 这两座知识负责收集产检 制作文秀娇妙之符 在那儿果然找到了黑夫想要的东西 展现在张涵 成商面前的 是一张轻轻薄片 手感像是丝薄 却不是一块完整的布 张涵不认识 倒是成商道 此物在关中称贺提 嗯 然也 在南郡则叫方絮 黑夫笑了起来 看来成兄家中 每到夏天 也是积注护之声 布绝于耳啊 成商叹气道 唉 家母以缠仓织布之夜将我养荡 岂能不识啊 黑夫汉手 我毅然 家父早丧 家母与伯嫂 七早贪黑 养蝉之眷 但那些轻柔的丝薄 却都卖到县里去了 他们从未穿到身上过 而黑夫从知识 讨来的方絮 正是蝉丧的产物 上等的蝉茧 可直接抽丝 那些恶茧 病茧也不舍得扔 放入滚烫的水中 用飘絮法取丝 飘絮完毕 灭袭上 往往会残留一些残絮 几次下来 便积成了一层纤维薄片 在太阳下晾干玻璃 就是眼前的贺提方絮了 张寒出身豪贵富户 从小一时无忧 有现成的丝薄文朽川 当然没机会认识此物 他也不明白 这一根造质有什么关系啊 为了解答他的疑问 黑夫便取来笔墨 在方絮上 一板一眼地写起字来 程商解释道 在侄女之家 贺提是用来祭祀雷祖的祭品 祭祀前 常会请十字的人 在上面写些颂文 其实是不舍得烧不薄 并以此物来代替 他也有些恍然大悟 哦 黑夫说 要做比简毒轻便 比不薄便宜的纸 莫非就是贺提 随即 程商又自我否定的摇摇头 恐怕不行 贺提太少了 飘蓄数十次 方能得到一招 只是原理相近罢了 我正是从中得来的灵感 黑夫拿起写了字的贺提 手中用力 慢慢地将它撕扯开来 贺提从中央开裂 思绪纤维被扯得松散 黑夫将其放在桌上 请程商习惯 那 细看就知道了 所谓思伯 还有这贺提 其实啊 不过是无数戏虚交织而成的 亦可称之为 丝纤维 他又指着门外赤爪中 那些欧麻的女子 农夫们将葛麻精干 收上来以后 将剥下的麻皮浸泡在水中 欧上半月 最后 麻皮松散 就可以抽出一根根的细树来 这些细树 便是麻纤维 说白了 不论丝薄 葛麻 还是常见的丧皮 储皮 都是由无数纤维构成的 事故 既然丝薄的细树 压变晒干后 可以成为贺提 能够用于书写 同样是细树构成的树皮 麻头及臂部 鱼网切碎捣乱 以灭袭成之 再压瓶晒干 或许也能够输血 这便是我的打算 张罕恍然 哦 原来你让五等伐木 欧枝 要的是树皮 不是木料啊 虽然木材造纸 才是后世主流 但黑夫觉得 以秦国木材的铁器水平 打江还有些困难 再者 三个月时间 怕也不够将木头 凹烂 更别说 后面还有许多道的工序 不如先从更简单的 树皮纸 马纸开始做起 程商也明白了 他一拍大腿 哦 紫墨子在墨经里就说过 体 分于间 万物皆可分支 但也有不可分的时候 这便叫做端 看来啊 这细续纤维 就是丝博 桑麻 束缚等物的端吧 黑夫听得一愣一愣的 按道墨子这么厉害啊 两百年前就提出 物质是由微小颗粒构成的吗 不过 在程商诧异 黑夫竟也知道 紫墨子领悟的高深学问时 黑夫却摇头道 这不是什么深奥的学问 也非黑夫之功 他指着屋外好吃边 边劳作边说笑的农夫们 笑道 只是从织女飘母处 得来的简单想法 只是前手之子都懂得 浅显事情 不论古今后世 诸多发明被归咎到圣人 大贤头上 好像没有碎人 世间就没有火 世人将永远生活在黑暗里 没有后继 天下人就不知道 如何种庄稼 得要永远如毛影穴 没有蒙田 中国人就用不上毛笔 没有采伦 纸张就不会出现 但黑夫以为并非如此 他们不过是恰逢其时 站在巨人肩膀上而已 用一句俗套的话来说 这一切都是来自 劳动人民的智慧 秦始皇二十六年七月初 绍府五丞相 距于官署中时 便谈起了近来发生的多多怪事 新上任的贾成黑夫 绍府将作成 故意拉长了话 等几位同僚凑过来 才继续说道 他派人来 要走了东西之士的所有码头 破步 边角料 众成面面相聚 绍府内城 首先哑然失笑 他要这些废物做事 绍府内城 分管宫室衣服 保护真善之属 终日 与从六国掠夺来的 宛珠之簪 腹肌之耳 阿高之衣 锦绣之士打交道 普通的丝帛麻布 都不放在眼里 何况码头 破步 边角料 在他看来 都属于无用之物 难道是 要用来做摆纳衣 一旁的绍府 玉城管着囚犯 见过清苦的历臣妾 无衣服可穿 便将零零碎碎 收集到一起的破步 缝在一起做衣穿 称之为百纳衣 在他的家乡 永比甚至有个习俗 常生病遭灾的小孩 须吃千家饭 穿百纳衣 方能够去病化灾 顺利成年 除此之外 他们实在想不出 黑夫收一堆破步头 去做什么 对灵时来到绍府 庄管造纸 事宜的黑夫 众人是有些排斥的 尤其是将作成 宫廷所用的竹简 丝伯都由他独造 纵然陛下要做新物 也应该让他主导才是 可陛下却让外行人 黑夫另起炉灶 这算什么事啊 将作成不敢质疑 秦始皇的决议 便把怨气放到了黑夫头上 虽然对黑夫要的东西 他都欲所欲求 但心里却暗怀了 想要看黑夫笑话的心思 他冷笑道 十余天来 那黑夫除了跟院成所要树木泡在水中 又四处搜集破步外 便毫无作为 我倒要看看 九月底时 他要拿出何物 向少福间和陛下交差 七月初七 虽已入秋 但太阳仍然火辣辣的 按照情地风俗 今天是各家晒衣布 晒竹简的日子 那是滕家也不例外 继母多病 家中诸事 并由叶子金管着 他才让人将步驳衣物 还有父亲书房的沉重竹简 搬到院子里暴晒 却听到府邸外面 传来了一阵悠长的吆喝声 手破步头咯 一听这声音 子金便知道 是黑夫手下的小丽来了 此事啊 已经在咸阳城成了一个小坛 当了贾少府城的黑夫正是不干 却派人在咸阳城内大锁破步 真是滑稽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星翻 演播 文远大V 第二百五十九集 赐军做事 从不无地方时 数年前在南郡 敬严广见公策 大兴欧肥 也没有少遭人笑话 可到了年终上纪时 摩产倍增的事实 让所有人都无话可说 有人以为这是运气 但数年间 获平军功 获介石石 一步步从南郡小历变成了皇帝景臣 位列下青 岂是一个庸人 岂是一个庸人能办到的 所以 此事看似没头没脑 叶子金 却不由地心生好奇 想知道 黑夫又有何 其次妙想了 便对身边人道 父母 家中可有破破 码头 那时的府邸几打 里面生活着门客 历城 女币 刨厨 工匠 百余人 还有一个专门的知识 从外面 卖上等布料 来制作衣裳 普通婢女 也衣完履丝 只有马夫 与人 才穿马布 但再好的裁缝 裁布 也会有误差的时候 所以 府中的破布 边角料 还真不少 那时夫人舍鬼 见不得家里 吓人打补丁 觉得这是丢面子的事 所以 破布边料 都无人问津 裁缝 又舍不得人 随堆在了仓库里 竟有几箩筐 自禁让两位父母 女币 跟着自己 叫历城 抬着破布边角料 出了府邸 正好看到 收获的造衣小历 将牛车 停在里旅处 跟文讯而来的 范夫 范妇们 解释破布的价钱 小历道 破布 边角 马头 美金 一钱 一钱 一个惊差不群的妇人 发出了夸张的声音 满是笑意的脸上 顿时挂满了不高兴 吴家不比豪贵富货 这是普通公事 上造 历历间有句俗话 叫新脖子 旧重子 破书记 七一时 一件衣裳 脖重 书记兄弟 森轮着穿 东衣改下上 宽袖改无袖 大修小 搭布丁 从新衣穿成旧衣 再穿成破衣 一直到不能再穿为止 直到这时 还要剪下来 趁驴底 做背帕 事故啊 这破布也是有用的 你竟想一千一斤够走 我还不如留着当麻布呢 说完 扭着腰便要走 少夫小历哭笑不得 当场拨弄着 张仓娇他们的算盘 给这个泼辣的咸阳妇人 算来笔账 这大鹤衣啊 一剑又麻十八斤 支六十钱 中鹤衣 一剑又麻十四斤 支四十六钱 小鹤衣一剑又麻十一斤 支三十六钱 如此算来 一斤好的麻布 也不过是三千多 如今 一一斤 收一斤破麻烂布编料 便如同 一三件穿不了的破衣裳 换一件欣赏 难道还亏了不成 泼辣妇人仔细想想 小历的话似乎有道理 麻布粗糙 裁剪了做小衣 也蹭得胸口疼 与其凑合追悟 还不如把破衣裳 换成钱 狗心部 于是 便将家里找出来的 竖金破衣 给小历秤凉 捧着几文半两钱 喜滋滋地回家了 再看小历车上 一装了不少的破布编料 他其实也不太明白 少府城收这些做事 但尚命如此 内侍和咸阳令也准许了 那便只能硬着头皮坐呗 说大咸阳城内 类似的小历牛车还有不少 伴随着牛铃当响 青牛的历车 扯开嗓子 高呼的 收破布脚料 码头嘞 也在鲤驴中回道 待到暮色江志时 收破布的牛车 大多满载而归 在卫桥附近 汇合从少府开来的马车 一起向着号池驶去 到了七月下旬 看着号池边堆积成起 座小山的破布 边角料 城商张涵等人嘖嘖称奇 黑夫却并不感到惊讶 作为帝国的首都 咸阳户数已有十五万 近来更迁徙了十二万户入关 其中一半安置在咸阳郊区 二十多万户是什么概念 每家收半斤的破布头 也足有十万斤 更别说 少府还送来了 大量的边角料出来 既然原材料齐全 黑夫打算 八月份先将马指造出来 等工匠熟悉工序后 九月份再开始造树皮纸 计划不如正规 黑夫心情不错 直到待在咸阳城算账的张仓 也赶到了工坊 欣喜地告诉黑夫 他又有新绰号了 张仓的胖脸上 满是楚侠的笑 飞嘟嘟的手朝着黑夫座椅 恭喜恭喜啊 黑夫之前不是还抱怨过吗 你只是个假少府城 没有明确职权 如今则不然呢 你已被全咸阳人称之为 少府破布城了 张含忍俊不惊 憋过脸去笑 承伤则为黑夫抱不平 以迫不制止 用财不费 明德不牢 又能信心理 此乃节用 而立国立民之举 却被百姓误解 我真是替少府城不平啊 他们墨家最讲究节用 就拿衣服来说 倒不要求 每个人都如墨者般穿合衣 只要冬天穿得干衣暖和 夏天穿得细革衣轻便 而又凉爽 这就可以了 过去的秦国的确是这样的 就连秦小公 秦桧王 也穿着蚂蚁灯槽 极其亲民简洁 这也是一代代末者 被秦深深吸引 选择在此扎根的原因 但如今却不然 六国灭亡后 其财富思博 尽入语情 皇帝的宫事里 满是宛朱之簪 腹肌之耳 阿告之衣 锦绣之士 弃之不甚兮 有皇帝带头 骄傲奢靡之风 一在咸阳滋生 官吏家的婢女 也统统穿丝驴 配美式 莫者感到痛心 只觉得 这已不再是 自己认识的 淳朴接俭的情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黑夫能够 反其道而行 便费为薄 将公使 弃如草芥的 破布边料 重新利用 是承商及其欣赏的 他决定 将这里发生的事 告知唐夫子 唐朵等秦莫 让所有莫者 都来协助黑夫 一定要做成这件事 黑夫谢过了 承商的好意 他一点都不沮丧 相比于之前的 种种绰号 这算得了什么呀 破不成 就破不成吧 他淡淡一笑 抄起了 切麻布用的长刀 带头走向了 在池中浸泡许久的 麻头破布 笑骂从辱 但这责备厚实的工业 虚我为之 八月初十 随着原材料备足 造制工坊正式开工 浩池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也兴了咸阳城内 不少人的目光 刚刚从齐国归来的 绍尚造蒙田 更是亲自来到了浩池 想要看看 绍府破不成 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守门的屯长 拿着蒙田的符节 左看右看 没有发现问题 便放他进来了 还喊了一个小列引路 带这位上帝 去见绍府城 蒙田穿着一身 普通的黑衣 既未戴荷冠 也未配应收 只戴两个随从 便出了门 所以旁人看不出 他的身份 从抵达浩池起 蒙田已过了三道岗哨 看着围着工坊 巡视的赤毛兵足 他摸着胡须 露出了会议的笑 黑夫不愧是军武出身啊 这工坊倒是戒备森严 想想也是啊 若是黑夫 真的能够做出 他扬言的东西来 便是国之大力 可不能轻易泄露 不过 从这扎营猎绍的风格来看 有几分王俭将军的风格 看来 黑夫在他那儿 学到了不少 哎 还是王俭将军 有慧眼啊 蒙田叹息 反观蒙田 当年也在理由身边 见到过这个古铜色皮肤的南郡小伙 却未辨识出来 这竟是一块藏在石头里的黑玉 相比于四年前第一次法处 蒙田沧桑了不少 与始皇帝年纪相仿的他 并绞已生出了一次划法 但比起羞愧悲愤 三十出头就发迹病白 时常呕血的理性来说 算得了什么呢 那场大败几乎击垮了二人 孙兵十万 司七效尉啊 这是自邯郸之为后 清军从未有过的大败 换了任何一位君主 他们都必死无疑 但陛下仁侯 给了二人赎罪的机会 苦手上军 掩门数年后 蒙田驻王奔灭带 又随其击齐 两次灭国之功 让他和李信都回到了 少上造的位置 比调到北地郡手边的李信 更加幸运 蒙田竟然被秦始皇 召回了咸阳 这是重新启用他的标志 蒙田从齐地回来时 激动的日夜见 直接跑到林光宫境界 秦始皇给蒙田的职位 是致笔两千丹的少府少监 这是个重要的职位 今年和明年 要在全天下推行的 以钱币 杜良恒 车同轨 书同文 都要由少府主持 若能做好了 蒙田距离九卿 便只有一步之遥 但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柴室 居然是替皇帝来好吃巡视 取地震看看 那少府破不成所说的纸 造得如何了 林光宫中 皇帝一边阅读李寺 赵高 胡无敬和陈苗 献上的四篇传 立文章 心里还挂念着此事 虽然说好给黑夫三个月时间 但近来 弹劾黑夫举止乖章的预示 可不少 少府将作城 内城等人也大倒苦水 说黑夫将少府给他的数十万钱 大半用来购买破步马头 实在不知所谓 于是便有了蒙田的好吃之行 工坊是沿好吃而建的 蒙田进去后 首先看到的 便是池边人工 销筑起来的小堤坝 将岸边湖水 分成了一个个 清且浅的小池 这些池爪 一半泡着木头树皮 另一半则进着马头 破步麻干等 数百人集中于岸边 用斧精将其润胀的 马头破步切碎 又在水中抵挡 又将洗净的碎麻碎部 都送上牛车 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 送往工坊深处 蒙田发现了 整个工坊呈霞长 是沿着耗水而建的 中间每隔数百步 就有一道工序 各工序明确分开 不同工匠力臣 负责不同的区域 这是少府城令儒等见的吗 蒙田称奇 他只知道黑肤有校尉之才 却不知道他还真的懂降座 小力笑道 少府城只管摇着菩萨 到处出主意 具体的规划 还得靠着墨者和工匠 又由张军令人修筑的 哦 原来是位劳心者 蒙田了然 当他们来到一处 散发着淡淡怪异味道的地方时 相立指着食堂中 重用浸泡的碎麻道 这是在浸灰水 名副常用草木灰水 为葛麻脱胶 所以蒙田一点不奇怪 小力又指着前方板鱼部外 冒着蒸起炊烟的工坊道 那里也是蒸煮的地方 碎麻都得要先煮烂才能用 蒙田一路上都在默默细开 经过热气腾腾的土造蒸铜 来到了满是冲倒的水堆房 蒸煮后的碎麻 在此被水利带动的连击水堆冲倒 经过数百上千次垂倒 变成了粘稠的糊状 小力介绍说 这个程度叫做大浆 粘稠的纸浆 被运到后方数十个大石槽中 与清水掺和 一些串着短壳的人 手持表面平滑的方形竹筛 将水中的纸浆轻轻捞起 蒙田停下看了一会儿 看得出来 他们的手法还不太娴熟 经常要尝试很多次 才能够捞得厚薄适中 分不均匀的纸膜 而且其中又快又准的 竟然是几个头发斑白的老人 长者一来扶摇嘛 蒙田皱起了眉 看向造丽 啊 上吕误会了 小吕连忙解释道 这道工学叫捞浆 最为重要 但是做的好的工匠也不多 还是上府城想了个主意 雇了几位在好吃 喂水 吃竹矿捞鱼为生的老迂父 竟然捞得是又稳又好 每日十文工钱 真是值 蒙田审然 一路看过来 原本被咸阳人认为 是黑夫发义症 才收上来的破步码头 竟然一板一眼地 投入到了工序里 他也越发期待起了 最终的成品来 少府城等人在何处啊 工坊很长 蒙田走了一刻 已经快要到尽头了 却未见黑夫 也不见张寒 啊 就在前方了 小丽指着正前方道 不折按照日书算过了 今日正好是第一批纸 晒好的日子 各位上丽都等在那里呢 蒙田看到了 走过一个个浸泡纸浆的食堂后 他看到了一片浅黄色的海洋 捞好的纸膜 连同竹筛一起集中暴晒 今日是个好天气 蓝天开阔 秋日之阳毫不保留地 撒在这片池盘高地上 数百上千面竹筛 吸收着艳阳的热量 上面的水分慢慢地蒸发生腾 只剩下一张薄薄干燥的纸张 工匠小心翼翼地将暴晒好的马指接下 用方式压一压后 堆叠到了一起 送到暗机上 而张涵 陈墨 乃至于张仓等人 此刻都挤在暗机旁 黑腹站在嘴中间 他手持一颗光滑的鹅卵石 给皱色的纸面压光 压光完毕 用手在纸上轻轻一试 虽然背面依然粗糙 甚至有肉眼可见的马头 不思粘腹 正面好带光滑了些 啊 成了 粤鱼行牢终于有了成果 黑腹十分高兴 他搓着手 正要在这张马指上试鞋 一个小吏 却将一位汉夏流有浓虚 虎木燕蛾的高大中年人 拎到他们面前 少府长 这是少府来的立员 说奉少府监之命来巡视的 黑腹一瞧 只觉得此人有些面熟 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张涵已经几步上前 坐一道 蒙将军 蒙将军 黑腹一愣 那小吏更是直接吓得败倒了 这世上有几个蒙将军啊 黑腹立刻反应过来 正是第一次法处时 远远见过几眼的蒙田 竹军免礼 蒙田朝众人拱手 田出任少府少监 奉陛下之命来好吃巡视 一边说 他也走到了岸前 拿起了轻薄的浅黄色马指 捏了捏后 果然同薄薄般清华 而以破布 码头制作 想来成本也不高 便承赞道 沈 少府城 这就是纸吗 啊 正是 黑腹口中作答 心里却计算开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星番 演播 文远大V 第二百六十集 从政治渊源上算 他是李斯父子提写起来的 因为第一次法处 蒙田让李游殿后一世 李蒙不太和睦 按理说 他不该和蒙氏走太近 但另一方面 第一次法处 他算是蒙田部下 第二次法处 又在蒙武军中 来到咸阳 做钟郎护令 蒙义正好是钟郎将 如今调到少府 蒙田竟又当了 少府少监 我跟蒙家人 当真是有缘啊 黑腹暗暗复飞 觉得自己表现 太过冷淡也不合适 当一个正常下属 比较妥当 于是 黑腹一板眼地说道 夏立奉陛下之命 再次造旨 如今 旨已出城 当已笔墨试之 他抬起双手 献上一只毛笔 兴简 必以兴笔配之 旨已然 无等正义用 少上造 在上郡 雁门所知之笔书字 既然将军亲自立临 夏立 赶请少上造 提子试之 今日 秦始皇难得地放下了繁忙的工作 殿中堆积成小山的两三百斤竹简也撤下了暗机 挪到了一边 裁剪整齐的浅黄色的麻纸去带了他们 整齐地摆放在了秦始皇的预案上 皇帝拿起了一张浮宽二尺二寸 长一尺的麻纸 果然如黑服所言 轻盈如薄 但又比薄细密坚韧 因为是精挑细选的 所以看上去只至云镜 触感平滑 边缘也裁得十分规整 再看另一张写满了密密麻麻转子的纸 使皇帝看了自己眼书 便问道 是蒙田的字 少府少监蒙田作医的 纸张出纸 不知可否书写 朱军不敢贸然献上 并由臣来示笔 毛笔肯定不是蒙田发明的 数年前 黑服在安禄县公堂上 看到小丽们忍手一支笔时就知道 此物出现的年代很早 孔夫子已经在笔则笔 消则笔 到战国更加流行 各地称谓不同 秦帝为之笔 楚帝为之玉 江东为之不律 燕兆为之福 不过 这些毛笔和后世区别还是很大的 毛笔头的毛 被包在笔杆的外边 然后勇气牢固 与后来的毛笔刚好相反 千世惊生 黑服都着于书法 自己勉强能看而已 加上常年征战也没有想起来改造 等他来到咸阳时 才惊奇地发现 一种和后世颇色的新式毛笔 已经在宫廷棺树里流行起来 以枯木为管 绿毛为柱 羊毛为背 是为仓豪 一问才知道 这笔又被称之为蒙田笔 是蒙田因法楚战败 被贬到了上郡 燕门守边那几年制成的 所以蒙田也只是改造了毛笔 后世以讹传讹变成了发明 由此可见 蒙田虽然以武功闻名 但私底下也是个喜欢武文弄墨的 他也不推辞 当场就挥墨写了一份奏书 如此一来 便能够证明 纸张的确是能够琢磨书写了 皇帝心中称善 就是这样一张轻弱红毛 称凉之后 种不过十株的博纸 上面书写的内容 已经赶上了一卷 两斤重的竹简了 秦素来讲究文书行政 以纸张替换竹简 能够让秦吏的效率提高不少 就连秦始皇本人 每天念着轻巧的纸质文书 靠在榻上阅读 也比举着笨重的竹简轻松多了 随着天下一统 他每天要处理的政务 也迅速增加 纵然皇帝秦政 但是每天看着堆积如山的简书 暗读劳行 也实在是高兴不起来 作为一种书写载体 马纸毫无疑问是合格的 唯一的问题就是成本了 造马纸 索费的钱薄几何 皇帝发问 黑夫便将张仓 记录在纸上的账本献了上去 并陛下 吴等从少府及咸阳试词礼律 收破部 码头 一旦值120钱 算上车载之费 柴火 工序 人力 成本不过500钱 一旦避布 码头 可制服宽22寸 长一尺的码纸千张 这亦是工坊每日的产量 也就是说 一张码纸的成本 仅为半钱 将作成 皇帝又呼了殿尾 面色英勤不定的 少府将作成 一策能输三四百字的主简 加几何 将作成 本来想要看黑夫笑话 不料 他真的化腐朽为神奇 用破布头 烂边角 做出了能够书写的纸来 若非蒙田 亲自巡视过每个公寓 可以为黑夫作证 将作成甚至怀疑 黑夫只是线上些 较为细密的布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 他只能老实地回答皇帝的问题 因为所用的材质不同 竹策只两千到三千不等 柳木剪毒 则为一千 竹子本身不贵 但工序却很费时间 再加上牛皮伟带的价格 并没有想象中便宜 若是换成丝薄 浮宽二尺二寸 长四丈的一批薄 价值五百钱 材质一尺长短 也价值十钱左右 一切都明朗了 同样的宽幅 书写同样多的字 一张马纸的价格 竟然是木剪的二分之一 竹简的五分之一 素薄的二十分之一 纸张能够取代竹简 薄书不是没道理的 黑夫总算能够松一口气 造纸的设想 是他提出的不假 但在造纸过程中 他们每天都会遇到些麻烦 好在这项工艺 并没有超出时代 所有工序都能够用 现成的办法解决 再说了 有城商等寝末相助 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 这时候 蒙田却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荆少府收咸阳必捕 马头数百担 日产马指千余整 可知一年 但一年之后 必不马头一径 又未知奈何 少府少监 优之有理 黑夫也不回避 接过了这个问题 这并非是启人忧天 黑夫前世 曾经听过一桩趣闻 说是造纸术经中东 传入欧洲以后 欧洲人最初学到的 只是用旧麻布造纸 单靠旧麻布做原料 便有些供不应求了 欧洲人几乎把所有能够收集的旧布 碎片和破码头都送进了脂肪 以至于布料紧缺 发展到最后 英国政府竟然颁布法令 禁止用果实布包裹尸体埋葬 以节约布料 欧洲大陆各国之间 也是开高价互抢破布 甚至出现了破布走私 当时许多国家禁止个人收集旧衣服 旧旗帜 破布和布料 皮毛和羊皮纸的碎料 及其他用于造纸的类似材料 并且严禁运出国外 为者处以重罚 黑夫不知此事是真是假 但单靠破布头来造纸 肯定是不行的 咸阳城人口再多 真到了朝一仙而暮一毙的程度 破布也有限 而且那些穷苦人家 破布循环利用 家里儿女轮着穿 纵然碎裂了 也能够垫垫鞋底什么的 而穿衣大户 豪舍之家 根本不在乎破布换的那点钱 随手就扔了 解决方法有二 其一 是像后世那样 让离一点强制征收破布 二是 他早就在打算的 扩大原料来源 于是黑夫便道 陛下 造纸除了用壁布 码头外 也可以用 藤 桑 除皮等 与马指工艺相同 九月底便能够制出 成本 或比马指更低 将作成恍然大物 也明白 黑夫上个月啥也没干 先跟少府远程 要了许多 楚木藤皮 泡在好吃的原因了 此言 也解了 少府少监蒙田的疑惑 他按道 黑夫辞子 能够走一步看三步 着实厉害 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再无疑问 黑夫请求致之时 曾向朕许诺 说做出的东西 定将雾美而降连 秦始皇点着马指 欣慰地说道 承栽四眼 他走到黑夫面前 面力道 从上月开始 朝野之中 多有人成情为 破不成 此乃偏僻小巷 走出来的人 少见多怪 却是浅漏的人 终伤贤者 愚者之孝 智者哀言 狂扶之乐 贤者丧言 请 勿要管那些 拘泥于世俗 偏见的议论言辞 谢陛下庆重 黑夫坐耿叶庄下拜 一旁的少府将坐成等人 则露出了羞愧之责 这绰号正是他们给黑夫取的 现在大气都不敢出 秦始皇随即让蒙田上前 帮着摩摩 又让已经提拔为御史的成苗 持蒙田所造的仓豪 在一张摊开的马纸上 转书写赵令 皇帝还特别嘱咐成苗 用例子 勿用转书 虽然这不符合前些日子定下的 赵令用转之法 但皇帝笔法大 成苗只能汉手听命 秦始皇帝却有他的用意 时云 周虽旧邦 秦命为新 秦亦然 知识不宜道 便国不乏谷 敢于进取 不断推陈出新 这便是秦日已强盛 并且肩并天下一海内的原因 秦始皇仿佛能够看到 一封封用仓豪马指写旧的栗子文书 不断地在各运县间传递 山东前手们也要向秦力学习转书例子 扔掉他们写满诗书的逐笨重简 用崭新的纸张抄写秦力 这就是他带给天下的新正新奇象 黑夫指蒙田笔 承苗栗 新笔新指新子 共为新正效力 倒是一桩佳话 有了这三物 疏同天下文子 又能加快积分了 黑夫文言 虽然暗道这指名不太好听 以后或许会被乙鹅传鹅叫成黑纸 搞出黑纸黑字的奇怪成语出来 但皇帝经口预言 他只能大呼 谢陛下命名 秦始皇傅又夺步上殿 口述召领导 古人云 百公之时 或说经以为认 凝土以为气 坐车以行路 坐舟行水 此皆贤者之所作也 天有时 地有气 财有美 功有巧 喝此四者 然后可以为粮 自古书器 多编以竹简 其用素兼者 为之为薄书 薄贵而减重 并不便于人 竟有贾绍府成黑服 成镇之意 虽出间百公之时 然有良将之心 购马头及避布余王 以为止 物美价廉 柯代简 薄 光波天下 朕 善其能 加其功 经死黑夫 宅底一座 升爵为右树长 别人问你姓名 你便说自己是相机 可记住了 少年重重点了点头 向叔父保证道 啊 指而行得 你叫什么 蒲从讨车员时 向良突然回过头问道 向庄 少年下意识地回答 随即 在叔父严厉的眼神下 改了口 名嘴爆出了 远在故乡下乡的 堂兄之名 我叫相机 切记不能打错 不然 相是足矣 向良又仔细嘱咐了一遍 这才拍了拍向庄 让他坐在车鱼里 车 是普通的列马漏车 向庄从小坐惯了 高车四马后 总觉得狭窄难以容身 但没办法 叔父告诉他 楚义王 楚人成了王国奴 向氏也不再是 四世直规的明蒙望旺族 而成了山东迁路 必须谨小慎微才能生存 即便如此 秦始皇也没有忘记他们 在迁徙令中 便有向良的名字 再强的地头蛇 也怕离窝呀 相是若被连根拔起 离开了熟悉的江淮 恐怕会援起大伤 好在向良耍了个小心思 他买通了下乡的护理 与弟弟相馋 也就是相伯分家 因为四水郡文书上说的是 相良千之 于是相是便一分为二 相良携家眷进入关中 相馋和相生 则带着屠夫留守下乡 按理说 他兄长之子相吉 也要一起迁徙 但相良知道相吉的性情 年纪虽然才十三 却天生神力 脾气暴躁 是一言不合 就当街杀人的主 加上的极度仇视情人 带来观中容易闹出是非 于是便在护理登门统计机馆 书写验传时 让另一个侄儿相庄冒充相吉 带来观中 相庄比相吉略小 却沉默寡言 腰间挂着一柄未开封的剑 看着车侧的岳阳街景出神 入关的十二万户迁炉 大部分继续迁往陆西 上郡 北地 巴蜀石边 剩下的一半去咸阳以南的五院 开荒种地 其余的则被分散安置在内室各县 相氏和不少楚国的豪贵 便落户于岳阳 他们九月底才来 刚安顿下来 今天是相良第一次带相庄出门 马车上 一阵风吹来 纵然穿上了冬衣 少年依然打了个哆嗦 也不较冷 只是皱着眉 安翔 十月初一就冷成这样 再过两月还了得 他怀念温暖的冬厨 怀念似水边的下乡 夏天温润的河水中 整个家族的男孩在水里嬉笑打闹 女孩则举着连夜当伞 坐在舟上看着他们笑 原夜上放眼望去 满是繁花朵朵 入秋也不错 从淮南运来的感觉 酸甜清爽 吃到肚子撑不下为止 相庄不喜欢北方 不喜欢关中 也不理解街上的情人 为何如此高兴 或受情羁压 拎着狗腿 鲜鱼 出入于世子 满脸堆笑地相互道贺 行礼的方式 奇仇无比 礼旅中 还有人站在木墩上 给家门更换逃符 就像是过年一样 秦帝 十月初一过年 亲自驾车的向梁解释道 今日便是正的 向庄睁大了眼睛 感觉不可理喻 年怎么能够十月就过呢 这也是向梁 挑今天出门的缘故 和秦帝许多地方一样 整个岳阳 都沉浸在节庆的气氛中 官府休睦 平日里死死盯着山东 移民一举一动的小丽也松懈了 回家吃数货去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历 作者 七月星番 演播 文远大V 第261集 这种气氛下 向梁正好去拜访故人 以拜年为名 打听一些消息 岳阳虽只是一个县 城池却不在乎 不小 因为这里曾是秦国故都 秦县宫为了与卫国争雄 特地将都城 从雍城牵制此处 秦孝宫时才前往咸阳 岳阳虽冷清下来 但随着十多年前 郑国渠开宫 突经岳阳北部 岳阳的土地多得灌溉 随成了卫北粮仓 近年来越发繁荣 向梁也是走了不少关系 才让自家的迁徙之处 既不是八郡那种偏僻边君 也不是秦始皇眼皮底下的咸阳 用他自己的话说 便是 天下安定 则客居岳阳 教训子侄 使物忘国仇家恨 天下有变 则可寻神东返 胸怀一心 向梁便需要一个灵通的消息渠道 从承熙一直走到城东 马车停下 向梁下了车 让身后跟着的仆役 将智礼交给自己 智礼是山东贵族相见的礼物 尤其是地位低的人 拜访地位高者 境界之时 必有智礼 眼下 向梁拿在手里的 便是一只风干的绿头野鸭 楚地称之为青手 中原则叫做雾 向庄在楚国灭亡前 也没少跟家中人去参加宴影 也记得一些宴影的规矩 便轻声道 叔父 吴家过去拜访别人 不都是吃糕吗 向梁苦笑 古之皮薄 清之高 大夫直艳 事直至 数人直物 工商直计 吴家如今 已不是上驻国 也不是上执归了 只是普通的前手 前手 向庄垂下头 在下乡时 他堂兄 向吉 每每念到这个词 都会大发雷霆 说 这是奴隶的意思 当时他还感触不深 入关中后 才明白 这其中的屈辱意味 叔父 教他们备过离骚 相氏 也是米姓子孙 地高扬之苗印 身上溜淌着 柱绒血脉 在楚国时 是人人都得要敬重的史青 入秦后 却只是区区前手 他们的社会地位 甚至不如那些身无关带 在地里刨石的 普通情人农夫 向梁只是没有告诉向庄 这风干的亲手腹中 还藏着 整整一斤黄金 拜访的尊哲家 在一个李驢中 李坚们看到他们的 楚服装束 立刻就用提起来 吆喝着叔侄二人出使眼船 说明来着的缘由 并在目睹上登记 才放他们入内 据说 在秦国 每个礼律都如此严格 但向梁却不以为然 秦人正沉醉在 一统天下的胜利中 享受着从六国掠夺的财物 已经日益松懈了 过去无稀可乘的地方 而今却能够插进一根针 到了一户高门大院的后门处 向梁整肃衣冠 亲自上前敲门 很快门打开 一个造衣仆役探出头来 见识向梁露出了笑 待门打开后 又看到后面跟着的向庄 不用骂道 喂 自己来就是了 还带个如此作甚 向梁倒是能屈能伸 笑道 哦 带他来掌掌监视的 同时 手里将一小袋钱 塞到了扑依的手心 扑依边量后 傅又笑道 啊 快些进来吧 我要作声啊 向庄虽未作声 却看在眼里 只觉得这户人家也太无礼了 在楚国 主人是要亲自到正门迎客的 他不知道 向梁初次来访时 竟被冷落了一个时辰 这次钱花的足 仆役直接将他们 映到了书房 魁夫人 向梁满脸堆笑 请仆役将陈甸甸的 亲手野鸭带为转交 他则拉着向庄 摆倒在门边 啊 是相军来了 中年妇人将手从家宰手中缩了回来 整了整衣经 见识向梁 眼睛则又扫向了家宰 家宰略掂量亲手野鸭 知道里面有够分量的黄金 朝着女主人点了点头 夫人这才露出了笑 让仆役看座 欠身行礼道 相军与王夫有恩 何必如此客套啊 这妇人被称之为魁夫人 乃是秦又丞相魁壮数子 魁旧之妻 魁壮是楚人 早年孤身入秦 子习留在楚国 混得十分凄惨 向梁是个喜好清侠 广交朋友的人 没有少接济魁旧 让他做了自己的门口 魁夫人才能够顿顿 有鱼有肉 数年前 魁壮发迹 代替昌平君任幼丞相 魁旧便带着妻子 入侵享受富贵 结果发病死于咸阳 魁壮丧子后 倒是没有亏待寡居的儿媳 让她在岳阳置办了大宅 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魁夫人是个会经营的女人 很快就成了岳阳没人敢惹的贵妇人 还常有人向她来打听朝廷的新闻 人事任免 二人多年没有联络 再相见时 主客之事已经反过来了 向梁没有不平 她家能够落户岳阳 也多亏了魁夫人帮忙 魁夫人则看着向庄道 这是 如此 哦 是无止 向梁看了一眼漠然不言的相妆 他叫向吉 是我伯兄的长子 夫人当年见过的 哎哟 都长这么大了 魁夫人感慨 却没有认出这是个冒牌活 向梁心中大定 魁夫人是关中唯一见过向吉的人 他也未识破此事变安全了 身手不达笑脸人 魁夫人对给自己送钱的人十分客气 让仆义上热汤 还端上来一盘红褐色的汤块 她眉飞色舞地介绍道 这可是今年市面上最后一批红汤 从500钱一军 涨到了千钱一军 虽然医者说此物有不屑的功效 但也太贵了 怎么不去抢啊 听说新的红汤 最早要开春后才运到观中来呢 看似抱怨 实则是炫耀 炫耀自家有特殊渠道 能够获得早在数月前 就在咸阳南市卖脱销的红汤 还让向庄不要客气 尝尝味道 窃来观中多年了 游记得与王府在淮南时 喝过向军派人送来的浙江 那味道真是难忘啊 据说红糖是从南郡运来的 制糖啊 不以麦芽 而用于孟泽编的野蔗制成的 南郡也是西处之地 吃着红糖还真有野蔗的味道 也算是家乡滋味了 来 小君子 快尝尝 向庄看向梁 见叔父点头同意了 这才拎了一块放入口中 甜的逆人 远超甘菊 且果然有一股熟悉的蔗味 这是来自京楚的味道 属于南方阳光的味道 楚国没有灭亡时 与象吉等兄弟庶人 痛饮浙江欢声笑语的记忆浮显在眼前 让他莫名低落 入口的蜜糖似乎也变得苦涩起来 魁夫人依然在炫耀自己消息灵通 他告诉向梁 此物已被乌世罗看重 定够了数千金 明年开春要作为货物 带去灵桃已息的低腔月氏之地贩卖 向梁不住汗手 开始试探性地询问红堂的产地 世家 心中甚至生出一个主意来 红堂在关中价比荆田 父户尤其喜爱 淮南江东也有不少甘蔗 收春楚王公园里的尤其甘甜可口 若能够让家中商骨钻研出质法 在东处南处种植 未尝不可成为我家新的财源 奎夫人却看出了向梁的心思 笑道 相军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我听说半年前 红堂刚迈到咸阳时 南市的左处长迈市 武大夫十市 不愤其己战誓死 曾经一起受益手下商骨发难 状告红堂贩夫 却落得个灰头土脸 哦 红堂商贩的背后 莫非还有考山王 向梁混迹江湖多年 也熟悉官场 明白这意味着 红堂真正的主人来头不小 红堂啊 是以南郡安路县 一位不知姓氏的老妇之名售卖的 就像是 寡妇卿被称之为 朱沙寡妇一样 商骨背地里啊 皆称之为 唐玉 可相军可知 这位唐玉之子是谁人啊 相梁姿态白得很足 宫手道 还望葵夫人解惑 葵夫人拿起了岸上的礼物 却是一张浅黄色的薄片 四薄非薄 四部非部 上面写满了字 这是上个月 出现在关中的新事物 秦始皇令内使各县使用 如今已飞出咸阳 传遍了基内诸县 这是轰动一时的大事 相梁自然也有所耳闻 他面色微变 黑夫之 是幼树长黑夫 听到黑夫之名时 相庄停下吃糖 竖起了耳朵 两年前齐南之战 楚人或言向燕战死 或言其逆身逃走 但相家人却很清楚 向燕在战败后自杀 还让族人相声 带着他的头颅逃出战场 带回下乡 向燕的手机 虽被相家秘密安葬 但他的尸身 却留在了战场上 遭到了情人羞辱 陆维无数碎片 而堪比斩将的夺旗之功 却是被一个叫黑夫的 无名小卒获得了 我曾想 他竟然借此发迹 如今已坐到了 幼树长的高位 严格算起来 此人也是相氏愁愁之一 得知这堂竟然是那贼子所致 相装顿绝臭不可闻 仿佛吃到什么脏东西般 偏头将其偷偷地吐掉 然而 相良却只是面色微变 立刻恢复了正常 与魁夫人谈笑自如 齐南之战后 安葬好父亲手机 他对家中嚷嚷着 要与情人决一死战的族人说 勾建困于快击时 若是争一时之勇 吸起五千人与五角战 恐怕越国当时便亡了 如今秦正强 出江亡 大势一去 不可强求 当校房 反离文种之策 十年生据 十年教训 以待他日报仇 举家被迫前往关中时 他也如此安慰众兄弟 唐夕下台 闻王求有礼 竟崇尔奔迪 七小白奔举 勾建入孤苏 七族王八 有事观之 何惧不为浮火 他们像是可不是楚怀王 已决定陌兴尚胆的向良 哪怕真正的仇人秦始皇 王俭站在面前 也能够装臣顺民 岂会因为黑肤动怒 魁夫人 亦想要试探向氏可有异性 方才故意提及 夺向燕之旗的黑肤 观向良脸色 见他一切如常 便放下心来 既然收了向良精子 他也说起了 向氏最关心的事情 我已经请人询问清楚了 律师府的调令出来了 云阳县玉丽曹旧 将调往四水郡下乡县 做御院 御院 掌管诉讼刑御 是职权仅次于 主立院的县曹长令 若是一个铁面无穷的人 留在下乡的族人 日子可不好过 魁夫人道 曹旧啊 是个容易说话的人 他在朝中也有背景 心疲拔得玉石成苗 在云阳玉石 受过节恩惠 好生结交 今后啊 或许能够派上用场 向良松了口气 笑道 哦 精髓去山东夫人的官吏 可真不少啊 魁夫人饮了一口热汤 朝中频频向山东各郡县 派遣兴力 无非还是要去履行陛下的国策 这是继续随收天下之兵 挥何妨关爱后朝廷的又一个大动作 身着恒衣的情力 入寒谷官室 车上都拉着标准度量横器具 一旦上任 便立刻开始推行车同轨 书同文 前同臂 臂同行 度同尺 前同横 行同轮 一发度的工作 废除六国旧制 一切向新阳砍齐 这些举措 对向氏等地方好涨 打击不小 不同于松散的六国律法 情侣严苛 向氏少不得要收敛许多 丝兵是不能养了 土地 礼尘 屠付数量也会被限制 而铸臂 本就是向氏重要裁员 一旦钱同臂 臂同行 不允许私人铸造 每年就少了一大笔收入 度同尺 权同横 也意味着他们再没办法用私家气粮 玩大福借出 小福收回的恩惠把戏了 他们是骄傲的贵族 每家都有数百年历史 藏中有典籍传家 一旦疏同秦传 六国文子便只能偷偷地交子弟 这些制度将给向氏 及山东豪贵带来诸多不便 向良也只能感慨 若是秦在燕 齐 楚 丰邦建国就好了 他听说 秦始皇诸子皆年幼 年轻的诸侯王肯定会依赖地方势力 应其俗而置之 而不像咸阳任命的秦力一般 只对皇帝负责 冲得地方豪掌喊打喊杀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并使秦阀为铁律 强行矫正六国百姓封锁习惯 但这都是敢怒不敢言的事 只能硬着头皮接手 过去两年里 向良已经学会了阅读秦传子 他知道 在绝对的诠释下 清族若是不做出改变 就只有灭亡一条路 魁夫人宽慰他道 这些国策乃是丞相府 与师府 少府共同监制 但时事期限不同 律令已在郡县推行 渡梁横 诡据 要在今年内全部替换 书童文则可以捎换 他说起了这件趣事 上月黑腹制出树皮纸后 陛下大喜 在关中广剑造纸工坊 造纸发往山东 要朱俊献在书童文的同时 也要试用马纸 皮纸 与剪读并行 但博书却不得再用 为者罚博一匹 向良可以详见 楚人将会抱怨不止 因为楚贵族最爱用博 来书写绘画 或作为装饰 或带入墓中 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 他家就有不少博书所写的纵横家书 老子 唐瑜之道 周然非知 恐怕楚人不会乐意 好在啊 在这件事上 考虑到六国世人 没办法一朝一夕学会情字 黑腹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建议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星番 演播 文远大V 第262集 六国文字一行久矣 骤然废止 空有不便 不如 以五年为情 使六国文字及博书 见此沙太 以情传历书 及旨代之 他还说 情自有制度 郡县编造技部 潜力逐即上报 奏成朝廷 戒子考纪 称为上纪 而陛下 高瞻原主 兴马旨 书同文 为天下 花长久力 这五年沙太之政 不妨称之为 五年计划 可惜啊 清始皇 为政极促 嫌五年太成 虽改为三年 于是 就出台了 三年计划 三年内 要制作 三百万张纸 彻底取代博书 并且逐渐地淘汰 竹姐 能够说动皇帝 烧改国策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右术长黑夫 俨然成了皇帝 近来较为信众的新鬼 关心朝局的人 纷纷拿当年 最受宠的李信 与他相提并论 说到这儿 魁夫人 已经把一斤黄金 能买到的消息 统统告诉向梁了 向梁便拉着 向庄告辞 魁夫人 似乎又想起了一件事 炫耀式的对向梁道 哦 确实忘了一件事了 右术长黑夫 腊月将要成婚 做了这些情帖 广摇宾客 旧翁 亦在受邀之列 但他年迈 便让我与 伯兄伯嫂前往 他很乐意去捧 这位新贵的臭角 但又舍不得多花钱 一对凤眼 不断地暗示向梁 向梁了然 知趣地拱手道 世人常以为 右术长曾夺王府之旗 向氏恨之 可实际上 无等居居精处前手 汪国之余 岂敢有怨 尽右术将婚 梁身份卑微 不敢涉足宴席 还望夫人 能带向氏贺之 以表恭顺之意 礼物明日备齐 送至夫人府邸 秦始皇二十七年 正月初一 当郡阳武县护有香 在乡寺当临时工 做斗士小吏的陈平 亦在同僚艳羡的目光中 从游人手中 接过了一封 来自咸阳 色彩红艳的 纸质情帖 库尚礼 位于户友乡一之内 因靠近乡中仓库而得名 礼中有四五十户人家 既有家财百万的富户 也有富国穷相 以避袭为门的穷人 但每年梦东十月 第一个假日 不论贵数 库尚礼两百余人 都会齐聚于大槐树下的 礼舍处 舍是土地神 按时祭祀 能够保佑来年风调雨顺 使农士有个好收成 舍戒 一岁举行四次 春夏秋三次 只是例行公事 小季而已 为梦东之月的舍戒 都称大哥 每到这时 库尚礼百姓竞树出动 带来新收的速到 向舍神献上上好资时 还要由权力各户人家 共同出资 大杀群生 隔而献功 或杀鸡屠狗 或烹羊仔猪 击鼓壮中 投足而舞 既然如此重要 主持舍计的人 也不能马虎 往往是李正 或者是李中德高望重的 长老担当 但库尚礼经年推选的舍载 却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世人 陈平身高八尺有余 而情貌毅力 不同于数年前的贺衣壁上 如今的他 穿着崭新的博服 发际书的整齐 用白色的泽巾包好 一板一眼地 作着既定的礼 说着祭祀宋词 以我其名 与我西洋 以赦以方 我田祭藏 农夫之庆 秦瑟鸡骨 以遇田祖 以起甘雨 以借我宿鼠 以鼓我侍女 自称学黄老的陈平 念起诗句来 也是有模有样 围观的李明暗暗感慨道 哎呀 不曾想啊 当年不是农商 终日咸有 被人污蔑盗扫 为献中笑柄的陈平 如今竟成了 杨武县年轻一辈中 最具名望者 这一切的改变 当追溯到五年前 秦国占领本县 陈平洗刷 盗扫乌狗 去秦营做转艺 从那以后 陈平就攀上了高枝 他先立功成为公使 得经不少 秦历还替陈平 向香侯张富求亲 为他取得张氏女孙 因为陈平穷 张家还借钱给他置办酒宴 简直是倒贴 当时啊 有多侍者幸灾乐祸的猜测 陈平多久会被嫁过 五次的张氏女客死呢 但陈平非但为此 事业反而如日方生 秦灭楚那年 张氏出钱 纳梁千丹 为他换得上早爵位 如今在乡中作力 社会地位 与从前大不相同 贝利里 也有些嫉妒的人暗肥 陈平早尾身情理黑夫 后来则取客夫寡妇张氏 是靠出卖色相才有今天 本身并无才感 但今日设计 陈平却用行动 狠狠打了那些人的脸 不仅祭祭程度没有出差错 送死一扬断错 连祭后分割祭肉 也能够让每家每户都满意 分祭肉 可不只是拿刀割平均那么简单 还要考虑到 里中各户的地位 和设计出力情况 谁该多得 谁可以少点 那些人要分给独特部位 既婆婆妈妈又灵性细碎 如何能够公平合理 乐意理人之心 罪是操神费心 非精明之人 是无法处理周到的 但陈平做到了 他请李中年纪教长的 数人列上席 李典 田典 李坚门等人 依此排列 又亲自持人 割下最适合他们的 肌肉部位 大小 恭敬地摆在岸前 而后才将其余三四十户的肉 一一地分完 这下就连李中过去 最看不起陈平的老儒 也横数挑不出毛病 捧着岸上的冷猪肉叹道 山 臣如此之为宰 称赞之声不绝于耳 大多是发自内心的 少数是讨好的 陈平一直保持着和善的微笑 眼睛则看向人群中的胸嫂 还有妻子 兄长陈伯听人夸自家弟弟 骄傲地挺起了胸膛 陈平那个一度遭羞气 后又与陈伯附和的伯嫂 则嘴碎地夸要小叔子 博学多闻 连咸阳大官又书长 都发喜帖来邀请 陈平的妻子张氏女 则摸着圆圆的小腹 寒情默默地看着丈夫 这时候天色江黑 社稷却才进入高潮 它不仅是庄严的忌日 也是盛大的节情 整个夜晚一礼之人 宴会饮酒 神人同乐 不只是库上礼 整个户有香 穷礼之社 寇翁富平 相合而歌 自以为乐 至于富豪大谷们赞助的大社 更是古色吹盛 昌幽百戏 盛况空前 等狂欢结束回到家中 洗去手上的油腻后 陈平安顿妻子躺下 自己却掌了灯 又在高油灯下 端详起了那封 来自咸阳的情帖 这是黑肤的洗铁 珠色的除皮纸为封皮 里面是上好的麻纸 言辞谦虚 提头便是黑肤再败言 并提前两个月发来 邀陈平入关 良人何日气成啊 张氏女郎轻声问道 陈平有些愧疚 偏头看着灯主道 邮书长 婚期在腊月初一 死去咸阳千里迢迢 我明日就要上路了 妻子怀胎八月 十二月便要生产 这个时候吸去咸阳 她肯定会错过产期 但陈平在接到洗铁时 却没有丝毫的犹豫 她要去 也必须去 陈平轻扶着妻子的手 解释道 其 这位幼书长黑肤 当年在本乡为历时 亲自替我向儒家说媒 他离开时 又赠金不菲 我无意为报 如今他跪为幼书长 据说还是皇帝敬臣 却还记得我 竟然提前两个月 发来洗帖 五年前的淡淡交求 竟到现在还记着她 这是陈平没有想到的 其二 我如今虽为相历 一时无忧 但我不愿一生 拘于穷乡僻壤 如今黑肤邀我去咸阳 或许是个机会 婚姻在于有利可图 陈平娶张氏女郎 除了看重她貌美外 还垂涎于张氏在阳武县的地位 五年来 抱着这根大腿 她不仅声望日增 资财日益宽裕 郊游也越来越广 在乡中为力 无人感不敬她 但陈平并不满足于此 今日 我作为社宰 任人称善 但 我的才干气量 竟能够在一里之肉吗 肌肉虽小 但承载的是理智规范 理正则天下定 理偏则天下乱 所以孔子才讲究 哥不正不实 当鲁侯在社稷后 没有送他鸡肉时 孔子也心灰意冷 辞去植物 离开鲁国 春秋时 秦大夫手下的家臣之手 便称之为家宰 孔子就做过 七国清族高氏家宰 成义之主为义宰 也就是燃囚所言的 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 求也为之 笔记三年 可使族名 孔子也做过中都宰 据说 一年时间 便使得中都男女别徒 陆无时也 气不雕尾 陈平的志向和野心 却远超社宰 家宰 一宰 他的终极目标 是一国百官之手 宰相 接乎 是平德在天下 亦能像今日分肉一样称职 今日分肉受赞之时 他便在心中如此开弹 但这志向是不能说出来的 人穷只大 别人听了也只会笑话他痴人说梦 然而 唯有一人 五年前就道出了陈平心里掩藏的大志 此君 他日或能在天下活 这是黑夫的临别之言 让陈平惊骇莫名 很久之后才缓过来 天下何其大也 本以为从此与黑夫或将后会无期 不曾想 五年过去了 陈平还在护友乡打滚 昔日的小油教竟然跻身朝堂 成了右术长皇帝敬臣 陈平欺家张氏的靠山是张苍 可如今 听说张苍都得要在黑夫手下做事 陈平的功力心再次萌动起来 黑夫还记得他 不惜千里相邀 说明众议陈平的才干 而身为夏卿的黑夫 也有资格招揽幕僚门客 在咸阳当门客 可比在乡里做小力强多呢 陈平这几年也看清楚了 虽然情侣理论上一视同仁 但实际上 身为六国移民 他们的使徒 爵位是有一道天花板的 很难越过不耕 乡长力的级别 而黑夫或许能够助他 越过这道天前 故于情与礼 我都应去赴宴的 陈平解释了不少 只求妻子能够理解 他们成婚三年多 张氏终于有了身孕 他却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出远门 故心中有愧 张氏是大家闺宿 虽然客死了五任丈夫 但围对陈平 他才有真情实义 出家前 张氏告诫他说 不要因为陈平家穷 侍奉人家就不上心 陈平如今虽不富贵 但日后 必将干出一番事业 他牢牢记着祖父之言 侍奉兄长陈伯如父 侍奉嫂嫂如母 对陈平也举案其眉 十分体贴 他善警仁义地说道 良人应该去显阳赴宴 我自有伯嫂和历妾 父母照顾 但他随即又皱眉 这是 得到妻子体谅 陈平十分高兴 追问道 这是什么呀 张氏脸色有些飞红 不知道该不该提及那事 憋了好久才轻声道 我听乡中有传言 说那黑肤之所以看中良人 是因为 因为 他偷眼看陈平英俊 又戴着一次儒雅之美的面膀 欲言又止 不用多说 陈平已经明白妻子一徒了 脾气很好的他勃然色变 骂道 此乃乡中逼人嫉妒妄言 当年便无我道嫂 如今 又出言诽谤终伤 用心何其怠毒 你且想想 且不说黑肤看中的 是我的才干 就说他即将昏陪 心中不乏取道心腹的欣喜 其实喜好龙阳之人 陈平十月中旬离开了家 乘着张富赠送的马车 一路向西 途经已成了一片肥墟 夜间似有无数鬼魅飞舞的大梁 郭英川郡新政 在三川郡洛亭停顿 关州人救苏 又同无数商骨世书一起 在韩谷关接受检疫 因为陈平有黑肤的洗铁 和附赠的福洁 所以仍可以顺利入关 但拉车的马却出了问题 被检疫出有疾病 随被扣留 陈平只能用随身带着金箔 在桃林重新租了辆牛车 在十一月底出血降时 堪堪赶到咸阳 陈平又动又累 本以为自己要孤身入咸阳 寻找黑肤府邸 却没料到黑肤算着他回信后出发的日期 专门派了一个蒲叶等在坝桥 雪天里高高举着陈平的木牌 在顺利接到他后 让人速去通报主任 便带着陈平往黑肤宅底行去 黑肤被秦始皇赐予的大宅 位于咸阳的主城区 所以接应陈平的马车 心沿着渭水南岸西行 雪纷纷落下 陈平看到远处张台宫 若隐若现的楼雀 英装素果 为何对岸的雄都也瑰丽无比 想到自己从遥远的碧乡小县 来到了帝国的中枢 这里的每一个抉择 过去一年间的费封建 李俊贤 车同轨 书同文 都牵动着数千万人的命运 年轻人难免有些激动 当车马行之正中 又觉得自己走在银河天桥上 陈生 车行到桥头 恍然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 陈平定睛看去 却见 一位和官轻视 披着一身宽厚的胸皮球 带着几个仆役 站在桥头 朝自己拱手 他微微一愣后认出来了 是黑夫 有树长 陈平几乎是从行驶的马车上 一跃而下的 差点滑倒 还是黑夫扶住了他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星番 演播 文远大V 第二百六十三集 陈平卑贱 何德何能 敢让右书长 来此相迎 哎 我与陈生是旧事 当年一起共事 还为你作媒 古人说得好啊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祸 我岂能不出来相迎啊 一抬头 陈平发现 不知是下雪的缘故 还是黑夫脱离军武已久 面色似乎没有五年前黑了 黑夫倒是一点都不生分 豪爽地拍着他的肩膀到 当年在护友乡 我对陈生说 人生相遇 自是有识 宋军千里 终须一别 你我一别就是五年 五年啊 可足够发生许多事了 我已约了张苍 为你备下了宴席 起先喝点酒浆 吃些咸阳的汤饼 让身子暖和 今夜 你我当同他而眠 好好畅谈一番 同 同他而眠 这是世人间表示 交情极好的礼俗 但听闻此言 本来十分感动的陈平 身子微微一颤 面色有些许的怪异 笑容也在风雪中渐渐僵硬 陈平想多了 什么同他而眠 只是黑夫客套的说说而已 他们的交情远未好到那份上 不过是在府屋底内 专门为他办了一个小宴 除了陈平之妻的堂兄张苍外 没有其他外人 因为天色已黑 陈平也来不及细细观察 黑夫这座皇帝所赐的宅邸 只知道宅子富丽堂皇 高墙大院 院墙上是一七华丹七之鼠 鲜艳夺目 一看就是新装修的 青铜灯架上的烛火照亮堂中 三人就座后 张苍在席上调笑说 按照幼书长的规格 此底占地足有七十多宅 一宅就是三十立方部 互有像东张西张的房子 加起来也比不上 更别说这可是地价气高的咸阳城啊 哎哟 我那宅邸狭小啊 妻妾子女又多 争日吵闹 比不上这里宽敞清静 陈平你就在这里安心住下吧 这句话黑夫怎么听 都是张苍在炫耀 便扯开了话题 与陈平说起了过去五年间 各自遇到的事 聊下来后 陈平只觉得 黑夫这数年间的经历 当真是跌宕起伏 打过败仗 差点被俘 绝境突围立下大功 最重要的是 攀上了李斯父子的大船 自此之后 仕途便扶摇而上 黑夫皆叹道 啊 昭为田舍郎 目登天子堂 回想起来 真像是在做梦啊 也只有在秦 我才能够有此寄予 陈平奉承道 有书长立功无数 全靠功训升绝 当有今日地位 反观陈平自己的生活 则要平淡许多 陈平并不讨厌寡诞的日子 但他不想沉溺在里面 无法自拔 错过了更精彩的人生 所以他选择来咸阳 这时候 张仓接了枪 问道 诶 听说 陈平学的是黄老王 他虽然早就从祖老张夫那里 听说过陈平之名 最初只以为是个以美色 诱惑了唐妹的小白脸 不曾想 黑夫竟对陈平念念不忘 成婚时除了文武百官 咸阳同僚 南郡旧部外 只邀了陈平一个山东使人 张仓齐之 想乘此机会试试陈平 看他是否当真有乡人喂食的才干 这一说 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二人聊的是黄老之学 陈平游学时 没有选择在魏地更加流行 也方便混口饭吃的儒学 而是追随一位学者 学起了皇帝老子之术 巧喽 这张仓的老师荀子 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儒家 他兼容并包 杂揉了九流十家的学说 化为己用 这其中啊 当然也包括了 济夏学宫十分流行的 黄老学说 张仓受起熏陶 也有较深的黄老基础 于是啊 二人一会儿聊老子 庄子 一会儿聊田便 慎道 你一句法出乎权 权出乎道 我一句观人守天 而自为守道 他们倒是说得高兴 黑夫却听得云里雾里 只觉得宴席画风突变 从叙旧变成了哲学课堂 这时候啊 三人已喝了不少酒 黑夫醉意上来 随用筷筑敲了敲 悲斩 打断道 喂 有句俗话呀 老情人从不搅扰 我不喜欢高唐虚论啊 二人若是要聊黄老 不妨说点我能听懂的 嗯 比如 他笑道 黄老啊 于当今天下 有何实际用处啊 再好的学说 若于现世无补业 也是空谈嘛 张仓当然能够说出来 却偏不答 而是看向了陈平 婢女们已经告退 反正在场也没有外人 喝得有些高的陈平 便大着胆子道 我以为 经上纯用 秦之律法之六国故地 过意 陈平出身卑微 知识面没有张仓广 但他在底层待过 又做了好几年的基层小吏 亲眼目睹了 秦政在魏帝推行时 发生的种种事情 心里啊 还真有一番想法 魏王后 魏帝设当军 是郡守县令制之 最初两年 还英俗而至 但自去年开始 便广布律令于县 乡 大肆宣扬 让百姓们 以法为教 以利为师 律令繁琐 百姓又不懂秦传 常因为犯下小错 而被替发 秦面 沦为行徒 光是杨武县 几年下来 兴徒便将监牢 都给塞满了 如此一来 工地倒是有人干活了 但是 民间的抱怨之声可不小 此外 三年免税结束后 官府开始向杨武县 征田租 口腹 姚义 比魏国时更重了几分 百姓向乡历抱怨 乡历则退给县历 历历又说是郡上的意思 于是百姓之愿 基于秦历 获胜交友的是 近半年来 朝廷政令一个接一个 先是说 过去的杜梁衡和钱币不能用了 都要用秦衡 半两钱 官吏沿街搜紧 发现世事上有人私藏旧衡 旧钱 当场击捕入狱 这也就罢了 两地权衡 钱币不移 的确颇为不便 可要俊县三年内 废纸固有文字 全部改写情传 情历 那便有些强人所难了 一口气说完后 陈平拱手道 经上 政令繁杂 经常医院内 连下数道 郡县为了在石县内旅行 便苛责小丽 百姓 殊不知 是愈烦 百姓愈疲 发愈资 而山东愈愿 这时候 他的罪也消了 惊觉方才的话有些不妥 连忙道 平望谈国事 还望右书长和内兄误怪 不过 在陈平看来 这半年来 秦政过于急促了 山东百姓 还没有从灭国里缓过神来 就被一连串的政令要求 砸得是晕头转香 几百年的习惯 朝夕跟除 谈何容易 青力催促有机 逼得当地人是焦头烂额 秦国的情况更严峻 天下才刚刚一同 旧的矛盾还没有消灭 便大兴图木 几个大工程同时上马 还急行绿绿 想要加速各地实现真正的统一 但一团干面 没有水分相货的话 再怎么用力 也没有办法完全粘合 一旦力气消失 便是分崩离析 皇帝的初衷是好的 秦人可能不觉得这有什么 但散漫惯了的两千万山东人受不了 黑肤看着陈平 暗赞叹他虽然年轻 却已经看到了秦朝的一大隐患 便问 陈深以为 纯庸律令不妥 那又当如何治事呢 在陈平看来 解决的办法就在眼前 他欠身道 平切以为 如今天下人最需要的 不是没完没了的政令 不是科律中摇 而是修身养息 若是能够以伤君之法 与皇老之学并举 应天寻道 行德并用 行清静无为之政 则万民自化 只要十年 十五年时间 百姓便能够从数百年 灵民不绝的熬战中休憩过来 名物假色 一时资质 一同后 享受天下艳燃的孩童 也将长大成人 定能够习惯情政 届时 再推行种种举措 一不为晚 虽然陈平偏向的是 皇老中的太公阴谋术 讲究的是阴谋修德 但讲起皇老的精髓 清静无为 依然是头头是道 说完之后 颇为期待地 看着黑服和张仓 只是他们准备了 许久的想法 年轻的世人心里 未尝没有效仿当年商鸯 范君 借 警监 王姬献策于秦王 亦飞冲天的故事呢 但黑服和张仓 却只是面面相觑 笑了笑 又叹了口气 陈平有才感 目光也够锐利 能够提出一道 不错的良方 可惜呀 他到底是没有在 咸阳官场上混过 太相当然了 张仓道 呃 陈平可知 当年 商鸯曾经觐见秦孝公三次啊 陈平道 略有耳闻 张仓汉手 啊 商鸯第一次说 以 姚顺宇的地道 第二次说之 以 商 唐 周五之王道 结语时良久 孝公却听了几句 就开始打瞌睡 没将他所说的话听进去 直到第三次 商鸯开始讲述 让秦 骤然负强的强国霸道 秦孝公听着听着 竟然慢慢地 往前做到了商鸯的袭上 相谈数日不厌 陈平略有所悟 陈因后低声道 内兄的意思是 镜上听人说黄老之术 就像是秦孝公 听商鸯讲地道 王道治国一样 听不进去 然也 黑腹无奈地说道 陈生有所不知啊 朝堂之上 有七十多位博士 虽然儒生居多 但也有 名满天下的黄老之徒 比如 号称东元宫的唐炳 号称夏皇宫的崔广 号称祈礼祭的吴时 号称陆里先生的周术 你的想法 他们已经向陛下敬言过 就在去年 这四位长者曾用清静无为 修生养息的黄老之术 游说陛下 但陛下认为 这是迂腐法骨之言 与秦吕冤则相悖 遂不听 于是 黄老之言不被秦始皇看中 四老也于儒生一样 成了朝廷上的摆设 张仓笑道 哎呀 修说似老路 右书长曾劝陛下 骤然费六国文字 空地方小吏 百姓不能够及时学会秦子 有所不便 秦改为五年 称之为五年计划 但陛下 却嫌五年太长了 这才定了三年 若非右书长境界 恐怕呀 各军县一年内便要完成此事 陈凭恍然大悟 黑夫则陷入了思索 他看似仕途得意 又将抱得心仪的美人归 但黑夫心里清楚 皇帝对他信任归信任 可戒言却挑着挑 这半年多来 除了第一次一尊号外 其余拐弯磨脚 希望皇帝还政的奏书 大多被秦始皇否决了 秦始皇眼光很高 但行政也急躁 他有点像一个 正在心头上的 经营游戏玩家 只站在自己的角度 眼睛永远看着前方 看到的是他开创的大时代 四海翻腾 云水怒 五周震荡 风雷击 好不壮力 却忽略了 脚下的庶民前手的喜怒哀乐 那些反对的意见 在皇帝眼中 也只是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气 至于六国余孽 更是蚂蚁元魁 夸大国 皮肤汉术 谈何印 再用同一首诗 描绘皇帝的心态 那就是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破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秦始皇力图 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天下 从文化制度上 搭成一统 但这可是 比武统更困难的事 恐要如老子所言 治大国如烹小仙 慢火细烹才行 前路漫漫 战车急迟 掌舵者没有丝毫减速之意 车上的人 却很想缓缓 除黑服之外 群臣 公子扶苏 畅忧 莫哲 黄老 甚至是儒家 都用不同方式进监国 但都没有大用 想让皇帝刹车减速 是不可能的 好在黑服知道 这一路上虽然颠簸 但好歹没有车毁人亡的危险 那道令生灵再度 陷入涂炭的万丈深渊 尚在十年后 一切矛盾在今日埋下 祖龙死后 再来一场大爆发 还有时间 让下人带陈平去客房休息后 黑服副手立于廊下 看着外面的风雪 如此响到 诚实带大潮而起的他 已在体制内走得太远 早飞到旁看热闹的行人 更无法坐视死车所系的三千万生灵 刀火而无动于衷 所以 在那之前 试试看能否用后世的东西加固马车 让他适应这个速度 或者赶在万丈深渊前 详行勒马 十年呐 在那之前 我能否摸到 牢牢把持在陛下手中 不容他人插手的六倍缰绳呢 静力而为吧 如若不能逆听改命 再另做打算 那是未来的事 现在的黑服 只是一截新贵 距离权力中枢看似不远 实则遥不可及 他还得要先筹获自己的婚礼 招待宾客 准备轻盈的队伍 黑服邀请的客人里 陈平是来得最早的 而家人和南郡旧部 四人才到达咸阳 黑服的家人 只来了卖红堂的堂弟燕 弟弟京和侄儿杨三人 母亲年事已高 入秋后燃小样 再加上婚期选在腊月 风雪漫天 路途遥远 苦难成行 纵使黑服 请莫者和工匠 帮忙设计了四轮马车 送了一辆去安路 但车在平稳 路不好也没辙 这时候 黑服反倒期盼 皇帝下令 明年修筑的迟道 早点完工 如今的武官 南郡 道狭窄 道狭窄泥泞 老人家到咸阳的话 半条命都没了 只能遗憾地留在家中 由钟和伯嫂照料 母亲十分难过 经手先上来拜见兄长 接探道 我离家前 他送我到门边 一直拉着我的手 唠叨说 对不住众兄 但又有些小庆幸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历 作者 七月星翻 演播 文远大V 第二 二百六十四级 庆幸什么呀 黑夫很奇怪 惊靠近了黑夫 低声道 母亲觉得 我家祖辈八代 都是庶民前手 小家小户 既没有家事渊源 也不懂礼 甚至连事都没有 如今 却与堂堂内侍 南洋大事结清 他生怕来了咸阳 做错了事 说错了话 让忠兄 视了颜面 哼 母亲 怎么能这么想啊 黑夫 哑然 不单是母亲 来到帝都后 经看上去 也有些举措 举手 投足间 难掩自卑之色 的确 在今看来 自家 顶多于郡上的 豪鬼 平起平坐 但要同两千旦大员 南洋 大族夜市联姻 还真有点发虚 黑夫生得太快 爬得太高 家人跟不上 他的节奏 总觉得高处不胜寒 这种心态不行啊 黑夫便板起脸 叫心滴滴道 我这幼书长的爵位 又不是从天上 掉下来的 而是一刀一剑 拼杀的 建言献策 为国立功所得 陛下都认为 我受得起 谁敢说半点不是 而这场婚事 是王检老将军 替我出面做媒 那时 也欣然应允 愿意以独女 卫身于我 其实啊 那时腾的族人 后期 大多是反对的 但那时腾思虑良久后 说道 为女则许 则家事活 则钱财活 则财干活 一般人更多考虑 前面两项 但是那时腾却以为 家事乃出生前就 已经决定的 跟个人努力无关 而钱财乃外物 获得获失 亦不足道 唯有财干 才是一个人 独一无二的特质 也是他最看重的东西 黑富士老夫在南郡任郡守 七八年来 见过最具财干的年轻人 我当时便了定 他绝非庸人 果然的 如今基身朝堂 屡先妙策 陛下也称赞有加 年纪轻轻便能够成为右书长 罚越贤贺 假以时日 何愁家事不利 何愁钱财罚用 于是 在征求女儿意见 见其位反对后 内使腾便答应了这桩婚事 不过 只老狐狸也是鸡贼 故意将他说的话传出 搞得黑富 都有些感谢他了 五弟 你可知道 何为罚越 经当然知道 罚越 就是秦里的功劳部 它是 书旗斩首之功 于一尺之板 以尺及书下献一句 然后按功劳 进行赏赐 每个秦朝公务员 包括京 都有这么一份罚越 绝位升到左书长以上的人 更可将罚越 转刻在 泼似华表的墓柱上 树立在家门两侧 从而表明家庭地位 左边的柱子是罚 右边的是越 这就是家门罚越 后世简称门罚 在秦朝 门罚是关西军功贵族的代称 关东的始情贵族们 于情无尺寸之功 管你传承了几十代数百年 管你是帝高阳 苗义 还是哪个上古贤王的后代 统统不能以门罚自居 这也是黑服最喜欢情质的一点 黑服让揪 跟他来到宅邸正门前 这里亦有一座 亦有两根柱子 因为才刚刚造好 所以上面蒙着布 他亲手扯下了布 却见上面刻满了转字 又用笔墨描画 格外醒目 黑服宅邸前树立的伐月 虽只有短短六七年履历 却十分显赫 不提那些做所长抓贼的小事 从秦始皇二十四年东 同阳突围到第二次法楚夺向燕军旗 再到为帝国在江南拓图千里 建南昌城 最后是进来的造黑服纸 一份份功劳都写得明明白白 任何质疑 面对这些法院都会哑口无言 老子是爆发户不假 但每一步都行得正 做得直 惊得起推敲 可不是为丑夫落矮那种性静之臣能比的 当然了 黑服特地嘱咐公将 对修公策德嘉奖的事舍去不可 按他本人的说法 小小功劳不值一提了 此刻 黑服便指着门前华丽丽的伐月 让荆从头看到尾 弟 现在你觉得 我家可配得上这桩婚事了 经溃然作医道 配得上 是弟糊涂 嗯 明白就好 黑服派着他的肩膀道 所以 我迎娶夜市女 自问并非高攀 而是门当户对 你是我胞弟 迎亲待客 当场在我身侧 到时候 必须抬头挺胸 不卑不抗 若露怯色 凡会遭人笑话 你可能做到 弟能 经早就不是西洋里的矛头小伙了 在学士学习三年 又随黑服南征 管理金矿 长了不少见识 被黑服教训后 便振作了起来 他为兄长的功绩感到骄傲 只要想到他们 就能够把自卑从心里赶走 经还说了句笑话 调解气氛 众兄 成婚还是太晚了 无期言是 已有孕 以后 你我子女的辈分 当如何来算 哎呀 你这如此 黑服乐的 抬腿就朝他屁股上来了一脚 通事道 既然母亲不能来 待婚后 我便向陛下告假 带着心腹 回安路拜见他 这时候 后面的南郡旧部 卸下车上的礼物 也纷纷上前 拜见黑服 有和黑服 隐气血结拜的 九江县贾位赵佗 还有南昌县油官寄英 黑服的旧部们 大多担任江西各县的魏 成 不可善离之首 只有纪英 作为油官 能够时常走动 借送公文 入咸阳之名跑来 而赵佗 将调往他处上任 入咸阳待命 正好赶上了 把兄弟的婚室 至于 李贤 小头 东门抱诸人 便只能让二人 带为送来贺礼了 还不等黑服 扶起二人 与他们叙旧 却看到车队里 走出一个年轻巫师来 背着兵舰 扭扭捏捏 似乎有些不敢来见黑服 黑服大为吃惊 因为那便是 本该在南昌座县位 不可能出现在这的贡敖 敖 黑服顾不上寒暄了 走过去 低声质问道 你为何在此 贡敖也豁出去了 理所当然地说道 右书长成婚 我身为旧部 岂能不来 黑服注意到 贡敖身上穿着一身长服 没有佩戴应收 他顿时不寒而立 这死 不会是善离之首吧 黑服的旧部各有不同 立贤已向他笑诸 时常有书信往来 报告江南发生的事 小桃稳住 东门豹虽然莽撞 但是很看重正来的官决 唯独贡敖 性格太过感性冲动 真有可能做出这种事 见黑服面色不韵 几英连忙过来打圆场 替贡敖解释道 右书长息怒 事情是这样的 贡敖 他已不再认南昌县甲位了 没错 贡敖昂着头大声道 右书长 我辞官了 区区一个甲位 哪有来参加右书长婚礼重要 不就是每年四百担的愤怒吗 我不要了 燕香上 贡敖如此解释自己辞官的缘由 让黑服哭笑不得 不知是该感念于 贡敖重情重义呢 还是该骂他 将自己苦行安排的南昌县位一职 拱手送给外人 不等黑服说话 坐在贡敖对面的记忆先坐不住了 将吸溜进嘴里的润滑汤饼给咽下 用筷子指着贡敖骂道 阿欧 你说这话之前 可否想想我 我倒是想做县位 可惜当时爵位不够 只能够继续管游义 他随即向黑服抱怨道 厅长 不不 是右书长 当初这次要辞官室 我和徐叔 乐可没有少苦劝他 他却是一股行 借口同阳之战时 受得旧伤复发 不能认立 所以写了致氏文书 我不愿意带起头地 他便派族人亲自离到九江郡去 同阳之战时 黑服出城乍乡 共拗舍身刺杀与裹鞋逃走的白将 小腿上挨了一谋 身可见乎 东邱仍会隐隐作痛 黑服点了点头 他想知道的是 负责替自己协调旧部的利贤 没有阻止此事吗 利贤得知时已经晚了 他特地从翻阳跑到南昌 将我臭骂了一顿 共熬摸着自己的脸 仿佛上面还有利贤痛骂他 不顾大局时 喷上的唾沫星子 利贤说 南昌不可缺了我 但我以为 徐叔已坐到了主力院的位置 乐也已经是御院 管理进退 律令诉讼都井井有条 如今 南昌已无战事 纵然我来咸阳 也不会出事 倒是幼树长成婚 旧部只有金银一人来 岂不显得寒沉 反正啊 江南几个甲位 城中 我最无用 便由我带众人前来 为幼树长驾富车 和后世无车不婚一样 功勋贵族结婚 迎亲都必须有一辆 华丽的司马安车作为婚车 前后各有几辆富车 组成一个车队 然后将新娘从母家接到夫家来 不同的是 新郎是要亲自驾车的 富车 有新郎的亲友驾驶 的确是多多一善 可南昌县位 可是黑夫安排在南昌 庇护自家甘蔗 红堂产业 守护南郡子弟利益的最后一道保障 虽说徐叔 乐 纪英 仍在南昌为例 但少了 功勾这个手握兵权的 谢伟成腰 他们说话 肯定没有原来硬气 这个冲动的家伙 做事前 怎么就不想一想呢 实际上 功勾还真想了 还想的不少 除了来位右术长驻镇外 我之所以辞官 是因为与兴来的县令不合 话也不投机 施政上也一直相悖 纪英吐槽道 喂 与你相善的人也不多 赵驼也笑道 哼 我那些去南昌办事的下令 也常说 共军灭恶 不好相遇 姜也欲言又止 他年纪小 凶事共敖 不好意思他接短 共敖没有理他们 继续道 我的脾气 右术长是知道的 生怕哪天再起争执 一怒之下 放了县令 鞭持一顿 若真是如此 我自己被击捕下鱼 不要紧 就怕是连累了右术长 也坐于习上 被黑夫介绍给众人的 陈平恍然 哼 这恐怕才是 共敖此官的主因吧 按照情侣 被举见人犯罪 若他还在原职 没有升迁 局主也要被连坐 清昭王石的 丞相反局 就是被他举见的 两位恩人坑死的 万一 共敖在任上 闹出个大新闻来 除非陛下开恩 否则 这一年的努力 还真有可能一招白费 这一批南下干部中 小桃 东门报的爵位足够 被九将军直接任命 除了共敖 黑夫 只举见过丽贤 但丽贤 已从最初的翻扬甲位 升任 翻扬献成 他纵然犯事 也不会牵连黑夫 所以仔细想想 黑夫仕途 最薄弱的一环 竟是共敖 陈平对这些事 较为敏感 便问共敖 那个南昌令 叫什么呀 哪里人 之前在何处任官 问清南昌令的姓名 机关后 陈平目视黑夫 意思很明显 事后最好查查 这南昌令是什么来头 希望只是巧合 不是阴谋暗算 黑夫也反应过来 这么一想 共敖自己把隐患消除 也并非全然是坏事 但他还是黑着脸 训了共敖一通 你说南昌令 常与你意见相悲 处处刁难 而且带南征士族苛刻 你在时尚且如此 如今你奉而辞官 他定会变本加厉 虚书 乐 纪英 皆为县令下属 没了你这县位 谁还能为士族们 向南昌令争立呢 严重一点 黑夫在南昌的利益 很可能会遭到打压 他还指望南昌 成为济安路后 第二个制堂中心呢 共敖莽撞 辜负了右书长的举荐 共敖面露愧色 利贤也如此劝我 但那时 未递交 知识文书 坠之不及了 他重感情 是最将南征士族 利益放在心上的 当初秦始皇 要将士们就地囤守 共敖就带他们 表达了不满 他抬头道 但右书长放心 我虽然辞官 但不会离开南昌 并会弥补此事 你如何弥补啊 靖莹啃着手里的肉 不住摇头 公敖的辞官 让黑夫的南下干部们 在南昌话语权弱了许多 公敖决然地说道 我会带着共事一族 迁去南昌 在那里 经营田宅庄园 什么 兆头危惊 位于燕西末尾 没怎么插得上话的 陈平也恶然了 这个共敖 也太耿直了吧 虽然南昌移民 驻军已有数千人 但依然是 鞭臂荒蛮之地 更别说 还有令人 弹智色变的水谷 也就是血腥虫病 这便是江南之地 丈夫早邀的原因 别人都想着如何搬走 公敖却要将家族 从富饶的燕县 搬到南昌 疯了吧 别看公敖年纪不大 在其叔父死后 却凭借着大夫的爵位 成为了家中族长 而秦朝官府 也欢迎这种 填满荒之地的移民活动 你想清楚了吗 黑服问公敖 想清楚了 公敖咬牙切齿道 俗话说 铁大的蚝掌 流水的限量 我公敖 就做南昌县蚝 扎根在那里 我就不信 敖不走这个狗限量 这是卯上了呀 众人对公敖城 一时一起 决定自己仕途 和家族虔诚的举动 哭笑不得 但这就是公敖会做的事 陈平本想说 何必出此下策 自己其实有好多办法 可以让公敖反将南昌令 将他赶走的 但砍了眼黑服后 又将口中的话 咽了回去 聪明人 绝不会无时无刻地表现 自己聪明 尤其在主人要说话的时候 黑服叹了口气 也没有阻拦 起身敬了共敖一盏酒 然后又淡淡地笑道 共敖之志虽足免 但这种先奋而辞观 在举足搬过去的笨法子 不值得二三自学 季英 回去以后 告诉还在江南的众人 以后遇到类似的事 先来信告知我 黑服地位虽不高 也没什么失权 但想让区区一个县令挪位 却也能做到的 这话说得嫡气十足 众人士气大涨 陈平也暗暗汉手 果然 黑服不但将手下人 都安排到了郡县要职 其表现得十分互短 看来 自己来投他 没有选错 聊完共敖的时候 黑服又说起了 把兄弟赵驼的调人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星番 演播 文远大V 第二百六十五集 二三子应也知晓 去年六月 洞庭郡千灵县岳人 收盾入西欧的 楚一鸣怂恿 聚众反叛 被镇压后 虽然洞庭郡 以怀柔之法 知诸主恶 但是 洞庭长沙梁军岳人 仍不安分 且与武岭之外的西欧 南岳军长 往来甚密 上干和立门塞 由小桃镇守 地方安宁 洞庭 长沙 却需要增兵 江南水网纵横 陛下决议 让左跟图将军 一阵长沙 任长沙郡位 图将军念着你的才干 并请求将你调去 长沙苍无地 赵驼虽然跟过黑服 一段时间 但隶属上 仍是未屠随 楼船之势的部下 他的调刃 黑服没法干涉 长江边的巡洋 肯定比苍无附属 赵驼倒是看得开 笑道 哼 我虽是北人 却总是要跑在 南方湖泊水网之地啊 黑服暗想 老弟 你以后可能还要泡几十年 最后成了一个 穿岳服 磕冰狼的真南方人 此外 赵驼还带他们的 另一个洁白兄弟 吴锐表达歉意 吴锐之父 吴申刚刚去世 他来不了咸阳 甘地常年炎热 无冬雪 月人的华丽 甚至没有雪这个字 若他来看到漫天大雪 恐怕会吓坏的 赵驼笑了起来 并不知道 历史上的自己 后半生六七十年的时间 都感受不到 雪花触及守备的冰凉 黑服一直有个隐隐的担心 虽然皇帝现在 还没有立刻对南越 休用兵的意思 但魏徒虽和赵驼难调 可能是一个伏笔啊 前手触及 山东未闻 江西湖难还没开发 这时候强行去征服 一片热带雨林的 广东广西 虽然有利于后世 却不利于当下 缓几年 起码先把 长沙豫章的路修起来 黑服打算 在婚后 召集会劝戒史皇帝 虽然许多禁言 都被皇帝否决了 但在南征上 作为曾经站在 立门赛上 跳往武岭越审的人 他是很有发言权的 那都是后话 黑服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不是胸怀天下 关注时局 而是腾出时间 为自己做一件事 结婚 破除 像我这么自律的穿越者 很少见吧 一般来说 六七年时间 身边的女人 都够开一个后宫了 还会有无数 暧昧的红颜知己啊 如此自嘲着 黑服也对后日的迎亲 充满了期待 周情时代的贵族婚礼 自有一整套规矩 诸如采纳 问明 纳吉 纳征等 这些程序 过去几个月里 黑服已经做完了 他请动了王检老将军 替自己纳采说梅 王室与黑服关系还不错 王检欣然同意 但接下来的问明 纳吉就有些尴尬了 在夜市答应婚时候 王检还要替黑服 问女方的八字 和出生年月日 黑服则要写女子的名字 八字去祖庙中占卜 对此 八代贫农的黑服 只能翻翻白眼 祖庙 那是个啥 他只能在兴宅 抢修一个祖庙 将素未蒙面的便宜老爹 接历代祖先补上去 他那便宜老爹的名是知道的 可网上几代人 却不知何名 母亲也没法回答他 黑服只能闭着眼睛瞎边了 于是 他大笔一挥 在牌位上写道 祖父 明崇八 曾祖 明五四 高祖 明初一 这样一来 起码凑了四个牌位 能够应付纳吉之礼了 倒是这些诡异的名 将张藏看得是一愣一愣的 他想起黑服让工匠做的算盘 还以为这是家徐渊源 好奇地问道 如祖父 皆好叔叔吗 黑服摇摇头 家贫无姓氏 明也是随便取的 或 伯 仲 书 记 或直接按出生日期来 张寒 张苍等 面面相觑 有点想笑 却又笑不出来 越发觉得 黑服能够混到今天这个位置 有多么不容易 同时又觉得 比起崇八 乌四 初一 黑服听上去 也像个正式名字了 春秋时啊 周桓公还叫黑奸 静成公还叫黑豚呢 博学的张苍考拒起来 胖脸上满是认真 按照离职 婚礼当夜 男家要为酒食一招乡党疗友 而乡党疗友则要带着礼物前来祝贺 同时还要凑马车去帮黑服迎亲 张寒 张苍 贡敖等朋友旧部悉数抵达 为黑服助阵 黑服今日穿了一身绝变 姿衣 姿上 姿带 这便是新郎的装束了 他自己乘着黑色汽车 车上坐着贤熟礼仪充当病者的张苍 后有副车二乘 分别由地位较高的张寒 乘商驾驶 此外 还有装饰车围的副车 由姜驾驶 一行人驾驶高车 浩浩荡荡地 往着内士堂的府邸开去 此时 天色一惊黄昏 情有火炬引导 后有鼓吹奏乐 路旁逛完 及时的百姓便知道 是由贵人要成婚 纷纷停下 做一祝贺 黑夫没有严格按照这时代的礼仪 他让贡敖 纪英等人 从后面的车上 向道旁百姓发放纸张包裹的红堂 感谢他们捧场 全当是喜堂 此局引发了一阵欢呼 小孩子们嘴里喊着堂 开心地跟着婚车 一直到了内侍府邸外 并折张仓 下车入高 不一会儿 内侍腾身穿玄瑞礼服来到了大门之外 或许是因为独女要出家 答应这桩婚事的内侍腾 看上去心情很糟糕 板着一张脸 但还是按照礼仪 西面再败 黑夫连忙下车 东面打败 就这么一步一一 终于进了夜市的祖庙门口 黑夫献上了自己报了许久 作为礼物的大宴 再拜击手 这意味着向夜市祖先报告 说自己要将他们的女孙取走了 夜腾 缓缓说道 夜市 源自楚国米姓 专须为原祖 尊春秋时的夜宫朱梁为十足 人皆言 夜宫好龙 好夫 似龙而非龙者也 我欣赏你的才感 可想到你要娶走舞女 心中还是怪怪的 只望你能够善待她 叹了口气后 夜腾这才让开了道 露出了站在庙门外 等候的新娘 并非后世喜好的大红装束 而是与黑夫悬疑对应的素服 紫衣瓢鞭 宽秀长坠 身后又侍女帮忙提着 今日 叶子晶盘了妇人的发饰 头上满是金玉玲珑的饰品 面上却只是淡淡妆容 隔着树部 黑夫只能看到她鼻梁以上的面旁 因为新娘手持一柄 绿色华丽的雀扇 遮住了自己的口鼻 这雀扇就相当于厚实的红盖头了 好在黑夫能看到她的眼睛 睿智而不是灵动 四目相对时还有一丝羞涩 又是一通父母告诫后 新娘才朝着父母及祖宗行礼 跟在黑夫身后 一步一驱地往外走 叶藤没有送出来 站在庙中 有些怅然若失 女儿出了家门 就是别人家的人了 也是列祖列宗在上 指望我做的这个决定 是对的 长夜未央 平辽之光 艳念君子 悬衣熏赏 彼美梦江 鸾身江江 言如顺华 宛如青阳 执子之手 鱼子血脏 新郎已将新娘迎回了府邸 悠阳的婚庆乐曲 相彻府邸内外 作为显阳新贵 幼书长黑夫的婚事十分热闹 虽然也有些不怀好意的宾客 想要看这个穷小子 在仪式上出仇 但有娴熟礼乐的学霸张仓 作为兵者帮忙打理 倒也将这场贵族婚宴 办得庄重大气 有模有样 任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结婚礼仪繁杂 但每一步都不可或缺 因为与后世差距不小 黑夫也感觉十分新颖 就比方说 从黑夫家门的法月中间 进入婚宴正堂这段路 新娘依然一言不发 手吃雀山 跟在黑夫背后一步一驱 到达正堂后 黑夫便要转身 朝他行一重礼 新娘再还礼 这是张仓安排的 复制 续 积妇已入 每一家结婚都是新夫 先向新妇行礼 再入房完成仪式 婚宴天堂的色调 竟是以黑白为主 来一个不知情人喜好的现代人 恐怕会以为这是在办丧时呢 新郎黑衣 新娘素衣 但牙妆中 倒有点西服婚纱的感觉 又同坐于习上 最先开始的是雀山 黑夫请新娘做 顺便接过 他手中吃了许久的雀山 相当于厚实的仙盖头了 色彩斑斓的羽毛之后 是一张漂亮少女的脸 有时弃碎少女的唇洁 妇人发时又秤得她妩媚 见此情形 宾客们也纷纷在郎才女帽 当然 有没有人在暗骂 黑智拱白松就不得而知了 黑夫也不在乎 甚至有些迫不及待了 逝者吃尘满清水的铜衣过来 给二人握罐 也就是洗手 两双手一同伸进去 黑夫手黑 叶子精手白 铜衣也不搭 难免相互碰触 鸡肤相处时 黑夫发泄 在灯烛映照下 新娘面色有些匪红 经手之后 先吃煮熟后 用粘性的熟饭 而后再供劳而食 切下薄薄的烤小猪肉 蘸酱而扎 随后用米酒漱口 就来到了最后一道程序 合景而影 刨瓜被一分为二 分别成酒 二人接过 而后第一次正面对着对方 四目相对 没有像后世一样交杯 只是交换了手中的刨酒 一饮而尽 魏雷品尝到了苦味 咽下去后 却是回味的甘甜 刨瓜是苦涩的 用来成酒 必是苦酒 刨继分为二 象征夫妇由婚礼 将两人合而为一 同甘共苦 黑夫发现 新娘饮酒后 猪唇已经湿润 嘴角还有一点酒猪 他不动声色地 轻轻舔了舔 发现黑夫在盯着他看 微微一笑 又恢复了 甜静庄重的模样 饮酒完毕 在宾客门的轰闹中 新郎新娘起身 前夕告一段落 接下来就只剩下 俊鱼摄刃 就是通常所说的 河床礼 正是成为夫妻了 世人执着而出 门飞被轻轻和尚 妾笑声渐渐远去后 屋内只剩下二人 寝室内 陈舍 丙 尊等应诗之转句 即是跟耳壁粗细的乡竹 映得洞房中同梁 黑夫回头看着 坐在昏塔上 搅着双手 漠然不语的心腹 她的婚纱 也就是披在外面的警衣 已被侍女脱去 只剩下素白的姿衣 在烛光映照下 让人心动 她也脱了厚重的外伤 走过去笑道 从我轻盈到现在 你一言不发 莫非是不愿意嫁过来 并非如此 叶子精连忙解释道 只是 婚姨师不敢多言 怕被冰客笑话 接着 或许是为了调节 这暧昧而又尴尬的气氛 她说起了一个 在中原广为流传的笑话 魏国有个人 迎娶新媳妇 新娘子上车就问道 两边拉套的马是谁家的 车夫说 借的 新娘子就对车夫说 打两边的马 别打中间嫁缘的马 车子到了夫家门口 新娘子刚被俘下车 就嘱咐伴娘说 快去灭掉灶堂里的火 小心火灾 她走进屋里 看见地上有个石酒 就说 快把她搬到窗外去 放在这里 妨碍人来回走路 夫家的人听了 都静不住笑她 这三句话 本来没什么问题 然而却不免被人耻笑 那是因为 新娘还未嫁到夫家 就一副女主人的姿态 说了些不该她说的话呀 我倒不觉得 那为过新妇可笑 黑夫不动声色地坐到了新娘的身旁 说道 或是她深爱未婚夫 还未完成婚姨 就将自己当做女主人了 良人 新娘第一次用这个称呼 她低头道 良人看上去就极有主见 不像是喜欢多言之父的人 且可不想惹君厌烦 哦 那要看是说什么 归房之内 我倒是想你 多说点话呢 像红堂一样 外黑内甜的黑夫 开始发挥特长 她不断夸新娘声音悦耳 第一次在上次节听过 就念念不忘 又夸起她 越长大越漂亮的容颜姿态来 新娘脸色越来越红 黑夫则越夸 手就越不安分 或牵牵小手 或撩撩她的头发 而且越贴越近 呼吸也渐渐急促 接下来当然是顺理成章的 完成最后一道程序了 害怕 担忧 羞涩 种种情绪 使得新娘鬼使神差的 捉住了黑夫拦腰抱过来的手 阻止她下一步行动 怎么了 黑夫已经有美人在怀 在大耳边低声道 可要我 吹灭灯住啊 别 新娘本来很紧张 听到这句话 却不由笑场了 竟然忍不住 扑在黑夫怀里 笑了好久 你在笑什么呀 黑夫感到莫名其妙 少女抬起头 看着她古铜色的面旁 黑夫虽黑 却不丑 反而有些情人 比较欣赏的阳刚之美 她移开了目光 太过无礼了 妾不敢说 快说 黑夫不饶她 又抱住了她的腰 她越来越兴奋了 妾若是说了 还望良人物怪 不怪不怪 归为之内 夫妻之间 又何事是不能说的 黑夫挺喜欢 现在的气氛 得到黑夫保证后 叶子金凑到她的耳旁 低声说了句话 我怕吸了灯烛 室内明目 便看不见良人了 黑夫显示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好啊 她勃然起身 盯着一脸无辜的少女 看着她满是促暇的眼睛 娇好的面容 修长的脖颈 还有姿意下 鲜细的腰肢 黑夫气不打一处来 也不吹灯了 将床塔帷幕一拉 一推她柔弱的肩膀 按在榻上 她手下虽然温柔 口中的话语 却十分凶狠 竟敢笑话为肤色黑啊 我今天便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的黑 新婚夜 清房的灯 一直亮到了天明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星番 演播 文远大V 第266集 我恐怕 不能陪你去游香山 观湘君 湘夫人之庙了 秦始皇27年1月下旬 安禄家宅内 黑夫扶着妻子的手 面露愧色 黑夫刚刚新婚燕儿 等到风雪停息 带了婚家 带新佛 会安禄拜见母亲 长兄 他的归来 照例轰动了整个安禄县 如今 俨然成为了大人物的黑夫 受到了上至县令 下到图意的憧憬 想要做他宾客的人 在门外排起了长队 但都被黑夫一一拒绝了 他在安禄表现得很低调 即便要招收宾客 也都让他们去南昌 翻阳等地 为自己经营田斋 看护甘蔗 红糖产业 除此之外 从灵县 还来了不少内士藤的 故隶门人 争相拜见黑夫和黑夫人 内士藤 做过七八年的南郡守 留下的影响是巨大的 黑夫先前 只在各地兴进的军工贵族里 有些旧部 而现在 与郡县长力 左力也攀上了关系 政治基础十分雄厚 黑夫不想让难得的假期 被应酬充斥 在打发了一些来客 婉拒了太过贵重的礼物后 便计划着与妻子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出下口 南下云梦 洞庭 去著名的景点香山看看 祭拜一下 叶子金很喜欢的湘君 享福人之庙 若是时间足够 在福江而下 去一览 九江庐山的美景 那边黑夫书 可以当导游 但就在他们启程前夕 秦始皇的一纸诏书 让夫妻二人的蜜月旅行 化作了泡影 除为仁妇的叶子金 也有些郁闷 黑夫虽然出身低微 却不粗鄙 加上夫妻生活和谐 二人正是浓情秘义之时 但他还是正色道 故人云 军命昭 不似驾行义 意思是 国君有时召见 喘命一来 不等车架准备好 就急着出门 击付军命 这是礼 两人 还是速速返回咸阳吧 他将素白的手 扶在黑夫的黑爪 笑道 再说了 在何处不一样呢 但陛下此番找我回去 恐怕是要我 随家远行的 黑夫无奈地摇了摇头 没办法 谁让他 看上一个喜欢旅游的皇帝呢 黑夫离开咸阳时 隆西郡守 刚好将一个大好消息 送抵宫中 从咸阳通往领导的池道 郡公了 池道 是秦始皇 系六王宫 金人十二之后 又一个大工程 优先程度 在正在同期的 黎山陵 关中公园之前 这个工程 黑夫是举双手支持的 国家的统治疆域 是受军事交通能力限制的 秦义海内侯 虽然推平了不少官僚 但是许多地方的派官 调兵都需要花费数月 甚至一年半载时间 十分不便 所以 从去年起 秦始皇便要求 郡县修缠道路 将原先泥泞的阳城小道 修成了 能够容数辆马车 并驾而驰的高速公路 当时 黑夫正好提出 五年内推广秦传 立书和纸张的 五年计划 后被秦始皇改为三年 皇帝便将迟到 也列入了三年计划内 要求三年内 必须修好出咸阳 雍城 通隆西 北地郡的西方道 韩古关 经过洛阳 秦阳 陈流 直达岐底海滨的 东方道 出武关 至南郡的 武关道 三道之中 西方道路图最短 路图最少 所以最先修完 所以秦始皇就张罗着 要开始一同天下后 第一次长途旅行 三月份向西巡游 陛下面六国 一天下 统六合 这么大的功绩 当然要在 古都雍城的祖庙中 告一立大先军 之后 可能会继续向西 去秦国起源的西锤 犬秋看看 或许 还会至临头 登长城 远眺域外之地 说到这里 黑夫陷入了沉思中 夫妻回南郡时 与新任的长沙郡位 图遂 也带着数千数族南行 赵驼也在军武中 去年 六月洞庭郡 越人叛乱 长沙郡越人 也不太安分 种种证据 指向了岭南的西欧 南越 还有逃到那边的 楚国移民 这无疑给了皇帝 用兵岭南的理由 修武官 南郡道 又遣屠遂为长沙的郡守 很可能是一场 大规模战争的先兆 但黑夫不希望 秦仓促地对岭南用兵 一旦开战 与他修齐相关的南郡旧部 子弟兵 肯定是首当其冲 在江西已经够难熬的了 远舍岭南 与越人在丛林作战 热带地区异兵一起 不知要死多少人 所以黑夫一直在筹划 如何打消皇帝 争百岳的念头 至少能够多还几年 让旧部好好种几年田 但当了一年进尾之尘后 黑夫也逐渐地摸透了皇帝的性格 直言警戒成功率极低 必须要另想办法才行 这次秦始皇西寻隆西 招黑夫同行 却让他生出了一个主意 冰桃以西的世界 可比武林以南广阔多了 而且距离关中不算远 又有迟到 调兵前将很方便 最重要的是 龙西北地有事 也不可能调遣黑夫的敌系部队北上 我默不如 试一试礼带桃江之气 所以黑夫很希望能够参与到这次西巡 看看有无机会转移皇帝的注意力 他唯一放不下的 便是新婚不久陪他回家的妻子了 对于叶子经 黑夫是十分满意的 他不仅肤白貌美 还是大家闺秀 有不错的文化底蕴 更重要的是 他也是 黑夫来到这时代后 遇上的第一个 不起是他出身的贵族女子 其他女子 听闻黑夫无事 或暗讽 或嫌弃 或妾笑 唯独叶子经当众对他说 当以见功利业为荣 勿以无姓氏为耻 这句话说到了黑夫心里 也让他深深记住了这个小女子 相互尊重 是黑夫找对象的第一前提 婚后回到安路 黑夫也暗暗观察过 叶子经在拜见黑夫 那手足无措的老母时 没有表现出丝毫不敬 虽没有亲自倒水 洗脚那么夸张 但也做到了一个儿媳该做的 举暗其美 还会以浅显的话 与母亲闲聊 对黑夫满手老姐 身上敷浓浮色彩的胸嫂 她也彬彬有礼 还亲自叫黑夫的侄女小月 织布女工 十岁出头的小女孩 满眼惺惺 只觉得这一位重母 就是自己以后想成为的人 这让黑夫松了口气 她虽是穿越而来 但也继承了黑夫的身体和羁绊 对家人十分重视 心腹能够尊敬母亲兄嫂 爱护侄女 是她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也就对小妻子 多了些疼爱 并有些愁愁地说道 我随家细行 短则两月 长则半载 叶子经知道 丈夫是怕才刚成婚 就分离这么久 冷落了她 并笑道 那妾便不回咸阳 就待在安路了 见黑夫有些诧异 她开始掰着手指 抒起了待在安路的好处 妾故乡虽在寒地 但随父亲在南郡待了七八年 早已成了一个男人了 喜食倒饭 喜欢有水的地方 待在安路正好 再者 心阳嘈杂 人心难测 与那些贵妇人往来 每句话都要斟酌再三 与其在都城中 小心翼翼 倒不如留在安路 做一个无人打扰的夫妇自在 她眉宇间 一闪而过的一丝落寞 很快就被憧憬给覆盖了 中春二月 妾可以带着小月 去采摘桃花 制桃花糕 继春三月 雷雨后 去云梦泽边 看彩虹 采香草 制成香囊 寄给良人 梦下四月 又能够随母亲和伯嫂 养禅 知私伯 为良人制衣 黑夫听完 输了口气 尤其如此 父父何求 初为仁府的叶氏女 欲言又止 最后化作了一声 带着微笑的叹息 谁让妾的良人 又丰厚之至呢 妾若是处处置走 那便太不懂事了 虽然叶子经想象中 在安路的生活 应该十分平静才对 但黑夫走后第五日 他正在带着小月石子 却听到宅外 传来了阵阵呼喊 出了何事 叶子经皱起眉 让女婢出去看看 从咸阳夜宅带来的老父母 便迎着脸走进来 凑到了耳边 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夫人 外面来了一个女子 不住地哭好 他为何哭好 可问清楚了 叶子经还以为 是黑夫旧部的家眷 来喊冤 父母欲言又止 叶子经了然 便让侍女将小月带出去 面容严肃起来 双手放在膝上 让父母说清楚 父母咬着牙道 夫人 那夫人还牵着一个黑小子 说是有树长与他所生之子 秦始皇27年2月初 安禄县与原怒接到了一起报案 自告者是本县天左立钟 钟虽然爵位职务不高 却是本县第一毫强 又树长黑夫的兄长 怒不敢怠慢 立刻亲自接待了他 钟已经年过三旬 过去的他 是个黑瘦的农夫 近些年富贵后 面色圆润了不少 但衣着依然简朴 一身麻衣 虽然黑夫名望显赫 冠绝安禄 可钟一直很低调 老老实实在县寺上班 兢兢业业的巡查农事 有时甚至会光着脚 扛着锄头 下地给百姓掩饰 关中那边传来的深耕之法 就是这么一个老实人 很难想象 他会卷进一场官司里 更别说作为原告了 被怒邀请上堂后 钟道明了此行的原委 什么 竟然有人诈称 幼树长之外父 奸生子 怒听完之后 十分震惊 外父 便是古代的小三 奸生子 便是情侣中 对非婚生子的称呼 因为未婚通奸 本就是不被官府提倡的 所以奸生子地位很低 没有身份继承权 好一点的被父亲承认 可能混到一点财产 差些的 在家中与仆役无异 尽管秦始皇历法打击通奸 但南郡的奸生子 仍然是层出不穷 毕竟 京楚云梦之地自古就有这种传统 比如五百年前 楚国若傲氏的贵族窦伯比和云国宫女 私通生子 为了遮掩这丑事 就将婴孩 遗弃在了云梦则中 被母虎扶养 为之一辱 贱人亦不未必 云子一位神物 便带回云国 命妻女扶养 取名叫斗骨羽图 意思是老虎俘虏之子 所以南郡官吏在外面有外父 实属正常 但怒却不相信黑夫会做这种事 多年前 幼书长任胡阳亭长 我危险于令使 常与他往来 深知幼书长 只爱于壮士兮兮游乐 不尽女色 遇上街巷试色 有女子调笑引诱 也目不挟实 这两年间 修说是外父 连女律都不曾去过一次 可不是吗 忠说道 不过那女子 自称是九将军豫章人 在军事中为绩 三年前 我重帝南征途经寻仰 曾招他侍寝 这 弄这下不好判断了 军中是最寂寞的 秦军数十万人争处 打了两年才完全灭亡楚国 结果这两年间 楚帝便如雨后春笋般 出来了许多奸生子 都是秦军兵族 在当地留下的种子 至于那些处女 是自怨还是被迫 便不得而知了 中探气道 众帝也从未与无等提及此事 但那女子将时间 地点都一一地说出 甚至连众帝当时的爵位 职权都没有错 家母一直想让众帝有子嗣 听了这些后 又看那三岁孩童色黑 与众帝少时 还有几分相似 便信以为真 老人家总是容易清醒 而且还觉得子孙多多益善 有个外父所生之子也没什么 可大父却不这么认为 好在我那弟父 只问了一句话 便让那女子露出了破绽 说到这里 连钟都不由佩服 自家弟父的冷静理智 换了一般的妇人 肯定会度一大发 他却只是冷冷地问了那女子一句 你说他与你数次同情 是派人招你去大帐 还是自己钻女驴窝棚 女子说 那人是夜里自己来的 他也曾发问 但自称别不司马黑夫 那个人说自己身份高贵 直接招他去大帐不太好 所以一装而来 其实啊 叶子经当时心里也有些拿不准 在归为之乐时 他家良人虽自称 之前从未碰过女子 但子经却有些不幸 良人手段娴熟 除了新婚业较为怜惜他 浅尝辙之外 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总要求自己做些修人的姿势 恐是一个风流场的老手 虽然没有听说有什么劣迹 但是肯定有过不少女人 不然哪里这么熟练 虽然有嫌疑 但从这妇人所述经过里 叶子经也料定 此事八成是假的 她事后可付钱了 叶子经又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女子犹豫了片刻 说未曾 只给了她一块麻布做衣裳 次日就随大军离开 要无音讯了 不过 她却一直记着这件事 之后几个月都没有与人同房 直到有了身孕 一直在江边挺着肚子翘首一盼 但那声称 休战后就来接她的军官 再也没有出现过 女子诞下婴孩后 独自抚养了两年 多方打听 这才想办法搞到了燕船 乘上黑夫安排在下口 九江之间 免费运送兵族家眷的船舶 来到了安路 听到这里啊 母亲与我便知道 这等混账事 绝非重地所为 钟顺便递上了证据 是一卷竹简 及一本麻纸的现装书 这是黑夫星捣鼓出来的东西 过去一本书 要分许多卷 但如今 直接编成一本即可 奴劫过后 却见上面赫然用立书写着 难征进 再看里面的字迹 十分娟秀 像是女子所书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历 作者 七月星番 演播 文远大V 第267集 是我重地南征豫章时所书的 记录每日行军布阵 风土人情 以及做了和事 帝父 为他腾巢在纸上 而对应女子说 黑肤钻进他窝棚的那夜 虽然地点都是在寻阳 但陈年竹简和纸书上 却赫然记着 周过九江周竹 行卫十里 乎风云腾涌 波浪大作 急急揽于寻阳 事业 素于此意 登楼船 访五百主兆佗 与之谈指深夜 素于船上 四日 复开记 随行 这样一来便对不上了 虽然那女子矢口否认 说自己记错了具体是哪一天 但黑肤记得清清楚楚 他在寻阳只待了一夜 谎言便不攻自破了 事后啊 女子也老实交代了 他其实早就猜到 那天来夜宿的军官是信口吹牛 冒充黑肤 根本不可能是别不司马 这样的大官 但他还是带了万分之一的期望 邪子渡将而来 家母连之 本想收留这对母子 但弟父却不同意 中初见叶子金时 只以为他是性格温和的 大家闺秀 说话做事轻声细语 可今天他却展现了 自己的强势 他说 若此女真是良人外父 此子真是良人之子 我自当妥善安置 以家柔美食养之 事如己出 但笔贝 只是心存侥幸的伪诈之徒 若心软收留 风言风语 空会传遍安禄 传遍南郡 乡里毕民 多是喜好热闹之徒 宁性其有 假的到他们口中 也会变成真的 这话呀 句句都在理上 于是 中的母亲便退了一步 说不留就不留吧 也别怪这个可怜女人了 给她点盘缠 让她回巡洋去吧 叶子金仍不同意 她坐一置地 声音温和 态度却十分坚决 母亲 赏不劝 为之止善 罚不成 为之纵恶 这女子虽可怜 做的 却是违法之举 若给她牵薄 放她离开 且不说 我家犯了 包庇淫恶之罪 现人见此女得利 恐怕过些时日 怀抱孩童 来冒称良人之子的女人 要踏破门槛了 少女给出了 唯一的解决办法 拒旧报官 请官府 理清此案 然后 将女子发回 原籍审理 定要找到 那个冒充良人 欠下风流债的恶托 虽然情侣严苛 但 坐监犯科之徒 仍然不少 冒充诈骗 也是有发生 比如 数年前 闹出很大影响的 南洋学士弟子 冒充冯穆泽之子 骗取钱薄一事 南征大军良幼不齐 不排除有军官 在女旅里冒充上司 那个冒充黑服的军力 才是万恶之源 必须抓住严惩 如此 方能够让此事平息 这便是忠 今日破天荒 来做原告的原由 哎呀 幼书长夫人 真不愧是军手之女 行事由叶军手余威啊 怒赞叹不已 觉得这位夫人 是真的惹不起 忠也点头同意 带着那哭哭啼啼的女子 来到县寺前 她也曾担心地问帝父 我家如此做 虽践行了律令 但如此对待孤儿寡母 会不会被县人认为不仁呢 叶子金却有她的道理 伯兄 君子爱人也以德 小人之爱人也以孤心 我认为 当行君子之爱 悟行小人之恋 再说了 设船舶 开堂房 想父母 养子弟 我家在暗路所时的人 得已足够了 暗路人也十分爱戴我家 但 妾 妾以为 还缺了一点东西 缺了什么 钟问道 不知不觉 黑夫不在时 他们家已经以 叶子金为主心骨了 出为人妇的少女 没了在黑夫面前的乖巧听话 笑容中竟然隐隐地有的威势 敬畏之心 就在黑夫被妻子洗清了养外妇 兼生子嫌疑之际 千里之外的似水郡佩衔 似水亭旁的李驴钟 大胡子刘继 将一个顺眼惺忪的婴孩 高高举起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呀呀呀呀 这鼻子 这额头 哎呦 与我一模一样啊 真的是我的种啊 面色苍白 满头是汗的草寡妇 虚弱地 躺在破漏的草席上 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她已经开始憧憬 嫁给刘继后 被人尊称为一声 亭长夫人 但她的笑容 很快就凝固了 刘继逗弄完 取名为肥的婴孩后 一低头 竟然理智气壮地 对曹寡妇说了一句话 哎 我承认 此子是我的 每月会送两淡素 来养婚你们母子 但我不能娶你 她不要脸地说道 我正妻啊 是要娶一个龟秀淑女的 你只能做我的外父 曹寡妇顿时变了颜色 气得抓起了一个石块 朝着刘继扔去 骂道 刘继 你个天杀的 昔日浪荡游子 今日斗食小力 无钱无宅 还想去明白淑女 我呸 她抱起了刘肥 哭道 乃姆 也不稀罕你养 这娃 也不是你的 是我与凌家邪将所生 你滚吧 刘继连忙躲开 抛出门后 还伸头进来 嬉皮笑脸地说道 哎 曹寺啊 我事先只答应养你 可没答应娶你啊 大丈夫言而必行 你且等着 我现在便将这月的粮食挑来 秦始皇二十七年三月 黑夫并不知道发生在家乡的破事 他正跟随着秦始皇的御驾 沿着迟道出咸阳 一路向西 即便以黑夫一个后世人的眼光来看 这条高速公路也是极其夸张的 尤其是出咸阳西门十里内 道路宽达五十步 能够容纳十辆马车并行 每隔三掌就中了一株笔制的青松 道路以黄土为基 用碎石子夯住后始 路中间为贡皇帝出巡的专用通道 在两侧为官道 最边上才是百姓车马行人行走的区域 光是这条道路便极尽奢华 按照黑夫的猜想 大概是想让西方的义渠 枪敌部落军长前来朝见时 还没有进咸阳 就会被这条宽敞如广场的道路震惊 出咸阳时里 之母亭后 道路宽度好歹收缩了些 但亦十分宽敞平坦 能够与后世的乡镇道路媲美 不用再担任素卫之职的少府成黑夫 便能够靠在车鱼上打着瞌睡 舒舒服服的去到清国故都雍城 永底家卫水南北岸 卧野百里正是周文王武王的赵姬王际之地 诗经里称颂为 周元武武警察如仪 只可惜 周人老早便将这块土地丢给了犬容 跑到了安全的成州苟延残喘 并承诺 犬容武道 倾夺我宗周齐峰之地 有诸侯庆大夫能够驱逐犬容 极有其地 一只名为秦的盈省之四 为了这个承诺 连续数代人不顾死亡 他们抛头颅洒热血 一尺一寸恢复了 齐山附近的周元之地 驱逐了群容 对于这块再也无法掌握的土地 周王室退宪承诺 大手一挥送给了秦仁 秦仁随在此建立城池 到秦德宫时 从偏远的西垂老家迁徙过来 建立了他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都城 雍 至今已经二十六代人了 雍城的规划十分有特点 典型的老秦风格 直来直去 横是横 树是树 四平八文 造型古朴的建筑物 映衬着周遭的黄土园 显得有些陈旧 没有咸阳的朝气 秦始皇却很喜欢这座城市 因为这里是他出掌大权的地方 自那以后 他便明白 权力与他 便如同尝到了心血滋味的恶交 所以 皇帝在前往秦木宫等先君之庙拜祭后 没有选择祖先们常驻的大正宫 而是入宿位于城南黄土园上的齐年宫 这宫殿也有些年头了 三百年前的秦桧宫时 便修建了 后经几度翻新 他占地近千亩 庭院二十余座 房屋楼阁十亭高台六百余间 暗局引入雍水而成大池 蜿蜒丘临庭院之间 正之初下 陵木匆匆花草茂盛 但黑夫注意到 这里的宫墙规制 全然以战士的标准修建 兼顾如要塞一般 而城墙之上 还有些金铁火燎的痕迹 那是十八年前一场叛乱留下的 事业 皇帝在七年宫内摆开宴席 除了随行的群臣外 还邀请了许多当年参与了 七年宫之变的有功人士道场 既然是宴请故人救勋 作为新贵 黑夫便只能陪坐殿尾墨席 不过 平日里十分低调的中车府令赵高 这次却被皇帝招招手 换到了靠前的位置 皇帝故地重游 有些感慨 他举斩道 朕记得 那是四月份 朕二十二岁 夙于庸城 行官礼 待见 燃奸贼落矮 经交针遇袭 发现足迹卫族 观旗 荣敌军功 舍人 御功齐年功为乱 他一匕首 指着低眉顺目的赵高道 是当时的狼卫赵高 惊绝此事 连夜入宫禀报 朕才能够提前准备 抢先发兵 平顶攀乱 此乃陛下 受浩天避火 下沉 岂敢鞠躬 赵高 惩慌惩恐 皇帝却不让他鞠躬 令李官赐酒 赵高一饮而尽候 鸡手在地 剔泪满面 这演技真好啊 黑副在殿尾看到这一幕 嘖嘖称奇 七年功之变 这就是赵高最大的政治资历了吧 黑副暗想动 随其一摆指头 算了算 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 七年功之变的功臣 昌文君早死 昌平君雄起 将军桓乙 司马樊于七 先后叛国 他们的名字 成了禁词 皇帝不允许任何人提及 唯独赵高屹立不倒 爵位和职务虽不高 却一直受到秦始皇的信任 黑副突然有一个大胆的念头 等一下 雄起 桓乙 樊于七 这三个倒霉鬼 接二连三叛变 虽然都有自己的理由 但也太整齐了吧 不会都是中了赵高的套 才走上了不归路的吧 这么一算 这次的城府和心机 还真是恐怖 黑副已经把对赵高的警惕 提到了最高 黑副在那里思索 秦始皇却开始了回应 极有日那天 卓王冠的自己 带长剑立于宫阙之上 傲视被伏击而措手不及的 烙矮叛军 辽远澄澈的蓝天之下 一柱粗大的狼烟 端直从齐年宫升起 号令故独的忠幸之士 齐聚王旗之下 绞杀叛军 在雍城数万军民协力下 战斗结束 烙矮败走 秦始皇便发足攻矮 战贤阳 斩首数百 乱随平 那是在母后 烙矮 吕不为阴影下 憋去了九年的秦始皇 第一次扬眉吐气的胜利 但胜利之后 秦始皇也冒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除了左翼杰 中大夫令旗等 烙矮党羽外 掌管咸阳兵权的魏魏杰 还有负责关中防务的内侍四 竟然都卷入了叛乱 被迁连处罚的烙矮党羽 也有四千余家 若非齐年宫的胜利 秦始皇别说一统天下 恐怕早就被劫持为傀儡 或者施杀了 所以 执此海内皈依之际 当日为平叛出力的宗室父老 必须要厚赏 孟 西 白 三宫 秦始皇令赞者再度制酒 将酒斩送到了 坐与上席的三位老者处 黑服竖起了耳朵 这三族乃是秦国 朔国仅存的老士族了 孟族的先祖 是穆宫史的名臣 百里西之子孟明史 西白二族的祖先 分别是百里西同时期的 名臣锦叔的两个儿子 西起树和白衣炳 三将曾一起进宫禁国 屡战屡败 却又被秦穆宽 屡败屡战 最后称功学耻 皇帝赐酒 三老连忙颤颤巍巍的起身 秦始皇令他们免礼 说道 三世自先军目攻后 便世代居于眉险 至今四百余年 一直攻中护国 虽然商鞅出行变法那几年 三族没少反对 但到头来 本就世代上武的他们 却适应了军功决体制 虽然族中没有高官名将 却为秦国贡献了不少中层军官 尤其是在齐年宫之便时 观察到齐年宫的狼烟后 三族立刻发动了举足之兵救驾 之后又作为主力 反攻逃回咸阳的烙矮集团 不过在平定叛乱后 一直以来都十分排外的孟希白三族 便与关中军功贵族 宗室大臣们一起 向秦始皇提出了一个要求 逐客 他们认为 秦国一切的问题 都是诸侯来客造成的 把他们统统赶跑 让老秦人掌权便能够一心对外 秦始皇靠宗室大臣平定叛乱 当时的政治局势下 只能行此下策 但此事被李斯一篇建筑客书阻止 李斯 昌平军和昌文军 往晚被秦始皇启用 靠他们来平衡本土势力 刚刚抬头的本土势力 再度沉寂下去 无等流血流汗平了叛乱 但在咸阳掌权的 还是那些关东来的诸侯可卿 孟 西白的子弟对此颇有怨言 但都被族长压了下去 军意难测 从秦小宫时 为行变法牺牲他们三族的利器 三族便明白了这个道理 但有什么办法呢 几世代人忠于秦国 恩恥荣辱都得要默默承受 但今日 三老被招致上席 获皇帝赐酒 想到秦国历代新军 一统天下的大院已经实现 看到皇帝没有忘记 他们昔日的功劳 三老不由新潮澎湃 在略加犹豫后 壮胆向秦始皇提出了一个请求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新翻 演播 文远大V 第268集 孟氏族长道 九九五福 社稷干城 臣等忠于军 忠于国 都是分内的事 岂敢鞠躬啊 西氏族长接嘴 但今日 老朽们 只有一件事 想要恳求陛下 白氏族长 负责最后的敬言 还望陛下 勿要再让子弟 去江南种地驻军 让他们 留在关系吧 三位族长所说的 便是一月份时 魏徒虽 赵驼率军南下 去驻守长沙 苍吾一事 前年和去年 发生在彭黎泽 镇泽的水谷病 已经人尽皆知 在黑福解释了 血溪虫的致病原理后 顿时引发了 北方人的恐慌 在他们眼中 长江以南 都是可怕的地方 那里森林密布 毒蛇如草一样 从击 听说 每逢下秋 浇花落石 杖烟大起 水中血溪虫滋生 涉水之人 如涉滚汤 十死二三 而且还有黑尺 凋体的蛮人 杀人食肉 把骨头磨成浆子 做将 总之啊 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身体健庄的丈夫去了 也会早早夭折 如今 水谷病被证实 这些传说 更是实锤了 带着对南方气候的恐惧 梦 西 白 对魏徒虽 贞观中子弟 南下一时 十分抵触 又从一些沟渠得知 明年 皇帝可能还会 争调更多兵族 去长沙 豫章 便乘此机会 向皇帝抱怨 希望他停止 向江南调兵遣将 秦始皇守持经尊 默然不语 南征白月之地 是他在一统天下 车同轨 书同闻吼 找到的新目标之一 他幽容 孟西白三族 但这并不意味着 可以容许他们 与国策相悖 但皇帝 没有直接发表 自己的意见 他扫视殿内群臣 笑道 孟西白三公 请罢江南之术 朱青以为呢 他扫视殿内诛人 尤其看向了 最末尾 若有所思的黑夫 烧府城黑夫 你是在座众人中 唯一去过江南 到过立门 武岭 吉南之地的人 你以为如何呀 皇帝当堂发问 黑夫一个机灵 立刻起身 走到殿中作义 孟西白三族长老 不认识这位年轻的新鬼 向旁边的人交头接耳询问 得知他就是南征御章 开地千里 并做出了黑夫纸的人 不由恍然大悟 随即又忧心忡忡 江南之术有此人时 他恐怕是极力支持此举的 孟西白三位族长猜错了 黑夫不反对移民 充实豫章 长沙 却反对更进一步 越过武岭 南征百越 步子太大 是会扯到蛋的 黑夫模糊记得 历史上秦军南征 似乎是发动了五十万大军 打了好几年长 损失惨重 才拿下梁国 就算没有这份记忆 亲自去武岭地区走一趟后 黑夫也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南征北越是一个大坑 并不在于百越有多强大 南越 西欧 敏越 至多进入城邦国家阶段 小异聚居 杂畜于丛林 人口也不算多 兵器装备更落后于中原 对外来者最大的阻碍是气候 虽然北方人对南方满是胀气 独虫的想象有些夸张 但这年头的岭南地区 确实不宜生存 不但是这时代很难找到根治之法的血腥虫病 还有许多热带病如瘧疾等等待着秦军 以前年后的唐代 梁广尚且是中原人潭湖色变的流氓之地 公元前两百多年 在交通后勤准备不足的情况下 跑去征服 损兵折将是肯定的 而且最先死的 肯定是充当前锋的豫章驻军 黑府的旧部门 小桃 东门报 利贤 还有三千南军子弟兵 黑府不希望让亲友嫡系去送死 他认为南征还不是时候 至少不是现在 可他也不能完全实话实说 因为种种迹象表明 秦始皇已将岭南地区作为下一个军事目标的 想要让陛下改变主意 真是跟登天一样难 而且秦始皇这时候 将球抛给黑夫 意思太明显了 顺着朕的意思 喊666就行了 于是 黑夫斟酌一番后 说道 臣以为 江南之术 不可罢演 蒙 西 白三老 吹胡子瞪眼 秦始皇 则露出了一次笑 黑夫阐述理由 臣 奉陛下之命 去守藏室观书 故知 先君惠文王室 将军司马错 与张丞相争论 是先灭巴蜀 还是先罚寒 司马将军言 富国者 勿广其地 臣 深以为然 臣在请住南昌城时 便说过 江南楚越之地 物产丰饶 然地广人兮 而三境 淮汉之地 正好相反 地小人重 田亩不足 若能够移三境 淮汉 前手豪掌 填江南御章 长沙之地 便可以 烧林开荒 修筑城池 时庸时贺 时亩时吉 使之 以牛羹堆肥 代替刀羹火种 炎热之地 盗作一年两熟 数代之后 江南必成粮仓 如南郡淮南一样 富饶 不但能使当地 无动恶之人 甚至能够像 巴蜀之素 授予咸阳一般 反捕中国 而南方的西角 巷尺 香木 也能够源源不断地 运入关中 故 陛下派士族 树江南 填长沙 豫章之举 同惠文王 开巴蜀一般 功力前秋 秦始皇对黑夫的回答 十分满意 清言甚善 此乃功力前秋之策 他随即看向了 孟 西 白三族族长 意味深长地说道 君法有云 唯将忘家 于盈忘青 三世乃是四百年士族 考虑四家子弟 安慰无可厚非 但朕 乃天下之主 不得不忘青 忘家 为全局 和长远考虑 孟西白三族族长 有些委屈 却都那那不敢言 朝野之中 已经没有人 敢公然反对 秦始皇决定的国策了 店内众人 唯独赵高敏锐的发现 方才黑夫说道 向江南派兵移民时 说了中原 淮南 却唯独没有提及 与孟 西 白 息息相关的关系 黑夫啊黑夫 你到底想说什么 赵高觉得 黑夫肯定有 未尽之言 不出他所料 黑夫再败道 陛下 臣还未说完 所有人目光 再度集中到 黑夫身上 却听他道 开荒 耕耕耘 收获 乃四季之事 非一朝一夕可成 千亿民众 修筑成意 拓宽道路 乃数年十年之事 非一年半载可成 故臣以为 昌大南疆 可作为长远之策 缓缓而行 但眼下 有些地方 若能够开拓 却能够迅速获利 哦 是什么地方 黑夫投情 始皇所好 已极力说之 皇帝果然没有反感 让他说下去 黑夫抬头道 所谓关西 与关东相对 乃韩谷关以西区域 这是秦的中书 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区域 哪里还有什么 能够开拓的地方 黑夫此言 让殿内群臣 哑然失晓 同样陪伴秦始皇 出巡至雍的内侍藤 轻咳一声 出面斥责女婿道 哼哼 少不成 那是同样地乏人种 陵墓环绕的 魏南武院之地 为了安置山东 十二万户移民 也已开辟了不少 建立了十余个诚意 你说开拓关系 难道还要陛下 将仅剩的皇室陵院 也开放不成吗 夏立并非此意 黑夫早就跟老丈人通过气 此刻便一唱一鹤起来 关系之地 可不只是内侍 还有龙溪 北地 上郡三处 同样是地广人兮 与其使 孟 溪 白等关系子弟 千里迢迢 赴水土不服的江南 何不适其 究竟囤守三郡 他说完后 看着孟 溪 白三世笑道 方才三公也说 只要子弟 流于关系便可吧 不知三世子弟 可怨去三郡了 三郡 皆破尽荣敌 休息战备 高尚气力 以涉猎为先 过秦师多车马 填列之事 相比于遥远而可怕的江南 龙溪 北地 上郡 相当于 只在家门口了 孟 溪白三郎 连连点头 无等关系之人 宁赴龙溪 北地 也不愿 远赴江淮 黑夫又朝着 秦始皇拜道 臣 请言其力 皇帝虽然没有料到 生于南方 长于南方的黑夫 会忽然说起 开发三郡的事 有些意外 但还是汉手道 可 此举有两例 一例长远 一例近破 义渠 白狄 虽早已灭亡 但三郡 仍有许多戎敌 与编户齐名杂楚 其事未惜 如今天下一统 关系复兴之内 仍有隐患 不可不置眼 黑夫说这话 是有依据的 义渠国 可是秦的大敌 两百年前 义渠王发大兵攻秦 从京北 职攻到渭南 后来 义渠还参与过 六国合纵 在礼伯之战中 击败秦军 最后 是靠了姨太后 以女色幼之 才将义渠军 杀死在甘泉山 义渠故地 也变成了北地军 义渠灭国后 义渠容忍 却未消失 其贵族 或以公孙为始 或以义渠为始 相由贵族权力 称之为 戎敌军功 活跃在北地 上郡 隆西 当年秦年功之变 老矮便勾结了部分 戎敌军功为乱 事后 秦始皇拆散了一些部落 并通过移民通婚 同化了不少义渠人 但三郡未编户的戎人 仍占了人口三分之一 他们半耕半木 以皮毛充当赋水 作为骑兵 加入秦军作战 对统一战争也有贡献 黑夫回到咸阳后 是找学霸张仓 好好地补了补课的 有了这些案例作为依据 他的提议显得顺理成章 如今天下一统 陈以为 可分山东移民 宗室子弟田枝 使戎敌 剑木划风 此乃长远之力 秦始皇微微沉吟 又道 那静魄之力 又是什么 黑夫道 我在咸阳时 曾听荣商乌世言说起过 龙溪 北地以西 由河西地 越市 低腔居之 上郡以北 由河南 河套地 白阳 匈奴居之 这三处地广鸣西 水草一畜木 古 河西 河套之处 为天下饶 巫氏每年 勾进的大量牲畜 便是从各部所得 这是秦始皇 让巫氏裸兄弟 做了十多年的生意 秦国推广牛羹 悠悠车万成 骑数万 对牛马需求量很大 光靠中原的续养 远远不够 必须要从塞外补充 又闻 诸步鸣风彪悍 儿童即能骑阳 隐功射击鸟鼠 稍微长大 就能够射击糊涂 成年男子 都能够拉开强弓 披挂甲咒 骑成战马 来去如风 其习俗 平常无战事时 则随意游牧 以涉猎飞轻走兽为职业 行事紧急时 则人人练习攻占本领 以便倾袭掠夺 这是他们的天性 如恶狼一般 过美风秋冬至尽 这些戎敌诸部 便越过界限 侵扰边军 烧杀抢掠 夺走人口 先军昭王时 为了防止匈奴等部 南下截略滋扰 专心东向一统天下 便在三郡 驻长城以巨湖 殿内群臣 频频点头 秦国西北边疆还好 燕赵两国 更是饱受侵扰 不过 燕打败了东湖 拓地千里 赵国也以礼目 大败匈奴 两国也和秦一样 为了专注征雄中原 在边军修了长城 如今四海归一 依臣看来 陛下不但是中原之主 亦是满以八荒之主 我大秦兵强马重 不必在守于长城之内 而可以向外开拓 既能够报百年屡遭劫掠之苦 又可以直接夺取河西 河南 河套草场 多其牲畜十数万头 此乃急迫之力 若是能够牢牢占据三地 则塞北续牛马 江南有速到 也能够互为补义 说完这些后 见皇帝仍然没有表态 黑佛便再接再厉道 陈文 求牧之常者 必顾其根本 欲留之原者 必俊其全原 根不顾而求牧之常 缘不深而忘书之远 陈虽下鱼 知其不可 而旷于明哲乎 以明充实关西三军 此乃巩固关中的根本之法 出境扫平诸部 此乃开源之举 复国者 勿广其地 开江南武岭之地是广 拓西北胡荣之地也是广 但一远一静 一缓一破 一为根本 一为之末 臣 窃已为 当先西北 而后岭南 下沉一时余见 还望陛下查之 多谢富翁之典 不然 黑夫哪能知道 那么多的国朝典国 秦年公职以后 出了大殿 黑夫追上了内侍腾 向他道谢 内侍腾看向自己的女婿 摸着胡须道 是你自己想出的主意 我只是稍加不易 话虽如此 但黑夫知道 若自己不与内侍腾通气 交上的答卷 顶多能得个七十分 叶腾教了他一些措辞 和国朝典故 说服力强了很多 起码有九十分 他按道 我当时的意思是 老丈人可以凭 内侍的身份献策 身为内侍 提出巩固关系的提议 顺利成章 但他却让我 自己找机会先言 这是在替我铺路吗 内侍腾知道自己身为韩人 却投情灭韩 被韩人恨之入骨 在朝中唯一贫瘠的 就是皇帝的信众 一旦这点异仗没了 叶氏的下场 恐怕会很惨 他没有儿子 只有一个独女 族人中虽有几个侄儿 但都是无才之辈 如此一来 作为半子的女婿黑夫 变成了家族未来 唯一的指望 正是看中了黑夫 冉冉升起的前例 叶藤才毫不犹豫地 应下了这桩婚事 他有在南军 积累多年的政治基础 而黑夫拥有无限的未来 双方简直一拍即合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星番 演播 文远大V 第二百六十九集 现在 他越发觉得 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黑夫曾提出 在彭丽泽以南 涉谕张郡 建南长城 以便昌大南疆 这只算 宜郡之策 但随驾西行期间 黑夫找到内侍藤 提出 故本设想 已称得上 谋国之策了 不过 秦始皇还是老习惯 没有当场同意 而是让诸臣下来后 尚书表达自己的看法 还发了一份 赵领会咸阳 让丞相 御史大夫 廷尉等 也参加议论 毕竟是国策呀 一旦确定 勇响甚大 所以 黑夫有些拿不准 回到居所后 他又拜访了叶藤 与他相对而坐 问道 傅文以为 陛下 是否会同意此策 叶藤道 你用陛下喜欢极力说之 所言之事 要正好切中要害 陛下不会生出反感来 至于是否会同意 陛下 一般会考虑两件事 其一 是陛下之欲 一旦决定某件事 便会坐下去 坐完为止 其二 便是朝中诸臣的看法 接下来 叶藤展现他老政客的厉害之处 帮黑夫一一地分析了 朝中哪些大臣会支持此策 最拥护自策的 当属 蒙 西 白等 老秦氏族 对这些本土势力而言 皇帝的国策中心 已经偏离关系很久了 兼并六国也就算了 但打完六国 却又要调自家子弟 去遥远炎热的南方 他们感到无法理解 却又不敢反抗 只能不情不愿地上路 可现如今 本来第一位树江南的将领黑夫 却叛离了本就没多少人支持的南静派 转而提倡西静 先巩固陨西 北地 上郡 再出长城 开拓荣湖之地 对关系情人来说 这些地方就跟家门口一样 风土人情都能习惯 比去江南墙多了 而且 一旦西静定为国策 子弟们也有机会 利用熟悉的车骑公马立功 所以 方才在殿上 孟西白三老拼命地复议 看黑夫的眼神 也变得极其和善 孟氏族长甚至还打听 他是否成婚了 听说娶了内侍之女 才信心而走 但凡边疆行兵 必求两脚 第二批可能支持黑夫的大臣 便是边疆了 叶唐道 龙西郡位李信 听说自从第一次发出丧尸辱国后 便郁郁寡欢 三十多岁年纪 头发却全白了 虽然在灭烟 骑使立了战功 但已是上亿 被赶到了龙西手边 他恐怕是最支持 对河西用兵的人 还有 曾在上郡待了三年的蒙田 灭袋时 曾率上郡敌旗至燕门 与支持代国的匈奴禅与对质 已与紫荆回南郡期节 他也曾上书提议 在上郡北边 与匈奴争夺河南地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两人都会上书复义 黑夫汉手 李信也就罢了 蒙田的话 历史上 秦北伐匈奴 他便是主将 只是目前秦始皇 对北方用兵兴趣还不大 蒙田坐着少府少监的职位 负责一度两横等事 黑夫笑道 富翁也会上书支持吗 这是自然 叶藤理所当然地说道 老夫若是南郡守 必定支持南京 树江南 争百岳 但老夫如今是内使 南方与我无赦 反倒是巩固关中 开拓三郡边外 筹集粮食 争调兵族 我便多了许多用武之地 从内使 进而成为九卿 甚至一溃玉使 丞相之位 就靠未来数年了 黑夫了然 老丈人还真是利益至上者 不过 他仍有一点担忧 欲言又止 叶藤看出黑夫的想法 自嘲道 我若是为了避嫌 而故意提出反对 反而太过刻意了 陛下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我的关系 朝中何人不知 何人不晓 倒不如光明正大 行的是阳谋 谋的是国之大力 谁能说半点不是 不管怎样 朝中明显是支持西境的大臣较多 光是于情商看 这件事已经稳了 这时候 叶藤觉得 但也别高兴太早 我却是知道一人 必反对此事 至少会反对争何悉 哦 谁人 黑夫问 叶藤却笑着卖了个关子 天下兮兮皆为历来 天下嚷嚷皆为历望 你觉得是谁啊 黑夫恍然 逼声道 父王指的是 乌世罗 乌世罗言 晴雨珠腔 越是 一向和睦 何必无故乏之 每年一丝博弈牛马 与众原有大力 十天后 七年宫内 放下手中的走书 青世皇摇了摇头 边平道 果然呐 再大的伤骨 也还是伤骨 眼中只有眼前的迎头小力 乌世罗 不如桃珠原意 他转而看向 福在案前替自己草逆赵书 十天来 没有对七年宫之夜 发表任何意见的 中车扶令赵高 赵高 你以为如何 赵高笑道 小臣不敢越职望远正式 皇帝板下脸 黑幅是少府城 有了朕允许 他也能够进言献策 你为何不能啊 赵高 连忙请皇帝恕罪 随后道 呃 陈以为 少府城之言 称得上是老臣谋国 有理有据 真不像是一位二十余岁的年轻人 能够说出来的 再想到他的出身 臣 就更惊异了 秦始皇听出了赵高的魏敬之言 却不以为意 黑幅虽不以文章见长 但他底子却也不差 他指着按上那本厚厚的 马纸献装书道 这次回咸阳 黑幅献上了修订过的南征纪 全书记了三百余天 实属蜿蜒 虽文字简朴 却着实不应 全靠此书 朕才能知晓江南的风土人情啊 再者 从一尊号时起 黑幅便没少往御师傅藏尸跑 还与住下使张仓为由 耳濡目染 一年下来 说话竟也能够迎经据点了 朕问他为何能够如此 他回道 上次封建 郡县之意 陛下令臣去翻书 臣月后方知 属侯三叛之事 自残无知 只能够奋发上进 随后 清世皇指着赵高道 说起来啊 此子的好学上进之心 倒有点想清 十余年前 我说清字筹 清遍日夜练字 不知寒数 竟成了朝中前三甲的书法大家 赵高笑道 原来如此 假以时日 陛下 恐怕又要多一位博士了 皇帝却摇头 文物全才之事 去做无用的博士 岂不浪费了 喂 尚富城 可是有封侯之志的 赵高嘴上笑着 微微应诺 心中却更加忌惮黑肤 是啊 同他一样出身低微 同他一样 善于揣摩地心 同他一样 颇有上进心 但不同的是 黑肤有扎实的军功 有兴起的想法 还有让皇帝称赞的韬略 这都是赵高没有的 才多大年纪 就已经对国策指手画脚了 再过些年 那还了得 想到在陈颖时 黑肤不慎露出的杀意 赵高就不寒而栗 万一赤子真对我有杀心 到他位高权重时 我岂不只能做一代兵 可面对黑肤的提议 赵高却沮丧地发现 真是滴水不漏 开边 吉利 远谋 都是皇帝关心的事情 再加上政治正确的 顾本之策 让人无从纠错 所以他只能顺着皇帝的话 夸了一桶黑肤后 四十五亿地说道 陈只是奇怪 少府陈本是开拓豫章 束手江南的别不思马 简南昌城 清涉豫章军 还曾提议分封子弟去上赶 苍吾 显然是支持南郡的 可为何在成婚回了一趟南郡后 却突然改嫌一辙 认为应当巩固关中 以西拓洪荣之地为先呢 这 不合成理啊 说到这 赵高却又不说了 告罪道 啊 是陈多兴了 还望陛下误怪 虽然只是轻轻点道 但已经够了 这当然不会致命 甚至不会影响这次决策 却能够在陛下心中 埋下一点疑虑的种子 黑腹也是有私心的 并非完全宫中体国 耐心一点 花上几年十年时间 慢慢给种子灌水 发芽 最终也能够长成一株凶狠的藤蔓 可将人活活绞死 想当年 他正是靠了这杀人与无形的手段 让齐年公之变了几位功臣 与陛下离心离德 最终在不同缘由的处罚下 陆续叛国 事后陛下只会觉得 自己有意无意的提醒 是明目时间的表现 秦始皇看了赵高一眼 沉吟片刻 却没有再提及此事 直到赵高要告退前 皇帝才下了一道口谕 后日御驾启程 出隆关 入隆西郡 既然要离开内室地界 内室藤又年事已高 便不必再随家 让他回咸阳去吧 黑夫为傅翁送行驶 内室藤却让黑夫上了自己的马车 随他再走几里 突经雍险东市里的骑山亭 黑夫下车之前 内室藤却突然拉住了他 低声道 陛下此次令我东返 有些不寻常 此次 内室藤结束随家东返咸阳 在黑夫看来没什么问题 可内室藤何许人也 老狐狸立刻嗅到了一丝一样 绿令虽有 郡县长立不得五谷出辖区之境 但随家之事 一般都有始有终 若非咸阳出了什么事 不该临时遣返 此举在我看来 更似是一次敲打和警告 警告 黑夫的前世 毕竟只是个小警察 虽有超越时代的眼光 政治智慧却不见得 比静赢了官场几十年的野藤高 文言威精 富翁的意思是 陛下不认可此策 并非如此 陛下赞赏此策 不则被遣返的就不是老夫 而是你了 内室藤很快就猜到了正洁所在 若我没猜错的话 陛下是对你此番献策的目的 省疑了呀 黑夫道 我的目的 已在情对时 说得明明白白 内室藤却摇了摇头 不对 你当年是争江南豫章的别不思马 踢见南昌城 豫昌大南疆 甚至还向陛下敬言 说上干 苍无之地 可分封弟子 为边侯 在陛下眼里 你当是最该立主南境的臣子 可近来 你却一反常态 认为南境应还 反倒支持起 与你好不相干的西拓来 这出乎了陛下意料 事后定会猜想 你为何有如此转变 所求又是什么 献策前 内室藤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黑夫的高瞻远竹上 忽略了他的目的 如今出了事 黑夫也只能硬着头皮 将事事告知他 不瞒父翁 除了以为此策 的确能够巩固根本 开拓关西边外之地外 我提议南下当缓 西拓当即 还有一些私心 我深知 武岭南越 越人南攻 不怨我的旧部将士 四伤惨重 礼带逃江 祸水吸引吧 内室藤摇头 比那些所谓的正臣 直言净见高明多了 你倒是知道疼爱就不 必备是你的袍泽子的地 在地方上的根基 偏惜爱护 无可厚非 但若让情意胜过离制 反而会成为羁绊 黑夫应诺 莫非陛下察觉了 我这层深意 若陛下对此不满 应会将你某位旧部 从豫章调走 一是警告 而不是拿我来敲打 此事 应也与我有关 沉思半晌后 内室藤忽然哑然失笑 哎呀 陛下不会是以为 你是因为与我家结亲 受了我的知识 才前后不一 朝南暮夕的吧 的确 开拓关系 将给内室藤 带来许多权力 和继续往上升的机会 这本是好事 但在皇帝眼中 这对翁血就有点 借公家之气 为私家牟利之嫌了 而让内室藤结束随家 提前回咸阳去 便是对此举的一点 小小告诫 同时也在暗示黑夫 多一些主见 勿要事事都听从于富翁 这真是意外之祸呀 虽不会对整件事产生影响 黑夫也仍会受到重用 但皇帝对翁血二人的信任 是有一点下跌的 帝王之星真是难测 黑夫感觉有些冤枉和不爽 难怪人常言 半君如半虎 不过 内室藤还没有停止思虑此事 他忽然又道 吴血 你在陛下身边做狼官时 可与陛下在旁的敬臣有怨 富翁的意思是 陛下身边有人敬禅言 他一天醒 黑夫就立刻想到了一个人 中车府令 赵高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星番 演播 文远大V 第二百七十集 因为警示猜测 黑夫再未把赵高的事告知内史藤 回雍县的路上 他一直在闭目思索 姜还是老得辣呀 经内史藤抽丝剥茧 黑夫算是理清了事情的经过 本来是一桩好事 但因为某位在旁敬臣的一句话 让皇帝生疑 但又不想打击黑夫 让外人以为皇帝不认可惜脱 便让内史藤呆受委屈 这敲打不痛不扬 却让黑夫心里很不舒爽 这赵高与为什么仇什么缘 竟下这种拦药 只因为黑夫在尘影时 听闻赵高名号时 震惊之余 多瞪了他一眼 算什么大仇啊 黑夫料想 赵高对他的莫名敌意 还应该有其他理由 之后一尊号使 我的奏数就恰好与他雷同 算是抢了赵高的风头 之后他对我虽一如往常 宫中相遇 也停下了寒暄几句 但总觉得他不怀好意 从赵高的角度来看 大概以为自己在暗 黑夫在明 可实际上 在黑夫眼中 赵高早就是一盏璀璨明灯了 我吃了一次门亏 绝不会有第二次 黑夫暗暗发誓 那是腾在东行前 对黑夫的最后嘱咐就是 即便找到了静谗言之人 也不要贸然行动 因为 陛下喜欢让政见不同的臣子 为之相比 彼此相敬 他列举了理性 王俭的法处之争 王蒙两军们的暗暗竞争 李斯往往的震动 甚至是蒙亦 赵高的旧仇 这样一来 臣子们彼此议论相搅 彼此制衡 就不会勾结到一起 欺上瞒下 而他们之间的争斗 也被皇帝唠唠控制 不会达到影响 朝局国事的程度 内侍腾一点都不担心 那个进产者 反倒高兴了起来 陛下圣明 虽偶尔拥有帝王术士 但还算是兼听纳戒 待臣下也足够宽容 只要不是叛国谋逆 哪怕像李信那样丧尸辱国 也能够得善终 而不是赵谦之类的拥主能比的 果而 你在朝中有敌人 反倒是件好事 陛下便可以放心用你了 所以 内使腾让黑服勿要妄动 政争这种事 想要一口气将敌人打倒是很难的 皇帝高高在上做裁决 不会让任何一方有绝对的优势 即便赵高曾被蒙义判死刑 依旧被救了回来 生死胜负并不决定于双方能力 道德高低 而仅决定于地心 一个成熟的政客 会装作一切如常 将恶意和痛恨隐藏 笑着与敌人作义 直到看准一个机会 让对方挽劫不复那天 黑服听了内使腾的建议 回到七年宫中复命后 他在宫门处遇到了赵高 好 少府成啊 赵高远远地就笑着过来打招呼 将内使送走了 哦 中车府令 黑服也笑着回应 与赵高寒暄起来 说内使岁数大了 经不起长途旅行 幸而陛下放他回咸阳 赵高垂垂劳背 说自己年纪也不小了 明日叫离开拥地 去交通吉察的龙板 可发愁得很啊 黑服则推荐他 在为陛下驾车时 在腰上靠一块软垫 在看守宫门的狼卫看来 二人虽然称不上朋友 却也相互敬重 相谈其乐融融 但与赵高告辞 转过身后 黑服的眼神却变得森冷 跟内使腾这个老姜相比 我只是一块正坛的嫩姜 不擅长这些阴谋诡诈 可心境投靠他的人中 却有一位陈平 虽自称黄老 却专以独技建成呢 数年前埋伏为武族周氏 便是陈平的主意 赵高啊赵高 听闻你素来谨慎 人官清廉 找不到任何破绽 但你的兄弟 女婿 也无戏可乘了 等回咸阳后 即便不能先翻你 却能够让你知道 率先向我挑衅是什么后果 离开雍县后 秦始皇的庞大车队继续向西 随着坡度慢慢向上 原本宽敞的迟岛 逐渐地变成了一条 只能够容两车并行的小径 农田里驴渐渐褪去 四周竟是茂密森林 崎岖的灰岩秋林 也日渐陡峭 到了第三天 已经成了山脉 虽然已是四月初 但黑夫从山脚看去 发现最高处的延峰 竟然肩负沉血 恍如灰白相见的巨人 屹立此地 将内史和龙溪峻分隔开来 一位来自龙溪峻的郎官 告诉黑夫 龙板七板九回 不知高级血 遇上者七日乃得月 而山上最高处的风雪 五月方才解冻 现在还早嘞 这是和蜀道并列的天险 好在迟到不必翻山 沿着山间溪水 蜿蜒向西 豫车虽然笨重 好歹有路可走 不过 眼前的风景 已跟龙洞大不相同 山梁高处 是一片片地矮苍境的画树林 还有广阔的草场 犹如碧绿的波涛 铺满了整个龙山 一桌质朴的木马人 驱赶着大群 矫健奔驰的骏马 为黑夫拉扯的四匹马儿 脚步也变得欢快起来 他们没了往常的乖巧 不断撕鸣 若非欲者死死拉着六配 恐怕早已脱疆而去 到草地上撒花了 这四匹畜生 都是皇帝星辞 据说就来自这片 千位之间的草场 这是关系最好 最大的天然牧场 周初 秦妃子曾为周王室 养马于千位之间 因为马大翻新 功绎卓著 妃子随被周天子 封为附庸 这是秦人梦开始的地方 西巡本就是一场巡根之旅 秦始皇也找到了 据说是秦妃子木马的那片草地 上千人的队伍安营扎寨 设立高坛 用传统的祭平拳 马进行祭祀 一直折腾到夜色江墨 说来也巧 就在皇帝停留于 千位之间的这一夜 却发生了一件 意料之外的事 竟然成为黑服西拓剑岩的 神助公 帮秦始皇下定了 西征的决心 陛下 在千位之间做梦了 陈仓县城堡辞内 须发斑白 面色腊黄的污质 看着气喘吁吁的黑面小伙 依然猜到了他的来意 陛下 让少府城 来请老朽去占梦啊 然也 黑服接过了 乌柱递过来的汤水 印而尽 才有时间观察这间小庙宇 这间庙宇最引人注目的 是外头屋檐上 立着的一只 逃至的大公鸡 昂首挺胸 做出对昭阳长明的模样 辞名 陈宝慈 黑服在行阳藏室中 凡秦记事见过一段记载 温宫十九年 祸若时云 与陈仓北板臣辞之 其神祸岁不至 祸岁数来 来也长一夜 光辉若流星 从东南来几予辞成 则若雄击 其神阴云 野鸡夜鸣 以以劳慈 命约 尘宝 说到底 这只是一块陨石 某晚从东南方向 坠落到陈仓北板 陨石在寂静的夜晚坠落 惊起了一山的野鸡乱叫 人们却以为是野鸡神险灵 古曰 鸡鸣神土 这块石头被当地人送去秦文宫处 却见其质地像石头 形状 颜色 却似干肥 秦文宫 齐之 认为是宝物 在乌柱的解释一通后 把它供奉在陈仓 陈北面山坡上的祠庙里 称之为 陈宝 如今几百年过去了 陈宝祠 不复当年的凡胜 但秦朝依旧安排了专门的乌柱 在此四季祭祀 便是眼前 头上插着野鸡毛 披着羽毛衣 说话时满口谈音 每隔半刻便要小徒弟 递过谈月 吐一口的老乌质 别看乌质看上去身体虚弱 但亦是如今 秦帝本土最著名的两名乌柱之一 另一位是千亿兮仇辞的乌雅 秦始皇一排中车骑令王黎过去请他了 黑服好容易讨到这桩柴石 不想比王黎晚太久 便道 陛下已先知龙兮 派吴等来恭请大吴 时间不多 大吴 你我还是到车上说吧 吴只知道自己不可能拒绝 而且掐指算算 自从树立十二经人的典礼后 皇帝也许久没有召见他了 连西巡过路都没有来看看 这可是难得的面胜机会 他不敢怠慢 让弟子将必要的柜甲等物给带上 便匆匆地随黑服出门 不过 黑服却诧异地发现 吴只带得必须平礼 赫然有极卷干燥的大麻叶 九十几年前 医者陈无旧在云梦泽中 发现的那种可吸食大麻 大吴 为何会有此物啊 黑服将巫师 辅到车上后问道 巫质想要维持自己的神秘 神神叨叨地说 此乃通灵之物 点燃后便可以神游天外 与鬼神交游 鬼扯 黑服暗响 不就是吸大麻吸嗨了吗 原来啊 这是乌鸦去岁 因为十二金人之事 去咸阳住济时 从南郡商谷那里 搞到的好东西 他尝过一次后 便一发不可收拾 只以为自己 真的在与天神交流 不知这只是神经麻 最后产生的幻想 才几年时间 此卧已在 巫师方式的群体里 流行开来 黑服暗骂 陈吴就这个始作俑者 同时也觉得 回到咸阳后 当向管关爱检查的 少府有关部门反应 要将南郡大麻 列为违禁品 他婉转地提醒巫质 到陛下面前沾梦时 最好还是别吸 清醒一点比较好 少府城啊 这陛下究竟做了何梦啊 吴质却不以为然 问起了正事 黑夫一旁听了 丞相王婉的解梦 所以知道 秦始皇的大概梦境 皇帝梦到 用来祭祀 妃子的拳 马活了过来 他骑在白马上 而黑犬在前引路 顺着拢山向东而行 走着走着 竟然回到了咸阳宫 树立于殿前的十二惊人 藤然站了起来 到这时候 一阵机鸣传来 皇帝便惊醒了 总觉得这梦颇有深意 朝随行的王婉等解梦 王婉这次虽然博学 却受儒家思想影响太深 觉得做梦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 以周理六梦解之 他认为 秦始皇的梦是 教师所思念之而梦 乃思梦 简单地讲 就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这是科学的论断 黑夫也想给封建 但不迷信的王丞相点赞 但秦始皇更相信 神秘主义那一套 不满意王婉的回答 便让人去请两位 最著名的乌助来 皇帝动动嘴 黑夫跑断腿 他只能再度带人回到隆东 大老远地跑到陈宝辞 乌助还真是詹梦的专家 早在殷商时 甲骨补辞中 有关英帝詹梦的记载很多 英帝吴丁 总是让巫师替自己问鬼神 其梦有没有祸 其梦有没有灾 而到了周朝 更是喜欢完结梦 据说 当时周文王和周武王 做了不少好梦 预照着周 必定会取代英 比如 文王曾梦 日月灼其身 日月 是帝王的象征 这显然是说文王寿命于天 他老婆太四的梦则是 梦商之亭产吉 太子发取周庭之子 树之于雀间 子化为松 百 慎 座 周人巫师 战梦于明堂 认为这是大吉之招 是皇天上帝 要把商之大命 给予周人 以后啊 自家的小子发 要把树栽到大义商去了 清人崛起于周土 也继承了周朝对梦境的重视 秦穆公曾因病 七日不醒 梦望天地之所居 由军天奏广月 醒来后 也将此视为是上帝 要他称霸的吉兆 如今啊 青史皇有做梦 还是在非子木马之地 做的怪梦 皇帝当然会觉得 这或许是 先祖带给他的预兆呢 将说了事情经过后 黑夫在颠簸的马车上问道 大乌以为 此梦当和解 无知却闭上眼 此乃鬼神之谜 只能告于陛下 不可说于他人 其实啊 他是还没有想出来应答之法 黑夫虽然有心干涉 却也不敢探明显 惹污之不快 眼睛一转 却旁敲侧击地 说起了另一件事来 我记得 树立十二经人士 除了几位秦帝的大乌外 陛下还让来自 燕祺之地的方术师 也参与了助纪啊 黑夫不提还好 一提那些燕祺山东方式 乌治就气不打一处来 国之大事 在荣语寺 祭寺 占卜结盟等 从秦立国开始 便是本土乌注的竞篮 比如一百年前 秦楚争霸激烈时 秦桐文王为祈求天帝和大神乌贤保佑秦国获胜 便令秦帝乌师刻实诅咒楚国败亡 应称祖楚文 秦帝乌注 除了祭祀白帝绍号 尘宝野鸡神外 主要信奉三乌 便是乌贤 大神绝丘 亚托 自称提系 但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 山东方式的到来 却给秦帝古老的乌注 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同行是冤家 方式们也是从事 星战 神仙 方忠 无依 占卜等式 跟秦帝乌注相冲 乌注本来看不起这些外乡人 但在皇帝面前一相争 双方高下立盘 燕齐方式 不但将走眼的阴阳五星学说 借来包装自己 还自称方仙道 以出海求仙的神仙长生学说 游说皇帝 吹出了诸如蓬莱 方丈之类的三仙山 说上面满是神仙众的奇珍异草 凡人吃了就能长生 秦始皇本就向往长寿 加上燕齐方式能说会道 顿时就被吸引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星番 演播 文远大V 第271集 与之相比 情地乌注就老土多了 只会披着羽毛衣 瞪着眼 用土味十足的关系化 念刀传承了几百年的导词 虽被冷落 这一次 魏皇帝詹梦 若非方式多留在咸阳 渊水解不了尽渴 估计都轮不到他们 这便是 小子想不通的地方了 路途很长 经过两天 经过两天朝夕相处 与乌制更熟了一些后 黑夫便做出了一幅 同情情乌 反感方式的模样来 陛下一统天下 称皇帝的吉兆 是十二惊人 惊人出于陋西领头 但情地的乌注 却没能把握机会 对此大肆宣扬 竟在大典上 与山东方式平分秋色 我真是为大典不值啊 必备奸华 以耀眼蛊惑陛下 污之鹰之脸 那些烟气方式 趾高启阳 出入宫廷 他们却备受冷落 想想就来起 但也无奈啊 情地乌注的脑子 没有烟气方式灵活 人家可是在山东诸侯 上窜下挑几十年 练出来的嘴皮子 什么长生 什么海外仙道 啥都敢吹 方氏们说 东方海外 恪求长生 其实啊 是想让陛下 赐予钱薄 让比辈 回家乡去回火 可不是吧 物质深意为然 黑夫拼命暗示 但东方有三仙山 难道西方就没有 类似的神仙居所吗 西方 物质感觉喉咙痒痒的 又吐了一口痰 抬起浑浊的眼睛 看向黑夫 你是说 西王母之邦 然也 老家伙的思路 总算跟上了 黑夫很欣慰 不过 情无闭塞 物质 对西王母的传说 也只是一知半解 远不如 魏国人写的小说详细 黑夫变道 我在咸阳时 曾在藏室中读过书 见过一本 穆天子传 这可不是黑夫瞎编的 真是魏国人写的书 记载了 周穆王 甲八郡 西巡之事 行程三万五千里 还会见了西王母 成书后 已在魏帝 流行了几十年 大概是魏国小说家 把周人记书 周穆王 西巡的故事 给神话了 魏王后 这本书 被收到了 时事内收藏 张仓将其 编撰整理 在这次西行之前 黑夫又请陈平等人 帮忙抄到马纸上 编定成纸书 他一共带了两本 此刻便从怀中 抄出一本来 双手奉于乌志 乌志也见过马纸 并不奇怪 苍老的手接过 翻开黑夫 特地夹了片叶子 当书签的地方 西王母 西王母 抱围 胡耻 闪笑 蓬发待胜 西王母 为莫天子遥远 白云在天 山灵子处 道里幽远 山传箭之 将子无死 尚能复来 希望母能与人年岁 使人长生 乌智猛地瞪大了眼睛 黑肤的话 还有这本《穆天子传》 犹如当头棒盒 颠醒了迷茫已久的他 老小先前为何就没有想到呢 在几乎要被烟气方式淘汰的秦武面前 逆山崭新的大门被打开了 犬 马 惊人十二 西王母国 无知已知道皇帝的梦该怎么结了 四月上旬 龙溪郡归险 秦义 七百年前 妃子为周小王在千位之间养马 马大翻膝 让周王十分高兴 便决定给妃子赏赐 准许他在名为秦的地方建议 分土为附庸 自此之后 世间便多了一个叫秦的帮族 这也是秦始皇第一次来到秦义 他站在小翼顶上放牧四跳 却见 这里位于两条小河交汇处的一个小台地 西陵崖沟 北夷归山 除了小河边的数千亩土地外 远近都被树林和灌木占据 除此之外 就是寂寞和寒沉石头 几乎没出下角 漆黑群山在北面蔓延 抵挡住了冬日的凌冽寒风 来这里之前 世皇帝并不知道 祖先最初所居的 竟是如此贫瘠的土地 他回过头 看着隋家的丞相往往 丞相 周时的附庸 是何级别 王婉应道 禀陛下 附庸低于大夫 大致与春秋时的上士相当 清始皇不由皆谈 楚人常自夸 先祖毕露蓝旅 一起山林 朕的先祖何尝不是如此 七百年岁月 三十六代人 从附庸之士到天子之尊 从渠渠小义到九州之主 这是从地到天的飞跃 是秦人创造的奇迹 作为最终完成这一使命的人 秦始皇心中难言自豪之感 但随即又想到了数日前 在千位之间祭祀妃子时 做的那个奇怪的梦 先祖妃子是想通过这个梦 给自己怎样的暗示呢 陛下 风尘仆仆仆的郎中其令王黎 登上成义 攻守道 西仇大巫已迎之 来得正好 秦始皇过龙山后 在沿途县意行宫 亭亭走走 为的就是要在秦义 这个秦人最初的立足之地 听乌柱为自己解梦 西仇可是比陈宝慈 更古老的关中第一大词 五百多年前 周朝为逃避犬中祸灾 东迁至了洛邑 当时只是一个西垂大夫的 秦乡公派兵护送 有公 随被周平王封为诸侯 绝为秦伯 赐给他齐山以西的土地 直到这时 一直以来只是附庸 大夫的秦才正式建国 得到与诸侯通使聘庭的权利 秦乡公十分高兴 便在当时秦的多成千亿 设立西仇祠 用刘居 黄牛 低阳 各三头的太劳大理 祭祀迎姓的祖先 白帝少后 所以 秦始皇对西仇大乌乌亚 抱有很高的期待 可让他失望的是 这乌主年纪老迈 被兴急的亡礼 载于车上颠簸了一路 遭一疲惫不堪 为秦始皇结梦时 翻来覆去 还是日书里的那一套 没有什么新颖的见解 秦始皇颇为不满 灰秀让乌亚下去 星道 李四当年的建筑可书曾言 毕秦国之所生 然后可 则是夜光之笔 不是朝廷 西相之气 不为晚后 正 魏之女 不冲后宫 而俊良绝体 不是外旧 江南积西不为用 西数丹青不为财 非但物产 人才如此 连污补之事 亦是如此 请勿木讷愚笨 只知道翻这几卷日书 将朕的梦境寓意 说得与前手庶民无意 何其余也 早知如此 朕还不如舍尽求援 让人去咸阳 将烟旗方式带来一问究竟 或许能够让朕满意 皇帝让人詹梦 却又不完全相信 詹梦之人所言 必要他们说的话 和自己心意才行 正如此想着 狼卫确报 说去陈仓接人的黑夫也回来了 也罢 且看那陈宝大巫 又是如何说的 秦始皇并未抱太大希望 他已决定 若人不能让他满意 这些本土巫主 就可以永远守着那几个 慈庙终老 这辈子都不必再去咸阳了 不过 陈宝慈屋制 还是同以前一样 容貌腊黄 说话一股谈音 让皇帝颇为不远 不过 在听皇帝 心不在焉地说了一遍梦境后 无知思索片刻后 竟然猛地下拜 陛下之梦 老朽 老朽 以知缘有 他深深作医 恭贺陛下 此乃天大的吉兆啊 堪比当年木工 七日之物 秦木工曾昏迷七天 梦往天地之所居 游军天 邹光月 被秦国历代君主 视为是浩天选定 秦称霸的预兆 这与往晚 乌鸦 颇为不同的说法 倒是让秦始皇 多了点耐心 点了点头 让他继续往下说 哦 大乌请响眼 还望陛下 能够容许臣 从梦境中的 十二惊人说起 乌智开始了侃侃而谈 二十六年初 有十二巨人 出现在灵头 长武杖身穿敌服 足迹长达六尺 群臣乌注 方式皆以为 此乃陛下应天命 以海内称皇帝的吉掌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 但却无人能够说清楚 那十二巨人 究竟来自何方 又去往何处 老朽也一度茫然无解 但不久前 翻阅陈宝慈 历代乌注留下的道文时 却有了意外的发现 关系到十二惊人的真相 秦始皇更生出了兴趣 百年前 陈宝慈无助 曾祭祀过夸父 故老朽以为 这十二惊人 是乃夸父之后也 夸父 这倒是一个心结 秦始皇多了一次兴趣 开始认真地听了起来 大荒之中 有山 明曰成都载天 有人 尔两黄蛇 把两黄蛇 明曰夸父 夸父 以巨人眼 有言 夸父 与太阳竟跑 想要去日落之地看看 途中啊 夸父感到口渴 想要喝水 就跑到大河 喂水边上饮水 黄河喂水的水不够 又去北方大泽饮水 谁料啊 只走了一半 别咳死了 七头颅变成了龙山 手臂变成了青陵 鸡头山 脚变成了小寒 连桃木手杖 也扔在了脚边 化作桃陵 这便是桃陵之在的由来 而青川八百里 不过是夸父 宽敞的脊背 这是心结 青史黄微微汗手 听得是净净有味 夸父死后 其后继承夸父之志 继续西迁 至于昆仑 天山 赴于西王母之邦 称 巨搜史 夸父竹日和西王母的故事 在中原流传颇广 但乌志却是第一次将两者结合的人 青史黄眼前一亮 大乌的意思是 那十二巨人 乃是夸父之后 聚搜史 而他们 又是西王母之邦派来的使者吗 然也 乌志顺着皇帝的意思 如是说 老朽以为啊 大概是陛下一海内之功绩 沿着河西 过流沙 传到了天山 昆仑之间 西王母问之 便令夸父之后 十二巨人 来觐见天子 然西王母之邦 乃神仙之国 十二巨人至人间 凡人之目 知愧其一瞬 之后便无形无影 唯独陛下 受六国之兵 小风敌 驻一味惊人使儿 让那十二巨人 得以依附于惊人之上 如今陛下过龙山 玉西拓开边 巨人便入梦拜见 大概是想邀请陛下 像周穆王那样 赴西王母之邦 而后 乌智便信学献卖 说起了他在那本 《牧天子传》中看到的故事 传闻哪 这西王母之邦在昆仑之虚 又或在天山之上 天山有摇池 西周穆王四亿远游 命家八郡之城 又扶华柳而左绿尔 又参赤姬而左白西 主车则造父为宇 持树五千里 至西王母之邦 随兵于西王母 上于摇池之上 西王母为王摇 王赫之 欺辞哀言 又随西王母 以龙车为家 去西海之兵的鱼谷 观日之所入 一日行万里 后人常言 周穆王一生中 相敬了快乐 仍然活了一百岁才死 当时的人们 还以为他羽化登仙了 据说呀 这是因为 喝了西王母摇池的穷江 欲酿便可成熟 随着乌智 本土传说 结合 《牧天子传》的讲述 秦始皇 以正经微作 沉浸在 西王母国的传说中 在乌智说完后 仍有些意犹未尽 仔细想想 周穆王与他的爱好 倒是有几分相似 都不喜欢 一生待在一个地方 而想要去看看 天下之大 九州之柔 秦始皇不由皆探头 朕 公盖三皇 德朝无地 却有些羡慕周穆王 朕以庸禄守城之主啊 乌智一道 故 西王母才让十二巨人 来邀约陛下西行 秦始皇道 我曾听乌氏罗说过 西方渺茫 流沙千里 又有羌人 荣王 越是为祖 岂能轻易取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秦力 作者 七月星番 演播 文远大V 第二百七十二集 乌智岛 故 在陛下的梦中 才有白马为载 黑犬为影 助陛下西行 秦始皇却皱眉 且慢 梦中情形 明明是白马黑犬 应震王东 乌智连忙不露道 陛下召见时 可发现 剑中方向 与现实是反的 梦中亦然 再说 那黑犬 不是因陛下 找到十二惊人了吗 原来如此 秦始皇举起双手 致汗前抖 还请大巫想眼 白马黑犬 又有何寓意 乌智却懂 下沉无能 时间仓促 暂未得详解 这白马黑犬 或是 助陛下西行之人 白马暂时没想出来 但 黑犬吗 秦始皇却有个想法 黑犬 西行 西拓 秦始皇直起身子 目光越过了污质 看向了厅堂门口 正经危坐 一脸正直 但横看树看 都觉得比旁人黑的 少府成黑夫 他露出了一丝了然的笑 这 曾听人说过 黑夫在座庭长时 曾自称是大情天狗 秦始皇在归险 平留了很长时间 从四月上旬 一直待到四月底 他在这里等两件事 其 便是群臣对西拓的看法 不出皇帝所料 除了巫师罗反对外 包括李姓在内三郡守 魏 内士藤 还有蒙田 都尚书表示支持 连远在咸阳的御史大夫 廷魏 也赞同充实陨西 北地 上郡三郡的固本之策 但 对于开拓湖蓉之地 觉得可以再斟酌一番 其实皇帝的目光 也曾在西北停留 河南河桃之地 亦是他的目标之一 但他的看法和黑服相反 认为越士 匈奴上墙 有空闲之势数万 军事力量不亚于一个官代之国 想要征服 恐怕要动用数十万兵力才行 而百越盈弱 传习可定 所以 他称帝后 打算先南后北 直到黑服县上了行军日记南征记 秦始皇翻阅以后 对南方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江南 比他想象中的更加广袤 从豫章北部到南部 就要走一个多月 而且很多地方连路都没有 到处都是茂密的森林 得要靠将士一边砍树一边前进 损耗极大 可想而知 岭南的环境气候 比豫章更加恶劣 这场还未开始的战争 比秦始皇设想的要艰难许多 这次犹豫 在黑服改嫌一辙 认为南下应缓兴 当先罚西北时加大了 秦始皇在膨胀自大 也知道两边同时开战是不现实的 必然要分一个先后 南征 除了征服欲外 无非是为了月之西角 象池 翡翠 朱姬 这些珍宝能够满足他的收藏癖 也能够让少佛多赚不少钱 而西拓 可以占据河西 河桃 河南 地丰美的操场 为国家增加三处大牧场 也能够报 胡荣百年侵扰中原之仇 后者之力显然大于前者 皇帝心中的天平 慢慢地偏向了西拓 而自从乌治为他解梦后 天平更是完全倒向西面 如此想着 秦始皇放下手边的奏书 让叶哲过来问道 再去催催那些画灰之功 朕今日 便要见到画像 他等待的第二件事 便是一幅画 西王母的画像 秦始皇的御家队伍 不仅有文武百官 朗位侍从 还有负责上千人 衣食住行的马夫 织女 刨厨 工匠 而在百宫中 甚至还跟着三位画会之工 使用颜色 燃料 在丝帛器物上作画 若皇帝喜欢 一地风光 便要他们将其绘在帛上 一路下来 亦画了不少 但他们今日得到的任务 却有些不同寻常 皇帝让三名画工 誓会西王母画像 绘画神人难不倒画工们 三人来自楚地 那是博画艺术最成熟的国度 楚人浪漫而想象力丰富 除了传统的龙凤博画外 画工还经常描绘天象 神之以表现楚人想象中的神话世界 其中一人呢 甚至还画过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形象 便由他操持工笔 用朱砂 石青 石绿等矿物颜料 在上好的蝉丝薄布上做企画来 两日后 画成 却见西王母形象是 豹尾兽儿 头发蓬松 胡齿外露 充满了野性的魅力 他孤身一人 筑立在高高的山边 放声长啸 云雾融融 脚下浮动书卷 画工高兴地将薄画献于皇帝 结果却被扔了回来 重画 三名画工面面相聚 他们楚地的西王母 就是这副模样啊 但皇帝发华了 他们也只得硬着头皮 重新考量 在咨询了王丸等博学之时候 又费了两日时间 终于重新画出了 道家在列子里想象的西王母形象 这一下 西王母从半人半兽 变为了一个 赫发童颜的白发老狱 他浩然白手 身穿羽衣 隐居在仙山洞穴里 一位人手鸟身的羽人 供他差遣 然而 皇帝只看了一眼 还是不满意 薄画直接被烧了 不合正义 重画 事不过三 若是第三次 还不能让皇帝满意 虽不至于直接拖出去砍了 但遭到惩处也是肯定的 三明画工愁得是不行啊 只能请算他们上司的少府城黑夫帮忙 找整件事的始作俑者乌志 求问陛下心目中的西王母 究竟该是何等形象 乌志已经开窍了 画工虚心求问 他便缓缓道 传闻 这西王母啊 是不老不死 从皇帝时 祸到了现在 当青春常驻 七会是牢狱啊 这下画工们领会了 一合计 决定用在楚国时 为楚王画过的乌山神女为模板 塑造一位青春永驻的美丽女神 有二日 三明画工协力完成的薄画 再次被送入行宫 当画卷被挂起时 青史皇直见 整张的薄画描绘了天山瑶池的场景 高大的十二惊人守在最下方 仿佛在等待着客人 往上看 宴席上满是张扬的围蔓和顶 壶和成蝶尔碑 里面灌满了穷江玉酿和各种仙草仙果 女人贤斩 仙女吃鬼 长蛇 大龟 吃 洋状怪兽 分布周围 而薄画最中央的位置 则是一位年三十许 身材修短得中 天姿严矮 容颜爵士 短装 华美的女神 她乘坐在六龙驾驭的车栏上 两只白鹤立其左右 其头顶是内立金屋的太阳 显得璀璨无比 画公们扶地上 忐忑地等待皇帝发露 但秦始皇却久久无言 双目欣赏着画公们重现的摇池之景 往目之荣 过了好一会儿才赞到 深善 画公们大喜 随献上了一首赋 来形容西王母的容貌 上古即无 事所未见 归姿伟态 不可胜赞 其时来也 要乎若白日出出 赵无良 七少竟也 较若明月 书其光 须与之间 美貌横生 夜夕如华 温乎如盈 其圣事也 则罗湾起寄圣文章 吉福庙才 赵万部 不依一息 药殿堂 呼吸改容 宛若游龙 成云祥 虽然很合乎情景 但这是 直接剽窃了 宋玉的神女傅 除人画公 自作聪明 却不料 秦始皇身边 有人读过这篇的 立刻指了出来 秦始皇倒是 没有怪罪画公 指示道 朕身边 为何就没有文采 匪然如宋玉者 能做一篇 西王母妇出来 此言一出 精通慈父的 敬臣们都跃跃欲试 但秦始皇 却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还是不喜欢 楚国的父 过于追求 慈藻华丽 太过娇柔造作 而且还夹杂了 大量楚地才有的词汇 于是 秦始皇杰探讨 西王母 乃天地之女 并天地阴阳造化之妙 奇象无双 奇美无几 奇壮恶恶 非情言所观 何可情言其貌 寡人必见之 事业 让人将薄化 挂在自己寝宫中 秦始皇端着烛火 再度久久端详 目不转睛 不知在想些什么 当年内侍来请问 今夜是否要招 随行的嫔妃事情 他都不耐烦地回了回手 自从胡亥之母死后 皇帝也失去了最后一位 还算是宠爱的妃子 其余朱平 七子八子 在他眼中都无审区别 而从六国掠夺过来的数千工人 他心存警惕 更无一垂青 只让他们在修筑好的六王宫里枯唠 欲家雷霆乱惊 宫车过也 陆路远听 遥不知其所知也 每次出行 皇帝也只挑最乖巧的几位随家 偶尔灵性一次 但都像是例行公务一般 无甚趣味 于秦始皇而言 他们并不比堆积在暗基上的简读奏书有趣 但自从乌治为他解梦后 秦始皇却发现 自己竟重新又对一个女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便是神秘的西王母 对神秘事物 偏人传说 不管是方氏所谈的蓬莱盈州先导 还是乌治所言的夸父巨人 西王母之邦 秦始皇都保持着宁性其有的态度 因为在他内心深处一直在暗示自己 朕绝非凡人 而是真正的天子 对母后的厌恶 让他宁可相信自己是天命玄鸟而降 与秦仁同源的英人相信 王者兵于定 商的主要先王 相高祖太乙 太宗太甲 中宗族乙等死后 都能够升天得到地的名号 周就不一样了 虽自称天子 但已认为自己是凡人 只是在待天慕名而已 所以去地后 称仁王 而进入战国后 七雄相继称王 连小小中山 宋国都来凑热闹 王者的神秘色彩荡然无存 所有人都知道 就算是一头猪带上冠冕 他也是王 而一旦失去权势 王连庶民都不如 这也是秦始皇一定要为自己家帝号的缘故 他要重新将殷商时帝王的神秘色彩加持到身上 秦始皇还隐隐期盼 自己有一同海内天下大同的功绩 公改三皇 德朝五帝 可以得到浩天奖赏 让他死后也能够升上九天 继续在天上做明明上帝 又或者直接能够长生不死 自己做万世皇帝 但年静四旬的秦始皇 已经能够感到身体的衰老 感到自己力不从心 所以他才不顾一切 在离山扩大灵情 要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地下宫殿 又在关中大兴土木 想要如方氏所言 将渭水当作银河 咸阳宫为子为星 打造一个地上天国 当祥瑞在龙溪出现后 他又立刻铸造了十二惊人 摆在宫殿门口 这一切的一切 都像是在做一个庞大的仪式 想要引起浩天的注意 在内心深处 皇帝又是清楚的 这么做其实没有什么用处 徒劳而已 既没有神人降临关中 他的身体也没有忽然年轻 羽化灯仙更是遥不可及 所以他又启用方术使 或者炼制丹药 并且坐着派人去海外求仙的打算 直到物质 将一个更有意思 更让人神往的传说 摆到皇帝面前 他的目光才从烟波浩渺的东海挪开 回头看向离秦帝并不算远的西方 物质给他列出了新的选择 东海又长生不死的传闻 西边也有 但东海只是没什么名气 说不出具体名号的仙人 西边却有着令人神往的西王母 秦始皇相信 西王母是真实存在的 一相信他有长生之术容颜不老 并派十二惊人向自己发出了邀请 这份情帖 皇帝决定接下来 但他并不打算像周穆王一样 带着一批人怨赴绝遇 那是抛弃天下的不负责之举 秦始皇是能够兼顾爱好和政务的人 他绝不会离开自己的疆土半步 这次西行巡视 本就是秦始皇的追根溯源之旅 一统天下 完成多年溯源后 他曾有过一丝短暂的迷茫 皇帝失去了曾经的动力 甚至连派兵束手江南 南征百月 也是习惯性的为自己找一个目标 所以他想要来齐年宫 来祖先亲身的小义 找到最初的自己 找到烙矮叛军工程 风烟熊熊燃烧时 心中冉然升起的雄心壮志 找到一代代情人奋发不息艰难求索的东西 而现在秦始皇已经找到了 一度迷失的雄心壮志 再度在他双目中熊熊燃烧 让人在西王母的薄华旁 再挂上一副龙溪骏的地图 秦始皇将手放在自己江域最西边的敌道 临陶越过长城环环向西 突经了朱枪月室 抵达一片空白的地域 最后放在可能是昆仑天山的位置 重重地点了一下 打过去 西拓江土 寻找西王母国 这两件事秦始皇打算合一而做 纵然相隔千里万里一无所谓 沿途所经 顺情者称 逆情者亡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星番 演播 文远大V 第273集 征服了东方灌带六国后 该怎么办呢 那就调转方向朝着西方 将所有已知的未知的土地纳入帝国的疆域吧 等道路打通 找到西王母之邦后 秦始皇会再度西巡 他将沿着新修柱的迟道 带着庞大的队伍 射流沙 月草原 一路鼓吹生肖去冰天雪地的昆仑 天山 赴瑶池之宴 亲眼看看西王母是否有绝世的容颜 手握不老不死之密 然后他要抱着一礼 请他随自己归来 皇帝与王母同车而行 回到咸阳 在已修好的关中宫阙 人间天国行使 受亿万私民膜拜 也让所有人知道 他们的皇帝同西王母一样是神 清始皇生命中有无数个女人 却没有王后 即便当了皇帝后 不管群臣怎么暗示 亦没有立任何一女为皇后 因为他们不配 凡女如何与天子相比 而纵观世间 唯一配得上她的唯有西王母 传说中她是帝女 也就是天帝之女 算起来 与清始皇这天子是姐弟关系 那又如何呢 清始皇不在意这细节 甚至不在乎传说中 西王母与周穆王曾有一段故事 周穆王庸鹿之主也 何德何能 竟得意与西王母同游于天气 所以她虽据说长命百岁 却还是死了 但自己不同了 自己是要长生不老 从一世统治到万世的 皇帝看着薄花上 美丽端庸 眉目中让人不敢 轻泛谢丸的西王母 心中却非仰慕 而是纯粹的征服之女 哪怕是神女 也要向自己低头 纵然是新人 也得要臣服于皇帝 她用不须反驳质疑的语气 傲然倒 朕 会立你为后 大事诚意 当皇帝下口语 让黑夫将西拓之册 详细写在奏书上时 黑夫便知道 秦始皇已做出了抉择 开疆拓土的欲望 显示利益的好处 再加上求仙长生的梦想 三观旗下 方能让皇帝改变国策呀 皇帝手持六配 他的目标 决定了帝国行驶的方向 如此一来 历史的车轮 也在黑夫的诱导下 缓缓地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至少数年之内 黑夫在豫章的部下们 可以安心种田 不必早早地 去南越热带雨林里受苦 但关西周遭的强人戎部 还有匈奴越士 恐怕要在秦始皇的淫威下 瑟瑟发抖了 这件事 黑夫自知做得还算严谨 天之地之 他之 乌治之 乌治已经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 为了与烟齐的方式竞争 不得已搬出了在世间流传已久的 西王母传说 黑夫只是提供了手抄本的 穆天子传 让老乌注能够多说点细节 至于黑犬之位 那是皇帝自己想出来 虽然蒙田也曾建议过 荣上郡被匈奴 但西托之意 的确是黑夫首唱 皇帝将他视作引路者 亦无可厚非 实情向西开拓 黑夫并非一时兴起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历史上 秦孙也使蒙田北驻长城 而守番离 却匈奴七百余礼 使胡人不敢难想而木马 是不敢弯弓而抱怨 但匈奴在楚汉之际 再度崛起 秉越时东湖成了一个 浮原万里的庞大帝国 成为中原境地 刘邦白登之为 差点小命不保 之后靠了和亲 勉强维持局势 匈奴帝国压了汉朝几十年 到汉武帝时 也未能彻底解决 所以黑夫以为 秦队匈奴的打击 是否可以再早一点 再狠一点了 反正现在的草原 是匈奴 越是东湖三族鼎令 若能够各个机魄 为中国消除一大隐患 岂不美在 尽管匈奴看似和向西寻找 西王母之邦没啥关系 但黑夫还是找到了强行联系起来的办法 他读穆天子传时 对里面好多地名都搞不清楚 比如周穆王西行的起点 和宗市 清教张仓后 张仓说 和宗市之国 可能是云中九园以西的 河陶一带 赵武陵王时 赵国已占据了 阴山南路 建云中 九园高雀等要塞 十多年前 秦军控制了那里 以囤守驻军 蒙田便是从那里出发 向东进攻代国 并且防御匈奴支援 如今 昔日和宗市所在的河陶 河南地都在匈奴手中 作为东进牧场使用 虽然黑夫也知道 小说里的路线不靠谱 但有了这层缘由 打匈奴就多了一个理由不是 黄河百亥为例一逃 虽然这年头 黄河之患还没那么凶猛 但河桃的确是个好地方 不只有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陷牛羊 还有不少森林 而在较肥沃的地区 还能够经营一些农业 不过 关于匈奴的事 黑夫只是粗略的提及 又称自己吱吱不详 不敢妄言 请陛下另寻熟悉 匈奴之事的大臣商议 这一人选 除了少府少监蒙田 还能有谁 既然蒙田历史上 能够成功击败匈奴 这次应该也能够独当一面 黑夫大可以不必去管 他个人对西域的兴趣 更大一点 黑夫以为 孤步自封只会迟迟不前 不同地区的文明 是需要往来的 他山之石可以公寓 中国有优势技术 希腊罗马 一人 除了科学技术外 不同地区文明 因为自然环境不同 点了不一样的科技术 甚至驯化了全然不同的农作物 动物 然后才慢慢的 向其他地方传播 比如 小麦 大麦 绵羊 马 都是先后从西方 北方传入中原 才逐渐扩散开的 但黑夫依然没有看到 很多后世常见的水果蔬菜 西瓜 葡萄 甜瓜 石榴 芝麻 核桃 黄瓜 胡椒 菠菜 他很想在大夏天 啃着西瓜 喝着葡萄汁 热腾腾的麦饼上 能够撒一圈芝麻粒 做菜时撒点胡椒 也是美滋滋 还有个高腿长的司机太马 可作为马尔幽至饲料的墓序 未来一倍天下的棉花 都是中原没有的 这些东西说静不静 说远不远 西域 中亚 西亚都有 而目前的西域 应该是一堆绿洲小国 兴罗旗部 守着玉石之路 过活 对如狼似虎的 秦军来说 简直是待宰的羔羊 而翻越了帕米尔高原 就能够接触到 亚历山大东征后 留下的一些 希腊人王国 经需要迈出几步 看似隔绝的东西世界 就能够建立往来 想想 还是蛮令人激动的 而往来的方式 可以是贸易 也可以是征服 所以黑富才认为 向西开拓 比迟早会被中原 纳入赤下 便很难再往南的 百岳历大多了 再过一千年 东南亚对中原人来说 也是瘴气遍地的噩梦 但若中国在 锐意进取情代 就能够开眼看到 世界之大 又会如何呢 不在于短时间内 征服多少土地 而在于长远带来的好处 当然了 这一切的前提 是先过了朱强 何希越是这一关 而想要谋取何希 何南 何桃 又得要从巩固陋西 北地 上郡开始 黑服深知 一口吃不成胖子 这个道理 这也是他不担心 秦始皇 因为找不到 西王母之邦 而迁怒于他的原因 三军的修路 移民 打造军事前沿 训练骑兵 没有三年时间 坐不下来吧 之后打匈奴 打越士 拿下河西河头 没有三年时间 也打不下来吧 所以 按照黑服的设想 等要六七年后 秦军才能摸到 敦煌一带建立哨所 至于西域 道路修起来前 大军是过不去的 顶天派几支商队 沿着丝绸之路的前身 御石之路去看看 南疆北疆 如此广袤的地方 商古使者 怎么可能轻易找得到 子虚乌有的西王母之邦呢 这一去一返 又是几年 等使者将西域踏遍 回来复命时 秦始皇 可能已经荣誉归天 也不用等西王母了 黑服打的这个如意算法 就叫做管挖不管田 只管卖出去 可不管售后服务 向西好歹能够捞些东西 总比空废前薄 让方术士去海外寻仙墙啊 虽然算是欺君 但黑服却做的是 离一只器重 以这时代的科技水平 船舶顶多能够靠着海岸线行驶 往外开一点点就得要沉 什么开启大航海时代 殖民日本 去美洲找玉米土豆之类的事 就跟秦始皇 钟情的西王母一样 是海誓顺楼 虚幻泡影 渴望而不可及 想法虽然天马行空 但大多不能为外人道之 黑服的奏说 还是得要一板一眼的来 他便在暗机上铺开了纸墨 手持蒙田笔 开始了书写 臣闻寻清言 不及魁步 无以至千里 不及小刘 无以成江海 经陛下 欲有氏 于西方千里之外 亦当从魁步小刘时 当先开三郡荒土 移民万户田之 使之耕田屯粮 又蒸发三郡 华荣子弟入伍 练骑舍持城之法 三年兵城 方可出塞辟土 一天后 黑服的奏书 已送至秦始皇的新宫 正好中车 府令赵高也在 他见秦始皇得知后 立刻放下手中的政务 要先看黑服奏书 心中不免有些妒忌 但更多的是骇然 黑服才二十五六岁 如此年轻 竟然能够主导重要国策 当年的李四 也不过如此吧 更气人的是 他名为黑服 又在当庭长时 自称秦之天狗 恰好于秦始皇梦中 引路的黑犬对应 有了这件事 黑服更得皇帝信重 之前赵高下的滥药 完全失效了 赵高虽然觉得 那物质所言 习王母之事有些疑点 但他很聪明 知道不能在皇帝心头上 破坏他的性质 只能将此事藏在心里 暂不发难 这时候 业者将奏书送上来 竟是厚厚的一叠纸 秦始皇不由感慨 黑服这奏书 应有数千言之多 若是简读 怕得有好几斤重啊 只真是轻便好用 赵高只能微微应诺 但秦始皇打开了 黑服的奏书 却皱起了眉 赵高心中一动 还以为是黑服 说了什么话 让皇帝不高兴 但看了结后 秦始皇的眉头 很快就舒展开了 笑骂道 不愧是首唱此事之人 黑服虽然自称身为男人 不懂关系之事 希望朕 能令城下 遇事商议 可却写得极其响略 颇有见地啊 只是 他给西拓之略 取的名字 真是怪异无比啊 秦始皇又看了一遍 片头的名称 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他一边摇头 一边将麻指 放到暗机上 赵高正好瞥见 第一页上 赫然写着五个大字 西部大开发 龙溪起风了 尽管已是盛夏五月 但因为海拔的远故 龙溪的风 依然带着一次凉意 风从北边吹来 从山间峡谷呼吓而过 一直奔袭到长城 吹到李姓面前 龙溪郡位李姓 却窥然不动 他站在第一道长城顶 眺望着西方 任由半头白发 随风漂浮 四百年前 秦穆公用鱿鱼之计 向西开拓 使西戎八国臣妇与秦 龙溪以西 免珠滚荣 敌环之戎 相继为秦征服 到了秦昭王室 已灭义渠 便设置了龙溪 北地 并在当地设县 道馆里 敌道便是这些新征服土地的最西端 第二任龙溪郡守 叫李崇 正是李姓的祖父 李姓年幼时便在敌道生活了许多年 他家籍贯虽在关中怀里 却算是半个龙溪人 而这道长城 便是李崇任探守时修筑起来的 南起临头 北至上巨 沿丘临蜿蜒 最后消失于地平衔 长城不算高 两丈出头 毛石土著 粗布闻瓦 但却横耿压口 两侧皆大山 占据了天邪 每隔两里就驻烽火台座 派一时驻扎 五人守岁 五人巡逻城头 防止长城之外的枪 树 越境侵犯境内的编户齐名 守边 这便是龙溪郡位的主要职责 对李姓回到龙溪任郡位 他祖父的孤立们表示欢迎的同时 也在暗暗地议论着两个字 贬斥 早在八年前 李姓以作为都尉 出太原 云中 与王俭共同伐赵 他率军越下无山 夺赵横山郡立下了赫赫战功 七年前灭烟之战 他便是以皮疆身份出征 在盐水边大破烟军 吓得燕王席 割了太子丹的人头来写 那时的李姓 极得陛下信任 地位远高于俊位 果然 在第一次罚处时 他竟然取代了王俭 将二十万大军 三十岁的年轻人 能有如此成就 实在是了不起 可惜啊 应征了那句话 升得越高 跌得越惨 第一次罚处 以李姓惨败告终 齐都尉被杀 数万之士覆灭 从那以后起啊 李姓便失去了陛下的信重 绝位被削 职务剥夺 被赶到了辽西首边 尽管李姓在灭烟 带齐的战争中 又立下了一些战功 但仍是难言当年的失败 蒙田已回到了中书 他却仍然在边际打转 绕了一圈后 又回到了龙西郡 但龙西郡认识李姓的人赫然发现 李姓不仅白了满头无法 连性格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过去的李姓是个阳光洒脱的少年 纵马驰骋于山街 笑声洋溢在长城内外 做事也喜欢剑走偏锋 可如今的李俊卫却沉默寡言 不够言小 他按部就班地安排每日公务 深斥各县到治安 定时巡视长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74集 长城之外的陵墨 要按时派人砍伐 今日巡视长城 李姓便教训了一个烽火台的使长 不得使其延伸至长城附近一里内 烽火台事业中 必须辟出一块开阔的空地 如此一来 任何敌人都不可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 前来进犯 跟在身后的卫史立员们面面相聚 他们不少人是李姓年少时 一起枪棋出赛的伙伴 那时的他何曾会关心这等小事 除了关心长城外的陵墨生长情况外 李姓这次巡视还重点查看了各哨所的武备 还破天荒的下令 从即日起 每个烽火台的驻军将增加到一屯 而且要增加尤其兵去长城外的枪敌之地 巡查探索 墨青道路不足的详细情况 这个命令让郡卫府的立员们兴奋起来 军委 莫非是要出长城打柴了 打柴是陵西秦军 对初赛绞杀不安分低枪部落的称谋 低枪容部 种类繁殖 强大的自称求豪 他们把战死视作吉祥 而病死认为不吉利 郡喜欢互相掠夺青宝 以暴力称雄 甚至会冒险内清 毕竟在他们的眼里 秦人李驴都负得流油 所以在陵西秦军看来 低枪就像是长城外不断疯长的林墨一般 若不按时劈砍 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根深蒂固的落脚于城墙阴影之下 甚至越过长城 侵犯在内的城邑李驴 不过近十年来 因为专注于向东扫灭六国 龙溪驻军大姐 众人也很多年 没有去长城外打柴了 面对属下的询问 李姓却不答 只掏出一篇书写在纸上的赵令 让魏使长使们过目 是 是陛下新颂志的灭令 看到仙红的大印 魏使们都有些激动 不知是赵令 李姓难言心中的激动 却仍然淡淡地说道 是西文 众人对之下败 这才读了起来 周历王无道 诸侯或叛之 西荣返王使 灭犬秋大落之族 大落者情之别宗也 周宣王即位 难以秦重为大夫 诸西荣 秦重入西荣 寡不敌众 死不玄众 秦与荣随为世仇 秦重有子五人 其长者曰庄公 乃朝昆帝五人 借周兵七千伐西荣 破之 乃为西垂大夫 庄公居西全秋 生子三人 其长男弑父 弑父曰 荣杀我大富重 我非杀荣王 则不敢入义 虽让其地相公 自将族人积荣 相公七年 西荣犬荣 于身后伐周 杀幽王离山下 而相公降兵救周 战胜利 有功 周必犬荣灾 东喜落意 相公以兵送周平王 平王封相公为诸侯 赐之旗以西之地 约 荣无道 轻夺我齐 风之地 秦能公主荣 既有其地 于是 风绝之 相公于是始国 与诸侯通使 聘享之礼 相公十二年 伐荣而至齐 足于军中 事前 扔几户朱子 必伐荣 温宫十六年 以兵伐荣 荣败走 于是 温宫随首周虞明有之 帝至齐 其后百年 诸侯又灭荡舍 小国 彭系氏 豪 龟 祭诸荣 随有官中之地 积至穆宫 自齐庸之间 修德行武 东平净乱 以和为界 三十七年 拥有于谋法荣王 一国十二 开地千里 随霸西荣 天子至伯 诸侯碧鹤 为侯士开业 甚光美 然 逝时一渠 大力上强 铸成树时 皆自称王 秦立功分灭大力 取其地 秦桧王 牵庶长操将 兵定一渠 义渠 随陈与秦 后复盘 赵王应 起兵灭之 始至 郡隆西 北地焉 在这篇 发给李姓 及隆西朱莉的 命令中 秦始皇 半句没有提及 寻找 西王母之邦 求仙长生之事 同篇 都是谈秦 与西荣的仇怨 读下来 方知 自秦这个邦族出现后 便与西荣有着长达七百年的纠葛 直至今日 众人继续往下看 却见诏书上写道 经 朕以渺渺之身 新兵诸暴乱 赖宗庙之灵 六王贤服其姑 天下大定 然隆西 北地 上军容缓未平 长城之外 敬为低枪 朕预计三十五世 先军渝猎 封相攻一言 必伐荣 昌大西土 使笔低枪 莫敢不来想 莫敢不来亡 陛下 将伐荣 这下朱莉可高兴坏了 他们尚不知道 这只是黑服敬言 西部达开发计划中的 一小部分 李信却是知道的 他是对西拓之策 最支持的边角 他虽然被贬到隆西 吹风吃沙 但心中 却对义学前耻 念念不忘 但六国一灭 他已经失去了 在中原池城的机会 而今 陛下于继承 三十余代秦军的传统 对西戎低枪开刀 作为龙西郡位 作为以车骑舰长的将军 李信自然是统兵 西征的不二人选 再次站在长城头 木跳广袤的西方 风仍然像极且的情人般 撕扯李信的衣裳 使之烈烈作响 龙西的风 从未听过 他仗剑暗道 但这次 却要从长城之内 向外吹去 入哄哄雷声 飘忽蓬蓬 激扬飙怒 绝世伐谋 少杀凌莽 想三千里而不息 五月初 豫家离开季县后 秦始皇先去灵桃 看看传说中的巨人足迹 还真有奇事 虽然黑肤猜测 这也是灵桃地方官 弄出来的祥瑞 但没有人糊涂到 戳破这个谎言 皇帝高兴就好 他们并未在灵桃 停留太久 直接沿着长城北上 往狄道而来 皇帝的行程是保密的 所以 当李信接到消息时 郁家 一直狄道城外 李信闻讯后 只能匆匆穿戴整齐 跨上座齐 带着隋缘 驰骋而行 马是老马 他本是 龙溪贡马中 作为野性男训的一匹 十年前被送到咸阳 陛下大手一挥 让手下狼尉们 自己去驯马 若能驯服 便赐予他们 李信当时 在张台宫指点 他不喜欢 其他性格温顺的马儿 却挑了这批 毛发唇白发亮 脾气如自己一样 暴躁难选的家伙 一人一马 在教场上 经历了艰难的博弈 花了半个时辰 马儿没有了折腾的力气 不情不愿地服从了李信 也因为李信精湛的奇数 秦始皇第一次注意到了他 虽让他在身边做狼官 又给他机会 在战场上表现自己 现如今 十年过去了 骏马已老 少年白头 但他毕肉尚未复生 心中的炙火 仍未熄灭 他还想骑着艾马 手擎黑色琴棋 在苍茫天地间驰骋 马蹄踏碎冰河 刀剑划过一个个低枪步足 让他们像牛羊一般 臣服于情 只有在战场上 才能够让李信 感到自己还活着 思索见 秦始皇御驾已至 还是熟悉的庞大车队 但皇帝身边最器重的新鬼 却已不是李信 而是黑夫 李俊尉 黑夫在马前作义 陛下 让夏里来迎将军 李信翻身下马 也朝黑夫还礼 口中却有些不知 该如何称呼他 八年前 李信作为都尉 出路锋芒时 黑夫还只是 安禄一介前手 照顾宝夕 七年前 李信在盐水 大破燕军 鸣动天下时 黑夫只是听着他的传说 与同伴 嘖嘖称奇的小亭长 五年前 李信持虎福 统帅二十万大军 发处事 黑夫仍只是 名不见经传的 小百将 李信经过时 只能在道边 匍匐 口称将军 但之后几年 李信如流星般 陨落时 黑夫却在 冉冉升起 而今 他们的地位 竟然持平了 不忘 李信知道 自己甚至 还不如黑夫 虽然爵位 比他高一级 但在陛下心中 那个身骑白马的少年壮士 已是百军之将 连剑都不想剑 而来自安路的玄黑天狗 却能够参与国策 备受信众 换了过去的李信 获惠不甘 难平 但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他 已真于成熟 于是 李信深吸一口气 以平礼毁败黑夫 待罪之臣 岂敢让右书长来赢 黑夫连道不敢 便在前引路 与李信绕过重重的 骑一宠戎车 狼卫甲兵 来到了御驾之前 陛下 罪臣李信 赢家来迟 有罪 车帘挑开 在外巡游越鱼 面容有一丝疲倦的 秦始皇走了出来 看着重重 棘手在地的李信 久久无言 无年了 这是李信丧失 如国后 秦始皇第一次接见他 看着昔日勇武少年 如今却满头滑发 似乎是比自己还老 秦始皇没有说谎 只是副手 审视着这个 让自己大失所望的 昔日爱将 他不由想起了十年前 在教场上去马时 第一次注意到李信后 随口赠他的名号 竟忽然觉得 一切仿佛是早已注定的天意 皇帝挪动步伐 走上前去 一直在哽咽抽气 扶手不敢抬头的李信 轻拍他的肩膀 此子 他日当为 朕之白马将军户 二十七年五月 秦始皇西巡隆西 轻至长城 而位于巨鹿郡的宋子县 正因为一件事 闹得满城轰动 殿家 且在与我说说 那乐师之事 宋子城中 商骨打扮的不仪男子 将三枚半两前放到岸上 两指压住 轻轻地滑到 客舍仆仪面前 仆仪接过 塞进袖中 露出了笑 客欲吱吱 那小人便知无不言 政务时分也没什么客人 仆役便坐到 风尘仆仆的男子面前 说起了这件 举县君致的启使 那位乐师 本是本县 富户肇使的拥保 去岁才来到了宋子城 跟我一样 受雇 受雇 重任杂役 做些低贱的劳累的活 每月挣点饭食而已 偶尔呢 来一次客舍酒色 也只要醉裂的酒 喝下去后 却高呼痛快 他在赵氏院中干活 那日正好赵氏仗人 宴请宾客 领乐者在堂上 积住住行 这永宝 便在院中彷徨 干完活 也迟迟不走 听着乐曲 还出言评论 说住的声调 有积的好的地方 也有没积好的地方 住 是燕昭之地 很流行的乐器 壮似情而大 偷安贤 以竹鸡之 不同于正位迷迷之音 由苍凉俗杀之美 素为丈夫所爱 不宜男子汉手 那永宝 果然是一位 懂乐曲的吧 然 仆役道 一起干活的永宝 嫌他话多 便向主人告状 说此人做着贱活 却在私下点评乐曲 这主人啊 有心戏弄 便让他登堂集住 所有人都以为 此人会闹笑话的 谁料 他却娴熟地 拿起了竹板 轻机住闲 出厅似乎杂乱 可听着听着 却发现 竟是一首完整的乐章 比堂上乐师们 记得都要好 于是主人称善 赐他九十 并让他 勿养再做拥抱 改当乐师算了 说到这儿 蒲仪有些口渴 不宜男子 也大方地 叫了一盏酒 关中 南郡的敬酒令 没有在山东驻郡推行 各地的酒价 未被刻意 抬到极高的价格 不过 大酒的凉气 用得已是关中 发到各郡县的 标准方生了 蒲仪谢过那不宜男子 继续道 于是啊 雍宝就成了乐师 赵氏丈人大眼宾客 让他登堂基柱 那雍宝啊 在沐浴更衣后 换上了一身上好的衣裳 还怀抱他藏了许久的柱 我听去做客的人说 那柱啊 由上好的铜目制成的 青衔为戴北骏马最长的尾毛 立刻则底 剪珠红漆 一看就价值不菲啊 而他的容貌啊 在喜去窝迹 梳好头发后 也大不相同 阴影间竟有种明实的风雅 举座主可见之皆经 下心语抗礼 将他奉为上兵 当他记住而歌时 声音背抗而机遇 我当时取送韭菜 在院中也听到了几声 小人虽然不懂音 但总觉得 那助生入耳 莫名地悲从心来啊 等回国神啊 竟已经感动得泪流满面 而当日的座上宾客们 也无波流涕而去 自那以后啊 岳师就成了全县皆知的人物 各家富户轮番邀请他去做客呢 不疑男子沉吟起来 若是在关西 在三川 尹川 遇上这种 一看就是隐匿真实身份的人物 各家富户恐怕会第一时间报官 查他的身份验传吧 但这里是燕赵之地 丈夫相聚有些慷慨悲歌 遇上对胃口的人 哪还管那么多 可情力迟早会注意到的 于是他抬头问蒲一道 今日那岳师又会去谁家寄住啊 我想去听听 当半个时辰后 不疑男子站在那人家院墙外 听到若隐若现的熟悉的助生时 他已确定了神秘岳师的身份 高剑离 男子接探 你不好好隐姓埋名 如此大张旗鼓 想做什么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新翻 演播 文远大V 第二百七十五集 夜色朦胧 月光如水 越是回到居所时 合上了门 还未放下手中的柱 听力极其敏感的他 便察觉到 屋内还有一人 谁 他猛地转回头 抽出了一只藏在怀中的匕首 对准了黑乎乎的暗基处 随时可以治出去 旧有来访 高雄 便与利刃相迎嘛 淡淡的声音响起 随即碎石火星闪过 一位三十上下 容貌英俊的男子 出现在微弱的烛光中 笑盈盈地看着高建离 往前走了数步 高建离才看清了他的容貌 不由又惊又习 张四方 竟然是你 对错于案前 多年未曾的旧事 却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对话 高建离和张良相识 是在前年 不愿详情的燕国 三境之事 集结于齐国的阿 卷之间的时候 本来众人皆欲协助齐国 欲情决死 但张良却当堂大笑 欲言齐王肯定会不战而降 二三子 还是各自寻找出路去吧 他指着艳阳高照的天空 悲哀地说道 天 就要黑了 长夜漫漫 不知何时才能复明 众人都痛骂他 张秦军士气灭自己威风 但高建离却注意到了张良 与之结交 发觉此人聪明绝顶 相谈恨晚 若是张子芳早生十年 得以执掌韩国权柄 韩或不至于咒王 他给了张良极高的评价 而荆轲啊 也不必入情不反了 每每想到被陆于秦宫的好友荆轲 高建离依然充满了遗憾 没过几天便传来了 齐王剑要入朝与秦的消息 鹅卷之间的诸侯 遗老遗少们大哀 只能做鸟寿散 二人也就此作别 张良东去海滨 而高建离则隐匿姓名 流落到了巨鹿郡 宋子县裸脚 一年未见 自防可黑了不少 当年那位面如关狱的韩国君子 拿去了 好似脱了层皮的张良笑头 海滨太阳酷里 晒成了这般模样 不过也好 哪有中日奔波劳碌的小伤果 会有一身白嫩面皮呢 他现在为自己编造的身份是行商 张氏有不少闷身顾利 已进入了情的体质内作力 给他弄了一套宴船 是很容易的事 所以张良才能够行走无足 张良开始说起这一年多时间 自己去了何处 孔子曾言 道不行 乘服服于海 如今诸侯皆为情所灭 汪道崩坏 霸道横行 天下 已无我被容身之处 我便乘着周伯出海 去到东阴惠国 沧海军处带了半载 寻觅能够助我刺杀秦王的勇士 终于找到后 这才从燕帝回到中原 突经曲阳县时 便听到 宋子县神秘乐师的传闻 猜到可能是你 便过来看看 高建林若有所思 自否还是觉得 自秦 那是灭秦复国的唯一良方吗 并非良方 却是唯一的出路 张良笃定地说道 秦王以一己之威 押赴九州 挥天下明城 杀六国豪杰 守兵拒之咸阳 主义为惊人十二 有千十二万户入关 以若山东之名 如今六国移民 敢怒不敢言 全然是因为秦王尚载 但若秦王死了 国中卫立太子 必然生乱 届时 山东豪杰局势 则国仇可报 六国可负 他已经看出来了 秦的权力 基于秦始皇一人 而秦国 乃以强大的政策律令 在山东六国的土壤上 水土不服 乃以扎根 只要杀死秦始皇 山东僻乱 张良沧海军处避难 同时也在暗访勇士 如今已寻到了 合适的人选 像霞磊结交 聂正一般结交他 如今只需要等待 秦始皇东巡 他化妆成商谷的目的 就是熟悉各地道路交通 寻找何时的地点 时间紧迫 张良也立刻指出了高建梨的目的 高雄 不隐匿姓名 好好藏身于世子 却忽然恢复荣毛衣冠 还以积住文明宋子 是兴申死至了吗 秦始皇深恨太子丹 荆轲 以天下称皇帝后 下令天下通缉太子丹门客 高建梨作为太子丹坐上兵 又是荆轲好友 自然在通缉之列 他的人头只黄金五百金 若能活捉 则可得千金 但秦正在燕昭之地没有根基 无法做到像秦帝那样严密细致的管控 若高建梨一直以拥抱形象藏身 秦帝是没法找到他的 如今却不一样 官府迟早会注意到他 派令士来调查 自方还是同过去一样聪慧啊 什么都瞒不注意 高建梨摇头 道出了自己的苦处 我藏不下去了 他曾是文明烟照的乐师 用一双灵巧的手演奏动听的曲目 乐器就像是他生命中的女人 柱是有些凶的正妻 情色是温柔的小妾 生肖是偶尔清静的外父 但他失去了一切 身份 姓名 优越的生活 他人的赞赏崇敬 作为拥抱 终日做着沉重的体力活 这都可以忍 但当有一天 他发现 自己长满老茧的手 已经对祝贤有些陌生事 他便再也无法忍耐了 高建梨的手 服务过 服务过祝贤 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我想记住 我想弹琴 我想再奏一曲少月 硬抗高歌 即便就这样死去 也好过庸庸碌碌 像行事走肉一般活着 何必如此呢 张良盖探 却也能够理解 他建议道 秦立 恐怕过不了多久 就要来锁拿高雄了 或明日 或后天 高雄 今夜就藏身在我拉货物的牛车上 离开宋子县吧 我可以送你去海滨 让你乘船出海 去姬子朝鲜 去沧海军处 高雄便能够终日奏曲 奏什么曲 王国之曲焰 高建梨苦叫 我不想去首阳山上 做博一书旗 而子方想要 小侠类涅政之事刺情 我以为不宜成功 而且太慢了 子方应当知道 秦王取年下令 柳国故地 比一度梁衡 钱笔 车同鬼 书同文子 一起都要同情地一样 燕国的下一代世人 将不会再写传承了八百年的燕子 也将猜看不懂 历代流传下来的典籍 史册 他抬起头时 眼中已满是泪水 赵正 怀叹臂之心 卢实其名 他不只是要践踏昭公的设计 还要毁掉燕国的根基 打断燕人的脊梁骨 如此下去 不消二十年 这世上 便再无燕人 果不能再等了 静游客一时 太子丹已死 但高建立还在 我要让燕国 让天下人知道 燕国 还有人 有着蒸蒸铁骨 白折不断 你是想要故意 引诱秦吏来捉拿 张良立刻猜到了 高建立的真正目的 你想让秦吏 将你带到秦王面前 你想效仿专注 要离之事 静身刺擒 高建立汉手 赵正狂妄自大 自以为是天下之主 他赏金千金 要情力活捉我 恐是想将我 当作一件炫耀功绩的物件 摆在咸阳宫里 只要到了那 便有办法 他会防备你的 张良不以为然 你恐怕 连见他一面都难 高建立却有自信 请帝一席注印 世人 没有谁听到我的奏乐 会无动于衷 更没有谁 听过一遍后 不想听第二遍 只要我被带去咸阳 就一定有即可乘 张良知道 高建立决心已定 只能叹息 高雄以己为耳 誓死如归 这份勇气 胜过张良原意 高建立拱手 此方大财 当刘有用之身 我却除了记住奏乐 便一无是处 所欲之事 尚可于情 至此既是 无所用也 张良漠然良久 过了好一会儿 才端起了 暗基上的斩 梁 只能以水代酒 敬高雄 他重重作义 梁是个牺牲的人 明日便要速离送子 不能亲自为高雄送行了 高建立却大笑道 如果我实不成 便只能指望此方了 更何况 他手中的竹片 再度从柱上划过 仿佛真的在弹奏一般 早在多年前 我以为金客 同时也为明日的自己 写好了一首送别之曲 凌晨时分 张良于强而走时 便听到了高建立的助声 先是让人听之便心生悲愤的 辩职之音 让张良几乎忍不住在墙下洒泪 接着是慷慨高亢的雨声 风消消息 易水寒 壮世一去洗 不复还 此日 宋子县情力 果然派令使来调查高建立身份 带到聚路郡去 有曾见过高建立的人 指认了他的身份 聚路郡守大席 随将高建立收监 脖子上套着墓前 派人送去咸阳 而与此同时 远在千里之外的龙溪郡敌岛 在目送秦始皇车架 北上前往北地郡后 李姓 黑夫 已带着千余人的队伍 出长城秦塞 深入边外堤墙之地 按照秦始皇的计划 白马和黑犬将踏出西托的第一步 秦始皇27年5月底 伴着知了没完没了的鸣角 绝境长城的大门缓缓开启 迁于秦军缓缓出塞 骑行在最前方的 是隆溪郡位李姓 跟在他旁边不远处的 则是被秦始皇任命为 岛河使者的黑夫 这也是他们辞行的主要目的 作为西托的开幕仪式 白马黑犬为皇帝去大河上游 祷告祭祀 他们的目的地 大概就是后世兰州一带 说远不远 说近也不近 而且交通状况不容乐观 只能在平地成为的战车 无用武之地 所以这支队伍 纯粹由步骑组成的 边赛之外补给困难 最近的哨所也在百里之外 所以带的人不多 本来黑夫要跨上皇帝祠的高头大马 被李姓一劝才打消了念头 相信我吧 初赛巡视 山林沟壳纵横 许多地方无路可走 有时 无等要在矮树丛里探路 遇上雨水 马蹄已容易打滑 最不适合骑战马 战马没有耐心 总是喜欢驰骋狂奔 用来走山路 反不如老托马可靠 中途欲经作战 才会换成战马 所以一名骑兵 至少要被两匹马 南征豫章时 军中缺马 我都是带着兵族 一同在密林里步行的 怪不知 黑夫谢过李姓的提醒 而李姓的部下们 也下意识地觉得 这个来自南军的黑小伙 对塞外骑兵作战 恐怕是一无所知 我看啊 他怕是连马都骑不稳吧 出发前 手下指挥着两百骑的骑将枪皇 约几个军卫左立 窃窃私语 在他们这些土生土长的龙溪 北地人看来 南方人都只擅长游泳划船 到了马上 修说开弓射箭 不摔下来就不错了 当了颠簸出啊 我倒是想看他 是否会死死抱着马脖子 一边说 枪皇一将自己的马鞍 放在马背上 擎已有马鞍 漆呈长方形 表面有皮革制成 中间填塞羊毛 加厚鞍鞭 周边用很细的皮剑缝制 形状就像是两片枕头 通过三条袋子 绑着马的腹 胸 臀 使之固定在马背上 据说 此物是北方荣底所用 他们常年骑马 发现在马背上 垫一点什么东西 会舒服一点 后来 赵武林王胡服骑舍 对其进行了改进 又传到了秦国 有了此物后 数千上万的成规模的骑兵 才在秦 赵 燕出现 秦国军阀中一有 车骑之将 军马不拒 安乐不被折 朱 故 背其安奸 是骑兵行军前必做的事 但在黑府看来 此物与其说是马鞍 不如说是可供骑城的鞍殿 或者叫做狄鞍 狄鞍可以折叠 不用的时候折叠起来 轻便倒是轻便 但还是不够先进 过去黑府主要在南方作战 乘战车行警 骑马的时候不是很多 但这次随皇帝西巡 既然已经提出了开拓西北之策 在上归县停留的那段时间 他便提前让人做了一样新东西 就指望着初赛派得上用场呢 于是啊 背马时等着看黑府笑话的骑将枪王等人 却是赫然发现 黑府让自己的御者桑木 在二人的马背上加了一个误解 此时木头所致 外包皮革 前后均高高凸起 中间低 他压在马肩上 也通过胸带 肚带 秋带三条带子 牢牢地固定在马背上 而这物件的两侧 还各用皮带 垂着两个平底的铁质环形 却见 黑府扶着马儿 踩着那铁环 轻松地跨上马背 稳稳地坐在那物件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星番 演播 文远大V 第276集 在之后的骑行中 黑夫意在马背上 稳如台山 遇到险阻的地方 龙溪齐立自己 斗掉双腿夹进马身 同时 用手紧紧地抓住马踪 才能够防止 从马上摔下来 可黑夫却表现得 轻松自如 如履平地 还有功夫 东张西望 看看塞外风景 他的骑术 看上去竟然不亚于 龙溪土生土长的戎笛 肯定是因为马背上的物件 骑将们窃窃私语 但爱与面子 都没有人过去询问黑夫 直到上午渡过陶河后 在水边休息时 李姓才主动过来问了黑夫 哦 真意是马鞍 就叫他高安吧 这样可以做得更稳 黑夫也不藏私 大方地告诉了李姓 而此物则叫马凳 骑行时 让脚有踩踏的地方 也不必死死夹着马腹 下马时两腿酸软了 黑夫毕竟也有过多年的戎马经历 有过去的基础 加上屁股下有马鞍 还踩着马凳 脚下有底 骑马当然能够轻松不少 哼 我骑术不似二三子一般娴熟 生怕摔下来 就有点出丑了 他看了一眼 跟在李姓身后 探头探脑的 龙溪骑将的骑力们 笑道 故 只能假于此物了 骑将腔皇 才十八九岁的年纪 是大上造枪雷之尊 他有些不服气 起哄道 语 无等还以为 右术掌骑术精湛呢 原来是靠了外物啊 黑夫还未说话 李姓已狠狠地 瞪了强皇爷 兵者鬼道也 战场上 能够将敌人击下马 便是胜利 不管是用弓箭 还是半马左 还讲究 是不是靠自己的本领吗 若那样的话 我等为何要讲究 后甲利刃 强攻净弩呢 直接赤身裸铁 手握双拳 去和敌军搏击不就行了吗 还不向右术长赔罪 强皇被训了一通 只能向黑夫赔罪 乐乐不敢再言 黑夫则感觉 自己真的要对李姓刮目相看了 那个只知道 莽充满干的李姓 已经死在了金楚之地 眼前的这位 是永锐之约 还多了几分 沉稳睿智的李将军 黑夫知道 这些龙系汉子的性格 也不以为武 笑道 李将军说得对啊 甲鱼马者 非立足也 而至千里 甲州吉者 非能水也 而绝江和 君子身非一也 善甲于物也 有了高安和马邓 我这南方人驾驭起马来 也不亚于 自小与马为伴的北人 荣笛 他看向理性 而若是本就 奇数精湛的人 有了这两物 更将是 如虎添翼 不愧是造出了 马指的少府城 难怪陛下说 你尝出奇思妙想 作为多年在边关作战的 车骑将领 李姓已意识到了高马安 马邓的好处 现在的他 早不是那个 目中无人的高少年了 听出了黑服言下之意 谦逊地 请黑服让他试试 李姓让人 牵来自己心爱的白马 将高马安 稳稳地固定在马背上 手指划过马踪 那银色的马踪 正好配上了银色的头发 有种悲凉的美感 之间 他踩着马凳 一跃而上 双脚甚至都没有用力 手中缰绳 甚至都没有抖动 白马便立即有了回应 顺着主人的心意 私明着 开步小跑起来 桃水两岸 是一大片开阔的草场 很方便骏马驰骋 时至五月 绿草遍地 一直蔓延到了远方的高岗 岗上绽放着一朵朵小黄花 在干燥的裂风吹过时 拼命地晃动 蜜草石块之间 颇有一些糊涂 银色的马 载着白发将军 越过草地 跨上高岗 马而撞剑截击 将军容貌气质 超凡绝伦 有了高安和马踪 更是完全解放了双手 李姓拿起了背后的弓 抽出箭矢 持其构设 几乎每一次拉开弓弦 都有一只糊涂死于剑下 引得千语人高呼喝彩 他仍不满足 抽出箭来 开始做些高难度的马上动作 前后 左右 周旋进退 激起灵活 让人目选神迷 当速度到达最快时 人马如同一体 一看不清虚实 阴安照白马 撒踏如流星 唯独李姓身后 高高扬起的珠红色大肠 仿佛是一对燃烧的翅膀 要带着一人一马 斩翅而飞 果然是如虎天意啊 枪皇看得如痴如醉 这就是一位骑将的魅力吧 连黑服都不佩服不行 一个词 溢在他脑海里冒了出来 并且脱口而出 朕飞将军事业 然 飞将军 枪皇等崇敬李姓的骑将 也大声附和 坐实了这个名号 黑服仔细一想 李姓本就是龙西里的十足 李广还是他的后代 曾祖抢了玄孙的名号 也没啥毛病 一些李姓昔日的顾虑朋友 已热泪盈眶 他们已经很久未见李姓 如此驰骋而行了 这一刻 那个青旗追击太子丹 越勾欠 灯丘陵 冒险族 决打折 斩强敌的少年将军 仿佛又回来了 隔了好一会儿 李姓才从高岗上奔驰而回 身边还跟着几名奉命 在岗上放哨的骑从 都人手一堆猎物 这是短短的一刻内 李姓的斩获 正当黑服要与重其力过去 听李姓如何夸奖高安马邓时 他却满脸严肃 高呼道 全军戒备 人上马 奴上衔 将右术掌和资重 保护在后 李姓从军前掠过 大声示警道 有枪戎 在朝五等靠近 以致实力之外 虽然行军在外 精神是没有坏处的 但那些小心翼翼 靠近秦军的数百枪 戎却不是来冒犯 而是来 跪舔的 看着那个败在李姓脚边 身穿戎服 变发羌戎的军长 黑服扫了眼狱者桑木 示意让他将高安马邓藏起来 又轻声地为一旁的枪黄道 此人 莫非是臣服欲请的臣帮军长 黑服知道 秦朝九卿之一的典客 就是专门掌珠归一蛮夷的 旗下的行人署 相当于后世的外交部 匈奴 东湖 越士 海外的机子朝鲜 惠国 西南境外 种类繁多的蛮夷 东南沿海地区的 敏越 欧越 西越 南越 已经建立联系 却还未归附秦朝的各族 并由行人署负责联络 旗下还有专门搞翻译工作的人员 此外 典客之下还有一个叫典鼠国的机构 负责掌蛮夷响者 即已经降服于秦 在秦境内 但仍有独立势力的第一枪蛮夷 相当于后世的统战部 像豫章的甘越 会计的渔越 八郡南郡的八人都属于典鼠国管 朝廷管他们叫陈邦军长 陈邦军功 有点像是明清的吐司 当年烙埃叛乱 就煽动了龙溪境内的荣敌军功 经过对李幸飞将军的称赞 枪皇四十一下就看黑服睡眼多了 硬道 然 将军任军位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可谓闲着 头水一吸 里水一动百余里内 七八个部落 军已在将军劝说下 臣服于大清 怎么劝啊 用劲弩力剑劝吗 黑服看着那个陈邦军长 战战兢兢的模样 可不觉得李幸会与他好商好量 枪皇笑道 哈哈哈哈 尤署长说对了 将军出赛 打过一次柴 将一个旅判不服的大部族消灭后 那些枪容就老实多了 纷纷请求内服为陈属 从枪皇口中 黑服得知 情侣里 对这些龟妇的陈邦军长 是有优待的 让他们和子弟 都享受上造爵位的待遇 若因为不懂律令犯了下罪 应判处耐刑以上 可是出钱赎罪 又因为 这些强荣之人 生性喜欢相互飘略 若是发生抢劫 其他军长的群道罪 也从情发落 从死刑判为鬼心 若要出以辅刑 考虑到这是极大的羞辱 也可以判为输功 出钱赎罪 若没钱 就把部落里的牛马抵债吧 当然了 若是不要命的 截略了情人 那法官和典蜀国的官吏 就要板下脸 从众判罚了 普通羌荣蜀邦之人 则视为前手 无法律上的特权 这些优待 像是诱惑山羊入眷的青草 一旦入眷 就别想出去了 律令又规定 陈属于秦的少数民族的人 对其主掌不满 而想去下的 不予准许 什么叫去下 想要离开大秦蜀境 称为去下 这相当于限制了 枪荣蜀邦之人 迁徙的权力 你不愿意臣服于豪囚 申请做秦的 编户齐名一可 官府会安置你到别处 从一个雇农做起 但就是不能离境 若是举足迁徙 更是视为反叛 会被当作群道绞杀 除了缴纳牛羊马屁 做共赴 当战争来临时 枪荣蜀邦 还必须要出骑兵 加入秦军作战 其实啊 枪荣家 也是北地军的 枪人城邦军长 但已入侵四代人 语言隐识 军被同化 他祖父枪蜀 更是率 北地的枪荣骑兵从军 作为王俭副将 东征西逃 立下赫赫战功 成为大上造 如今 全家都已视自己 为情人 而非枪人 这么一想啊 黑夫发现 秦朝铸长城 除了防止 境外戎笛 内侵扰民外 还有 羊卷篱笆的作用啊 必将境内的戎笛 蓄而养之 使之与情人 长期为伍 从生戎 变成熟戎 最终彻底同化 毕竟有父母双方 只要有一个情人 子女便是情人的 下子制度 随着移民通婚 情人只会越来越多 境内的羌龙敌人 则越来越少啊 他看着那些赶着牛羊 远远畏惧地看着情军的容忍 安安想到 这个制度 早在多年前 黑夫就听八中提及过了 目前看来 秦的同化政策是成功的 关西三郡驻军里 有大量情话的容忍 他记得前世参观兵马勇士 也有好多 又异族容貌特征的情族在展览 不过 在这长城之外的地方 羊眷黎巴没有圈过来 陈邦军长 若想要逃离情的统治 应该不算难吧 走 他们可不想走啊 黑夫发问候 香黄指着风草漆漆的 桃和河古道 堤墙以涉猎为势 但也需养牛羊马匹 种点骨子 塞外多山不宜无骨 唯独桃水沿岸 有些平坦的谷地 不但能够种植无骨 还方便放牧牲畜 笔贝可不想离开 这片丰饶之地 去河黄 墙中 与更加蛮横的堤墙诸不争时 黑夫了人 从这里开始 越往昔 地势越高 自然条件就越发恶劣 能够养活的不种就越少 而富饶的河西走廊 又被强大的越势占据 四分五裂的羌龙小部落 根本不是对手 与其去穷山恶水 还不如继续留在这里 给大秦当狗 更何况 龙西郡还以贸易为耳 让城邦军长们更加不舍地离开 黑夫听枪黄说 早在开春时 李信一派人在大河与里水交汇 一个叫做福罕的地方设置了哨所 并同意周边未归附的低枪荣布 可以在春夏时赶着牛羊 来到福罕来交易 所以后面才托了不少的步驳 严堂粮食 黑夫明白了 也难怪李信 极为赞同黑夫提出的西托之策了 这本就是他一年多来在做的事 而且类似的是 亲人已经玩得很娴熟 不多是 在一通顶礼膜拜后 知道李信不是带着大军出赛来打柴的 那个城邦军长才松了口气 直至他们称之为录取的桃河发誓 绝不叛秦后 还送了秦军五头牦牛劳军 事业 在桃水西岸扎营修气时 秦军士族架起了沟口 栽杀后大块大块的牦牛肉串在木棍上 烤得七成熟 撒上带来的青盐 亦是一道美味 一边大块朵頤 黑夫也与李信 也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流 主要是关于高安与马凳 我虽是男人 只打过布展 但也听说 秦军选拔骑士的标准是 宣取年龄在四十岁以下 身高在七尺五寸以上者 必须要身强体装 行动敏捷 迅速超过常人 能够骑马鸡池 并且在马上挽弓射减 能够在前后左右各个方向应战自如 进退险数 能够策马越过沟前 攀登丘陵 冲过险左 横渡大水 如此 方能在战场上追逐强敌 以寡敌众 这种人称之为武骑士 在没有高安和马洞的年代 骑士只有更加强化的训练 才能够弥补 所以才有如此苛刻的标准 甘文将军 此行数百其中 能够当得起武骑士之名者 有多少 力性当然知道自己手下人 都是什么水平 不加思索到 不超过五十人 均为骑力一上 秦军志 五骑一整 十骑一力 百骑一帅 两百骑一将 而在冠绝天下的龙溪骑兵里 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是精锐的武骑士 其他的人骑数也不算差 至少要比黑夫好 车兵也有类似的选拔标准 称之为武车士 黑夫知道 赵高就是武车士出身 也是武艺高强的家伙 按照两个标准算 黑夫再练五年也不够格 成年后才学骑马的男人 是永远无法同少年时 就在马背上滚爬的北人相提并论的 与三岁骑阳 八岁骑马 人人皆能够挽强弓的胡尔 更是没法比了 黑夫又问 但若装备高弯马凳 将军以为 麾下有多少人能够成为武骑士 李姓今天已经感受过 高弯马凳的便利了 高弯让他骑程时更为舒适 稳固 马凳则让他双脚 像是踩在地面上一般 不必再像过去一样 双腿在马腹的两边空荡荡的旋垂着 没有任何支撑 要双腿用力夹住猛烈的颠簸的马 才能够保持自身的稳定 双手得以完全解放 过去做起来很困难的持其构设 前后左右周旋进退也容易了不少 可以想象 若此物由他手下的骑程门使用 亦有相似的功效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情力 作者 七月星番 演播 文远大V 第二百七十七集 略微沉音后 李姓道 那样的话 五百其中 至少有一半可称得上是五七十 正是如此 黑服服长 果然 让李姓事成果一次 比他空口白话描述强多了 除了让强者更强外 在训练时 高安马邓 亦能让情棋训练周期大大缩短 三年后 数万骑兵入河西 去河桃并非梦想 西拓不必难争 肯定是要车步骑 协同作战的 尤其是对河西河桃的战争 需要动辄千语里的长途行军 没有高安马邓 几乎无法做到 这也是黑服向理性展示 这两物的目的 我想请将军 与我一同上书 批于隆西 北地 上郡 内使 各建一支起兵 木关西 先熟攻马的梁家子入伍 使这装备 高安马邓 在内线秘密训练 必使人人皆为武骑士 三五年后 必有大用 黑服这个南方人 举着高安马邓 去提议的话 恐怕会被人说成是 男人野马 北人挥急呢 就算被皇帝认可了 那些傲娇的三郡其从 说不定啊 还会想像枪皇一样 因为自己对骑鼠的骄傲 排斥实用 平白闹出些麻烦来 但与李姓联合上书 就不一样了 天下最擅长 玩骑兵的将军都说好 谁还能有异议 这种如虎天意的好东西 李姓当然乐见其成的 不过 他却注意到了 黑服说的 秘密训练四字 尤书长是觉得 此物不可倾斜 然 此奈国之戾气 不可以轻视于外人 避藏而后用 三五年后 再打胡荣一个措手不及 待高安马邓大放一彩后 秦立羊卷翻离 便能够延伸到千里之外 将河西 河南 河套 统统圈进来 丰饶牧场 皆为秦所站 开荒屯田 移民驻军 建立成锅 黑服道 到那时 便只有两个选择 摆在胡荣面前 李姓了然 将军眼中 溢满了光彩 将一块牦牛肉 递给了黑服 笑道 是在眷内当待宰的羊 还是去戈壁滩图 做饿肚子的狼 福寒并不是一座城 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哨塔 屹立在 里水与大河交汇的地方 但好歹不是黄土航城 而是用更为坚固的黑色石头 砌成 抬头望去 黑服能够瞥见 几张满是杂乱胡须的脸孔 从质碟间向外溃探 那是李姓一年前 控制陶西地区后留下的手足 人不多 一屯五十人 不过 等屯长来拜见李庆时 却说 只剩下四十八人了 五日前 二人一同外出狩猎 便再未返回 下里一十人去搜寻 却一无所获 或是碰到了猛兽 或是遭遇黄中生枪 被情杀了 李姓却不说话 对枪皇点了点头 枪皇气不打一出来 制止了屯长的讲述 不必猜了 其中一人确实是坠牙死了 至于另一个人 他做了逃兵 说着一挥手 士族便将一个双手被反复 浑身脏兮兮的情族 带了上来 原来 此人见同伴 不甚坠牙儿子 心生惬意 加上 已在这苦寒边地 束手近一年 有些受不了 虽心生逃亡的念头 但也算他倒霉 沿着逃河行走时 竟然遇到了理性的队伍 事后见他行迹可疑 虽将其捕捉 很快就从他的衣裳 验船判断出 这是逃亡的情族 按照军法 逃亡者死 且按照连坐之法 一人逃走 则加刑于其同伍四人 其同伍还剩下三个人 也遭到了鞭齿 之后还会去逃兵家中 追责其父母家人 正是靠了这种严苛的军法 这些戍边的情族 才不至于逃亡大半 李欣也知道戍边士族的苦 所以在打了一巴掌后 立刻给了他们一颗甜枣吃 文将此番来 除了此如等 一时靠劳享世外 便是来更换数族的 听说很快就要结束 戍边的苦日子 浮寒在全屯四十八人 都欢呼雀跃 让大军在哨塔外围 安营扎寨后 李欣对黑夫说起了 在边外之地 舍少束手之难 浮寒距地到一百八十里 沿途无路 只能顺着桃水 缓缓而行 兵族们束手于此 一时都要扬仗 敌倒梅月共赢 我虽梅月派人过来 但总有阶级不上的时候 尤其是入冬之后 或是觉得 南方人无法体会 枪敌冬天的可怕之处 李欣让囤长过来 向黑夫展示 赛东留下的战果 一直被冻烂的耳朵 还有一根脚趾 下里这算是轻伤了 那逃兵啊 直接冻掉了两根手指 一只耳朵 只剩下肉团了 虽入下 但臀掌想起上个冬天 就瑟瑟发抖 那时候 浮寒赛才刚建好 月寒能力较差 因为大雪风堵了路 低到三个月无法过来 他们只能省吃俭用 靠涉猎冲击 将动物皮毛披在身上 在火堆边挤在一起取暖 黑夫汗手 他能够理解 越亡溪 海拔就越高 冬天夜就越难熬 剩下时节 在这里只能算是凉爽 入秋后 便要披上冬衣了 浮寒 一是青藏高原的边缘 偶尔能够见到 牦牛之类的高原物种 牛尚且需要厚厚的皮毛玉寒 何况人呢 这么苦的条件 方圆百里内都是言语不通的 羌绒部落 日子也乏为至极 待久了 的确会出现精神崩溃的情况 黑夫也问出了自己的不解 敌道长城以北 桃水以东地区 高于之地不少 桃西 虽然有些牧场 但多为山鹤苦寒之地 南中五谷 驻军也不易 将军 为何非要再浮寒剑赛啊 以黑夫这个后世人的眼光看 桃水以西地区 直到两千多年后 也是藏腔聚集的各种民族自治县 也不是进入河西的必经之路 岂之亦不可惜 这浮寒赛 是非见不可 但李兴接下来 却给黑夫 好好地上了一课 有书长或许听说过 西墙之本 出自三苗 乃将性之别也 即顺流子兄 西之三位 强人的地狱 从龙山一息 置于河首 面帝千里 南皆蜀汉 较为满蚁 西北皆越是 所居无常 一遂水草 地勺无骨 一颤木为野 黑夫在心里画了画地图 发现这一地狱 就是后世的半个甘肃了 强人在英州时期的历史 与江姓四月深厚的渊源 同周王室的相爱相杀 且不追究 强人与秦的纠葛 一切都得要从两百年前的秦立宫时代讲起 那时候秦国以霸西荣 因为缺少劳动人口 便对龙山一息的羌人诸布大肆打击 抓了不少人去关中做奴隶 其中一个叫做无意爱见的羌人 便是秦人的历程 无意在枪语里就是奴隶的意思 他的妻子则是一个受过异刑 被割了鼻子的枪语 后来爱见发动了一批同族之人 从关中逃回 遭到情人追拿 还放火烧山 想要烧死他们 众人躲在洞库里 才得以活下来 逃到隆西后 羌人们听说 爱见在烈火中活了下来 感到惊奇 以为爱见有神必有 便推举他为求豪 因为在关中生活过 无意爱见 学会了情人先进的农耕技术 将其教育羌人 得到了羌人敬重和信任 偷奔他的日益增多 虽成最大的部落 但好景不长 到了爱见曾孙 忍继父做豪求时 清献宫出力 预赴木工之计 于是兵临未熟 扫灭残余的群戎 也对族群日益昌盛的 羌人大肆打击 使之四分五裂 从那时起 羌人便分成了三部 李兴让群长 探开刻画在一张 羊皮卷上的地图 指着地图的东北角 黄河以东的地区道 部分群人 与群戎混居于此 此为其 这也是右树长 替夺取的地方 这里便是后世的兰州一带了 李兴又指着地图 西北角的水道和大湖道 这是黄中 西海 群人好球 任继父带着部落迁徙至此 和黄群人最重 他的手指虽急又指向南方 又有群人术部 没有去黄中 而是选择南前 出次之河区西数千里 进入淑郡一席 在高山深河间散去 或为牦牛种 情称之为月系枪 或为白马种 情称之为广汉枪 或为蚕狼种 情称之为五渡枪 此为其三 听完之后 黑夫只觉得 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 惨啊 群人的历史 几乎就是一卷 被情奴役 被情追打的血泪史 而他们被逼得逃离家园 或西或南 四散迁徙 简直是一出血泪之路 说完群人聚聚的三大区域后 李兴又点着地图 最中央的黑空洞 福寒在此 恶手离水 桃水之间的走廊 走廊 然 离水西面为高山 桃水东面为情赛 有长城阻隔 为凉水之间的地势较低 是强人迁徙的南北重摇 黑夫这下听明白了 哦 将军在福寒历赛 除了究竟监视黄中珠枪 还想要阻止三地枪人往来联络 然也 李兴道 本位对黄中并无兴趣 但我以为 枪人四分五裂不足为据 可若像两百年前一般 在无意爱见手下合意 与情作对 则西枪之患不亚于当年的义渠啊 他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 据黑夫所知 虽然眼下枪人看似无害 但再过两百年 至两汉之际 枪人果成大患 整个隆西甚至连关中都饱受其苦 而若是能够增助福寒赛 使之变成了城池 甚至将长城延伸至此 则相当于隔绝了三地枪人 黑夫拱手 将军不以枪人四裂弱小便轻视 真有沉稳大将之风了 李兴摇里摇头 幸福君辱国之人 岂敢再狂妄傲慢呢 不过 咽下李兴也有发愁的地方 福寒赛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 但如何维持其存在 并且改善数族生活 无要再使逃亡的情况出现 却又是一个难处 再者 这一囤数族 好不容易才熟悉了本地环境 一岁而更 又换上新人 我倒是有个主意 或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在细细了解本地状况后 黑夫也不施时机 提出了一个算不上 新领的想法 见识过高安马邓之力 李兴挺期待黑夫 源源不断的主意 抱拳道 信 愿文指 很简单 黑夫指着福寒赛之外 离水边的那些开阔古地道 臀铁 蜿蜒起伏的山脉 奔流不绝的河流 时而开阔 时而狭窄的河谷 两侧则是高高隆起的黄土园 过去半个月 秦始皇的御驾 一直沿着长城 在这样的地形中行驶 只有设身处地的巡视一番后 他才明白 哦 原来正的西北疆域 是这般模样的 空旷而野蛮 却又充满了勃勃生机 站在长城上远眺 皇帝才发现 西方还有如此广袤的土地 等待他去征服 从灵桃绵延东北行的秦长城 在抵达高耸的鸡头山 也就是六盘山市 也不得不避其锋芒 远远绕道 从山南路穿行 抵达西段长城的重点 吴氏塞 来到这里后 地形才算是豁然开朗起来 盛夏时节 操场英飞的牧场中 还坐落着一座新的行宫 回忠宫 这是座融合了秦 融风格的独特行宫 完全仿照 甘泉山灵光宫而建 里面摆放的器物 均是精巧贵重 除了中原礼器外 已有充满异域风格的 金碑影展 除了主建筑外 其余的巫舍 则是胡荣的战兆 足够皇帝 两千岁元入住 吴氏罗 真是用心了 皇帝口头赞赏了 这座行宫的出资人 吴氏罗忙倒不敢 他已脱下了平时的戎服 换上了一身衣冠朝服 收持玉归 俨然是一位朝臣封军 陛下能够立临北帝 来吴氏偏僻的小县 是乃吴等之兴也 吴氏县是北帝军最靠西的县 当东西交通要冲 东南京京河谷 过回中道 支通关中 西游伯洛谷跃积头山 直屈西北湖戎之地 是秦朝对外贸易的最大关口 吴氏罗虽为戎人 却抓住了吴氏县独特的地利 续扬牛马 以牛马冒关中私薄 转育于戎 石之秦扫灭六国 需要大量牛马牲畜 便让典克与少府 将吴氏罗招揽进官府的控制下 成为了朝廷保护的官商 专门负责 秦与湖戎的中转贸易 至今已有十年 吴氏罗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的同时 也为秦换回了数不清的牛马 吴氏罗也会做人 知道秦始皇虽幽容大伤骨 但秦律本质仍是重农一伤的 手中的财富或许也会反过来害死自己 自六国覆灭后 他开始不断地主动出钱 拓宽回中道 并且为秦始皇修筑回中宫 只为表示自己的忠诚 一边恭维着皇帝 吴氏罗一面让人将开春时 与越士 荣王 羌人豪囚 甚至是匈奴缠于贸易所得的奇珍义务 敬献给秦始皇过目 余田的美誉 河西的鸣马 羌荣的白狼白鹿 匈奴的掘题 秦始皇却只是曹操看过后 便询问起他最关心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78集 请长帅商队出赛 行走羌荣珠邦 北至河头 西至河西 若论最熟悉匈奴 越是地形的人 非你莫熟 与西拓之策 有何见言呢 乌氏罗竟然有避风军的待遇 可以和朝臣一块敬见皇帝 自然也有义政的资格 更何况还是他最熟悉的散外情形 他消息灵通 一听说了上个月 右书长黑夫在齐年宫的提议 同往常相比 今年春天 乌氏罗商队的货物中 多出了名为红堂的新商品 不同于难以携带保存的秘 以红堂呈马蹄状 干燥而方便保存 两千斤红堂 跋山涉水运到喜好甜食的河西岳氏后 大受岳氏王和五部涉猴喜爱 高价购买 为乌氏罗多换得了许多牛马 因为红堂的缘故 乌氏罗对黑夫此人印象不错 但对黑夫敬言的西拓之意 乌氏罗仔细思量后 觉得这项剑言若是推行 简直是在挖自家的根呢 他之所以能够复制万金 立抗千成 就是因为在情与胡荣之间 长袖善武 做转手贸易 赚取利润 少府和典克对他的管制也不言 可如今 一旦西拓之策推行 首先将有许多内地移民 涌入北地 乌氏 与乌氏 戎族争利 其次 秦若是发兵击胡 戎 消灭了塞外的枪人 匈奴 越士 将河西河套等 丰饶操场占为己有 由官府 直接在当地 续养牛马 那样的话 他这中转商人 还有什么用处 恐怕不出一代人 家族就要衰落了 顾在皇帝 并群臣上一次测试 乌氏罗才气质鲜明地 表示了反对 但事情出乎了他的意料 本着两害相较 责取其轻的念头 不愿子弟去南方水泽之地 发霉的关中老秦始祖 几乎全部支持西拓 更要命的是 皇帝竟在龙山 做了一个怪梦 被陈宝污之一解梦 认为这是西拓的征兆 更加坚定了决心 以将其定为国策 要在未来数年内 大力推行 所以皇帝此时发问 问的也不是乌氏罗的意见 而是想要看看他 在这西拓国策中 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乌氏罗不敢再直言反对 只能拐弯抹角地 说起了征服湖墨之地的诸多困难来 首先是军事征服的不宜 乌氏罗斟酌了一番红 用流利的下言道 感言于陛下 塞外强人容忍若想 不足为虑 然匈奴 越氏 均是草原的大行国 人口数十万 控仙者十万 匈奴 越氏之人 儿童 既能齐养 允公射鸟说 手长大 则能够射击糊涂 用作食物 成年男子力能开强弓 全都披挂披甲 骑着战马 既封俗 平常乌战士时 则随意游牧 以涉猎飞禽走兽为生意 行事紧急时 则人人练习攻战本领 以便清晰掠夺 这是必备的天性 他们的长兵器 有弓和剑 短兵器 有刀和钉 力则进 不力则退 不休顿走 来去入风 这时候 身后一个声音响起 二十多年前 赵将李牧 不愿意车前三百成 选其得万三千匹 百经之势五万人 够者十万人 大破匈奴犯 编者十数万吗 一回头 却是特地从静阳县赶来 敬见秦始皇的大上造 枪雷 虽然年轻六旬 但枪雷是个好战分子 灭六国后休息了一年 他浑身都不自在 对西拓之夜 亦是举双手赞成 想封侯的不止黑服一人 老爷子也想再进一步 挣个关内侯当当呢 他朝秦始皇作义后 牧师巫师罗道 十夜 李牧不仅大摆匈奴 还灭蝉兰 破东虎 降灵虎 匈奴缠鱼奔走 其后十余岁 不敢进赵边城 李牧虽曾是王剑 枪雷的对手 但枪雷却仍然尊敬他 李牧以赵一国之兵 便能够力措匈奴 如今陛下和天下之力 又有横扫六国的将士用命 何愁不能夺取何兮何套 虽然同为北地羌荣豪长 但巫师和羌师却并不和睦 在秦末统治此地时 他们的部族便是仇敌 如今虽然同朝为臣 但意见也常常相左 巫师罗知道 秦始皇是跪在北地 维持两家豪长的军士 绝不会坐视任何一家 压倒对方 所以他有自己的底气 比封军的地位 亦不亚于大上造 便道 不然 李牧是背口边爱 应诱匈奴来反 才加以反击的 但如今 陛下却予主动出击 与当时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 匈奴 越是 军委草约广野之地 自立于骑兵作战之地 步兵欲之 实不当义 枪雷却有些不鲜 哼 匈奴越是有旗 情无其乎 龙歇 北地 上军 云中 燕门 上谷之旗 加到一起 亦补下数万 本将军 还有理性 皆是擅成旗战的 乌是罗 仍摇头道 呃 中国之旗 恐不如 湖墨之旗啊 河头 河西之马 能够上下山板 出入西间 鸡齿飞奔 此中国之马 福如也 匈奴越是之旗兵 险道轻则 且吃且舍 中国之旗 福如也 匈奴越是之民 风雨疲劳 饥渴不困 中国之人 福如也 此匈奴 越是之长旗 若入湖景 无异于一己之短 工人之长 大上造 敢说一定就能获胜吗 虽然他说的都是事实 但枪磊抱脾气上来 当场就抛下话 请秦始皇 让他领兵 定能够请得 匈奴缠于 越是王来 秦始皇却道 北地军务 自然少不了老将军 不过 在匈奴越是之前 还是先替朕 将鸡头山以北的 曲眼戎 扫灭吧 曲眼 便是北地之外 后世宁下一代的部落 秦始皇虽然喜好极力 但归根结底 依然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直到西托要一步步来 三年之内 新疆国境与匈奴越是接壤再说 而对匈奴越是空闲十万的实力 他一早一知晓 所以之前才有先南后北的想法 皇帝又看向乌世罗 让他继续说下去 仗着自己是对匈奴越是最了解的人 乌世罗再接再厉 继续道 陈也曾说过 胡人食肉饮烙 一匹毛 非有成锅田宅之规矩 如飞鸟走兽于广野 煤草干水则止 草净水节则移 一事观之 往来转席 食指食取 此胡人之生业也 而中国之人则不然 碧力成锅 勿田木为业 到了核桃核西 以核为业 再者 臣曾去过核桃 核西 最大的感触便是 冷 他抬起头道 胡鹤之地 静英之处也 木屁三寸 冰厚六尺 必须食肉而饮烙 并且 披上尿兽的厚皮毛 方能遇寒 中国之人 在春夏去安行 若在当地越冬 不能适应其水土 恐怕会十死三死 古 臣以为 公固三郡 夺强荣之地 开疆辟土无防 但对匈奴 越是用兵 则有待伤强 要击灭两国并不容易 夺取河西 河桃后 也难以助手 即时 数者死于鞭 输者奋于道 反而不美了 说了一大通 对匈奴 越是用兵的困难后 乌世罗 也不是时机地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陈以为 可用匈奴所缺的梁木 越是所缺的 思伯红堂幼稚 让陈派商队 深入河西 冤喜流沙 寻找那 难觅其宗的昆仑山 带着到西王母之邦后 商队也掌握了 河西交通血药 届时再用兵不迟啊 既然无法阻止 那就让自杰 在这场西拓之中 有用武之地 这便是乌世罗 想到的唯一办法 所以 他偏想用商队 来解决问题 枪磊 则直接捋起袖子 就想要动武 但秦始皇 却未立刻做出决断 乌世罗和枪磊争论时 他一直在翻阅 刚刚由业者递来的奏书 奏书来自龙溪边外 厚厚的遗落 并由黑夫李姓 共同署名 待乌世罗和枪磊 争得口罩舌干之际 秦始皇才道 二卿所言各有道理 也无需争论了 因为 他举起了三份奏书 笑道 朕的黑犬 白马 为朕倒河之鱼 也不忘担忧国事啊 这三封奏书 已将乌世罗 所担忧的骑兵 束手 御寒三世 全部解决了 乌世罗和枪磊 面面相聚 在秦始皇允许下 他们得以 分别阅读三份奏书 其中 二人得以一起看的是 屯田书 事关军事机密 只让枪磊看的是 高安马凳书 而与外贸商业有关 只给乌世罗阅读的奏书 叫做 脚羊毛唯一书 秦始皇二十七年六月中旬 宽阔的大河南岸 身上黑白相间的长毛羌羊 被强壮的羌人男子 暗倒在地 他们四体被绑紧 害怕得咩咩直角 不过 迎接这群羊的 并非是锋利的铜刀 而是一群 劈头散发的羌女 他们手里是 古致的羊毛疏 将羌羊身上即将脱落的长毛 一一地剿下来 放在皮口袋里 待下午再去河边洗净 年龄不一的羌女们 一边干着每年要做两遍的活 一边望向远处观察 他们的情历 毫不避讳地大声议论 并且不时地发出一阵大笑 他们在说什么呀 黑夫换来起将枪皇 他祖上亦是枪人 虽然北地枪与拢析枪口音有差异 但是大致能听懂 牛书长 当真想听呢 枪皇忍俊不惊 你只管说 黑夫坐在河水边的沾掌碗 喝着已经渐渐习惯的烙汁 加点糖的话 味道就跟甜牛奶差不多 难怪河对岸的月氏 王侯们那么喜欢红糖 那我可就说了 枪皇说 那些枪女在议论 这个黑面情历 已经连续观察他们两天了 莫不是看上了谁 想要睡他 这时候又有一个年长的枪女 却神秘兮兮地说 也许啊 不是对他们感兴趣 而是对羊感兴趣 然后就说起了一个笑话 说是一些在边塞助手的情族 因为常年没有女人 只能对母羊下手 这个笑话口味太重 黑夫一口烙浆喷出 还呛到了自己 不过 那些枪女倒是也没有说错 她的确是对他们的羊 还有羊毛感兴趣 其实啊 类似的场面 早在数日前 李信与黑夫率部抵达 浮罕赛上游的基石山 替秦始皇祭祀中原人认为的和原始 便已经见过一次了 所谓的枪 便是西戎牧羊人的意思 古枪人以牧羊著称于世 不但已经训养出了 类似后世绵羊的长毛枪羊 并且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羊毛纺织技术 这种或黑白相见 或全黑或全白的羌羊 每年秋冬长出长毛 来年春夏天气渐热便褪去 根据这种习径 羊女们在春夏两次脚毛 细密的竹壁梳子从羌羊身上 将以托或者将托的粗绒给梳下来 洗净并且用弓弦弹松后 便能够搓成粗毛线纺织了 想想也是啊 中原和南方大量种植蛤 麻还有蝉子来做衣裳 枪地可没这种东西 若不想动坏 只能从动物的皮毛上打主意 而当地海拔高 温度低 动物普遍披挂一身厚厚的绒毛 早期可能直接剥皮预寒 慢慢地创造出了毛纺织的工艺 较粗的毛支撑毯子 粘杖 较细的毛支撑衣裳来预寒 这种毛布亦是枪地特产 在羽共中称之为枝皮 每年相情进贡 但中原没有那么冷 贵族百姓穿惯了葛麻丝薄 反而掀起羌绒的羊毛衣给粗糙 还有一股难以除去的羊山臭 就像那些脚毛羌女身上 永远无法除去的味道一样 黑腹倒不嫌弃 用一块红糖换了几件羊毛衣来 其颇似脏袍 穿到身上后发现 即便是后世最差劲的毛线衣 也比他惊喜舒适 穿是不太好穿 但是预寒能力应该是没问题的 否则成千上万的羌人 早在黄中可怕的冬天里冻死了 更别提向着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迁徙 中原人总以为容敌奈寒 其实主要原因只是人家穿得厚而已 除了羊毛外 称为牦牛的牦牛毛也被羌人用来纺织 还制成了名为毛记的毯子 作为供品输入咸阳 但只是挂在供品角落里图个新鲜 没什么人喜欢 如此一来 黑夫也更坚定了他山之石可以公寓的想法 持有所长寸有所短 且不说遥远西方的希腊 罗马 哪怕是近在咫尺的邻居羌人 看似处处比中原落后 却也有不少东西是值得中原学习的 黑夫不知道 在匈奴 何西 西域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技术 可有其他的绵羊品种 但是 光是在枪中看到的情形 就足以支撑他那篇 脚羊毛为医书了 他在奏书中向秦始皇描述了所见所闻 并且提议 让乌氏裸的商队伸入枪中 用各种盐 糖 粮食换取大量的公母枪羊 带回边郡草场饲养 再用掠夺 诱骗 购买等手段 让一些擅长绞毛织布的枪女入赛 传授羊毛纺织技术给编民 并让咸阳少府东 西之房加以改造 提高效率 黑夫现在还顶着一个少府城的职位 这提议本是愤美的事 所以写起来没有丝毫犹豫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星翻 演播 文远大V 第二百七十九集 以墨者和少府知识工匠的技术 复制这项技术 乃至于方样光大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想到不久之后 冬天便可以穿上没有异味的羊毛衣 还是件满书型的事 在找到棉纺技术推广前 羊毛衣应该是最合适的冬日衣物了 可不是中原所谓的冬衣 其实就是两层粗麻布能比的 也不像是皮球 非要杀死动物才能够获取 只有富户贵族才穿得起 羊毛可以不断再生 物美 假意不贵 将毛衣分发到边军士兵的手中后 困扰富罕赛数族的御寒问题 也能够顺利解决 还可以让屯田之策 更加的切实可行 所以黑夫才在奏书上说 若是能够推广到整个北方 将使得大比天下寒室 具欢言 身上倒是保暖了 也不能忘记了脑袋 摸摸头发 黑夫灵挤一动 想到了前十赛警校时 宿舍那位东北级同学 带来的狗屁帽子 可惜呀 学校在南方 那哥们三年里 好容易才逮到一次下雪的机会 带出门 说干就干 他在随身携带的纸上 用笔墨飞快地画出了 狗屁帽子的模样 现在不比后事 中原土狗成风 是和猪肉一样流行的肉食 烟爪 怀似配上游身 所以狗屁并不难得 想到多年以后 头戴狗屁帽子 身穿泥子大衣的情军将士 端着弓奴 在大雪纷飞的长城上束手 甚至还能够向更加寒冷的 东北老林子紧发 这画面 这画面倒是挺带感的 这时候的黑服没想到 他这一画不要紧 到了后世 这种帽子 即便是褐色黄色的狗毛 也会被人称之为黑犬帽 以纪念其发明者 黑服画完狗屁帽子 将图纸放在行囊后 便于收拾好营帐的众人 去大河边与李姓会合 这次沿河往东巡视 是李姓的提议 祭祀完基石山河园后 他想来下游 看看对岸 看看未来兵风所指的地方 于是便留五百兵族 在浮寒进营寨 开荒辟业 其余五百旗轻装驰骋 大河南岸 是荣强之地 四分五裂 收服不难 北岸则是河西 是空闲之势十万 绵延近千里的岳氏之国 只可惜 一道绵延高耸的山脉 挡住了李姓的视线 让他无法看到 河西的操场和岳氏人 游牧的嬴仗 李姓骑着白马 离于河岸上 正让向导和义者 向当地的强人问话 这山 如何成火 李姓指着北岸的高山 问强人牧名 强人牧名 连笔带话说了一通后 一辙给出了李姓答案 他说 北岸的牧人 叫他高兰 李姓将这个名字 深深地记在心里 而黑府也听到了这话 安详 这莫非就是后世的兰州一带 这两日彩典后 李姓认为 此处濒临大河 容易开辟土地 明年或者后年 可以派一支军队 在南岸束手屯田 并从关中抽调部分山东移民过来 建立成国 作为进取河西的据点 李姓解下身上的欲绝 远远地抛入河水中 高声发誓道 高兰 高兰 三年之内 信 必记此河 必登此山 黑府站在李姓身后 已满脸肃穆 但脑中想的却是 拉面的前身汤饼 已在魏南山东移民中 蔚然成风 还有烧饼也颇受欢迎 日后也会随移民传到这里来 莫非 这就是天爷 这里便是黑夫与李姓此行的终点 到了此日 二人也带着千语兵族 开始返回地道 黑夫不知道 自己人虽还在龙溪 但那三份奏书 此时已被秦始皇带回咸阳 除了高安马凳 乃是军事机密 暗中推行 密布室外 其余的屯田 毛衣两侧 皇帝发百官议论 竟由此引发了一场 法 如 墨 三家的大论战 从兰州到咸阳 后市高铁只需要三个小时 黑夫却整整走了一个多远 直到七月下旬 他才风尘仆仆地摸到了咸阳城西石里的杜游亭 天色一黑 连夜赶回咸阳市来不及了 只能在客舍休息 好在 有两位老友听说他归来 已在此等候 分别是张涵和陈平 无等 恭候右数长多时了 张涵与黑夫算是朋友 地位差距也不大 行的是平礼 陈平则相当于是黑夫的门客 深深作义 黑夫连忙下车扶起了他 笑道 哎 让少荣和陈生久等了 哎 不久不久 张涵却是心情不错 白手道 与陈平畅谈 不觉啊 天色一晚 哦 黑夫看了二人一眼 有些担心张涵翘强角 便道 二位在聊什么呀 张涵理所当然的说道 深处渡游 聊的自然是当年武安君之事 白旗是秦国历史上最威名显赫的将军 伊雀之战 华阳之战 烟影之战 长平之战 一系列战役都是秦将必须重温的经典 白旗一生 公为秦 拓地千里 下七十余城 杀必于百万 武安君之名 震动天下 但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 下场却极为凄惨 长平之战后 因为在攻邯郸灭兆问题上 与秦相范军前后两次意见相冲 白旗一怒之下 一再称病 连秦昭王亲自请他伐赫 一句不受命 最后邯郸之战 果然如白旗欲言的一样 秦大败 孙兵折将 长平的战国丢得一干二净 因为听闻白旗言 王不听陈记 竟如何以 秦昭王随大怒 迁怒于白旗 免其决位为事务 迁于英秘 制度有识 右派实者追之 赐见其自裁 啊 就是这儿 张寒指着亭内一脚道 听当地老人说 武安军便是在此诸位改叹 而后引荐自警的 当时是昭王五十年十一月 都人连旨 收起事故归葬 而关中相矣 每逢剑子之月 以祭祀言 身为关中下阳人 且是军功将门出身 张寒小时候 应该也是经历过 类似的祭祀 武安军之前 其意义上样样不符 有余言 这算什么罪名啊 张寒对白旗 死而非其罪的下场 十分惋惜 不过 在黑府看来 若为帝王 臣子心生怨望 便是大罪了吧 何况是白旗 这样一位功高震主 且骨头极硬 从不服软的猛将 那陈生意味如何 黑府想知道 陈平说了什么 能够让张寒 对他暂许有加 陈平低声道 武安军之路 并非孤立 岂有司马仰居建仪 未有无其远顿 因有乐意受缠 照有礼目遭陷 何也 其景 燕惠 赵亲这些 昏庸之君也就罢了 但魏武侯 亦是守城之主 赵王更是雄才大略 难道不知无企 无安军之中吗 我以为 违将者在外征战 手握兵权虎符 必与主军疏远 有时候纵然有功 也会遭到揣夺 若朝中有政敌诽谤 更是雪上加霜 孝子已与吕志 士虎成于三人 过 忠臣亦将附有 渡游之路 张寒以为 陈平的总结很到位 但黑夫却听出了 陈平的言外之意 虽然黑夫看似受宠 但齐年公职以后 内士腾突然被 遣返咸阳的事 已被敏感的陈平觉察到了 他也隐隐猜测 黑夫怕是与某位 天子敬臣有戏吧 黑夫已经打算 让陈平帮自己对付赵高 但他不打算 在这里提及此事 笑道 嗯 然也 除了经上宽厚 用人不移 让王老将军安然隐退外 古今位高权重的将军 的确含有善终者 啊 不铁罢了 天色已晚 今夜就再度一休息吗 不等 已在义中找到了最好的客舍 备下了酒宴 张寒又神秘兮兮地说道 哎 为黑夫洗尘 也要为你 庆贺高升啊 黑夫摇头 高升 我为何不知啊 张寒故作愈怒 哎 不要装糊涂啊 你自己的县策 难道还不清楚吗 黑夫一摊手 喂 我这粤鱼时间都在路上 哪知道咸阳发生什么 张寒这才想起了这茬 拍着他的肩膀道 也罢也罢 我今夜啊 就好好与你说说 哎 你那两份走书 在朝中掀起了多大的波澜啊 渡游过去 只是一个普通的亭义 随着山东移民进入 如今已成为了一座繁华的小义 听陈平说 住的多是魏帝的富户 商谷 进到客舍内 三人独占了一层 让舍人张罗酒师 但却没有普通的苏米饭 反倒是端上了一盆 热气腾腾的汤饼 那是地区山东移民 只许重买时卖的政策 已推行了一年多 随着水墨房 在各条河流陆续兴建 面是已成为他们标志性的食物 这汤饼 亦是黑夫家厨房里先做出来的 先用冷肉汤调和磨得精细的面 揉搓后 切成筷筑粗细 一尺一段 入水中废竹 再加上鸡肉羹 韭菜叶 酱 醋等 便是一碗能够让人饱餐的美食 可惜啊 没有油泼辣子 面也不过劲道 距离黑夫印象中的陕西面食 还有很大差距 不过无所谓 他有稻米饭就行 张涵 陈平 已习惯了这种食物 三人填饱肚子后 张涵便一边体压 一边让黑夫将奏书的详细内容 再给他们说一说 张涵道 我这左书长之觉啊 还是沾了协助你造纸的光彩混上的 未能够参与朝堂决策 只是粗略地指导经过 那先说说 我与李姓将军 共同提议的屯田手编书吧 黑夫道 这是我去龙西郡浮汗塞走了一趟后 生出的想法 他看向陈平道 陈生服过耕族之一马 陈平道 自四年前起 每年一月在郡县服药 从未落下过 黑夫汗手 嗯 你现在爵位是三鸟 今年的耕议也无法免除 不过 你如今是我家宰 可以在咸阳旧境服药 除了耕族姚义外 在秦朝统治下的人还有另一项义务 要到五大夫才能够免除 那就是术义 其中 术义又分正术和边术 正术的意思是 每个成年男子一生中 必须有一次来都城干活 边术顾名思义 就是到边郡术首 黑夫在书中以为 商君制定这项法律史 秦国不过是关西千里之地 令前手术首边境也算不上多元 可如今不同了 秦统一海内 有天下之大 三十六郡言语不通 气候稀疏大意 他手指沾了水 在暗机上画起地图来 那 打个比方啊 一批来自陈郡的数族 被蒸发去渔阳树首 光赶路就得要两个月 沿途吃穿用度都要自己出钱 花销不小 足以让吕左之家破产 故蒸发数族远行 一般不争吕左 到了地方后 南方数族水土不服 难以承受北方的严寒 冬天一到 往往十四一二 这就叫做 输者奋于道 树者死于边 好不容易一年过去 这些陈郡数族 已经熟悉了边境生活 却因为数期结束 开始返乡 下一批数族又来到这 继续从新兵做起 这是黑夫深入龙溪边赛后 与数族们同吃同住后 听到的抱怨 清朝一统才两年 来自远方的数族们 已苦不堪言 所以才会发生逃亡的事 可想而知 再有十年积怨 那还了得 臣平身以为然 关中情人还好 已经习惯了这种制度了 可关东六国移民受不了啊 不瞒幼数长 臣平道 一旦遇上边数之一 山东之名渐行 气子好哭 如往气势 还将其称之为折数 这些边数之族 常优先蒸发坠绪 伤谷 黑夫以为 这样的数族到了边境 除了占满烟 赵长城 虚张声势外 根本没有出赛作战的能力 不反叛逃亡就不错了 张寒出言复合 黑夫之策甚善啊 岂止是山东之名 关中情人 过去扫灭六国时 斩首立功 并有封关刺绝之上 这些好处 足以补贴远行的衣食花费 故情人才闻战则喜 战场上勇敢作战 誓死如归 如今则不同啊 去年 朝廷发兵束手江南长沙 藏武之地 关中之人过去后 不习惯南方湿热的天气 加上水谷等恶极 士兵十死二三 侥幸活下来的人服役归来 也没有分文的抚恶 故关中之人都使南腹为威妥 这也是关中军功贵族 异口同声支持黑夫西托之策的原因 这样的话 他们的子弟就不必去南方了 所以黑夫向秦始皇建议 是时候根据形势变化 改变旧律了 不如将帝国三十六郡 划分为几个大的片区 黄河以北为北 寒谷关以西为西 淮水以南为南 严格规定 南人数南 北人数北 西人数西 如此 在节省了束手成本的同时 也能够保证 数族熟悉当地环境 他们服役的排斥心理 也会降低许多 在此基础上 再行移民时鞭 屯田束手之策 有数长之间言 是乃立国立民之策 不但立于关系秦人 也立于山东六国移民 陈平佩服之余 也不由海然 他曾看出 唯有在天下之志 但他这些建言 大多都是针匾石壁 虽尚未正是机身朝堂 却已在指华天下了 他更加认定 来咸阳投奔黑夫 是自己做过最正确的事情 陈平不知道 黑夫此时此刻心中想到的 却是三年前 秦楚两军齐南决战后 他奉王俭之命追击残笔 行至齐县东北时 留宿过一夜的大泽乡 贫穷的小义 敢怒不敢言的楚人老汉 眼中难言恐惧愤恨的楚人孩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星翻 演播 文远大V 第二百八十集 黑夫忘不了那一幕 所以他心中常常会浮现一个问题 后人言 数族教 寒谷举 楚人一句可怜教徒 关中天府之国 新阳百里公卷 眼前的繁华世异 数百万勤明生活的地方 黑夫虽是南郡人 但他挺喜欢关中 喜欢卫桥的车水马龙 喜欢徜徉街南市的琳琅满目 喜欢自己和妻子浓情蜜意的心腹底 喜欢在首藏室里和张仓一起看出增长知识的闲暇下午 喜欢多以山东移民热气腾腾的汤饼 也喜欢好吃边日夜不休的造纸工坊 那是黑夫的心血 若他们统统被毁于一旦 实在是极大的可惜 亦是一个文明的悲哀和遗憾 但是 若能够出此构政 之间没有了羽阳之术 陈胜吴广不必远行 大则相的那把火 还会烧起来吗 右书长向陛下建言 大河以北之人 数代北三郡 渝阳 上谷 右北平 淮河以南之人 数江南 江东 关系之人 数拢西 北地 上郡 那河南 淮北朱郡之人 当树守何处啊 陈平就是当郡人 发现黑夫没有提及中原地区 便追问起来 他对乡党们的未来 还是挺关心的 黑夫方才就问过张涵了 然后发现 秦始皇在对西王母感兴趣 决定将国策偏中西北的同时 却也没有驱逐燕旗方式 依然让少府出了一笔钱 让他们去海滨造船巡仙 在黑夫看来 与其座虚无缥缈的巡仙 还不如研究下如何安全有效地跨越渤海海峡 将旗地和辽东紧密联系起来 这年头的航海技术啊 朝鲜日本过不去 辽东半岛确实不难 渤海是内海 风浪不大 一路上还有各种小岛可供停泊 到辽河或者鸭路江口来登陆 林兹 焦东两郡的数族便能够很快抵达目的地 当然了 这只是他的一个想法 没有写进奏书里 打算回咸阳面圣后再补充进去 除了东西南北外 就剩下真正意义上的中原地区了 大概只有清朝六分之一的面积 十多个郡 却足足有清朝一半的人口 这些个郡啊 经过夏商周千余年的开发 人口已趋于宝和 屠侠而名重 牵手一家几口人 即在狭小的屋舍里过活 陈平汉手以为然 比如他家 过去就只有三十位亩的柏田 兄弟两人一起耕作 仅能够勉强维持生活 这还算好了 他们库上里 三分之一的人家无地 只能给父户做故农 邻近的三川 尹川 陈骏也一样 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每天的故农遍地都是 很多人被逼无奈 只能做伤骨 这也是中原多骨的原因 在黑幅看来 这些无力追之地的平民 故农 商贩 正好可以移民十边 在下之谜 陆历不厚 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 免去刑徒罪罚 恢复坠续正常的身份 赐农夫爵位 免税免疫十年 授予故农田地 缺什么就给什么 三班府下去 中原各郡 肯定有不少人行动 总之啊 中原有的是没地的人 西行入关后 将其移置土地肥沃 水草丰饶 但人口稀少的边塞 为植住房屋修成印 安家实质田产 按照事务编制 前三年由官府 给予冬衣和充足的粮食 供给必要的羹牛 农具 种子 直到他们能够 自给自足为止 三年之后 天图一批 官府就近够粮 边关将士就不必仰仗 内地长途跋涉 提供粮食 农贤之时 对移民进行军事训练 配罚武器 渔兵渔农 和平时期屯田 开战后 倒不指望他们杀敌 但可以作为后勤大队 随军出征 这种武装拓职 将在隆西 北地上军开战 以后 随着帝国边境线的推移 可以延伸到河西 河套去 黑富海提议 位置一屋 已救疾病 一休祭祀 使男女有婚 生死相许 种树续长 世屋完安 一带人后 坟墓相从 移民也就变成了当地屠住 又长居之行了 听了黑富详细的叙述后 张涵陈平都认为 这是一个良策 听张涵说 秦始皇令承讲 遇致大夫 廷尉议论此事 已经快有结果了 张涵道 众人皆知 陛下西托之心一决 故反对之人寥寥 更何况 这一方略 早在昭王时 并有先礼 许多年前 秦昭湘王认为 秦国帝广仁兮 便推行过来民政策 凡是各诸侯国来 归附的人 赐绝一级 寿天百姆 免出十年摇曳赋税 并将这个政策 写在律令里 最终招来十万贫农 黑服的提 不过是这一策略的改进版 而且 亦有一个成功的案例 然也 三年前 我率部扫平豫章后 陛下便以南郡之名 千户 是南昌城 使军民开拓皇帝 这算得上是屯田之史 如今 南昌县百姓 已尽万人 昔日蛮荒之地 如今已是江南复役 南昌城 这是黑夫和张寒的 共同成果 二人一边说 一边护敬了一盏酒 当然了 黑夫只是没有说 这些移民中好些人 农贤之时 都在自家 种植园里面 种植甘蔗 随着这两年 红堂在关西走桥 甚至远消月市 甘蔗红堂有利可图 除了南昌县外 其余几个县 黑夫的旧部门 也纷纷开始效仿 在自家田地里 烧荒 种者榨堂 再统一交给黑夫的堂地售卖 黑党大有变为田党的趋势 既有律令支持 又有成功贤礼 黑夫的屯田策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能够通过 这便是张涵 恭贺黑夫 又要高升的原因了 黑夫连续上书 言国策 若被陛下采纳 一个建言之功 是跑不掉的 家官敬绝 知日可待啊 张涵猜测 按照秦朝官员 升迁的惯例 黑夫再升的话 恐怕便只能去郡上坐手 为这样的封疆打利了 一时间是艳线不一样 这时候 他却又想起了一件事 笑道 光说屯田去了 我还未告诉你呢 朝中是如何争论 你所言脚羊毛为一意识呢 这有什么好争的 黑夫感到不可思议 诶 宋孔子之学的博士诸生 可不这么认为啊 张涵学着博士 岳正礼 七雕染的模样 摇头晃脑地说道 诸生也 中国荣以 五方之名 皆有姓也 不可推移 东方曰 夷 被发文匹 又不活识者已 南方曰 满 凋体交指 又不活识者已 西方曰 荣 被发一匹 又不利识者已 北方曰迪 一羽毛学居 又不利识者已 他们以为啊 请那衣冠上国 有礼仪之大 故称下 有福章之美 魏之华 亦不谋下 亦不乱华 衣冠袍 乃是贤圣之所教 而今黑服赏书 欲使中国之人 一羽毛 匹之匹而居 此乃 以荣敌之俗 搅乱滑下衣冠 是凡 禽兽之行也 因为在黑服的提议里 羊毛衣 不仅可以让 戍边将士穿 未来 还能够推广到 整个北方 所以 遭到了 儒生的反对 是必然的 他们可不想 看到未来 齐鲁之地 满眼荣服 与荣敌同俗 当年就是 山东六国 用来黑情的措辞 和情人不同 魏鲁等地的儒生 是很看重这些的 他们以为 君子福而后行 穿戴好正统衣冠 才能够做事 陛下万万不能同意 最后啊 儒生还将了黑服一军 如此啊 也不利于陛下 以天下之俗的政令啊 哼 说得好像 他们冬天里 不穿皮球一样 陈平自诩黄老 也看不惯 这群死板的儒生 黑服哭笑不得 他当时还真没想到 会来这么一出 不过 他却不担心 因为 儒生博士 只是秦始皇用来装饰朝堂的吉祥物 话语权很小 即便事关衣冠传统 是他们擅长的领域 但自有其他学派的人与之作对 比如墨家 果然 张涵兴高采烈地说道 哼 诸生话音刚落 墨者唐夫子 成商便当场反驳 曰 诸生之言差矣 子墨子曾云 行不在福 墨者也引经据点 西者齐桓公高官伯代 一致齐国 齐国制 西者静文公大部之一 赃扬之囚 一致齐国 齐国制 西者楚庄王 县官祖英 将一伯袍 一致齐国 齐国制 西者越王勾剑 剑发纹身 一致齐国 齐国制 这四位君主 齐服不同 却都开创了各自的制式 由此可知 所谓的礼仪衣冠 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治乱 儒生拘泥一件衣服材质 屎麻 是丝还是羊毛 真是约服 这是墨家的看法 在他们看来 只要舒适 去北方的树族 被发作任 一无不可 去南方树手的士族 纹身断发 一无不可 作为儒家的死对头 双方观点 各自走向了极端 根本尿不到一个狐狸 就在两家朝的不可开交时 以李斯为首的法家 也发言了 陛下 商君曾言 官使而治法 应使而治理 法度制令 各顺其仪 衣服器械 各变其用 故 变国不必法骨 臣以为 衣服 是为了便于穿用 理智 是为了便于行使 若能立其名 而后其国 稍稍更改衣服材质 未尝不可 如今 右书长黑服之谏言 竟是仿强人之法 以羊毛为宪 致依为士族欲寒 又不是使中国之人 皆被发作任 诸生如此反对 朕是大惊小怪 李斯的意见 不能猜到 只要变革 是有利于国的 法家就支持变革 秦国 百年强盛 靠的就是这种 勇于变革的心态 张寒道 最后啊 连张仓 也站出来 为你说话了 哦 张子护 不是只喜欢关门读书吗 他又不问正事 他说了什么呀 黑服很好奇 这个知识肥宅 会出合惊人之语 哦 他就说了一句话 张寒笑道 张仓说 仓岭 使而知礼节 意识足 而知荣辱 还是让边境的书族 吃饱穿暖后 再谈礼仪之大 服装之美吧 嗯 说得好 一句话就够了 黑服很欣慰 这就是成诸子 百家遗风的好处啊 不同观点 在朝野碰撞 思想开放而进取 而不是自许天朝上国 自己把自己给玩自毙了 最后 秦始皇也做出了决议 张寒复说道 陛下说 服有高士之功者 必负疑俗之类 有毒之而律者 必备数人之恐 当年 赵武灵王胡服骑舍 虽遭俗辱讥讽 却能够借乡主之业 灭中山之国 其胡敌之乡 赵随有云中九元 如今 以黑服之言 略便衣裳材质 便能够使将士 无双冻之苦 为国束手边旧 开疆辟图 他日 若能够越云中九元 而取核桃 英山 此夜 阳部之功也 陛下圣明啊 黑服 朝着咸阳宫方向抱拳 遇到一个 勇于变革的皇帝 也不容易啊 哦 对了 董义与我说 黑服在路上的 这一个院里 陛下身边 可又多了一位宠臣 张寒顺口说道 哦 莫非是 尤瞻又回到宫中了 尤瞻自从上次 与扶苏一同强健后 便备受皇帝冷落 许久未招进宫了 黑服有些同情他 哈 不是尤瞻 张寒笑道 是一个 叫高健离的 燕国阅师 夏太医 你知道 燕人为何上白吗 夏无居 为高健离服药室 他忽然没来由地 说了这么一句话 夏太医沉音片刻 说道 听说 燕人所居之地 乃是殷商固须 成商之遗风 文字如商 习俗 也如殷商一样 以白为商 不 不 高健离 却摇了摇头笑道 燕人朴后 而没什么文化 不会去讲究千百年前的传承 燕人之所以喜欢白色 只是因为燕国入冬之后 每年都会下好大的雪 雪盖住了一切颜色 声响 声响 季度 无穷无尽 融入苍穷 好似混沌之初 天地之石 轰大而宁静 活在那无尽头的白里 无等自然也喜欢上白色了 一边说着 高健离也想起了 多年前 易水变 所有人素衣资管 为荆客送别的情景 是这个原因吗 夏无菊 莫不关心 继续解 蒙住高健离 眼睛的麻布袋 大概就是这样 只是 高健离叹了口气 我如咸阳月于时间 也不知道何为白了 那是自然 夏无菊笑道 你瞎了 眼中便只剩下了黑 不待解下 伴着淡淡的药味 高健离黑白分明的双眼 没有丝毫色彩 一片死寂 空洞地 瞪着附住她的黑暗 她是被秦始皇 令夏无菊 以祸行熏瞎的 将新鲜热麻尿 放到一个密封的桶里 然后生火烤 将高健离的头 硬生生按进去 直到麻尿蒸干为止 这样一来 人也晕了 醒来之后 虽然眼睛看似如常 却变得僵硬 光芒凋谢 成了死物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新翻 演播 文远 大V 第二百八十一集 这样依然不放心 夏无菊 还几次试过高健离 直到确认他已全盲 才将秦始皇复命 皇帝只是淡淡地 说了句知道的 让高健离 在岳府里当岳师 作为被缉拿的逃犯 高健离 本来是要被判腰斩的 但被带到了咸阳宫 远远听高健离 记住弹奏一曲后 皇帝却又舍不得 这绝妙的音乐 便出面特赦 留了他一条信念 皇帝喜欢他的乐曲 却又嫌弃 眼睛太明亮 里面有太多的情绪 看着他 总让皇帝 想起一些不快的往事来 随令夏无菊获知 这是狸猫对老鼠的不杀之恩 听着他在爪边吱吱指指角 可一个瞎子 还能够像从前一样奏曲吗 夏无菊十分怀疑 夏太医不知道 古诗诸侯 宫廷的乐观 多是盲人担当的吗 高健离却一边摸索着他的柱 将主板牢牢地捏在手里 古之神古 考终生而良知已至 置顶月律的 其实就是一群瞎子 奏哨乐 十孔秋三月不知肉味的 诗箱子是盲人 竞品公使的太宰 诗矿意识盲人 他年幼向魏国宫廷乐师高扬学情 久而无功 后来认为 自己之所以不能专于英律 就是因为有眼睛看到的东西太多 随用艾草熏瞎了双眼 发愤苦练 情意终于逐渐超过了老师 能够弹奏 世间最美妙的乐曲 我如今也想了 看来这是上天注定 要让我专注于音乐呀 高健离并没有因为自己被熏瞎 而义愤填膺 甚至在面对当年 一药楼砸中荆轲的下午军时 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敌意 他的志气和仇怨 似乎已经随着那双明亮的招子 一起熄灭了 这两年间东奔西逃 为人做拥抱 是苟治之时 过的是苦日子 如今城门陛下恩赦 让我家父美食 有什么好抱怨的 这倒是啊 夏无居汉手 和学医的一样 这学情学柱的人 有谁是穷苦出身的 一边说着 高健离一边在柱手的帮助下 摆好了柱奏机取来 当高健离手中的主板 轻轻地划过竹弦时 夏无居再无半点怀疑 高健离的乐曲和之前一样好听 还多了一点别样的意味 只是他不通乐律 说不出来 夏无居听了片刻后 只觉得心中百感焦急 摇里摇头 背着药篓出去了 高健离当然知道 夏无居已经走了 在瞎了之后 起初他也不太适应 做梦时 会梦到烟上都的白雪 色彩分明地街巷里律 整个世界被璀璨的星辰 日月点亮 醒来时梦的睁眼 肆意张望 发现白昼一片黑暗 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失明 但却又不肯闭上眼瞼 一直睁得大大的 好似希望找到一丝光亮 但却一无所获 一个月来 高健离已经逐步地适应黑暗 他通过步伐 丈量屋子的陈舍 通过耳朵 判断人的位置 摸着墙 去马桶尿你 有时候会尿歪 弄得巫师满是臭味 只能尴尬地 等仆仪来打扫 这时候 他会想起春秋时 郑国盲人乐师师会 归在宋国朝堂上 当众小便的故事 一时哑然失笑 朝野 无人烟 笑声越来越大 吓得功弊不清 只以为这个瞎子疯了 最难熬的是 眼睛必须要持续服药 否则又痒又疼 像是无数蚂蚁 在眼窝里咬 高健里有时候疼得 浑身是寒 但他从不失神身影 都是闷头忍着 好似舌头也被割掉了 他们燕国人 吹灌了北国的风 在冰天雪地里长大 都这个脾气 坚韧而决绝 经过一个月的锻炼 高健里已经能从 清晨厨房出来的气味 辨别食物的种类 用详时 他可以品味着味道和气息 感受着手指下 咸阳烧饼粗糙的触觉 品尝鱼肉的滑腻 还有热汤 见到手上被琴弦划破 伤口时的刺痛 听觉 嗅觉 味觉 触觉 没有视觉 感知世界的方式也很多 足以让他活下去 比如 在下午剧走后不久 高健里听到 又有访客进到了屋舍外 穿着软底的丝驴 踩在石块上细弱无声 但还是被他察觉到了 来者在门外拖了鞋驴 指着足以入内 努力向老鼠般安静 此时不想打扰高健里 但奈何他太过胖大 很难掩盖笨拙的脚步 直到高健里一曲奏罢 在那人助力的地方 才响起了一阵扶掌之声 哎呀呀呀呀 好一曲情商之乐呀 每个人的音色都是有特别的 高健里知道是谁来了 甚至能够闻到 他又给自己带了什么点心 长阳街南市的巨女 石市的蜜儿 还有一种典型是新的 捏在手里软黏黏的 入口香甜 是唐瓷吧 南郡近年流行的食物 我好友家里做出来送过来的 我想高先生乃是本人 肯定没有吃过 但高健里 只是尝了一个便停手了 他举起宽大的袖子 朝着声音的来源做一等 烟人进海滨 过惯了盐子的苦日子 吃不惯天使 劳烦住下室费心了 来者正是住下室张苍 自从高健里入岳府后 张苍对他 或者说对他的乐学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张苍博览群书 但要论最大的爱好 一是数学 二是阅律 他一直在收集六国的曲谱 想要汇编成新的阅律 近来没少往岳父跑 古代制定历法 判断季节 除了依靠天象的观测 还要参考风向 谣点 又靠通过观察四方风 来制定历法的记载 而对风的观察 主要靠耳听 木盲但耳聪的古蒙 可以通过判定风向 而得到预知季节的能力 而且古人认为 阴律的产生 也是风的杰作 风为天地之气的混合 也因此产生了十二律 如今张苍欲重新修订律力 自然还是要从音律上入手 而学过不少古乐曲的高建立 俨然成了他眼中的活化石 咸阳宫中 能够完整奏出十五国风的乐诗 已经屈指科数了 而能够弹青商之曲的 天下寥寥无几 更别说早已失传的 青指青角 据说只有高先生能够奏啊 张苍斟酌着语气 通过一个月的相处 他与高建立渐渐熟识了 但要请他教自己最拿手的乐曲 时不时仍显唐吐 我教你 谁料高建立却极其干脆 挑明了话题 我眼虽想 心却不详 诸夏时之意 我岂能不止 他直接让张苍将情拿来 他慢慢谈 让张苍记住谱 这世上只剩下高建立一个 会谈青指青角的人 这也是秦始皇留下他一条性命的缘故 但很快 这音乐便要失传了 这一算是高建立在世间的最后一点遗憾和不舍吧 他的徒儿们尽数死于情罚焰之战 亲于离散不知所踪 空有一身本领 却没有传人 能够将此举传于寻死高徒 发扬光大 是乃高建立之行 高建立也不知自己有多少时间 一个时辰的时间 专顺即时 就在张苍将两首乐曲的谱 记在马指上后 高建立停下了手中的琴 空洞的双目看向外面 露出了笑 我要走了 张苍有些莫名其妙 过了一会儿 才发现外面来了一群人 是皇帝身边的业者和狼尉 业者高声道 岳石高建立 陛下燕居 招你奏乐助兴 这便同我一起去吧 这是皇帝一月之内 第六次招见高建立 可知是多么喜欢他的音乐 高建立起身 让一旁的侍从 帮自己整理着装 又将柱抱在怀中 他总是不肯让柱手碰他 怀抱着柱 高建立朝着张苍微微居升 还望柱下时 能勤学谨记此曲 或要是之 成了绝唱 烟霸便随着业者 向着宫阙方向走去 脚步轻快 不知道的人 绝想不到他是个瞎子 这句话让张苍有些糊涂 摇了摇头也没有多想 带着岳婆离开了岳府 岳府隶属于少府 所以在少府门口处 他便遇上了匆匆赶回的黑夫 哎 紫霍 黑夫是从杜义连夜过来的 可惜咸阳城门天亮才开 他没有直接入门的特权 所以耽搁到了现在 进城后就往少府赶 不想竟然遇上了张苍 他从马车上跳下 也顾不得解释 直接问张苍 我听少蓉说 你与高剑离相善 他身在何处啊 高先生 张苍还沉浸在两首 绝世乐曲的妙音中 被黑夫一喊 才惊醒过来 指着咸阳宫方向道 哦 高先生 去为陛下奏去了 此刻应该移之御前 先生 可不是第一个来此的燕人 再前引入的中郎将领 王黎的声音 年轻而随意 在高剑离听来 大概是一个 没有经历过真正厮杀的 将门子弟吧 他的祖父王姐 攻陷了继承 他的父亲王奔 灭亡了燕国 可这个将门子弟 犹如春天的嫩草 不知寒霜之洞 的确 他或许有些厮杀本领 但就像当年的秦武阳 十三岁在燕市杀人 路人不敢武士 但那又如何 高剑离被熏瞎眼睛前 只在咸阳宫外围待过 所以他是没机会看到 咸阳宫正点 是如何威额高大 竟能够让燕人 皆称勇者的秦武阳 色变正恐 他只知道 从下到上 还真的要花费不少力气 王黎和随行的业者 没有搀扶他 像看笑话般 望着盲眼乐师 身负助勤 手脚并用 摸索着在阶梯上爬 秦宫老尉们 也爆发出了一阵窃笑 高剑离没有理会 他现在知道 当年荆轲 是如何一步步走上这儿的 阎人上白 情人上黑 高剑离能够想想 荆轲定是和溢水边一样 穿了一身彻头彻尾的白 从头巾到鞋都是白的 白的发光发亮 他像高剑离一样 在宫殿门口接受 碧顿郎的检查 又穿过一群黑衣的秦国大臣 如明珠划进黑泥 高高捧着梵鱼七的头颅 和督炕的地图 登堂入室 一直来到了碧前 只可惜啊 高剑离今日来的 并不是荆轲赐秦王的正殿 而是一处偏殿 此奈秦始皇退朝而处的地方 想来他是在结束大朝会后 赶在吃饭前想起了高剑离 才招他来的 陛下 高剑离带到 王黎在前下拜 身后两名狼尉 也踹着高剑离的脚 让他辅导在地 虽然看不见 但高剑离听到 有咀嚼食物的声响传来 秦始皇正在用响 他甚至能够嗅出 其中一道菜肴 干骨 用狗肠网 油包狗干 涂适当作料 放在火上 烧烤焦黄 滋滋作响 香味四溢 这道菜 在燕国时 好有狗涂 常做给他们吃 过了半晌 秦始皇仿佛才想起 旁边跪了一个高剑离 十分随意地说道 起来吧 给月师赐作 高剑离无法目睹 秦始皇的真容 按照先前的传言 说 这位军长长着风准 一对长木 身形为雾鸟鹰 生如柴狼 柴生 这种人缺乏恩惠 心如虎狼 简约可被牵得知乱杀人 不过 秦始皇的音色 听在高剑离的耳中 显得威势十足 说话一扬顿挫 听不出豺狼之音 不过 那得知之后 卢是天下的虎狼之心 应是不会差的 高剑离摸索着 跪坐到了 离秦始皇 十步之外的地方 他还故意 坐错位置 方向也不对 遭到了殿上礼官的纠正 身为臣子 必须面向陛下 这却是帮了他大忙 高剑离对礼官道谢 抬起头使他知道 十步之外 便是秦始皇 秦始皇也不急着听阅 而是见他大热天 爬出了一身汗 赐了高剑离一盏酒 还问了他一个问题 高剑离 宫中美酒 比烟氏之酒如何 高剑离垂首 烟酒 不如也 可酒入喉咙 他最怀念的 却还是烟国烈酒的味道 他与荆轲相识在十多年前 烟氏酒四之中 荆轲 狗徒 高剑离 一个游侠 一个屠夫 一个乐师 三个看似不可能有交集的人 却终日私混在一起 因为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爱好 酒 在烟国 酒不是奢侈品 而是必须品 寒冬一到 每天不喝几口温过的酒 就别想出门 他们三人 酒酣之时 高剑离击住 荆轲 荷儿 歌之 狗徒则是晃着身子 拔剑跳起舞来 无忧无虑 积极快乐 但欢快过后 却又放声哭泣 庞若无人 荆轲 库自己空有一身本事 多年游历 虽在江湖小有名气 却行囊已空 一事无成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力 作者 七月星翻 演播 文远大V 第二百八十二集 高剑离则哭 美人驰磨 壮实哀病 哭里月崩坏后 也随之被人抛弃的月略 少月已决 遭复不载 至于狗徒 他们也不知道 他为何而哭 但如今 昔日的三个好友 荆轲 父亲而死 身被树创 死后还遭到车裂 狗徒也在王俭 攻击时 做了一个英勇的匹夫 被乱戒 射成了筛子 如今只剩下 高剑离了 他像极了 一只瞎眼的孤眼 不想饮水 不肯进食 只是低飞挨脚 思念追寻他的同伴 但他没有茫然乱飞 因为他知道 射杀眼群的猎人 就在十步之外 恍惚间 秦始皇 已用想完毕 在下午开始办公之前 他想要先听回乐曲 陛下 欲听和乐 高剑离是个奏曲的好手 不论是十五国锋 还是楚地的阳春 白雪 夏礼 八人 都能够弹奏出来 且有一种普通乐师 没有的郁郁之气 这已是皇帝 舍不得杀他的原因 心中有志 弹出的曲子才能有神 不过 秦始皇身边 那个名叫赵高的中车府令 听完高剑离的奏曲后 却阴阳怪气地评价 现如今 那个人 亦在不远处 眼也不眨地盯着高剑离 但秦始皇的警惕心 依然放下 你前些日子 为朕谈过的青商 青旨和青角 曲子虽好 却一首背过一首 这些亡国之悲曲 朕不喜欢 秦始皇游记的 前日高剑离 在二十部外 随着主板起落 助声像是绵绵不断的细语 又像是令人心碎的哀痛哭诉 但他想要听点欢快的 能够与帝国争争日上 海内和平 肆意闲浮相匹配的 但又不想要 诗境里那些从小听到大 耳朵都要生出老简的旧调子 所以 秦始皇生出了一个想法 诗者 美圣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语神明哲也 商 周 卢 皆有诵 朕以渺渺之身 行兵诛暴乱 扫六河 以海内 攻盖三皇 德朝五帝 岂能无诵 于是 这诵曲便被命名为秦诵 过去半个月里 岳父官员们 以淡经节律填好了词 实验过种种乐器后 秦始皇还是觉得 最符合秦诵 威风八面 雄魂气魄的 唯有慷慨激昂的助声 而世上积注积的最好的 莫过于高见离 秦始皇想要让 昔日刺客的朋友 同时也是天下最好的乐师 亲手为自己谱写一篇 新的诵曲 皇帝已经不满足 让普通前手叩首 让束手就擎的六王贤服 他需要让昔日的反对者 也缺席于自己的威势之下 让世人知道 皇帝之德 皇帝之功 今日 秦始皇让高见离来 便是想要听听 他新的曲子变得如何了 夏尘编好了 高见离无神的瞎眼里 看不出任何情绪 只是嘴角上翘 带臣 为陛下侍从 一如之前几次一样 高见离 在侍从的帮助下 僵住白侯 但还未奏乐 秦始皇便让他挪位 近前五步 有一件事 除了太医下无拘外 其余人 哪怕是赵高和侍奉皇帝的嫔妃 统统都不知道 在上次西巡途中 秦始皇发现 或许是被车铃马消声所扰 自己的左耳有些难以听清声音 总有回响 这一时他派黑夫 李信为自己倒山传的缘由 回到咸阳宫后 状况没有恶化 却又没有好转 秦始皇总是贤乐声不够大 听不清晰 不断地让高见离 靠得近一点 再近一点 皇帝的声音平静而自信 这一时高见离 第三次被准许挪进了 最早是在宫殿的阶梯下 之后是十步 如今已知五步 高见离收敛心神 他的老师曾告诉他 学悦者第一件事便是静心 心若不静 悦就会乱 他不能乱 依然是故作笨拙地摸索向前 再次做错了方向 遭到了李冠严厉的斥责 但当高见离的手抱起珠 手握珠板时 他的气质 与之前笨拙的盲人 却受全然不同了 先为便指之声 死掉苍凉 空旷 硬撑着他高声唱和的颂词 极为般配 柳河之内 皇帝之土 西西流沙 南境北户 东有东海 北过大夏 人际所致 无不沉者 这是秦始皇 特地让岳父官员改的词 虽然黑腹的西拓之策 才刚刚提出 虽然南征北越 遥遥无期 但皇帝将那些地方 看作是自己探守科取的疆土 当高见离奏曲时 秦始皇眼前浮现的 是一次潜无古人的伟大征伐 数万户中原百姓 即将陆续开赴边关 屯田束手 一个个星辰夜 八地而起 随着这些据点 渐渐地向域外推移 底腔 西戎 已竟被情所吞并 关西子弟 为他们的战马 背上了高安马凳 穿上保暖的羊毛上 跨过长城 出征塞外 西夺河西 缘洗流沙 与西王母这帮接壤 背诸匈奴 使胡人不敢南下木马 只要是人机所致的地方 竟为大秦之土 但喝着这宋词 高见离所见的 却是一场 耗费明知明高的无畏远征 北宫胡贺 欲在赛上修筑室 南宫杨月 安置士族束手 其目的并非是为了保卫边地 救命死伤 而是秦始皇 心怀贪力 浩大喜功 不顾生命死活 山东之时 冤父关西 书者死于边 书者愤于道 百姓上路 百姓上路如赴刑场 官府却是不管不顾 详行征发 世人皆称之为 折树 当他奏长到下一句 公盖五帝 责吉牛马 莫不受得 各安其遇时 秦始皇眼前浮现的 是自己 兴兵诸六王之暴乱 结束春秋以来 五十年战乱 收缴兵器 挥毁官房 结束了 以灵为赫的时代 天下 车同鬼 书同文 使用一样的杜梁痕 前手百姓 没有了 风君额外的盘靴 只需要向官府搅睡 人人安居乐业 享受自己赐予的得责 但高见 理所见所闻 却是秦始皇 挥明成 杀豪杰 收天下之兵 也是为了 削弱六国之名 而秦苛刻的律令 大行于关东 稍稍犯一下小错 就会遭到 情面承担的刑罚 于是 奸邪并生 这一塞路 淋雨成时 鸣不聊生 立场不同 对同一件事的 看法亦不同 皇帝与六国移民 便生活在 这样割裂的世界中 轻松接近尾声 高见离 一遍指声为雨声 曲子的音调 越发高亢起来 世世永昌 千秋万岁 世世永昌 千秋万岁 这是秦始皇的期望 他期望自己的皇朝 能够万事一喜 世世永昌 同时也心怀期待 自己的功德 能够得到浩天承认 配为上帝 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凡人 一个人亡 而是作为一个神帝 长生不死 千秋万岁 但高见离却不这么认为 是啊 天子之怒 浮尸百万 流血千里 这话没错 身为天子 身为皇帝 大可为所欲为 但若是必怒 浮尸二人 流血无不 天下高速 这是一篇 从魏国流出的测试文章所言 说的是唐居之事 多半是假的 但高见离却从中看到了 好友荆轲的模样 披肤一怒 血见无不 当年荆轲与秦王的距离 也不过如是吧 以荆轲的本领 若不是为了挟持秦王 他的徐夫人匕首 定一次穿起胸膛 可高见离没有这个自信 他既没有匕首 也没有荆轲的过人本事 唯有的 就是手中的柱 和作为一个瞎子 作为一个乐师 对声音未知的 敏锐判断 我至少能够治得准 他能够听出来 自己前方五步之外 秦始皇的声息可闻 皇帝在府长赞叹 取掉雄魂 他在自经得意 将这歌功颂德之言 当成了自己的功绩 当秦宋即将唱笔之际 当秦始皇和诸臣 还沉浸在这乐章中 毫无征兆 高见离忽然站起 猛地高高举起了柱 高见离心里很清楚 只靠柱 大概是杀不了秦始皇的 但自己却能够击伤他 让他面如涂灰 让他如被荆轲刺杀那次一样 暮眩良久 让他知道 天下还有不服软的硬骨头 让他知道 修有妄想万事一席 所谓的秦始皇帝 一直是一界凡人 而这世上已无不亡之果 纵然你真的能够长生万事 那又如何 迟早会有人同他一般 喊出那句话的 时日和丧 欲击如皆亡 高见离声如破佛 大声呼喊 手中的柱已脱手而出 砸向秦始皇 陛下当心 高见离起身 欲将手中的柱 置向秦始皇的同时 他的身后 变门入口 已响起了一声大喝 高见离竟在汪塔五步之内 而黑夫却在高见离身后 十数不外 且兵器已在外面 被逼顿狼们给收缴 如今身无寸铁 情急之下 黑夫只能一把取下 旁边狼官董毅 顶在头上的铜肘 像是无数次 与部下们弯耍兵球 充当的投球手一般 用尽气力重重地 朝着高见离智去 希望能够阻止他 当黑夫扔出去的柱 重重地 砸到高见离的后背时 高见离手中的柱 刚好脱手 而几乎同一时刻 皇帝身旁三步内的一个人影 一猛地站起 将身前的矮岸 高高掀起 与鸡像秦始皇的柱 撞在了一起 是赵高 一直在观察 高见离的中车府令赵高 高见离的柱 本就被黑夫一昼之机 偏了方向 又遭赵高 跑出矮岸阻挡 最后 看看落到了 清始皇身旁数尺外的铜柱上 坑然之声 震耳欲聋 清始皇 已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了一跳 他下意识地站立起来 看看为自己挡灾的同主 再看看 已被赵高扑降过去 按在地上的高见离 以及店门口 小步跑来的黑夫 恍然间 他仿佛回到了多年前 那个跛着脚 手持利刃 在大殿上追杀 让他丢尽连面的白刺客 徐夫人匕首击中同住时 也是这般声响吧 清始皇忘不了荆轲的双眼 如今高见离眼睛虽瞎了 但仿佛如当年一样 亦冒着仇恨的火焰 而清始皇的左耳 也被这回音充斥 风鸣不已 皇帝富有作响 赵高一拧断了高见离的胳膊 黑夫一入殿下半 称 救驾来迟 清始皇却只是定定地 看着摔得稀巴烂得住 怒急烦笑 嘴上唱着世事永昌 千秋万岁 心里却想要朕死 好一个高见离啊 好一群六国遗仇 高见离被董毅等人拖了下去 宫人在打草地上的一片狼藉 碎裂的柱很快被抬走 矮岸也换成崭新的 但皇帝迎着脸 久久无言 殿内众臣一直能站立着 眼观鼻 鼻观心 方才歌功颂德的情颂 转瞬间就成了笑话 但没有人笑得出来 黑夫在偷眼看 赵高 就在方才 他再度见识到了此人的狠辣 他三步并坐两步 与弊顿狼们跑入殿中时 高见离也被赵高置住 赵高乃武车士出身 他的双臂是能够驾驭奔马的 捏住高见离纤细的胳膊 将其拧得变形 黑夫经过时 甚至能够听到骨骼断裂 关节脱位的脆响 而赵高则是得意的拧小 这是何等的痛苦 但高见离却咬着牙 赵红脸一声不吭 虽然立场不同 但黑夫还是敬佩这种人的 只可惜啊 那双能够弹出世间绝妙音乐的手 也被赵高毁了 而他的命运 在治出住的那一刻 也早已注定 被拖走时 高见离没有任何挣扎 只是闭着眼含着笑 目光扫过去世 赵高也正好抬眼 二人四目相对 又迅速挪开了 黑夫在感慨 赵高心狠手辣 赵高则有些郁郁不快 一直以来 他都在移兴高见离 这些山东六国的世人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屈服 果然 高见离举注刺亡 赵高瞅准机会掀起矮案 为皇帝挡下了内心 这可是救驾之功啊 但没中不足的是 黑夫早不到晚不到 偏偏此刻彼答 还治出咒 砸中了高见离的后背 使他的助人歪 按照当时的情形 纵然赵高不阻止 也无法击中皇帝 为何哪都有你 赵高心中暗痕 这时候 沉默良久的皇帝说话了 黑夫 王李董毅说 你挤入宫门 说有要事见阵 上殿时一步三节 又在高见离起身置注时 大呼示警 以咒击之 莫非你早知此人欲行不轨吗 赵高竖起了耳朵 他倒是想要听听 黑夫会如何解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情历 作者 七月星翻 演播 文远大V 第二百八十三集 黑夫下白道 陈昨夜致杜义 听张涵说 高见离乃荆轲之友 如今被陛下恩赦 训下双眼 在岳府做岳师 常能够接近陛下 便心中存疑 他斟酌着说辞道 再者 住下使张仓 近日在岳佛 同高见离学岳旅 今早 高见离奉命入宫 仓察觉 其言辞有意 在少府门口遇到我时 便将此事说了 他总觉得 高见离举止乖吏 心怀不安 请我入宫一趟 提醒陛下 小心此人 陈匆匆赶来 但还是晚了一步 有罪 是这样 秦始皇看了文讯赶来 满头汗的廷尉李思一眼 却又跳过了他 直接喊了中郎讲蒙意 让他立刻派郎尉 去寻问夏无居 张仓等与高见离 接触最多的人 黑夫一点不慌 他早就给张仓交了嫡 说宫中若出了事 让他做好被调查的心理准备 张仓是聪明人 知道这种敏感时刻 怎么说才能够保全自己 若无黑夫这句话 张仓近来 与高见离走得太近 还经常给他带东西 嫌疑很大 恐怕会被廷尉直接下雨彻查 纵然能够脱了嫌疑 官职爵位恐怕也保不住了 自护啊自护啊 你也别可惜高见离了 先想想自己吧 你交了不该交的朋友 老弟我只能帮到这份上了 令人彻查此事 秦始皇的心情依旧是难以平复 过了一会儿 他似是自言自语般 又似是对殿内的李斯 赵高 黑夫等人说道 朕对这些六国遗仇 是不是太过宽厚了 秦始皇二十七年 秋八月 早晨朝霞刚刚穿破云层 咸阳城中便响起了沉重的故号 吴业业酸楚悲怆 魏桥旁的刑场 已被看热闹的情人围了个水泄不通 百二十名身穿者衣的行徒一字排开 双手反复跪在地上 悲鸣哀嚎不已 身后则是面无表情的跪自首 这些人都是与高见里有牵连的人 据陆军宋子县附户 宋子城内所有优待过高见里的人家 几个和高见里往来甚密的岳父岳师 同情高见里偷偷给他提供千块的少妇小吏 而在刑场中央 则是今日行杀的郑主 五匹马分裂五个方向 身上套着绳子 绳子拴在一个披头散发 衣衫蓝绿的男子脖颈四肢上 情人对着高见里唾骂不止 他竟然妄图刺杀至高无上的皇帝 而外围的一些关东世人商骨 则表情各异 他们心怀同情却又不敢表露 高见里死期将至 却一直含着笑 负责行刑的是咸阳男士玉立司马兴 他轻咳一声 过去问高见里道 高见里 你害得烟兆就有一同复死 可曾后悔啊 杀他们的 是赵正 不是我 高见里回答 若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还是会以注机制 只是这一次 会砸得准些 挑良小丑 匪鹅扑火 司马兴面色不快 高见里却大笑了起来 活在猎险 只要不怕死的鹅子够多 难道就扑不灭吗 此言一出 司马兴勃然变色 让人将高见里的舌头割了 省得他再多嘴 明亮的眼睛已下 灵巧的双手一飞 过去常能一盏 嘹亮割喉的舌头也没了 代谢的肉块被扔到地上 高见里现如今 一通心爱的柱一般支离破碎 他看不到旁边刑场的情形 只能听到随着柜子手 抚跃堕下的声响 听到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们 凄惨的嚎叫 以及空气中渐渐弥漫开的血腥味 食尿味 终于 当一切声音都归于沉寂后 轮到他了 自知和脖子上的绳索开始晃动 高见里知道 最后的时刻就要来了 但他却不在乎 他在凝神细听 听高高的天空上 有燕耳在啾啾鸣叫 八月中 燕南飞 他张开血肉模糊的嘴 想要说些什么 却说不出来 只能在心里告诉自己 我这孤雁 总算要归群了 随着鞭子抽响 马儿嘶吼 高雅的乐师 被情侣最严苦的刑罚 扯得四分五裂 新阳城楼的一角 黑服 张仓 远远望着这一切 张仓后爬之余 亦是难掩悲痛 憋过头去 偷偷地抹眼泪 而黑服 只看着百二十个 六国富户世人的头颅 滚入渭水 渭水河岸都被染红 血流到浑浊河里 变成了橙色 再远一点 血色消弭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的预感是对的 皇帝决定 加强对六国旧地的管制 从高建离刺杀开始 清朝官府与六国仪式关系 或将欲行欲远 自从高建离刺杀之事后 皇帝领平尉 在宫中进行了一次清洗 不仅将那些 与高建离关系慎密的人 下语严查 自此之后 来自六国阅宫 画师 再不能踏入境中半步 连昔日 曾为秦始皇画 希望母相的三名楚国画师 也不例外 即便如此 岳府依然能够组织起 上百人的情人乐观 在张台宫中 为秦始皇演奏改编完毕的情送 与高建离的曲调完全不同 乐师们敲钟的敲钟 吹鱼的吹鱼 弹琴的弹琴 但就是没有记住的 他们人多势众 演奏起来声乐弘大 能隔着数十步传到皇帝的耳中 但秦始皇却很失望 同样诵词 这群乐宫百余人奏出来的 却还没有高建离一把筑奏的有气势 显得沉闷而无惧 不停了 下去吧 皇帝宽秀一挥 百名乐宫垂首缓缓后退 如同退下的潮水很快消失在外面 殿上再度空空荡荡 不见人影 只有风声呼啸 皇帝一人高坐在上 眼帘低垂不变神色 这一刻 他好似也是一只飞得太高太远 远离燕群的孤红 不被世人理解 直到丞相王婉 御使大夫逢去及入殿夜间 皇帝才抬起头来宣布道 赵高卫阵当高建离一级 旧驾有功 勤勉王氏 升决一级 为左庚 仍为中车府令 令赐黄金二百亿 黑肤情急之下 智咒机刺客 已旧驾有功 又上书建言西托 屯田 高安马凳等策 皆是立国立民 胜和正义 数工并赏 当直升二级 败绝为中耕 义赐黄金二百亿 燕霸后 秦始皇又问王婉 风去几道 三十六军中 何处还缺俊位啊 八月十五这天 虽然情人不过中秋节 但亦有中秋之月 养衰老 兴米粥饮食的习惯 黑肤让自家刨出 制了圆形的酥饼 与妻子一大早 就到内史腾府上拜见 妇人忙妇人的事 黑肤则与内史腾 则在正堂手谈一起 但二人都像是 一丘那个不成器的徒弟 下棋只是幌子 心思都放在高空的红湖上 思源供着而设置 富翁以为 我必定外调吗 当听内史腾提及 一般来说 一旦爵位升到左庚 中庚 右庚这三个级别 便轮到外放为 郡长历史 黑肤便立刻竖起了耳朵 这可是关乎 未来选择的事 只可惜 选择权并不在他的手里 而在皇帝 话虽如此 但你的职位 去往何处 老夫也能够猜出个大概 作为官场老油条 内史腾开始会人不倦的 给黑肤上起课来 若放在一统之前 左右庶长为军尾 左中右三更为军首 是不成文的规矩 但自从陛下横扫六国 将士多力战功 还陆续有几次集体次决 王老将军做了列侯 蒙武 王奔 冯武泽 也陆续为官内侯 侯爵也多了这么些 更往下的爵位 便没有之前那么之前了 如今的左 中 右 三更之爵 只能当当军尾 或者 南方偏僻边军的军首 黑肤想了想 还真是 自己的老上司理由 去年率长沙郡兵 平洞平郡 阅人叛乱 被升为中耕 如今和自己平级 而他的副首 长沙郡委屠虽 则是左耕 我听朝中有风声说 九江的南部 豫章之地将新设一郡 下下南昌等期限 会不会调去豫章啊 但才问完 黑肤又自己否定了 这个想法 不可能 豫章诸献掌力 皆是我的旧部相当 纵然我旧家有功 陛下也不会反计 让地方党与自身 若是秦始皇 有意南宫百岳 黑肤或许被派去 南方统兵 但现如今 却是西拓较为优先 不过 在高建立案后 秦始皇又表现出了 对六国遗仇的恼怒 这一个月来 又极其较大的人事任命 聚禄郡的郡守郡卫 全部被更换 皇帝还下诏 申斥各郡守卫 无要对治下六国移民 太过宽容 统一文字的速度要加快 关东诸郡移民 椭编也必须抓紧 秦始皇已决心 加大弱知强杆的力度 黑肤若被派去关东 也并非不可能 内侍腾让黑肤放下心来 虽然蒙天 枪磊 李姓等人 都或多或少提出过 开拓西北的建议 但将其归纳为一体的 还是你黑肤 如今陛下正欲在西方 开辟疆土 却将你远远调到东方 南方去 这可不是包扬功臣的做法 陛下不会如此 他猜测到 你将任职的地方 不会超过龙溪 北地 上郡 云中四处 龙溪 已有李姓 黑肤沉引导 李姓过去 一直是陛下最幸重的将军 虽然受了几年的冷落 但陛下西巡时 仍是只为爱将 李姓也支持而后勇 他熟悉龙溪情况 受部署爱戴 开拓淘西 祝福寒塞 驾驭强荣 上个月 还被陛下上宫 升为中根 看来 龙溪是没有我的位置 但除了龙溪外 其余几处 近来都出现了人事变动 旧的首 魏 被下令十月份卸任 新人选 却还没有确定 这给了黑肤希望 有没有可能是上军 他问道 上军在内史以北 相当于后世的陕北地区 最初是白敌人的牧场 战国时 乌起为魏文侯夺取西河 又背负白敌 设上军 上军 因地处战略要地 一直成为魏秦两国的争夺地 秦惠文王十年 秦魏两国发生军事冲突 秦大败魏 魏纳上军十五县与秦 从此之后 上军就归了秦国 目前 上军的治所在夫施 也就是后世的渔林 隋德一代 提到上军 黑肤眼前一亮 在他看来 上军无疑是自己最好的去处 首先 上军离咸阳不远 一旦有事 清旗迟程数日便能够赶回来 不至于远离中枢 其次 上军又是未来三年 擎队匈奴战争的最前沿 比较容易捞军功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后世常说的 秦朝北部军团 便是以上军手足为主力 若他能够去上军 早早在北部军中打下基础 加上之前在南军乡党中的底子 日后 纵然天下有变 选择权也落回了黑肤手中 起码自保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 内史腾却只是轻轻一笑 几个字就让黑肤泄了气 上军 你还不配 他教训女婿道 上军乃是行圣之地 军国官要 一旦出事 咸阳将失去最大 最强的御敌屏障 陛下只可能以老臣速将镇守 怎么会让你一个年轻人去啊 黑肤的确很年轻 十一月才满二十六岁 爵位和能力并不代表一切 还有资历 在秦始皇决定对匈奴用兵之际 能够做上军手的 非得要内史腾这种级别的才行 如今几位素将 王检告老 公爵也到顶了 不可能再有大用 蒙武被疾病缠身 在家中休养 也不可能 王奔要镇守七弟术军 无法抽身 冯武则要束手淮南江东 亦不能出任 蒙田虽然有机会 但仍显自立太前 蒙田都被闲浅 黑肤更得要靠边站了 算来算去 就只剩下了大上造枪磊 枪磊是北地郡的京阳人 他不可能同地上任 所以很大可能 枪磊为上军手 那上军尉呢 黑肤还是有点不死心 内史腾白了他一眼 你纵然去做了上军尉 也要养老枪磊的鼻息 能做成什么事啊 叶腾在地方上做过掌励 很明白一个道理 一山不容而活 虽然名义上 郡守为政 管律法 民政 郡位为父 管军事 但郡守的权力太大 尤其是边郡郡守 亲自领兵出征的也不乏少数 龙西郡守那种文臣出身的也就罢了 只能放手让李姓带兵驼鞭 但枪磊却不同 他武将出身 性格刚强 定会大权独揽 将军尉挤到一边 陛下选去做上军尉的人 纯粹是杜精的 而你 陛下是指望你做事的 杜精也挺不错呀 黑夫很无奈 到了清这个级别 年轻反而是吃亏了 他拱手 那不知 上军委会是谁啊 内侍腾笃定的说道 御使大夫冯去吉之子 冯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百八十四级 没过几天 秦始皇令丞相 御使大夫议定的各军首 卫 新人选已经下来了 跟内侍腾预测的八九不离十 大上造强雷 升为上军首 中更逢进为上军卫 少上造蒙田 总领云中 代军 燕门三军兵士 而黑夫也被安放到了唯一的空缺地方 中更黑夫 任北地军卫 受命退朝后 对这一结果 内侍腾对黑夫道 北地 虽不如隆西 上军 但也是关西三军之一 按照你的西托建言 不管向西还是向北 都大有可畏 只是陛下希望你能够做出成果来 嗯 黑夫行得 黑夫倒是挺满意的 军卫乃比二千弹大力 也算实现了他前年来咸阳时 虚下的话 北地军距离咸阳也不远 且由回中道相连 交通不比没有修好的直道的上军厂 只是 即便是后市的陕甘宁交界 也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 何况秦始 当地华容杂储 日子可不怎么好过 他这一次要携家眷赴任 恐怕得要苦了妻子了 一念至此 他又向内史腾讨教 回北地位 有何要注意的地方吗 还请温父教诲 内史腾捋着越来越白的胡须 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的 便送你三个词吧 说着 他便在岸上铺好马纸 挥笔写了下去 第一个词是华容 第二个词是巫师 第三个词 他却迟迟不写下去 让侍从女币统统出去 关好门才落笔 黑夫一看 却是底心二字 汪絮都是聪明人 三个词的意思不用细说 并已明白 黑夫 牢记在心 黑夫说着 就要拿着三张纸 打算在去的路上 好好琢磨 谁料 内史腾 却一巴掌 按住了写有地心的那张纸 抬起头 牧师黑夫 冷不丁地说道 吴雪 与你有怨的静中静晨 莫非是中车府令赵高 仔细观察地图的话 便会发现 龙溪 上郡 北地 三郡各占据了一条 关中大河的上游 龙溪是渭水 上郡是落水 北地 则是京水 所以 三郡之于内史 咸阳 在军事意义上 军事恶控上游 九月初 黑夫前往北地郡 赴任的道路 便是速 精水而上 他先去了 曾经解救过 书法家陈淼的 云阳县 绕过甘泉山 抵达了一座 叫做七县的县义 比起两年前 黑夫单枪 匹马入咸阳 如今他的车甲 也有了 封江大力的拍头 四马驾员的大车一辆 拖着新婚后便聚首离多的妻子 之后还有十多辆牛马车 坐着婢女 仆役 还有陈平这样随他赴任的宾客 还有陈平七 子等家眷 在县外 客舍休息时 人死马鸣剑 叶子金本来颠簸得 有点小脸发白 一听说到了七县 便笑道 哼 原来是兵地啊 厅长的七女 来引领他入社休息 一听此言 便恭维道 夫人博学 竟然知道本县救命为兵 七县不是北地军之下 黑服了解不多 跟韩国贵族出身 受过传统师叔教育的妻子一打听 才知道 原来这个县就是周人的老家 兵 也就是如今的陕西兵县 十五国风中的兵风 说的就是此地的事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 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 所谓秦风 正风 齐风 用后世的话说 就是陕西调 河南调 山东调 那冰风是啥调呢 陕北明歌 姓天游吗 黑服来了兴趣 只可惜啊 秦官府不提倡师叔 商鞅就烧过一遍 当地人会唱的也不多 民间艺术家是找不到了 但黑服作为临省的 沈公安厅长过境 齐县的县长 法院院长 公安局长等 岂能够不小心迎送呢 很快的 到了傍晚时分 齐县县委设小宴 邀请黑服时 一位不知从哪里找出来的 年迈乐师 便被请了上来 老人家跪坐在席子上 敲打着 秦国最普通的乐器 否 用土味十足的琴枪 给黑服唱了几段冰风 乐师一曲唱罢 原本在黑服眼里 高雅的诗经 那被后世 涂经抹粉的外表 顿时就坍塌了 翻译成后世的话 那就是 七月大火星熄落 九月女子逢补冬衣 十月北风吹 十二月寒气重 这么冷的天 没粗贺遗传 怎么熬到年底呀 正月休蕾寺 二月去耕种 妻儿来送饭 送到南母头 天官见了喜 夸我家勤快 这就是一首再普通不过的农家石令歌吗 生活化的语气很接地气 一点都不高深